第八百一十八集 司空吉缓缓地开口 你以为本王自己就不能查清楚那些事吗 母妃的死因,她重视,她要查 但是活着的人永远比死去的人重要 司空吉觉得自己大概算得上是冷心绝情的 而且哪怕是有人说她不孝,她也认了 反正现在在她的眼里,明若邪要比柔妃重要得多 母妃都已经死去多年,死因也是陈年旧事了 她有的是时间慢慢长 但是,现在这个人留着却对明若邪有威胁,而且也伤过她 若是让她逃了,以后这个人就会如一条阴暗处的毒蛇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冒出来,咬伤一口 所以,司空吉是绝对不会把这个人的命留着的 她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匕首 那匕首乍一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在她疏的把内力灌注到匕首上时 却是木染,银芒乍气 那匕首,就像浸染上了双滑寒冰 一下子,冰锐彻骨,带上了无限杀气 龙三全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脸色大变,拄着拐杖又急急猛退 同时大声叫了起来 锦王,你想要争皇位吗?我可以帮你,我还知道更大的秘密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寒光一闪,那把银双匕首冰冷彻骨的锐利光芒朝她划了过来 龙三一闪身,伤脚却是扭到了,痛得她头发都要炸了起来 那奸人 这会儿,她命在旦夕,也舍得骂命若些了 但是骂归骂,骂完了,心里想的却还是等到把人抓到 她又加十倍百倍千倍地折磨回去 要不是因为伤了,这次我又怎么会避不开 可她现在就是没有避开 龙三只觉得胸膛一凉 接着,就是一痛 本来以为这么一划,最多也就只是划开了皮肉 出了一道伤痕 但是紧接着,那毁天灭地的剧痛让她整个人都要痛麻了过去 她低头一看,便看到了自己的胸膛,几乎要被剖开来 伤口里,有什么东西都一跳一跳的,反应过来 她头皮都麻了 那,那该不会是我的心脏吧 不过是一把匕首,还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匕首并没有真真切切地划中她的皮肉 严格地说起来,就只是匕首上带出来的气劲划中了她 可就只是这气劲把她的胸膛都破开了 晋王司空吉的内力,竟然伸到了这种程度 秘密你只管带进地府去 你 龙三的话还刚出口 眼前一花,又是寒光再次一闪 死亡的味道都已经到了她的鼻子下 龙三过不上脚伤 猛地往后一到,又快速一滚 胸膛的痛 伤脚的痛,都痛得她死去活来 可是为了逃脱 她向来是狠豁得出去的 又毒蛇丝丝地窜了过来 司空吉挥着炎霜,把那些毒蛇都削成了两半 脚下一措,已经到了龙三的身边 她看着龙三往前抓的手,眸光一闪 将炎霜,又朝着龙三的手背震了下去 那匕首插进龙三的手背 又再进了地面,把她的手,钉在了地上 本王从来不会强求该死的人把秘密吐出来 该死的,就只管去死 司空吉说着,手一抓 那把匕首,又羞地飞回了她的手里 她握住,对着龙三的后脑勺 再次扶植出匕首 然后一抬脚,套在了龙三的背上 怨历一年,龙三整个人就都抽出了起来 但是不一会儿,就不动她了 血,从她与地面之间漫出来 这时,小金从上头飞跃了下来 阿琴 上面传来了明若邪的声音 明若邪在这个时候赶到 外面的那八个女人都已经倒下了 看着他们的样子 明若邪脸色变了 飞快地冲了进来 看到碎开的床,还有那幽黑的地洞 只觉得心头狂跳 但是小金奔了进来 探头看了看,就跳了下去 她又觉得 司空吉应该无事 弱弱别下来 司空吉听到了明若邪的声音 那周身的冷力杀气 散了个干净 一下子又恢复了她风自无双 晋王爷的模样 移开了脚 看了一眼已经完全弃绝的龙三 缓缓地弯腰 从她的脑袋上 把银双匕首给拔了回来 上去之后 得好好地洗洗这把匕首 才能还给明若邪了 明若邪在上面 听到了司空吉的声音 缓了一口气 听到她这样 欲气缓缓地与她说话 她就知道 她应该没事了 应该已经站了上方 把人点了穴了 绑了 制伏了 清白快不过来 王妃 首先下去看看 快去快去 明若邪说完了这句话 就隐约闻到了底下 飘上来的一股难闻的味道 腥臭 还有血腥味 清白下去之后 看到了满地的断尸尸体 司空吉正拿了一条帕子 细细地擦着那把匕首 在那面前 一人趴在血泊里 已经死透了 王爷 司空吉眸光 扫过了他手里握着的剑 你下来了 把他的手 给本王剁了 谁 那双手 之前企图摸鸣若邪的 就算是人已经死了 他也不会 让那双手留在原位 司空吉在清白面前 从来没有掩饰过 自己的嗜血 和凶残 可能 也只有一直跟着他的清白 才最了解他这一面 清白走了过来 手体 见光落 龙三就是想要一个全尸 都是妄想 把这里烧了 龙三根本不了解他 他从来不屑于 被什么真相和秘密 给牵扯住 这个龙三是明若邪 恶心到做噩梦的人 他留下的任何东西 哪怕是一封密信 一块银子 司空吉都不会留下来 不会让明若邪 再沾染到 他的半点气息 秘密 真相 陈年过往 该查的我自然会查 不是什么人送上来的情报 我都会收 司空吉 足间一脸 人已经飞跃而起 落到了明若邪身边 刚一站稳 他便反应 极快地退开了两步 明若邪伸过来 要拉他的手落空了 你干什么 啊 我看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等我回去沐浴过后 再碰我 明若邪心思一转 竟然明白了他的想法 这是怕他跟龙三 打过一场 身上 都有了对方的气息 连这么一点都不让他碰到 司空吉这种洁癖 也是没谁了 那人相当地脏 司空吉解释了一句 明若邪想起来 也不由地认同了 那个龙三 是真的脏 人呢 他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要上来好好审审 说不定 还能够掉出大鱼来 明若邪意识探进了药库里 正想着跟阿璐说 有什么可以用来逼供的药 能够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然后还能流一口气的 从庞吉那边送来的信中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龙三背后的人 一定是在宫里深藏多年的 要是能够把人挖出来 以后司空吉就会省事很多 否则到时候 也不知道会有谁在暗地里 突然冒出了狠狠地咬他一口 能够养出龙三这样的恶心人物 背后的人 只怕也是个难对付的 哼 看看有什么能够影响脑部的神经毒素什么的 看看能不能马上 让人说真话 反正把事情问出来之后 这个龙三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就不管了 在明若邪正寻思着 要给龙三用上什么毒 什么招数的时候 他听到司空吉淡淡地开口 死了 什么 死了 这混蛋是觉得自己没退路了 自己灭了自己的口 如此说来 这个龙三还挺能豁得出去 连命都可以不要了 但是 就他那一夜跟他接触以后 后面分析这个人的心理 明若邪觉得这个人 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生命的 就是那一种只剩下一口气 还是想要挣扎活下来 以后再找机会 狠狠地反咬回去 报复的那种人 第八百一十九集 明若邪疑惑地看着司空吉 他怎么可能死了 我杀的 你为什么不留他一口气啊 他该死 他是不可能留下这个人的命的 司空吉伸手拦下他 再要探头去看的动作 快去 这里交给清白处理 死了就死了吧 但是不得好好找找 他这里留下什么东西吗 也许有线索 明若邪虽然跟着他转身走开 但还是有些不甘心 司空吉站住看着他 若若 这里只是龙三的一个窝点 他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你别操心了 龙三是这样的性子 形势又一直是这么毒辣荒唐 他背后的人未必会很信任他 人死了就把他忘了 跟他有关的一丝一毫 都不要再想 明若邪突然感受到了 他果决手段之下的那点细密心思 如果说龙三还留着性命 要审他 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审得出来 而且 只要他随便说一点事 就得派人去查 这条线一直拖下去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会时不时地就得提起龙三这个人 他今天怎么样 他说出什么来了没有 他说的那个疑点要谁去查 他跟谁有接触 他害过多少人 那些人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等等等等 总之 只要是他留着命要查的话 接下去 他们真的会难免时不时地 要提起这个龙三来 其实明若邪自己并不介意 那一晚他也没有吃什么大亏 而且还把人给伤了 最多就只是这个人 实在是太恶心了 但是司空吉却想到了 他不愿意龙三这个人 还时不时地要被提起来 他要的是 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人从他的记忆和眼前 都抹去 让他不用再想起来 那天晚上的恶心事 至于龙三所知道的 误查他会损失到什么 司空吉不在乎 以后左右不过就是 多费一些功夫 总能查清楚的 我们不需要靠这么一个人 你只要忘了他就好 明若邪察觉到了 司空吉的这么一片细腻心思 一时间 竟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本来对于洛指 跟着去绿川那边的这件事情 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怒气的 可是现在这种怒气 突然就消散了 司空吉对他的心思 都已经细腻到了这种程度 他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他应该相信他 相信他心里有数 就是洛指这事 他都会处理好 这个男人向来 就是心里弯弯绕绕多得很 有些事情 也不会明白的 一件一件地先说出来 但是他会去做 司空吉走了几步 没发现他跟上来 又转过头看向他 愣着做什么 此处空气都浑浊 看见了一看 女弱邪见他这么往外走 眼睛都丝毫 不往地上的那些女子身上描 只觉得 阿乞该正经的时候 还真的是非常正经的 这几个女子 我会让人好好葬了他们 他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不管这些女人以前是怎么样的 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被迫 但是从他们之前的攻击来看 出手很辣 而人又已经如同鬼魅 已经没救了 刚才他们合理攻击 就是想要他们的命 那种情况下还留下他们活口 司空吉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善良 明若邪也没有多说什么 快步地跟上了他 挤到他身边去 不是说了吗 等我回去沐浴更衣再碰我 司空吉避开了心 明若邪又凑了过去 伸手就抱住了他的手臂 把自己贴得紧紧的 我闻着都是你的味道 哪里有别人的 没有啊 我闻闻 他说着就蹭上点脚上去 在他身上跟小狗一样 东秀秀 西秀秀 司空吉哭笑不得 伸手按在了他的额头上 将他往外推了推 站好 好好走路 干什么呢 救不救不 哎呀 秦王殿下身上 有股很好闻的香气 嗯 我再闻闻看 有没有别的女子的脂粉香啊 明若邪继续在他的身上 东秀西秀 鼻翼皱了皱 小狗一样地拱啊拱 胡闹地闹腾他 别闹啊 嗯 哪里来的药味呢 啊 听说洛姑娘去挖药 难道是 不说八道 我连让他近身五步的距离都没有过 让洛芷去绿川 另有目的 他就知道 就司空吉这样西尔多的身体都不怎么健壮的 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 就让洛芷跑到绿川去 他继续在他身上蹭 秦王想要利用洛姑娘吗 要是不能够给他他想要的 殿下您利用完他 会不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啊 谈什么利用 司空吉实在是被他蹭的 嗅得一点火气都没有了 怎么这人忽然就成了孩子一样 明明有时候成熟利落的 像是活了几十岁 一点孩子气都没有 让他都不由自主的 想要让自己更为成熟一点 不能被他给比了下去 但是现在这姑娘又变得跟孩子一样幼稚了 让他觉得没了半点火气 同时想哭笑不得 又想宠 又想哄 不是要利用吗 利用要不要虚与尾舌的呀 要不要先给点甜头 要是洛姑娘 想要你跟他说说好听的话 你说不说啊 明若邪说着 又紧紧地搂上了他的手臂 简直就要跟挂在他身上一样了 像只无尾熊一般 他一边说着又一边在他身上 东秀西秀的 让司空吉不得不把人拽到自己背上去 索性背着他走了 不然 这样子被他抱着挂着 蹭着袖着 都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去 等会儿要是走到了有人的地方 像什么样子啊 宁若邪趴在他背上 看着前面就已经是有人来人往的街了 忽然就想起了一个问题 哎 小鸡子 我们没有易容 他就说 刚刚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不对劲儿 一直没有想起来 现在总算是发现了 他们的易容都已经洗掉了的 司空吉也是这个时候才发现 立即就背着他一转身 脾气一跃 人已经飞跃到了旁边 一跃墙上 飞檐走壁地过去 明若邪在他的背上不住地笑 他觉得司空吉也被自己弄得都要晕头了 往下一望 正好看到了一对官差又在街上走过 正去拦下了一辆马车 明若邪心中一动 回到了那座小院 司空吉不敢踏过靠近 在附近巷子里就跃下了墙头 把明若邪放了下来 好好走路 可不许闹了 不闹不闹啊 对了 这绿城里 官差一直在找那个十尘八字的少女仪式 我们不管吗 明若邪想到了之前看到的那一对官差 还有那个萧赵雪 她哥到底找来了没有 我会让乔姑去打听 你回去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问清楚 夏璇器这一次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把她打发走 司空吉觉得一切 都不如夏璇器在这里的一件事情 让她头疼 她总是觉得 夏璇器这一次的表现有点奇怪 绿川 等了一晚上 司空吉还没有回来 左思的眼睛疼得厉害 洛芝说还要替她扎针 还有些药敷一敷 看看能不能够止疼 但是这一次 左思拒绝了 她倒也是硬气 看着淘气 点了我的睡觉 让我睡过去 洛芝还没有听过这样的 一下子 一下子就急了 那怎么能行 这个时候 你的眼睛可能是在恶化 一时一个变化 你得醒着 眼睛有什么感觉 才能够及时说出来 这也才能及时治疗 要是强制自己睡过去了 那可是会延误治疗的呀 到时候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可就晚了 洛芝这些话 陶大夫也是认同的 所以虽然 是不喜欢洛芝这个人 但是听到了他说的这些话 他还是忍不住地 在一旁点着头 不管怎么说 洛芝说的这话是对的 不怕 我们王妃到了 会替我治的 左思直接对了回去 第八百二十集 洛芝听了左思的话 简直是气坏了 现在明若邪都不在这里 还能扯到他身上 怎么就那么信任 明若邪的医术呢 他也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两个月 他都已经努力地恶补了 现在再跟明若邪比 他未必会输了 洛芝看到了定北王 背着手走了过来 说起来 季王妃明明知道王爷来了 为什么不来拜见王爷呢 总不能等着定北王 去见他吧 定北王可是长辈呢 王妃 对定北王并无不敬 只是因为王爷 想要尽快赶过来 难道金王妃 就不能跟着金王 一起赶过来吗 洛芝沉了脸 忍不住就说了这么一句 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洛芝又不解地 接了下去 难道她是怕骑马太累了 因为怕累 所以不赶过来拜见长辈吗 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定北王听了这话 果然脸色 就黑缠了下来 本来她就不喜欢明若邪 现在听到洛芝的这些话 更是觉得明若邪 根本就不把她放在心上 没有半点孝心 她倒是忘了 本来就是她自己说了 不想见明若邪的 阿芝 既然左思并不想让你替她医治 你就过来给我行一针吧 这头还是有点昏沉沉的 让左思等着他们家王妃来治好了 就算是延误了医治 那也跟你没有关系 这 洛芝很是为难的样子 咬了咬下唇 走 定北王却是沉了脸 没有让他再接下去说话 洛芝就很是无奈地过绝 搀扶着定北王离开了 留下在场众人面面相觑 都觉得有些不太好了 陶大夫 有些犹疑 难道定北王听不出来 洛芝的话说得有些刻意吗 就算是他能够听得出来洛芝的话 就是在挑拨离剑 但是定北王竟然听不出来吗 定北王竟然这么信任洛芝 我们曾经都很期待定北王回归 左思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 他之前也是 在这一次见到定北王之前 都还是很激动 很期待 要不然 他也不会积极地亲自去迎接 但是真的见到了定北王之后 他心里 有了一点阴暗的想法 王妃要是见到老王爷 他会不会很难过啊 行坠一想的那种情况 都已经觉得 听命若些难过起来了 我们看咱们王爷怎么处理了 王爷心里有数的 我们要相信王爷 陶七倒是很淡定 觉得司空极 是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 左思 你先尽量休息一下 我觉得洛芝 不管是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他刚才说的话是对的 点了睡觉 你的眼睛有什么情况 你不能及时说出来 也是不好 说到了这里 陶七 都是忍不住抖了一下 陶大夫 则是飞快地 看向了左思的那只眼睛 然后 又飞快地转开了 因为在这样的烛光下 左思的那只眼睛 实在是有些恐怖啊 眼睛里面 还有一丝一缕的 黑气在冒出来 那看来 就跟里面有黑色的虫子 在往外爬一样 而且 他的那只眼睛特别地鼓 有越来越鼓 和越来越突 胀大了的感觉 陶大夫实在是有些害怕 那只眼珠会爆开来 而且 他 也会忍不住地想象 那只眼珠爆出来之后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流出来 一想到那种画面 陶大夫又有点 想要呕吐地冲动了 王妃快来呀 我是真的很害怕呀 这万一左思的眼睛 真的要出什么问题 那会不会要我动手啊 我这颗老心子 跳得很慌啊 司空吉和明若邪 回到了小院 满月带着肖赵雪出来 少夫人 奴婢太没用了 满月看着明若邪 觉得很是愧疚 因为殷夫人过来的时候 她直接就被迷倒过去了 然后 都被绑到了堂屋那边 帮不上忙 她觉得自己很废物 而肖赵雪 也是这样的想法 她本来以为 这一行人 好心好意地收留了自己 让他有饭吃 有屋子可住 能够安心地 等着哥哥来找 自己就可以在 该出力的时候 出点力气 帮帮忙的 谁曾想出事未竭 她也被迷晕了 不过 现在她正在看着明若邪 瞪大了眼睛 口吃了 你 你是谁啊 之前不是一个这样的 普通面色辣黄的 中年夫人吗 为什么现在会是一个 容颜绝美的少女 而且肖赵雪 看着明若邪 还觉得有那么一点眼熟 太好看了 肖赵雪觉得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吧 但是满乐队 她说话的语气和内容 又让她觉得 这跟之前的那个 中年妇人 是同一个人 明若邪对肖赵雪 眨了眨眼 之前一容了 不过 不要说出去哦 要是把我们暴露了 我们会把你丢掉的 歪一点 我 我不说 但是 肖赵雪这会儿也看到了 司空极 司空极的容颜再一次地 猛击了她的心脏 美人还不是那么罕见 但是男子能美貌到这个程度的 那是真的很少见的 所以肖赵雪一下子 就想出了一个 可以称得上这种美貌的人 这个 该不会就是 晋王司空极吧 要知道 晋王就是以绝世容颜 而闻名天下的 现在看到这样的脸 这样的疯姿 肖赵雪觉得 除了晋王 应该没有别的男子 能够长成这个样子了 明若邪邪了她一眼 我的夫君 看看就行了 擦口水 可不许起心思啊 她这说的是什么话 肖赵雪一下子就战红了脸 然后蹬蹬蹬地 退出了三大步 嚷了出来 我再不是那样的人呢 她都已经和你成亲了 长得再好看 我也不会多想的 我才不当妾呢 你家就算是有金山银山 她就算长得再好看 也吸引不了我 我爹和我哥可是说了的 要是我不能嫁入一户 可以做当家主母的 他们就养我一辈子 明若邪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然后对着她 比了一个大拇指 我觉得 你们家的家风 还是挺不错的 没错 当妾是不好的 要是不能够做当家主母 就当老姑娘 单身一辈子吧 双双 就不怕敲坏了别人 司空吉失笑摇头 明若邪自己是这样想的 这样做的 没有关系 但要是引着别的姑娘 也这么想 万一断了人家以后的路 怎么办 我也是看这个姑娘顺眼 别人我还懒得说呢 小赵雪 立即就一脸感动地看着她 所以 你是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是吗 我不会怪你的 我觉得你说的对 对了 以前我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啊 肖赵雪说着说着 突然就叫了一声 睁大了眼睛 看着明若邪 我刚刚还说觉得你有点眼熟 你长得像我姑姑 明若邪和司空吉对视了一眼 之前 她们就因为这姑娘姓肖 而下意识地怀疑了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 她们的怀疑还能成真呢 你姑姑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不是亲的姑姑 是堂姑 我没有见过她 只是见过她的画像 我爹说要找回本家 还是我姑姑就是本家的 明若邪心中一动 看来 这一次去韩赛城 她还得去肖赵雪家里走一趟了 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点怀疑 她也就把肖赵雪看成了自己人 我是兄呢 明若邪回头问满月 他们都已经回来了 下旋气竟然没有出现 难道又躲在屋里了 下旋气这一次来 表现得还真的是有些奇奇怪怪的 满月有一些友谊 下 下公子说去找大夫 她这还是自己偷听到的 并不是下旋气跟她说的 下旋气的暗卫都已经找过来了 所以她要去哪里 也不是满月一个当奴婢的人 可以过问的 第八百二十一集 听到满月说下旋气去找大夫 明若邪顿时就觉得有些好笑 守着我这么一个大夫 而且还算是神医 竟然什么都不说 本儿跑出去找别的大夫 找大夫 她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明若邪并没有打算 在这里等着下旋气 既然龙三已经杀了 她自然 也是想要跟着司空级去绿春看看的 而且左思的眼睛 也得去看看 明若邪并不相信 洛指能够治好左思的眼睛 让乔姑和肖赵雪留在这里就好 下旋气如果还要留在这里 就让她留着 有什么事情让乔姑给他们传话就是 明若邪也觉得这样可以 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不能跟着你们吗 不能 我们要去的地方 你哥哥要是找过来的话 是找不到的 所以你最好是在这里等着 我会让乔姑帮你盯着 你哥一旦进城就会带他过来 小赵雪现在就想巴巴地跟着明若邪 他总是觉得明若邪实在是长得 跟姑姑有些像 看着亲切 而且觉得跟明若邪在一起 会比较好玩 听着要等自家哥哥 萧赵雪也无话可说 他 咕弄了一句 我哥真是碍事 我现在倒是希望 他没有发现我丢了 自己已经快马加鞭 回到了寒塞城 明若邪闻言不由得有点哭笑不得 司空吉是不会理会萧赵雪的去除的 他进去收拾了一下 跟乔姑交代了一些事 顺便等着清白回来 然后他们便赶回绿川 一路即赶 自然是不方便聊天 而在他们赶到绿川的这个过程中 定北王又因为落指的失真 而睡了过去 大概睡了半个时辰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 他倒是觉得现在 精神好了许多 也因此 他更加信服了落指的医术 正是夜农之时 外面寒风呼啸 但是这里的冷和黑沙城比起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再一摸到自己盖着的软和厚式的棉被 看到了角落那银丝炭炉 想起了之前自己吃的那些饭菜 便觉得黑沙城里的那些人 简直是受了太多的罪了 他更坚定了要把他们都带回北京 让他们远离黑沙城的决心 那些百姓就是他的责任啊 令北王一想的这些 也觉得睡不着了 他披衣而起 走到了门边开了门 便看到了披着一件透毛披风 靠坐在外面的人影 疏然一惊 谁 那人站了起来 转过身 露出了一张有点苍白的小脸 老王爷 是我 您怎么醒过来了 阿芷 你这个时候不去睡觉 坐在我门口做什么 这外头多冷啊 你也不怕把自个儿冻坏了 不会 我抱了暖炉的 露出把怀里的那个暖炉 举了举 让他看见 我不太放心您 再说 您也没有带什么随从过来 没有人事后着 万一半夜有什么事 在这里可喊不到什么人的 我在这守着 希望老王爷能睡得安稳一些 这个孩子 可真的是太有心了 无极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 这个无极 现在当真是变了呀 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无极很听我的话 而且是一直把黑沙城的百姓 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有一颗悲悯之心 凡事之轻重 哎 现在的无极竟然一心只铺在了那个女人身上 难道说 那个名弱邪就真的那么好吗 其实现在京王殿下也还是很好的 你也不要太过于怪罪他 这样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的 阿姨 你就是懂事 是无极回来了 定北王快步就走下了台阶 朝着院门口迎去 陶姬等人听到了动静 也已经提灯出来相迎 要赶路近山 马车并不方便 而且目标也太大了 所以司空级 他们也只能是骑马过来 定北王原本以为 在前头的是司空级 但是没有想到鸡匹马 急奔而来 在灯火烛光照应之下 他看到为首的 竟然是高大黑马之上 白衣乌发 明眸好齿的少女 哪怕是寒风凛冽 也并不让他脸色苍白 夜里急迟 他脸上也没有半点 苍黄之色 风烈烈扬起他的发丝 从白如玉的脸颊扶过 替他明艳之言 又增上了一分生动 也不见他如何策马 到了门前 只是束手轻拍了一下马头 那本来飞驰如垫的骏马 便停了下来 他轻盈下马 动作很是洒脱 这是定北王 初见明弱些 他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明白过来 这个少女 就是明廷郡主 也是在这一刹那 他心里划过一丝 果然如此的想法 果然是因为明廷郡主 姿色过人 风采无双 才会让我那个出色的外孙 一心扑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少女 的确有足够让司空级那样的青年人 全心沉迷的资本 可是这种瞬间的了然 却也没有打消定北王对他的印象 本来他就有心理准备 明廷郡主 一定长得很好 但是自古以来 红颜角色 也是祸水 男子汉顶天立地 大业为重 对女色 万万不可沉溺 现在司空级 还没有坐上 那个位置呢 就已经对明廷 这么舍不得了 等他坐上了 那个位置 他是不是 要成为那种沉溺女色 不上早朝的昏君 世间美人千千万 没了这一个 也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个 能够被替代的 都不是什么珍宝 但是皇位可只有一个 江山可只有一个 所以孰心孰众 这还用得着想吗 他下意识地就瞥了一眼 一旁的路指 却发现本来一脸 苍白的路指 神情 有一些阴郁 正瞪着明若鞋 明若鞋下马之后 在他后面的几人 也才赶到 跟着下了马 司空级把马 交给了迎过去的 陶七等人 快步走到了明若鞋的身边 抓住了他的手 并未曾第一时间 看到站在里面 眼下的定北王 让你不用敢那么急 风这样冷 手都是冰的了 司空级第一时间 就是关心明若鞋 他握着明若鞋的手 运起内力替他暖了暖 明若鞋没有想到 他还有这样的用处 仰头冲他 嫌人一笑 阿吉真好用 陶七牵着马 觉得自己都要被枪到了 不急 定北王喝了一声 他看着司空级刚一下马 就巴巴地 去替明若鞋暖手 那模样 简直是有些狗腿了 堂堂晋王爷 将要问顶那个皇位的人 竟然又这么讨好一个女人吗 而且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 看到正站在寒风里的长辈 是不是有明若鞋所在的地方 司空级的眼里都不会看到别人了 司空级和明若鞋 同时抬眸朝这边看了过来 明若鞋几乎 是一眼就看到了定北王 就把他跟自己以前脑子里 想象中的人物 给重叠了起来 定北王跟他用来信 和各种指令的印象 拼凑出来的形象很吻合 挺高 肩宽 头发半白 容颜端正 线条冷硬 威言而不苟言笑 因为思虑过重 穿字纹明显 嘴唇紧抿着的时候 看着像是随时要发火 气势十足 让人不敢靠近 但是 的确能从他的身上 看到重重的沧桑 和风霜 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明若鞋就确定 定北王对他不喜 他扫过来的眼神 带着不耐和审视 明若鞋内心呵呵一笑 很好 既然定北王如此不喜欢我 那我就不用勉强自己 去当一个讨好长辈的 乖巧外孙媳妇了 定北王最好是不来招惹他 否则他就怕自己 还要变成一个 恶外孙媳妇 至于说什么 要看在司空级的面子上 不能让他 当夹心饼让他做 这种问题 明若鞋都没有想过 第八百二十二集 看见了眼下站着的定北王 司空级回头 在明若鞋耳边低语 这是外祖父 柔柔 能够给他扣个头吗 算是 晚辈第一次见到长辈的礼数 一个就行 一个就行 如果说说不想扣 也没事 我倒是不想扣 不过吧 作为外孙媳妇 晚辈第一次见长辈 行个礼不是不行 好吧 见到长辈一点礼数都没有 蓝国的连王 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 就在明若鞋 刚刚答应了的时候 定北王的声音 也跟着再次响了起来 明若鞋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他偏头看向司空级 背上了他的目光 司空级心头一跳 立即就改了口 磕头就罢了 弱弱起码赶路也累了 算他实相 明若鞋本来想要喷到他身上的火 就转了一个方向 他的立场是软硬不吃 但是看心情 有的时候可以吃软不吃硬 现在定北王一下子就给了他下马威 说他也就罢了 一开口 就说到了他父王 你看他能不能忍 定北王一看到他开口之后 司空级竟然还是第一时间 就去跟明若鞋说话 心里那骨子火气 简直是要压不住了 本王在跟你说话呢 你那眼睛东飘西飘的像什么样子 是哑了还是隆了 果然 果然 果然就是因为他沉溺在 这个女人的美色里了 所以现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旁的落指赶紧就掺住了定北王 他眼底都涌起了笑意来了 吵吧 闹吧 折腾吧 明若鞋这是要作死啊 一来就要把定北王得罪死了吗 要是明若鞋再租死下去 定北王对他就会更反感了 以后说不定 还得逼着晋王 休气另去 把定北王的后院 给闹腾乱了 也是好的 定北王 现在身体正差着呢 要是情绪波动太大 说不定 会一下子犯病倒了 明若鞋如果真的这么不孝 把定北王给祈祷了 或者直接气死了 有这么一个罪过 横在司空集合他之前 他们还能够心无戒地吗 说不定 就此要一拍两散了 老王爷消消气 您的身体最重要 落指赶紧就温柔小意地 在一旁添火 明若鞋的目光落到了他身上 来人 奴婢赞 满月蹭的一下 第一时间就跳了出来 反应内叫一个快 满月这一声 应得很响亮 把定北王都吓了一跳 震了一下 愣愣地看向 这个圆脸的丫鬟 这是要干什么 明若鞋指向了落指 去把落指绑了 是 满月眼间 已经看到了院子里的麻省 快步过去拿起来 就朝着落指冲去 一手拽住了落指的手臂 将他从定北王的身边扯开 老王爷救我 落指尖叫了一声 他脸色都变了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间火就烧到了 他的身上 明若鞋 你要干什么 闭嘴吧你 满月立即就点了他的雅穴 手里动作飞快 利落地把他给绑成了个粽子 然后他还拍了拍手 似乎是要拍掉手上的灰尘一样 看向了明若鞋 王妃 身绑好了 干得好 谢王妃夸奖 奴婢以后会干得更好的 明若鞋给他比了个大拇指 满月抬头挺胸 很是骄傲地响亮回答 在一旁看着的星坠 他们就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然后见场合不对 又都忍了忍 憋住了 一个个都憋得表情 有些一言难尽 并被王也是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实在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 形势这么张狂的女子 而且还是当着他的面 刚才他是真反应不过来啊 你你你 你简直就是胡作非为 欺人太深 你竟然这般对阿直 定北王的话音刚落 就见明若鞋微微笑着 对着他拱手抱拳 行了一礼 明若鞋见过外祖父 谁是你外祖父 喊得倒是一点都不见外 他还真的是没有见过 这样一点修意都没有的女子 第一次见到长辈 好歹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 收敛一点吧 可是他没有 明若鞋没有给定北王 接下去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抬了抬下巴 外祖父问我 为什么敢这样对洛志 因为我是明廷郡主 她是一介平民 我是建王妃 她是一介平民 我是有封地的 十十一城 她是一介平民 还有 医术笔事 我拿的第一 他把自家的摆通真都输掉了 他医不好皇上 我能治得好 我医术比他强 他是我手下败将 你 再有一个原因 皇上命若只去寻药 寻了药材 就得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他这个时候 应该是在某山里找药采药才是 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 皇上派去保护他的那一对御灵军呢 不见踪影 所以我合理怀疑 洛指抗指不尊 讨饿 洛指被点了哑学说不出话来 但就算他这个时候没有被点了哑学 他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因为他要羞愤死了 左思他们听了明若席的话 都跟吃了一个人参果一样 瞬间都浑身都畅快了 原来还能用这样的理由绑了洛指 他们之前 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王妃这一来还真的是干脆利落 司空急嘴角抽了抽 他也没有想到明若席会这么直接 虽然他留着落指是有用的 但是现在看到明若席把落指给绑了起来 他想了想 也觉得这样对他原来的计划 并没有什么影响 定北王气得双手都在颤抖 瞪着明若席 我急 你就任凭他在这里胡闹吗 如果为人处事 只看出身背景 人与畜生要有何分别 你是郡主 是王妃 你的身份是比他高 但是他对我们有恩义 有情义 这些又岂是什么身份可以比较的 他只是救过您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阿吉有什么关系 要论恩义 要论秦义 不好意思啊 外祖父 我还救了阿吉的命呢 说秦义 我跟阿吉合法成亲 秦义光明正大 落指跟他毫无关系 还敢谈秦义 那叫什么 你说 叫什么 明若邪说着 转向了司空级 那叫 不知所谓 不知羞耻 不可理喻 不明不白 不自量力 一百分一百分 你这女子 令北王都快要脑冲血了 当真是他说一句 他就有十句来对他 而且偏偏他说的这些话 他还变无可变 薄无可薄 这种火气都被死死地摁在胸膛里的感受 当真难受 外祖父 听说您病的古怪 您可得细想想 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不是遇上了落指之后 明若邪却是突然转了个话风 眼看着他快要把定北王 给气得晕倒的左思等人 听到了他这话 心头也是一跳 突然就想到了什么 司空级更是脸色微变 看向了左思 左思立即点头 王妃猜测得没错 定北王正是遇到了落指之后 才得了病的 众人都看了看落指 又看了看定北王 明若邪恍然 哦 他这一声拉长的声音 让定北王的心都跟着跳了一跳 你想说什么 你这样对待阿指 现在还无多怀疑他吗 在你眼里 阿指就不是个好人了 是啊 在我眼里 他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呢 你你你 明若邪可不是专门为了对定北王 他 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第八百二十三集 定北王眼前一黑 真的觉得自己快要被气死了 可是偏偏明若邪这样气着他 司空级还一直站在他的身边 明明白白地在告诉自己 他就是站在明若邪那头了 你这个不孝孙 本王不与你这等人呼叫蛮缠 把二指放了 不急 你随我来 定北王深呼吸了几口气 走到了洛指那边 司空级上前几步 扶住了他 手 微微一使劲 就让定北王 不得不转身进屋 坏祖父 若若已经如此处置了洛指 旁人就不得插手 你说什么 谁是旁人 不许 在你眼中 本王才是外人吗 坏祖父 您永远都是我的长辈 我已向来敬重您 可若说才是无极此生 最亲近的人 你也不想为余生 孤寂淒凉吧 烦了 烦了 但真是烦了 并北王眼一翻 坏祖父 晕了过去 司空级 立即就浮起了他 陶妻等人嘴角都是一抽 这算是王妃气晕的 还是王爷气晕的 令北王被司空级送进了房里 洛指被满月拎着丢进了另外一间房 满月没有理会他 直接把人丢在了床上 绳子还绑着 他被点了哑穴 说不出话来 只能用眼睛一直瞪着满月 这个尖闭还不把我松开 满月本来是转身要走的 回头看了他一眼 见他正拼命地瞪着自己 断时就不乐意了 瞪我做什么 我把你拎进房还不好 又没有把你留在院子里挨动 松开绳子 解开穴道 洛指努力地用他的眼神 在表达着这样的意思 而且他的身体也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想要正拖开绳子 哼 还动 还动 满月哼了一声 见他还在拼命地挣扎着 俗性走了过去 把他的定穴也给点了 这一下 洛指连挣扎都不行了 就只能继续用眼睛瞪着满月 行吧 现在你要瞪就瞪 有本事你晚上别睡了 就这么一直瞪着好了 满月拍了拍手 想到了什么 又回头补了一句 还有 我可告诉你 别再对王爷起什么心思了 王爷对我家王妃 那是一心一意的 绝对不是你这种歪挂裂枣 可以肖想的 知道了吗 说完 他冲着洛指挥了挥拳头 威胁了一下 哼了哼 这才转身走了出去 谁是歪挂裂枣 洛指真的是要被气坏了 像他堂堂落神衣之女 走到哪里也是备受爱戴和景仰的 他长得也不错 人家还说他的这一身气质 能抵戎冒好几分呢 怎么就能够对他用上歪挂裂枣这个词 果然 明若歇身边的人 哪怕只是一个丫鬟 都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不管洛指怎么气愤难耐 满月还是没有理会他 直接出去了 洛指想到了明若歇之前的话 听他提起了那一对御林军 心里也开始有些慌了起来 我要怎么说那些御林军的下落 揍揍 来给外祖父把把麦 司空吉那边 把定北王送进了房里之后 他在里面叫了明若歇一声 陶大夫祖司等人 还有些担心地看向了明若歇 怕他不愿意 说起来 明若歇还真的有可能不愿意的 定北王对他那样 他要是说不乐意 谁也不能逼他 就是王爷也不敢逼他呀 不过 明若歇倒是没有说什么 举步就要进去 走上了台阶之后 他又顿主回过头来 看向了左思 左思突然身子就是一僵 在这样暗淡的烛光里 光影被风吹得摇曳着 更是趁得左思现在形如鬼魅 那只眼睛看起来 当真是让人有些胆寒 明明他之前是并不介意 自己的这只眼睛的 而且明若歇也已经看过这只眼睛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被落指 治过 扎过针了 现在被明若歇这么一看着 就感觉有点心虚 就跟自己辜负了明若歇 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左思莫名地有了一种负心汉 渣男的感觉 都不太敢对上明若歇的目光 明若歇却只是想看看他的眼睛 能不能再撑一撑 并没有多想 左思 你且去拿热水敷一下眼睛 等会我给你看看 谁 左思听到了明若歇证明说 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也觉得自己实在是想得太多了 又有些不自在 不过 明若歇一来 他确实就有了一种 安心了不少的感觉 而且明若歇 还能够主动地问起他的眼睛 也是让他心里头无比温暖 明若歇交代完了这一句 就进了屋 司空吉已经替定北王 噎好了被子 站在床边看着他苍老容颜 心里也是又酸又涩 明若歇走了进来 看了他一眼 把他手拿出来啊 哦 司空吉回过神来 把定北王的手臂 从被子里拿了出来 并搬了一张椅子 放到了床边 若若你坐 明若歇过来坐下 搭设了定北王的脉搏 他本来以为定北王 在黑沙苦域 那一样的苦寒之地 熬了那么多年 又思虑过重 寿命应该不会太长了才对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探卖 却是把他给惊着了 定北王 竟然还有三十年的寿命 我去啊 他忍不住 就惊叹出声 司空吉还以为 是他探出了什么不好的结果 绳子一僵 缓缓地问他 如何 外祖父的身体 可是 不好了 宁若歇轻搭着脉搏 感受着定北王 这老头的命数 摇了摇头 这 是不是老而坚强 其实定北王的身体 毛病不少呢 确实是在苦寒之地 熬得很伤 而且他身上还有些暗伤影响 可是他的寿命 就是很长 古代能活到他这样长命的 很少见 但是 明若歇还摸出了一种奇怪的毒 定北王中毒了 这倒是跟他之前的猜想相辅了 若 若 司空吉见明若歇一直没有回答 而且神情也感觉到很古怪 又忍不住叫了他一声 明若歇这时才回过神来 松开了手 不是 定北王的身体 确实是有不少毛病 身上也还有伤 甚至还中了毒 但是定北王 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年呢 也就是说 那毒 不危及性命 司空吉现在 已经是有些习惯明若歇把脉之后 可以把谁命数多长都说出来了 但他 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很多很多年 嗯 定北王 还能活三十年 说得这么具体 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把爱还能把出寿命来 司空吉心中惊异不已 然后转而想了想 注意力就落在了他刚才说的 中毒一事之上 落指 给外祖父下了毒 这可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到时候定北王要说 是我非要往落指身上泼脏水 我可不会认他 若说哪能有什么错 错的肯定是别人 再不认 就是我 你说的对 明若歇点了点头 对他这样的感悟很认同 所以 落指才能治好外祖父的古怪之病 有他出手 病症一下子就能缓解 可是他却又不能一下子根治 这明显 明显就是想让外祖父离不开他 依赖于他 外祖父年轻的时候 也是比较善于打仗的 那些战场上的打打杀杀他都可以 但是对于人心 他不行 现在年纪大了 更加容易受人蒙蔽 啊 所以 你有何打算 等会儿我们回屋再说 司空级并不想在这个时候 于明若歇说出他心里的打算 定北王总会醒过来的 他觉得定北王 肯定不会喜欢听到自己 所说的那些话 第八百二十四集 站在定北王的床边 看着床上的老人 司空级心中有些色意和无奈 说说 能不能了解外祖父所种的毒 这个应该不拿 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毒 应该就只是让他 时不时地晕倒罢了 说什么古怪的病 估计就是这一次落脂 在那片山里找到的什么毒草 明若歇要拿出来的东西 不想让司空级看到 转身看着司空级 你先出去吧 我给他解毒 那就辛苦肉肉 我去让人煮些吃的 司空级并没有多问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明若歇看了看定北王 从药库里拿出了财血针来 给定北王抽了三小管血 送进了药库里 阿璐 做个血浅 分析一下血里的毒 然后调配一下解毒的药 阿璐点了点头 接过了那三管血 就去检验了起来 明若歇就坐在一旁等着 一边看着定北王 这个老头 他其实是想要敬重他 并孝敬他的 可惜这老头 不给他机会 如果说司空级自己觉得难做 要夹在中间 那就只能受罪了 看来 落纸下的这个毒 确实也不是什么厉害的 阿璐很快就分析出成分来了 并立即就去调配了解药 明若歇这才站了起来 出去翻找自己随身带来的包袱 陶大夫他们也是还没有睡 这会儿谁能睡着啊 王爷王妃都还在这里忙碌着呢 他不当下人的 又不可能自己就去睡了 陶大夫也是希望 明若歇能够把定北王治好的 如此一来 说不定老王爷 就能够改变对明若歇的看法了 也不会那么依赖落职了 王妃啊 定北王怎么样了 嗯 中了毒 解毒就没事了 陶大夫 你的药箱借我用一下 里面可能有几种药 能用得上 好的 陶大夫立即就巴巴地 去取了自己的药箱过来 明若歇索性 又拿了一瓶强身健体的药 到时候准备给定北王也吃了 定北王的身体强壮了一些 司空急 也能更放心一点 等到阿璐 把调配好的药送出来 明若歇便让满月去取了碗 自己进去为定北王喝药 当然 他的动作不是那么温柔就是了 给定北王灌了药 动作大了一些 灌完了药 定北王正好醒了过来 一睁开眼睛 看到的就是明若歇的脸 定北王吼得一声喝 猛然挥避想要避开 结果 就把明若歇端在手里的空碗 给打飞了出去 此碗 摔在地上 碎成了稀巴烂 这样的声响 让司空急脸色微变 快速地奔了过来 你想干什么 明若歇本来是扶着他的 在晚 被他挥飞出去的时候 他立即就站了起来 松开了手 定北王一时也没能稳住 往后一倒 头晕眼花的 明若歇甩了甩袖 干什么 给你我要解毒 自己中毒我都不知道 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 傻乎乎的白活这么几十岁 只长周文不长脑子 明婷 谁给你的胆子 对本王如此说话 胆子长我自己身上 当然是我给自己的胆子 老头 你应该庆幸你是司空级的外祖父 你要是跟他没关系 像你这样蠢的 我早一脚跳臭水溝待着去了 如你在这里诡较 切 明若歇毫不客气 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 转身就往外走 看到司空级进来 他冲他翻了个白眼 小心脚架 一滴的碎丝片 我帮你出去 司空级立即就将他打横抱了起来 并被王挣扎着坐了起来 就看到了司空级的这么一个举动 当下心都冷如寒冰 司空级把明若歇放下 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脸 让满月带你去屋里吃夜宵 除了面 给你煎了两个荷包蛋 快去吧 药喝了 没事了 明若歇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满月在前头赶紧迎了过来 行坠 很是机敏地拿了扫帚过来 王爷 小的进去 把地扫干净 刚才都知道应该是出了什么事 不过行坠他们可生气了 王妃这么大半夜的忙活 还亲自去给定北王喂药 竟然 结果还被这般对待 行坠在扫着地 司空级进来 定北王已经坐起来了 看着司空级的目光 见识失望 无极 你现在当真是心里只有妻子了 海祖父 明天无极 会让人护送您回北京 你现在是准备赶我走势吗 定北王都要怀疑自己听到的话了 真是想要赶他走啊 他来这么一趟 本来还想着仔细过问一下 司空级现在都已经准备得怎么样了 也想看看他们囤的兵养的马 还想仔细地听一下 司空级有什么安排 最好是能够在秘密走访以前的几个固友 帮着司空级签一下人脉 他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 虽然未必能够事事亲力亲为 但是与司空级好好坐下来 一项一项地谈是必须的 他原来还想办法要留个三四天 结果 现在司空级就准备把他送走了 外祖父 您留在这里不合适 在您和洛志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把自己置于险境了 您为什么会突然生病 那正是因为洛志给您下了毒 洛志背后有人 我不知道他是为谁办事 但是他绝对不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你胡说些什么 我不是胡说 外祖父知道我为什么同意让洛志 可您到这里来吗 司空级神情淡淡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如寒霜 带着一股无情的冷酷 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一次过后 还留着他的命 看着他这个样子 听着他这样的话 令北王都忍不住一个机灵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司空级 有点艰难地开了口 无极 我虽一直教导你大业为重 但也没有教你如此心和手辣 外祖父以为 只凭想当然 无极能在宫里和兰国火下来 若知 我不会留他的 明若邪并不知道 司空级跟定北王说了什么 他吃了汤面之后 就去看左思了 只不过 这里的烛光太暗了 他看了看还是放弃 等天亮了再来吧 否则这眼睛这么精细的活 就着这样昏暗的烛光 他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里 安排了他和司空级的屋子 屋子里 虽然一切简单 但是很干净整齐 明若邪躺在床上 本来是想等着司空级回来的 结果等啊等啊 司空级一直没有过来睡觉 明若邪便知道 他应该是准备该说的话 都在这一晚跟定北王说完 想着下旋器的晦记忌 想着定北王这一趟来绿川受到的打击 想着落旨的事情 他睡着了 本来明若邪以为自己会睡得不好 哪里知道这一觉下去 一个梦都没有做 醒来的时候 外面安安静静 除了偶尔一声鸟蹄之外 什么声音都没有 而天光已经大亮 等他出去 只觉得山蓝柔化 空气清新 林中花草树木的气息 似乎能够抵挡身心 昨晚没有注意 今天才发现 这院子里留着一棵树 并没有被砍掉 这树就被圈在栅栏里 在明若邪看着树的时候 树上突然有些东西动了动 他眼尖 看到了两条蓬松的尾巴 松鼠 王妃 您起来了 子福和赤兰他们 竟然是从外面回来的 而且牵着马 这样冷的天 额头还有一些汗湿 你们这是去做什么了 司空级呢 王爷送定北王离开了 清白号阿七他们都跟着他 明若邪惊着了 这么早 送定北王离开了 是他想的那个离开吗 是去哪里啊 回北京 然后会有人护送着定北王 出北京 借黑沙苦玉 第八百二十五集 子福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 心里想着真是太好了 定北王离开还是好的 他们这些当手下的 也都觉得他不在这里 他们都轻松了许多 明若邪有些诧异 定北王愿意离开 自愿离开的 王妃是觉得王爷 会把定北王绑着走吗 这好像不能 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明若邪是觉得 你昨晚见到的定北王那样 真的被司空级赶走了 定北王应该会暴怒 大声呵斥 他总会听到声音的 可是没有 要是今天早晨不是那么安静 他应该也不至于睡到现在 天大亮了 王爷跟定北王说 他心疼王妃了 司空级当时的原话是 外祖父 昨夜若若连夜赶来 替您诊了卖煮了药 还亲自为您喝药 辛苦半夜 还被您责骂 而那下毒的落旨 却让您身心不疑 又宽厚对待 我只希望若若能够好好地睡一觉 不要醒着越想越是委屈难受 你要是当真 还有分辨善恶的能力 好歹也心疼心疼他 别吵醒他 当时定北王的神情 的确是很不好看啊 但是 王爷跟他本来就已经聊了半夜 该说的也都说了 定北王 应该也已经明白 王爷如今的想法 和形式风格 明若鞋挑了挑眉 万万没想到 他一来 司空级竟然这么快 就把定北王给送走了 不过他转而一想 也大概明白了司空级的想法 定北王这一次过来 竟然能够这么容易遇上落职 也有可能一路来时有所暴露 这个时候 还不赶紧离开 要是等着别人发现了他的行踪 大家都麻烦 他自己也有危险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宁若鞋就没有再为定北王分心 满月已经端了热水过来 宁若鞋让子福他们自去休息 转身进入屋里洗漱 顺便问起了落职 定北王已经让司空级送走了 那落职呢 王妃 奴婢听到王爷好像说 不会留下落职的命 明若鞋洗脸的动作一顿 司空级要杀落职 是因为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留下落职的命 所以才无所谓带他过来的 满月虽然觉得落职让人讨厌 而且也总是想着要跟王妃来抢王爷 可只是因为讨厌 那也没有必要就杀了吧 他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王爷为什么要杀落职啊 如果你们家王爷真的决定了想要杀落职 那一定是已经发现落职该死的问题 满月听到他这么说 也就没有疑问了 早上有准备吗 回王妃 准备好了的 明若鞋正准备吃了早饭 就去给左思看看眼睛 但是满月刚回答了这一句话 他们就听到了外面陶大夫惊慌的声音 王妃 王妃快来 王妃 陶大夫的声音听着很是惊慌失措 叫喊声几乎是要破音了 满月吓了一跳 陶大夫 出了什么事 奴婢先去看看 他说着 就转身冲了出去 陶大夫的叫声 是从斜对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来的 门开着 已经有一道身影奔进去了 满月认了出来 那就是之前被王妃派到这里来的田虎 田虎昨晚还没有见到呢 这是早上还是半夜刚回来这里的吧 满月也快步冲了进去 但是一进那一间屋子 她立即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到了 一屋子的小动物 那是什么 一只只都带着一条很大的尾巴 明若鞋也已经赶过来了 饶使她觉得自己见多识广 但是见到了这屋子的情形 她也是忍不住扑的一声喷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松鼠 一屋子的松鼠 左思就半躺在床上 她看起来像是刚准备掀开被子起来的 但是那被子上大概是压了十好几只松鼠 在床边 踏上 甚至旁边的杖子挂钩上 还挂着两三只松鼠 陶大夫背贴着一边的窗户 正瑟瑟发抖 田虎进来了之后 刚刚拔剑 明若鞋目光一闪 飞快地叫了一声 别杀 田虎立刻收剑 转头尝她看来 郡主 这些 这是松鼠 你们没有见过吗 在场几人都同时摇了摇头 就连筋膀张和头上 都站着几只松鼠的左思 也摇了摇头 她一摇头 头上的那只小松鼠叫了一声 就从她头上摔了下来 滚落的时候 还砸到了另外几只小松鼠 一时间 那几只小松鼠 都跌成了一团 虽然觉得这一幕 当真是奇怪得很 但是满月看到了这场面 还是憋不住喷笑出来 这些叫松鼠的小东西 感觉很可爱啊 田虎的嘴角 也抽了抽 他们在这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偶尔在林间 会看到一小只 但是他们很激进 反应速度也很快 通常是在他们刚刚发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飞快地 穿上了树 逃得无影无踪了 因为这些东西 也没有袭击过他们 而且体型小 所以他们也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回事 可那是之前 只是见过一两只的时候 现在看到满屋子的小松鼠 而且还都是围在祖寺的身边 看起来就难免会让他感觉有一点危险 郡主 这些松鼠 不会伤人吗 不会 林若贤很肯定 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些小松鼠的奇怪了 因为他们当真的围着左思 摆明了就是朝着左思而来的 他们都同时看向了床上的左思 这一看 庭虎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左思 你的眼睛 在他离开去办事之前 左思的眼睛虽然也明显地恶化了 看起来也很是古怪诡异 可却与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左思自己也觉得 今天起来那只眼睛齐痒 但是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能够去随便抓挠的 再说 养的是眼睛 那也挠无可挠啊 他自己看过镜子 他的眼珠都像是快和鼓出来了 要是他再用力揉一揉 说不定就会被他直接给揉出来了 虽然他这只眼睛看起来 已经很可怕了 但他还是不想把眼珠给弄出来 看着这样的可怕 总比那里露出了一个洞来的好吧 养得厉害 现在是又有什么变化了吗 众人都看着他那只眼睛 这个时候有几只小松鼠 都要朝他的那只眼睛抓去了 左思身子一震 就想用内力将这些小松鼠震开 虽然宁若邪说他们应该不会伤人 但是现在他们是冲着他的眼睛而来的呀 宁若邪发出了一声 同时朝着左思走了过去 右手在空中挥动了几下 那些小松鼠就像是受了惊一般 梳得都四处散开了 有的朝着门口奔了出去 有的跳向了窗户 陶大夫就在窗边 被好几只小松鼠当成了树 攀爬上他的身 再窜出窗去 有几只小松鼠在窜上他的肩膀时 那蓬松的尾巴还在他的脸上和嘴上扫了过去 让他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后背都发麻了 虽然王妃说这些东西不会伤人 但是这么一大群突然全都聚集在这里 他还是会觉得有点毛毛的呀 等这些小松鼠都跑了出去 陶大夫都觉得自己有些腿软了 一下子就瘫倒在了地上 田虎立即过来搀扶起他 陶大夫您没事吧 没 没事 就是那个 陶大夫现在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丢脸了 他有一点想哭 为什么年纪这么一大把了 胆子却还是这么小啊 明若席这个时候已经在看着左思的眼睛了 满月有一些紧张 也跟着过来 满月本来也是个傻大胆的性格 现在看到左思的眼睛 还是觉得心里有些毛毛的 因为他实在是没有看过这样的 第八百二十六集 左思那只眼睛现在已经长大了一圈 眼眶都被撑得极大 跟另一只眼睛对比起来 明显的就大了足有三倍 但是现在他的眼白和眼珠都已经混在一起了 看着分不出来 眼球的颜色也不怎么深了 变成了浅灰 眼白那些则是变得混轴的黄 远看看不出来 但是近看了 却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眼睛里 都密密麻麻的 有些像是盲肩的东西长了出来 已经戳破了球体表面 一点一点的盲肩长了出来 密密麻麻的 又像是一些头发长成了板寸 那些东西是金灰色的 看着细密的一片 之前的那些屡屡的黑色雾气 应该就是这些孔里散发出来的 而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生长出来了 所以再没有黑雾散发出来 明若鞋记得左思之前的这只眼里 像是有根脉密布的 现在却已经看不见了 只是他的眼眶周围都成了灰白的颜色 而且看起来不太像是皮肤的质感 跟石头一样了 这样子怎么看怎么觉得 这已经不像是一个人的眼睛了 满月一个机灵 浑身都是一颤 怪不得左思会觉得眼睛痒得厉害呢 可是这样的眼睛竟然还能有感觉 他又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诶 左思 你的眼睛里长出了很多像松这样的东西 你说那些小松鼠 会不会想要来看看你的眼睛里 有没有松果 左思嘴角一抽 陶大夫又觉得腿软 为什么这么可怕的一只眼睛 王妃还能够这样面不改色地看着 而且竟然还能够开这样的玩笑 王妃的胆子到底是什么做的啊 左思现在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能够看见满月这胆大的丫头 现在都不太敢把目光落在他脸上了 而且刚才还在颤抖 他自己虽然没有看见自己的眼睛 现在是什么样子 不过 他也能够猜得出来 王妃 手下这只眼睛应该是不能救了吧 不能肯定 不过 手术肯定是要做的 明若喜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 听说松鼠是能够储藏食物种子的 藏在容易生长的地方 来年 可能就会生长出来 它们 就会有更多的食物了 所以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左思下了床 对着他单膝跪下 请王妃出手相救 除了属下的这只眼睛 我们还在山里的营地深处 发现了一种植物 也要请王妃去看看 什么植物 那东西 非花非树 看着像是一团白棉 但是 能捕杀虫蚁 属下的眼睛 应该就是在接触了那东西之后 才有这样的恶化的 左思觉得 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 才能够让明若喜 更好判断 查验他这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 落质那边的事情 其实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些 据说皇上是派了一队人马 跟着落质姑娘 去炫耀的是吧 可是那一队御林军 全死了 就死在他去找药的那个地方 当时本来属下 想要再查清楚一点的 但是没有想到 落质正好遇到了定北王 定北王跟他聊了没一会儿 就病情发作 只能赶紧先带他一起回来 天虎再去查了 明若喜 其实已经是有些预感了 皇上派了那么一队御林军 跟着落质一起出来 那肯定也并不是 为了帮助他炫耀 更大的作用 就是为了监视他 不让他挖了药材之后 自己污了 或者 是不用心炫耀 而是想跑 可是现在落质一个人 出现在这里 那些御林军一个都没有出现 他们很有可能 是出事了 只是 他没有想到 那些人全死了 左思看向了天虎 其实之前天虎跟着赤兰 带着那么一只黑猫来绿川的时候 他也并没有觉得这个人 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只黑猫 他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但是这么一段时间过后 他才发现天虎真的是一个人才 他很是细心 也善于观察 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 他们都没有发现的疑点 和线索 所以这件事情交给他去查 左思就觉得有信心 能够查得出来 现在天虎既然回来了 那应该 是真的查到了什么吧 天虎点了点头 人都已经死了 这一点可以确定 但是尸体没有找到 这件事情 可以等会儿再跟郡主汇报 天虎觉得明若邪 应该会先检查左思的眼睛 那些御林军都已经死了 就不急于一时了 明若邪点了点头 先看眼睛 感觉烧热水 等会儿要用 是 明若邪看到了天虎 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 知道他应该也是熬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天虎 你先去休息会 谢郡主 明若邪都一一交代了下去 最后看向了坐在屋中的陶大夫 突然一笑 王妃 陶大夫一时间有些颤抖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 一直都很想跟着王妃学习医术 但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王妃遇到的病患 都是这些比较特殊的 现在左思的眼睛 他也觉得 自己可能会忍不住吐出来 不能帮忙治疗就算了 他还有些担心自己吐出来 会伤着左思大人的心 而且也会影响王妃的质量 所以陶大夫 一直都很是纠结 陶大夫 你去帮我叫一只松鼠回来吧 松鼠 对 就是刚刚从这里跑的那些小动物 王妃 那些小动物 怎么能听老朽的话呀 嗯 他们喜欢吃松子 这里应该是有一片松林的 你去看看 想想办法 是 没有想到明若鞋给他的 竟然是这么一个命令 看起来 他还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这样的安排 让陶大夫都傻眼了 他只好 慢腹心思地跑出去了 左思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真正地忍不住 闷哼了一声 猛地仰起了头 只见他眼睛里的 那些密密麻麻的松针一样的东西 目的就飞快冒出来 像是白草在生长一样 而且 还是快速生长出来的 本来 就只是看到一点点尖冒出来 现在却是一下子 扎出来了很长的一截 要是这些东西继续生长出来 是不是 要有很多像是丝线一样的东西 从他的眼睛里 垂落下来 那岂不是 他的眼睛里 都长出了一大树的 头发 王妃 左思双手紧紧地拽着被子 高仰着头 脖子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绷紧了脸庞和下巴 全身都在颤抖 她也说不清楚自己刚才是怎么绷着的 但是其实 她之前就已经有那么一种感觉 好像 自己的眼睛里面 还是有什么东西在发痒 绷紧了似的 而她 就是一直在憋着 在压抑着 刚才 她也是担心自己一放松 这只眼睛 就会变得更加的恐怖 这么多人在这里 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恐怖 会不会以后 都不敢靠近她了 会不会觉得 她的眼睛里 是有什么东西在 她自己 也是有些提着心 可是 明若鞋把人 都给织出去了 这屋子里 就只剩下了明若鞋 左思 一下子就绑不住了 而她一放松 眼睛里面 果然 就有了一撞 那些东西 在扎破生长出来的瞬间 她的眼睛又痛又痒 她却是一点 都不敢去碰 这种痛苦 她也实在是难以坚持 所以 左思这会儿也很想知道 明若鞋有没有办法 至少 可以帮她指一下痛 或是能够 让她 不要那么痒 明若鞋看着她的这只眼睛 也实在是心里有一些发毛 这到底是什么鬼 左思 我要让你晕睡过去 把自己交给我 同意吗 同意 往返哪怕要手下的命 也只管拿去 左思现在 已经连另一个眼睛也在模糊 而且脑子 也是痛得厉害 她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明若鞋让她转过身去 自己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支麻醉针 直接就注射进了她的手臂里 注射时 这么一点蚊子钉一样的微痛 左思这个时候是完全忽略了的 他甚至都没有发现 但是这强效的麻醉针一打下去 左思很快就没有了什么意识 砰得往后倒了下去 晕睡过去 第八百二十七集 左思晕睡过去之后 宁若鞋发现 她那只眼睛已经闭不上了 因为被那些像是发丝一样的东西给挡住了 那些东西已经长出了超出了一厘米 加上她的眼珠也已经鼓出来了很多 所以现在 她是另一只眼睛正常闭上了 这一只眼睛 却长着一粗东西 然后鼓鼓的 怎么都避不上 那么一粗东西一根根的 也算不上多柔软 都直直地扎在那里 她的眼睛跟化石一样的颜色 看起来还真的是很诡异 宁若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更没有见过这样的症状 但是她猜测 这应该是一种病菌 或者是她的眼睛里 曾经不小心有什么种子进去了 然后又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染 病变了之后 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左思的这只眼睛 只怕是要保不住了 可是眼睛是很重要的部位 她就怕影响到脑子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取出来的 否则到时候别说眼睛 就连命都没有了 要把左思的这只眼睛检查清楚 最好还是要进药库里面 用阿璐帮忙 不然这么精细地检查 单凭肉眼还是不行的 虽然已经有了大概的计划 但是明若鞋 还是先给左思把了脉 探清了她的命数 但是这一探 她的心却是一沉 回首探命 她 探到了左思的死期 而且她的死期 就是在一天之后 后天清晨 天将亮时 就是左思殉命之际 也就是说 手术已经不能拖延 昨晚还没有探出 她将死的脉象 只隔了一夜 就已经能够探出 她的死亡具体的时间了 看来 这只眼睛的恶化 的确是影响到了她的寿命 老妃 子福只是去休息了一下 便醒了过来 一醒过来 看到小金小黑两只猫 从外面林子里奔了过来 看着都像是有些炸毛的样子 她便赶紧带着这两只猫 来找明若鞋了 跟在明若鞋身边一段时间 她也知道 这两只猫是有些特殊的 不知道 他们现在这种状态 到底对不对 但是刚一进来 子福就看到了 左思的那只眼睛 顿时 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经不住地往后退了一步 惊惧地 更大了眼睛 王妃 左思的眼睛 你去看看王爷 宋帝美王到哪里了 什么时候返回 是 明若鞋并没有跟她 多说左思的眼睛 因为跟她说了 也没有什么作用 这个 她是帮不了忙的 子福虽然满心惊惧 也还是想要说说 这两只猫的事情 但是 明若鞋的目光 已经扫过那两只猫了 她既然没有说什么 那应该 就是尽在把握了吧 她觉得 明若鞋 应该是想要跟王爷说说 左思这只眼睛的事情 所以立即 就转身出去 正是来一个人 就让明若鞋支走一个人 你们这是去的哪里啊 明若鞋又看向了那两只猫 小金身上又丝丝的黑气散发出来 成炸毛状态 小黑也是炸毛的状态 神态 却是特别丧 很飞的样子 进来之后 就到了她的身边 就贴着她的脚 趴了下来 然后就没有动了 小金则是过来之后 看了看左思 然后就转身走开了去 蹦上了窗台 就在窗台上趴了下来 明若鞋看出来了 这两只猫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现在就表现在 小金对左思身上的异常 极为嫌弃 根本就不想接近 而小黑 却是视若无睹的样子 完全不在意 所以这两只猫的来处 和习性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金弱弱地叫了一声 又看向了左思 转过头 却望着窗外了 这 是什么意思啊 明若鞋这个时候 也顾不上他们 她伸出了右手 缓缓地移到了 左思的那只眼睛上面 隔着几寸的距离 闭上了眼睛 在她的手掌里 先是有一点红 点亮了起来 然后 就跟日晕一样 往外一圈一圈地 跟着染开了 是浓红一片 她要查探一下 左思的这只眼睛里 有没有活着的东西 有生命的东西 这样 就能够确定 她的这一只眼睛 到底是因为一些虫子 还是 生物引起的 还是别的 没有生命的病症 病症 在她的手心里 如火影流燕落了下来 然后 又跟水波一样 落到了那只眼睛上面 凌若鞋的鬼手 一点一点地探查着 生命的迹象 过了半晌 她才收了手 左思的那只眼睛里 并没有什么虫子之类的 有生命的东西 这么说来 真的有可能 是那只眼睛里 不小心 进了什么种子 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 是跟了受粉似的 就开始有了变化 这种情况 她之前在京城 看过类似的 就是鱼府的那个小丝身体里 长出来的那一棵树 那 也是植物 也是在人的身体里 长了出来 明若鞋的脑子里 有什么感悟闪了过去 但是太快了 她一时间 没有抓住 左思的这一只眼睛 其实早就已经坏掉了 这边看不见 她应该也已经习惯了 但是 如果就直接挖掉 剩下一个眼眶 以后 她也会很不习惯 而且更容易感染 她现在要想的 不只是 替她把致命的东西 给取出来 清除掉 还要想一想 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她这只眼睛 弄得至少不那么可怕 以后 也没有多少受感染的可能 还是要进药库里 就是不能进 也还是要让阿璐 带一些手术器械出来帮忙 虽然这里 应该已经都算是 他们自己人了 但是因为 要把左思弄进药库 或是 要把阿璐弄出来 没有司空即在 明若鞋 还是不能够 百分百地放心 事关重要 她一定要确保 觉得安全 这一点 明若鞋 还是信思空即的 阿璐 先来帮我看看这个病患 然后可以先做治疗方案 明若鞋 先把左思送进药库 让阿璐检查 自己 就在床边等着 只要外面 有一点风吹草动 马上 就把左思弄出来 只是 做一个检查 还是可以的 但是 现在要治疗 就不行了 而这个时候的司空即 已经送定北王 到了这一座山之外 往左去绿城 往前去荒野 要去往北境 就是那个方向 定北王的身份 雾能够被发现 要往更偏的荒野而去 这条路 司空即也已经派人 先行一步 去清理了 而他 也只能送到这里 司空即停了马 清白 已经去驾了马车过来 王爷 马车已经备好 没有任何标志 坐过来检查 马也都是喂过的 里面有炭炉暖炉 有毯子 有安静的诚意和吃食 是否还需要准备 其他东西 这话也等于是 说给定北王听的 之前定北王 驾来的马车 肯定是已经 不能再用了 司空即下了马 走到了定北王的旁边 伸手就要扶他下马 王爷傅 我即扶您下马 不敢劳烦 定北王哼了一声 自己翻身下了马 这一路上 看着纵马飞驰于山林中的司空即 定北王 其实也感慨很大 他一直都还以为 自己这个外孙 依然是孱弱无比 虽知他会骑马 但本来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能慢着骑程 没有想到 司空即竟然能够纵马如电 乘风飞驰 那种肆意 应该是身体不错的人 才可以的吧 本来 以为还能一路再好好聊聊 结果司空即把马骑得飞快 一句话都没得说 定北王 现在心里是极度难受的 他甚至 都有些后悔来这一趟了 要是不来 他现在还能够当司空即 跟想象中的一样 可是来了这一回 他才发现 司空即早已经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了 记忆中以为的 那个小孩子 不同了 司空即现在 又太多自己的主意了 而且 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 能够完全对他 言听计从 在定北王的心里 他是长辈 而且 成为安定北境的王爷 已经很多年 大半辈子之前 他就已经是 文明天下的人物了 他吃过的盐 比司空即吃的米还要多 再者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要是没有他 要是没有他 这么多年 来想尽办法 给司空即送药 送人 司空即 都未必能够 安然无恙地 活到这个年纪 所以 不管从哪一点来看 司空即都应该 遵他 敬他 爱他 服从他 把他 放在第一位 才是 不 甚至连拿他 跟一个女人来排名 那都是不对的 一个女人而已 而且 还是一个不到 二十多岁的丫头 骗子 到底是有什么资格 来给他相提并论 定北王实在是 无法接受这一点 无法接受 在司空即的眼里 明若邪 比他更重要 他更听从明若邪的话 更爱护着明若邪 今天要送他离开的时候 竟然还跟他说 不要吵醒了明若邪 他一个长辈 要离开了 那个当外孙媳妇的 顾说早早起来 给他送行拜别 也就罢了 他还得小声一点 别吵醒他 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 第八百二十八集 想到早晨发生的事情 定北王心里 憋着一大股火气 快步地走向了马车 司空即只是身形一晃 就到了他的身边 外孙媳妇 我即扶您上马车 不用了 我又不是老的骨头都硬了 用不着你扶 定北王拍开了司空即的手 自己就上了马车 为了让司空即看到 他的身子硬朗 还一手撑着车缘 动作潇洒地跃了上去 然后就听到骨头 咔的一声细响 膝盖扭了一下 骨头小了 就是 很尴尬 十分尴尬 司空即摸了摸鼻子 收回了手 看着黑着脸的定北王 坏祖父 您就算是不喜欢弱弱 但是至少可以相信他的医术 就连皇上 脑部的治疗 都是交给他放手去医治的 司空即跟定北王透露了一点 明若席可能并不介意定北王 到底喜欢不喜欢他 但是 司空即却觉得 自己不能够看着外祖父 这么不喜明若席 而什么话都不说 什么事都不做 明明明若席没有做过 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而且没有说过 他的什么不好 最多只是不会去 有一套好罢 昨晚 其实他也跟定北王 说过明若席的医术 但是定北王不怎么相信 也不知道自己 不是得病而是中毒 也不相信 是明若席医好的 现在 他说出皇上的病来 等于是暴露了皇宫里的秘密 事关皇上 定北王肯定是得相信的 司空即不管怎么说 也不会去拿皇上 来说谎欺骗于他 所以 皇上肯定是脑子有了病 果然 定北王听到皇上也病了 而且是脑部的治疗 这才一时间忘了再生司空节的气 忍不住就问了出来 皇上脑子得了病 是的 皇上当真让明听就给他医治了 是的 外祖父应该也知道 弱纸身上没有百通针吧 他原来是有的 但就是因为当时想要给皇上行百通针 可是他只施了几针就不行了 是弱约接了手 行通了百通针 皇上做主 让他赢得了那一套百通针 否则 弱神医唯一留给弱纸的东西 还是医者都需要的一套银针 弱纸又怎么可能随便地就给了别人 阿指跟我说过 是明廷仗着他是兰国的郡主 好你护着 所以把他的那套针给抢去了 外祖父 弱纸说什么你就信吗 那您跟我又有什么区别 您觉得我更听弱纸的话却不听您的 可您不也一样吗 宁愿听弱纸这么一个外人的 也不信我 可身为您外孙媳妇的弱纸 弱纸是救过您 可是您不是曾经跟我说过 救命之恩 要分清具体 要报恩 也还要考虑其他 弱纸怎么救的您 我还持怀疑的态度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而对于我来说 弱纸却是实实在在地救了我的命 陪着我从兰国千里迢迢地来到大镇 帮着我对抗了很多的风雨磨难 而且知道您中了毒 他也是极赶半夜的山路 到了就替你诊卖 替你开放 替您煎药喂药 二者相比 您要我不天弱弱的 不爱护弱弱 反而却心疼什么弱纸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外祖父说我不听您的命令 可是外祖父有没有想过 您久去黑沙城 已经有二十几年不曾入北京了 更是不知道 如今天下各国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而我 却是一直身处其中 外祖父觉得 是您对局势的把握更好 还是无几更值现今的局势 司空吉说了这么一大头话 让定北王愣住了 定北王竟然被他问得无言以对 虽然是这个理儿 但是 哎呀 就是很心塞 这是怎么回事 等到马车驶离 回头在车窗口再忘不到司空吉了 定北王才缓缓地回过神来 他这一沉思就已经去掉了半日 而等他回过神来 竟然发现自己大半日都没有晕过去 更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之前他时不时地就要犯病的 而且还会晕过去 就算是晕过去 也会觉得脑子很晕沉 整个人都不太舒服 可是 这半天并没有 昨晚落旨已经是被绑起来了 而且还熬了半宿 再跟司空吉谈话 按理来说他会精神不济 更容易不舒服才对 可是没有 难道我之前真的是中了毒 难道真的是名弱邪 给我解了毒 定北王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纠结中 又觉得这么原谅明弱邪和相信他的医术 有一些没有面子 而且一旦相信了 就等于是他承认自己之前 那样对明弱邪是不对的 他的尊严和面子往哪摆 可是不信 他的身体是确实又好了 不管定北王是怎么纠结的 阿露那边 这一次没有那么快地给出治疗方案来 但是让明弱邪觉得很是惊喜的是 药库那里还有一种手术区扫描仪 他可以先把左思的那只眼睛直接扫描 明弱邪是看着阿露操作的 他手持着一把手持扫描仪 慢慢地从左思的头部和那只眼睛上扫了过去 在那手持扫描仪的储存心理 会出现多维的图像 还会直接地给出很多的数据 根据那只眼睛的具体情况 如果问题少的 给出的数据就会少一点 但是像左思这样很是复杂的情况 却是一下子就储存了很多的数据 详细地让明弱邪都瞪大了眼睛 我突然想起来了 以前副所长在我的右手受过伤的时候 就让所里的研究员给我做个这个扫描研 那个时候副所长给我的理由是 想要看看我手掌骨有没有练 我自己本来是清楚的 但是想着外人不会知道 所以让他们扫描一下 也算是按按他们的心 就让那个扫描员扫描了我的右手 想起了这一件事情之后 现在明弱邪看着阿璐 把那个手持扫描仪 直接就连接上了 锁里的一部电脑 读取了储存心理内那些详细无比的数据之后 就觉得当时那一件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阿璐低了一声 是一声机械声 但就是这么一声 却是让明弱邪惊喜了 阿璐 你这是能够发声回应了 这是肯定的回应 明弱邪问多了两句 一下子又觉得有一些哑然 这是不是说明你还在进步 或者说是升级 还是略有修复 这是肯定的回答 估计是这三个问题 都是差不多的 也都是同样的回答 那你如果是要说不对 不是 不能 不可能 就是什么样的小声 阿璐 你这好像跟小金小黑他们 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跟猫还是有区别的 我是个万人 不是猫 这一声出来之后 阿璐的额头面板屏幕上 还出现了一行字 还挺好面子 他这么一个失败品 扮机器人 算是个扮人 他这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说法呢 不过 他既然说他是扮人 那 就是扮人吧 他能够有这么一两声 机械声回应 也是好的 不然 他有时候 都顾不上去看 他的屏幕上 写的是什么字 他能够给一点简单的回应 就好了 虽然 在明若邪看来 还是跟小黑小金 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祖司的眼睛 都已经扫描进电脑了 明若邪 就把他给弄了出来 门口的小金 叫了一声 哼的 就站了起来 然后跃了出去 很快 窗外就响起了 陶大夫的叫声 小金 小金别抓 别吓他 你退后退后 让开 这是王妃要的 不是给你玩的呀 这小动物 你也不能吃 它虽然是松鼠 但它又不是 你能吃的老鼠 不对 你也不吃老鼠吧 第八百二十九集 小金又叫了一声 一只趴在明若邪脚边的小黑 只是抬来抬头 往窗口那边的方向 看了一眼 但很快 又趴了回去 兴趣缺缺的样子 明若邪这个时候 又觉得这两只猫 有点奇怪 小金 他羊羔声音叫了一声 又觉得很意外 难道 陶大夫真的是 抓到了一只小松鼠 这倒是相当难得 他刚才之所以 把陶大夫叫去抓小松鼠 也不过是想 支开它罢了 而且看陶大夫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竟然还这么胆小 存心地 想要动弄戏耍它一下 没有想到 陶大夫 竟然真的能够 抓到小松鼠 窗口 哒的一声 小金跳了上来 外面 陶大夫的声音 听着 都要哭了 小金 你别咬死它了 真的是王妃要的呀 明若邪 抬眼看了过去 正看到小金 咬着一只尾巴 是浅鹤 和身踪相见的小松鼠 站在窗台上 小松鼠 两只爪子 就直直地垂落着 还在缓缓地 左右摆动 那根 蓬松的尾巴 垂落下来 上面的毛 都明显像是 搭耸着的样子 整个呈现出 可怜悲惨 要死了的状态 明若邪知道 自己这个时候 笑出声来 一点都不厚道 但她还是忍不住 想笑 因为这只小松鼠 竟然是很明显的 在装死 装可怜 这一种神态 就是在说一句话 小松鼠 我就要死了 快来救我 这小东西 当真是忙得不行 根本不会说话 凭着神态动作 就能够 把这种感觉 表达得明明白白 小金 放了它 明若邪 决定还是当一个好人 小金 还有点不情不愿地 把嘴巴松开了 它还真的 只是需要着 这只小松鼠 小松鼠身上 是一点伤都没有 被小金一松开 它立即是摔在了地上 然后 又像是摔晕了头似的 挣扎着爬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 走了几步 然后 又倒在了墙上 虚弱地 缓缓地擦着墙根 跌坐在地上 坐在了 自己的尾巴上 明若邪 一看它那个样子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只小松鼠 当真是 小金 也跳了下来 一只爪子 又朝着它探了过去 小松鼠这会儿 动作速度快得很 羞地就朝着明若邪 这边冲了过来 眼看着 就要扑进 它的怀里 小黑 喵的一声 一遇而起 一猫爪 就拍到了 它的头上 直接就把它 给按了下来 前一声 是小黑叫的 对着小松鼠叫的 有那么几分 威胁的意味 后两声 是小金叫的 而它 则像是冲着 小黑在叫 听起来就像是在 表扬小黑一样 很好 咱又很快 护住了咱们的主子 非常好 主子身边 已经有了 它们这么两只猫了 还有一只 暂时跟在 满月身边 还算是 在养着伤的血污 休想再来一只 什么奇怪的品种 再来给它们 争宠 这个时候 陶大夫转到了 门前这边来 带着无奈和伤感 跟明若蟹告状 王妃 老朽真的抓到了 一只小松鼠 可是被小金 给咬死了 小金太过分了 怎么能咬死 小松鼠呢 小金冲着 它叫了一声 陶大夫这个时候 也看到在 明若蟹脚边 与小黑 对峙着的小松鼠 还没咬死吗 小金再一次 很是高冷地 扫了陶大夫一眼 那眼神 当真是 在看一个傻瓜 我又不是松鼠 就算是逗逗它 咬死了 又有什么意思 我要是一嘴的血 回来主人 还会让我 跳到他身上吗 估计会被 嫌弃得要命 所以这老头 是不是傻 觉得陶大夫 是个傻子的小金 又看了一眼 那只小松鼠 还是有点牙痒痒 他倒是真的很想 将它咬死算了 好了 陶大夫 左思这只眼睛 的确是很怪异的 很罕见的症状 这个如果你不想学的话 那就不学 我不强求你 到时候你帮忙 做一些后续的 护理就行了 太好了 谢王妃体谅 陶大夫立即 就松了一口气 他忍不住 抹了抹汗 看他这个样子 明若邪 就知道 他的确是没有办法 帮着来看 左思的这只眼睛的 不过 也怪不得陶大夫 其实陶大夫的医术 还算是可以的了 但是也仅是对于 普通常见的病症来说 而且估计他当时 会被派到司空级身边去 也是因为他本身 是一个帮着贵人们 看病的人 虽说病人不分贵贱 不过相对来说 的确是有富贵的人 会比较有精力 去注重卫生 所以陶大夫可以说 看富贵病更厉害 像是司空级这样的 体虚病弱 但是外表还是美得不像话 哪怕是受了一点伤 要治疗一下牲口 都不会特别恶心难看 陶大夫是看惯了 司空级这种病 现在遇上了他 就跟着有点跑偏了 明若邪自己 觉得自己并不是大夫 所以一般的病症 还是不会动手费心的 在他看来 那是大夫的事 他又不是 可是像左思这样的怪病 在他看来 就可以算是跟他这样的 有点跑偏的事情 他帮着这一下 还是可以的 既然陶大夫害怕 那就不要勉强他了 陶大夫抹干了虚汗之后 忍不住又得寸进尺地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王妃 那到时候您在王爷面前 能不能别说 老朽胆小怕事 要是王妃跟王爷说了 我一定是会被责罚的 明若邪 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陶大夫 我现在想吃红豆糕 陶大夫傻眼 这么个地方 还能有红豆糕 这是山里啊 看看这些家具什么的 都是就地取材 就是在林子里 伐木打造的 还有一些是石头和竹边 王妃要红豆糕 这里也没有雏娘啊 陶大夫 陶大夫眼巴巴地看着他 嗯 不行吗 行 老朽会做着红豆糕 老朽这就去做 陶大夫一下子就觉得 要是不让他吃上一口红豆糕 那当真是罪过了 等到陶大夫从这屋子里 走了出去 满月端了一盆热水过来 问了他一句 要去哪里 陶大夫这才如梦初醒 他赶紧就拦住了满月 满月呀 厨房在哪里 在那边 厨房里有没有红豆啊 红豆 满月觉得很是怪异 这厨房里怎么会有红豆 只有一些米粮 还有一些菜和腌制好的腊肉 一些糖啊 盐啊什么的 陶大夫 现在吃什么红豆吗 在这里 我们搓茶淡饭 应付一下就行了 满月难得地教训了一下陶大夫 他实在是觉得陶大夫这个时候 太不懂事了 王爷去送定北王离开 阿七他们昨晚 肯定是都忙得不行 这个时候还在休息 而祖司眼睛 都已经那样了 王妃还要帮着祖司大人 治眼睛呢 剩下陶大夫这么一个清闲的 怎么不想着去帮王妃打打下手 帮帮忙 还想着要吃什么红豆啊 是王妃想吃 王妃说她想吃红豆糕了 满月想都不想 立即就倒了墙头 那陶大夫 您还不赶紧去想想办法 您再去厨房仔细地找一遍吧 我也没有所有地方都找 也许放在哪个角落呢 哎呀快去吧 要是实在找不到 您还能派星水去城里买点 别让王妃等太久了 满月说着 神情十分严肃 认真地看着陶大夫 一副 你怎么还不动她的样子 陶大夫 顿时就觉得有一些心塞 满月可不能管她这会儿 是在想什么办法 她这热水 也是要赶紧送去王妃的 陶大夫 嚷嚷 满月端了一盆热水 就立即从陶大夫的身边 快步走了过去 进去之后 她发现屋里 有一点怪异 王妃就站在床边 床檐那里 站着一只小松鼠 小松鼠 正不停地抬头 看看明若邪 然后 又扭头 看得看床上的左思 再看看明若邪 再看看左思 而小黑 就趴在王妃的肩膀上 却是看看左思 又看看小松鼠 看看小松鼠 又看看左思 小金离得远了一点点 她还是趴在窗台上 看着 像是睡着了 但是 满月也已经养了小金 这么长时间了 她当然是看得出来 小金这个样子 看起来 分明就不是真的睡着了 她是在假睡 实际上啊 一直很警惕 满月总觉得 小金这个样子 像是在防备什么 跟一个守卫似的 第八百三十集 满月快步走到了 王妃的跟前 王妃 热水来了 嗯 刚过来 取条毛巾 是 等看着明若邪 要进了毛巾脚竿 满月 赶紧就拦住了她 王妃 奴婢了 王妃怎么能够亲自 做这种事情呢 水够热吧 很烫 那你的手 能进得住这样的热水 明若邪 看了满月一眼 嗯 满月看着还在冒着热烟的水 刚才水是开了的 但是她端了这一路 吹着风过来的 还被陶大夫拦了一会儿 想来 虽然还会很烫 但是 她应该可以吧 只要是 她要是不行 王妃那细皮嫩肉漂亮的小手 更是不行了 奴婢可以 不用啊 我来吧 明若邪把毛巾 丢进了热水里 右手 在左手上贴了一下 轻轻一搓 然后 就伸手 进了热水里 把毛巾捞了出来 把水 给拧干了 把那毛巾 折了折 压到了左思的 那只眼睛上 满月 先是下意识地 看向了左思的眼睛 一看到 那长出了一截 根本避不上的怪目 她一个机灵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太可怕了 那只眼睛 那个样子 她避开目光的时候 又看到了明若邪的手 却又愣住了 明若邪的手 一点发红都没有 可明明 是一盆极烫的水啊 满月见明若邪 没有注意自己 悄悄地 就伸出一根手指 探进了水里 好烫 满月倒吸了一口凉气 飞速地 缩回了手一看 自己那只手指头 都已经红了起来 明若邪好笑地看着她 见她竟然还把那只手 往背后藏 气乐了 你是不是傻 不是说了水太热吗 去找陶大夫 拿点烫伤药膏擦一下 然后休息会 有事我再喊你 满月一脸尴尬地退了出去 她也觉得自己的确是有点傻 出去一看 自己的手指头 真的是跟煮熟的一样红 而且很痛 她的脑海里浮现明若邪刚才的手的样子 还是那样的雪白细腻 可是一点发红都没有啊 她只是一根手指下去 王妃 还是两只手都一起泡进热水里呢 满月眼睛里全是问号 所以 王妃不怕烫 那发烫的毛巾 捂到了左思的眼睛 没有一会儿 左思就醒了过来 明若邪给她注射的麻醉针 虽然是见效极快 但是 要效也是消退得很快的 一醒来之后 左思发现自己那只眼睛上 好像是贴着什么东西 她想起来晕睡过去之前 是明若邪在身边 所以 她立即就叫了一声 王妃 别动 先热敷一下眼睛 试试热敷的这东西我没有用 然后 明若邪就看见了那只小松鼠 这会儿 有点无精打采地趴了下去 刚才 明明还是一直盯着左思那只眼睛 很感兴趣的样子 怎么现在 就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说 她这样用滚烫的毛巾热敷 还真的能够抑制那些东西生长了 明若邪心中一动 如果这样的话 倒是省事了很多 现在 她还没有时间 细看扫描出来的那些数据 阿璐正在看呢 等她看完研究出来 也许 就能够出治疗方案了吧 营地里还请您和王爷一起去看看 这绿川什么都好 就是营地里 蚊虫 蛇蚁太多 我们招进来的兵 有很多守不住 虽然能扛 越以扛 可是三天两头受伤生病 很是影响训练 等你这只眼睛治好了 再说这些吧 祖司作为主将 实在是有些心疼手下的那些兵 现在 他们兵紧马区 虽然对于训练 肯定是要认真严肃拼命练的 但是 若是 有一个兵折损 那就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情 而且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都在为这件事情想办法 实在是费了太多的精力了 祖司 一直盼星星 盼月亮的 等着王爷王妃来绿川 因为 他总是觉得 只要王爷王妃来了 他 肯定是有办法的 王爷能够 给他们更完善的练兵计划 还能够亲自练兵 教一下战场上的阵法 而王妃 应该可以解决掉 他现在很头疼的这个问题 明若邪也是服了祖司 好像祖司在醒着的时候 或是刚醒的第一时间 他所想的 所要说的 就全都是公事 一心一意地为了司空吉的大业 在奋斗着 司空吉 可能会欣赏这种态度 会喜欢这种属下 不过明若邪会觉得 人 还是可以有稍微放松的时候 这样 才能够更长久 属下这只眼睛 只怕难治 王妃直接挖掉它也是可以的 属下只要尽快可以回去练兵 所以 用最快的办法就可以 我替你决定怎么治 好吧 好 祖司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以为 他的眼睛 是一块烂肉吗 坏了随便挖掉就可以了吗 祖司之前本来 还是不想留一个洞在那里 但是现在这只眼睛一恶化 他自己也知道 是无论如何都留不住了 那就索性尽快地挖掉算了 明若邪看着趴在旁边的 那么一只小松鼠 问起了自己 一直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 这些小松鼠 为什么会对他这么感兴趣 一直来这里围着他转 你之前没有跟林子里的松鼠们 发生过什么吗 嗯 并没有 不过 属下之前在查看那株奇怪植物的时候 发现旁边那棵树上 有好几只松鼠 在那里看着 但是属下发现它们之后 它们就像是受了惊吓似的 一下子跑了 这件事情 可以让洛志说 司空吉从外面走了进来 人味道 生闲的 明若邪转身 朝他迎了过去 你回来了 定北王真的能听你的话 就这么离开了 这一路上没有把你骂惨了吧 骂倒是没骂 不过 黑着脸不理我 算不算惨 那还是有点惨的 明若邪伸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想起来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有一点意外 你为什么说松鼠的事情问洛志 难道洛志知道些什么 有鸽子给洛志送信 司空吉 扬了扬一张纸条 递给了明若邪 而且 鸽子可以很准确地找到洛志 就在刚才 这只鸽子往这边飞过来的时候 司空吉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可能是那只鸽子运气不好 就这么让司空吉认出来 那不是他们这边的信鸽了 他直接弃马 以轻功追那只信鸽 发现 他就是朝着洛志所在的那间屋子飞去的 立即就把他给击杀了 明若邪打开了那张纸条 上面 只写了几个字 疑似与圣坛有关 在洛款的地方 点了两个墨点 这只怕 是一个标志 走 去问他 明若邪立即就拽着司空吉 朝外面走去 走到门口 又回头给祖司交代了一句 你别起来 本来已经要跟着起来的祖司 一听到这句话 只好又再一次躺了回去 东也不敢动 出去之后 司空吉问了一句 祖司的眼睛如何 我会考虑下一步怎么治 明若邪这么回答之后 司空吉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一致的事情 他绝对是信任明若邪的 而且也相信 明若邪 是会采取对左司的影响 伤害最小的那种治疗方案 所以 他并不想要过问 给他压力 外祖父应该是相信你的医术了 明若邪正了正 然后只是笑一笑 没有说话 相不相信又能怎么样 他根本就不在意定北王 到底信不信他的医术 骆子这一夜 根本就不敢睡 他有点害怕自己睡着了 会错过什么能够救他的机会 但是因为一直醒着 又被点了穴 他只能眼睁睁地熬着 现在看到司空吉和明若邪进来 他立即又使劲地瞪眼睛 骆子觉得自己 真的是遇到了明若邪 就没有好事 第八百三十一集 看到司空吉和明若邪进来 骆子心想 本来自己好好地从北京进京 这是能够借着定北王的事 跟剑王搭上关系的 以他的观察 就算司空吉对他不怎么喜欢 但是若他身边没有明若邪 看在他家外祖父的面子上 怎么着 也能够跟他以礼相待 在宫里 如果没有明若邪 他也已经取得了皇上太后他们的信任 就算他一时半会儿治不好他们的病 慢慢来 托多些十日 等他的男人计划完成了更好 在绿城 要是没有明若邪 司空吉再讨厌他 为了他能够控制住定北王的病 也得把他留在身边 让他跟紧了定北王 如果没有明若邪 他现在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狼狈的处境 他跟明若邪一定是八字相冲 这一次要是能够离开 他一定得跟明若邪保持距离 离得远远的 不 他会找背后的人 先不管用什么办法 把明若邪给处理掉再说 这世上 有明若邪就没有他 有他 就没有明若邪 罗姑娘 哎呦呦 一晚上都没有人来替你松绑吗 累不累啊 难不难受啊 明若邪这样的话 让落纸更是恨得牙痒痒 他怒瞪着明若邪 只恨不得 这样就能够把他给瞪死过去 明若邪看向了司空吉 他这么瞪着我干什么 他被满月点了血 说不出话 所以就只能这么瞪着你了 那你帮他解续啊 不解的话 我们怎么能问话 明若邪眨了眨眼睛 落纸看向了司空吉 司空吉 剑成指 朝着他这根虚空就激了过来 他瞬间 就觉得穴道一松 身体 就能够软下来 明若邪 看着他干得有点脱皮的嘴唇 觉得落纸在遇到定北王之前 肯定是已经吃了不少苦 而且 落纸看起来 比他在宫里的时候 黑了一个色度 可能是这寻药挖药的一段经历 让他挺辛苦的 而来到绿川这里 也还没有好好休息过来 又被绑了 来来来 落姑娘 现在可以说话了吧 我们有点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配合一点 好好回答 说不定 我就能给你吃饭喝水了 果然 明若邪发现 听到自己的话之后 落纸 下意识地 就舔了舔嘴唇 看起来 又渴又饿的样子 可是落纸总觉得 哪里 有一些不太对劲 好像是有什么事情 让他忽略掉了 他一开口 声音 都有一些沙哑 你们想问什么 我哪里知道什么 你都已经被派出来到山山里挖药了 还有人给你放信歌寄信呢 我真是厉害 想不想知道信上写了什么 什么信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落纸虽然是面无表情地回答了这么一句 但是司空吉和明若邪却看得出来 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捏住了自己的衣服 而且还被全身绑着身子 他也不能够有什么大的动作 落纸书地想出来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 他震惊地看一想了司空吉 声音都有一些颤抖 你会武功 刚才他就一直觉得 有什么事情奇奇怪怪的 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刚刚是司空吉解了他的学道 而且他还是隔空解学 这不是得高手才可以吗 离得这样远 竟然能够这么精准地解了他的学道 司空吉竟然是武功高手啊 这一点竟然没有人知道 落纸这个时候 就有一种急切的 想要赶紧把这个重大的发现 写信发出去的冲动 得赶紧告诉那个人 得让他知道 禁王司空吉竟然会武功 而且武功还不弱 看着落纸震惊的样子 明洛邪摇了摇头 傻子 你也不想想 司空吉这样心狠手辣的人 能够让你知道这一点 那肯定是你已经快完蛋了 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落纸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 最主要的是 他根本救不着的司空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空吉 故意没有什么表情的 淡淡地说出一句 戾气残忍的话 本王懂武 武功还不低 你背后的人最好是藏好了 让本王将他揪出来 必定砍其双手 灭他救足 谁也不能灭了他救足 落纸刚刚被这样的真相惊到了 戒备心放低了下来 听到了司空吉这么说 他脱口而出 这倒是一个挺重要的线索 一来 落纸这等于是承承了他背后 就是有人 二来 他刚刚那一句话 信息量太大了 谁也灭不了他九族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这个人已经没有家人 无家寡人一个 那灭不灭九族 那都无所谓了 要不然 就是他的身份很不一般 他的族人 都是身份地位 非比寻常的 哪怕是皇帝要动他 都得仔细地思量一下 灭九族 那就更难了 落纸在说出那一句话之后 就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 他的脸 瞬间就占红了 有点 难以相信自己 会犯这样的蠢 但是 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他也无法说回来 好在急中生智 立即就气冲冲地 补了一句 你不过是一个王爷 又不是皇上 哪来的权力 动不动就说 诸人九族的 所以 你背后有人 一直以来 护着我 宠着我的 就是定北王 然后 他有点沾沾自喜 没错 他把定北王 拉了出来挡箭 现在 就看司空级 还能怎么办 不过 定北王呢 那老家伙 当真是没用啊 还说会护着他呢 结果他被绑在这里 一整夜 竟然没有过来 把他给放了 看来 他不能这么快 把他的毒给解了 那就让他 再多受一些罪好了 本王已经把外祖父送走 而给你寄的信 却是刚刚才到 还有洛款 洛款根本不是本王的外祖父 你觉得 就那个洛款 本王不能查到是谁吗 洛款 怎么可能有洛款 有本事你就去查啊 双双 杀人的场面 你还是别看了 要不 回避一下 洛质猛地抬头看向他 杀人 见他很是认真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一下子就心慌了起来 新王 你难道敢杀了我 本王杀你一介草民的性命 如何不敢 你敢 清白 清白身形 善身而出 属下在 交给你 本王不想碰女人 是 司空吉 更是让明若邪逼出去 但是他自己 却是留下来的 就在这屋子里 拉了一把椅子 远远地坐在角落 旁敲侧机 问了盛坛的事 和其他问题 洛质一直乱说一通 司空吉不耐了 直接就让清白上行 洛质终是害怕了 叫声都颤抖了起来 司空吉 你要是敢碰我 你会不能好死的 你没听到吗 本王不碰你 说吧 当初救下本王的外祖父 真相是什么 洛质咬牙不说 清白 疏得见一挥 将到头上 整个发迹都削了 眼见 满头发丝都飘了下来 洛质 脸色巨变 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再不说 就在他脸上 滑起刀 司空吉 你敢 你敢 洛质眼泪 鼻涕直流 尖叫了起来 但是眼前 寒光一闪 清白的剑尖 已经贴到了 他的脸上 洛质 瞬间僵住 失控地叫了出来 是我先找人刺杀定北王 在剑上抹了毒 然后射去让定北王的人 发现我 把我带回去救他的 阔山 这次又是怎样遇上外祖父的 上次救他的时候 我就在他身上留下了毒香 他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他 把剑移开 清白手吻得很 丝毫不动 此次跟着他过来的目的是什么 留下你们会面的证据 合适的时机 再报给皇上 彻底将定北王治了死罪 如果你娶我 就不动你 如果你不娶我 就把你也扯下来 还有命 洛质的叫声 假然而止 第八百三十二集 洛质惊恐地看向了司空吉 司空吉的眼神冷了 他默然清楚 你若些应该是他的逆临 无论如何不能说 清白 清白手一挥 洛质感觉到脸上有血流了下来 两天前 我收到同伴的信 让我回京后 帮忙弄动明若贤 说他看中了他 只要我帮上忙 以后他也会帮我的 这次我就是想来找机会 给明若贤下千魂香的 王爷 千魂香能让人迷失心智 从此 这迷恋特定的人 绝对服从 那人是龙瘸吗 你怎么知道 可惜啊 他死了 不可能 洛质瞳孔猛缩 在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 自己再不拼一把逃出去 那就逃不了了 洛质猛地一咬后牙齿 里面藏着的药包破裂 一股异香被他喷了出来 弥漫了满屋 小黑疏得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冲向了陆质 对着他的咽喉猛地咬了下去 血狂喷而出 这是他最憎恨的香气 陆质瞪大了眼睛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竟然死于这只黑猫口下 外面 明若质若有所感地 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天虎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那屋子 好像是明白了什么 郡主 属下带您到外面走走可好 走 明若质知道 天虎应该是有什么话 要跟自己说 他跟着他出了这小院 天虎带着他绕过了一片林子 那边有一个小湖 很小 但是水很清澈 波光淋淋 景致还算是不错 这样的自然景致 道上明若质 暂时把关于落纸的稍微沉重的事情 给抛到了脑后 郡主可是觉得 晋王这一路上 受伤妖然的鲜血不会少 这条路 从来就不会有一个人 能走得干干净净 勿沾半点血腥 唯有心理准备 更不会觉得是司空级的错 天虎一开口 就说中了明若质心中的 那么一点点欲解 他虽然是有点欲解 但却明白这条路 本质就是残酷的 如果他们心思手软 最后死的 就是他们 左思的那只眼睛 小黑刚来到绿川 见到左思的第一次 表现就很是奇怪 小黑似乎对他的眼睛感兴趣 还有几次想要偷袭左思 爪子要取恼左思的那只眼睛 天虎跟明若质说了这么一件事 这事 左思和赤兰都没有跟明若质说过 明若质还以为自己之前判断失误呢 他原来就有一种知觉 小黑这样周身邪气的黑猫 会对左思那只眼睛里 怪异的气息有感应 所以 他才把小黑送到了左思身边的 左思并没有跟我说过 左思应该是觉得 小黑是您送来的 是您养的宠物 既然没能真的挠伤了他 这些事情就不用告诉您了 省得您以为他是在告状 还是在表达您把小黑送过来的不满 左思倒还真的是可以这么想的 那些小松鼠 也对左思的眼睛很感兴趣啊 郡主 左思的那只眼睛里 有一点跟着木盒里的东西相似的东西 天虎从袖带里 掏出来了一只小小的木盒 巴掌大 木盒可能是常被把玩过 木头已经被盘得很是光滑油润 明若质看了天虎一眼 把那只木盒接了过来 他其实 一直知道 连王给他送来的这几个人 都有着自己的来历和特殊的本事 不过 天虎现在 拿出来这样的东西 还是让他感觉有一些意外 说是与左思那只眼睛里相似的东西 他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 在说什么 你是知道些什么 郡主 可以先看看盒子里的东西 明若质便把盒子打开了 那是一个带着机关的盒子 但是这样的东西 对他来说并不难 打量了几下 就打开了 天虎看着他这么快 把盒子打开 眼底 闪过了几分笑意 和满意 自己跟随的主子 聪明有本事 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那盒子里 是一个琉璃瓶 造得这样透镜的琉璃瓶 工艺在这个时候 已经算得上是很不错了 郡主就这样看 不要打开这只瓶子了 平虎在他拿出瓶子的时候 连忙出声提醒 而不用他提醒 明若质已经看到了那只瓶子里 有一颗像是龙眼壶一样的东西 黑色的 一头有一些裂口 头微青 身上有一些裂缝 而裂缝里 长出来了一些细长的 像是毛发一样的东西 这个看起来 就跟祖司那只眼睛里 长出来的是一样的 你找死呢 奔过来的小黑 一看到这个东西 又是一个藤月 爪子就要朝这瓶抓来 明若质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显得很是凌厉 这猫 满嘴满脸的血 沾满身的血 它 小黑色缩了一下 立即就退开了几步 它是一时间 有些忘记明若质是什么样的人了 还以为 还能够从她的手里夺东西呢 但是 明若质刚才那眼神 那周身散发出来的锐气 让小黑 瑟瑟发抖 天虎 也扫了小黑一眼 真是一只傻猫 别以为郡主救了他 收留了他养着他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个东西 你是从哪得来的 天虎的目光 也落到了那只瓶子上 他轻叹了一声 郡主 这东西 属下其实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当年夏图那边 有一个暗黑拍卖场 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出现 都有可能拍卖 什么价都有 当年 我就是去那里玩一玩 就当是见识一下 后来 就遇到了一个怪人 拍卖这东西 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能够感觉到这东西 来历不凡 拥有它可能有一天 会踏入全新的大门 介绍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于是 当时我就头脑一热 把它拍下来了 前两年 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也一直把这东西 带在身上 一开始还是有点期待的 但是后来 没有发现什么变化 就觉得自己一定是被骗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开始 不断地有人来刺杀我 来我住的地方搜东西 来的人一次比一次厉害 也一次比一次神秘 我有几次都是九死一生 有一次是联王遇到 正好救了我 他也没有问我 为什么会被围攻追杀 但是当时 我受了很重的伤 是王爷送我找到了名医 保治好了 我就是这样 受了联王的恩 联王后来问我 愿不愿意跟在郡主身边 我也跟他坦白说了 还把这个东西给联王看了 说这个东西 可能给我带来了杀身之祸 要是我到了您身边 还有可能会连累你 问联王应该怎么办 联王说不要紧 天虎说到了这里 突然就是一向 他看着明若邪 当时我还以为 联王对郡主您 也不是特别在意 甚至不怕属下 给您带来危险 但是现在看来 是联王觉得 郡主您 可以处理这东西 明若邪府 他其实也是没有想到 其中还有这种事情 父王 父王 可当真是相信他的能力啊 难道 真的觉得 一直 会给田虎 带来杀身之祸的东西 到了他这里 就安全了吗 哼 明若邪心中一动 那在我父王救下你之后 还有人找上门吗 明若邪不问 这么一句话之前 田虎 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问了 他仔细一回想 才想起来 好像的确 是在联王救下他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 刺杀他 搜他的东西了 第八百三十三集 明若邪一看到田虎郑柱的神情 就明白了 所以 哪里是我父王不担心我 不在意我 分明是他已经把危险给处理掉了 联王他 他是怎么处理掉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 在他救了你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找上门了 极有可能就是我父王处理的 处理的办法 无非就是让人相信你死了 要不然 就是放出了消息 这件东西已经不在你的身上 而且有足够的证据 原来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联王已经完全替我处理到危险了吗 看着田虎一脸感动的样子 明若邪有一些好奇 明若邪总觉得 联王应该是跟他差不多 也许遇到有人出事 可能会救 最多就是当时 救了性命就算了 像是对田虎这样的 那简直就是送佛送到西了好吧 不过我其实很想知道 你是做了什么 让我父王这样尽心尽力地救你 我父王不会是那种 随便遇到个人 就大发善心的吧 你有没有给我父王送什么宝贝 明若邪眨眨眨眼睛补了一句 田虎有些哭笑不得 他仔细地想了想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做了什么 引起了联王的注意 让联王 这样费心地帮他 还真的没有 属下也是想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联王爷 看属下长得比较像好人 你看我信不信 明若席和田虎都没有猜出什么 宿性就不猜了 反正联王救了他们事事时 明若席决定以后再问联王 因为他还是很好奇的 明若席看着手里的那个盒子 现在说回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现在看起来 的确是很像左四眼睛里的 但是我没有检查过 不能完全确定 能不能先放我这里 属下请郡主出来 就是想把这东西交给郡主 只要郡主不会觉得 属下是把危险转移给您了就行 我倒是不接应 说者放进了绣带 田虎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东西 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当初毕竟有那么多神秘的人 为了这东西来追杀他 所以他也就不好 就这么把东西丢了 现在总觉得交给明若席 是最好的 明若席也没有客气 直接就把那东西收了起来 借着放进绣带里的动作 其实是把它丢进了药柜里 用意识跟阿璐说话 阿璐 研究一下这个 应该就是左思眼睛里的东西 这东西看来应该是什么植物的种子 您要小心点 以防它的生长带着攻击性 阿璐给他回了一声 明若席忍俊不禁 现在阿璐能够发出这样的回应来 还真的是好玩多了 郡主 这一次 洛志很有可能就是发现了什么异常的药材 所以才把那一队的御林军全杀了 因为要灭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洛志是得到了什么 而他又是用了什么办法 把那一队御林军都杀了的 希望司空吉他们 能从洛志那里问出什么来 过了一会儿 司空吉也找了过来 他过来了 停虎便行礼告退 明若席转头看向了司空吉 竟然觉得他的神情有一些凝重 这是怎么了 洛志说出什么来了吗 圣坛 应该就是之前 慈元大师跟你说过的 失落圣坛 小金就是从那里来的对吧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 很多年前有人无意中去到了那里 带了不少东西出来 像是植物 虫蛇小动物 都是原来不曾听过 或是看见过的 司空吉跟明若席说了 他们刚刚 从洛志那里问到的情况 这些人出来之后 为了这些东西起了分歧 内讧了 最后这些东西 便被分散在各地 现在有人知道了这件事 就寻找极其这些东西 而且还不是一方势力 洛志背后的那个男人 是想找到那些东西 然后摸索到 打开失落圣坛的办法 失落圣坛 这么多人在寻找失落圣坛 那小金的处境 岂不是会越来越危险 明若席看着猫在一旁的小黑 现在 还不是那么多人知道小金 吞了有关失落圣坛的钥匙 钥匙知道了 他们都得拼命地来找小金 想抛了小金吧 此言大师这一趟的目的 到底又是什么呢 他说了背后的主子是谁没有 关于这个人 他是宁死也不透露半句了 四空级摇了摇头 说起这一点 他倒是有一些佩服洛志了 明若席也有一些意外 没有想到洛志那样的 竟然嘴还能够那么严 但是 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个男人 是他心里真正爱着的男人 诶 洛志不是一心积在你的身上 四空级无奈地腻了他一眼 不是 既然如此 他还一心一意地想要嫁给你 这跟他爱着那个男人不冲突吗 那个男人也同意啊 所以 要从这方面分析出来 可能那个人 要不自己不会娶他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要不然 就是想利用他到晋王府里 做什么事 嗯 如果是后者 能跟你有关系的 成对立的 应该也是皇室的人了 嗯 所以 洛志就算不输出那个人来 范围也在缩小 那些御灵军呢 死了 全是被他下毒杀了的 因为他发现了几种药材 但是并不想把那些药材 交给皇上 所以只能把那些御灵军杀了 除此之外 他从那个地方跑了出来 迷了路 遇到了一家寺口 出来之后 他把那一家寺口也杀了 明若曦恨得牙有点痒痒 洛志呢 四空极定定地看着他扮上 才说了一句 以后世上 再无落智 雪雾不知道从哪里分了过来 后面跟着小金 小金似乎 是正在追捕着雪雾 明若曦和四空极 同时抬头看向了雪雾 看到他的嘴里叼着一株草 那草看起来竟是暗金色的 他这么飞过他们头顶 那草弥漫出来的气味 就已经让他们有些晃神 外祖父说 洛志找到了制作护心丹的药材 我们找到了两种 还有一种不知道它藏在哪里 想来雪雾找到了 压生 明若曦立即就朝着雪雾一招手 本来已经要飞走的雪雾返回 飞了回来 落到了他的筋膀上 小金喵的一声 也要跳到他怀里来 看着还要扑向雪雾 金总 我愤了 明若曦一手就将小金 给拍了下去 他伸手拿下了乌鸦嘴里 叼着的那一株草 看着有一点眼熟 立即就看进了 药柜的那药草基地去 这一看 他嘴角抽了抽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的那个药草基地里 就种着一小笼 这样的药草呢 阿璐并不给这些药草取名 而是直接给编了编号 他也是按照珍贵的程度来编的 数字越往前 越是珍贵 所以这些药草是编到了六号 也实属珍贵了 可是再珍贵 他药库里也有啊 王爷 王妃 清白已纵身略来 他的手里捧着一个小盒子 打开 里面放着另外两种药材 这两种是护心丹的药材 明若贤看着手里的这一株 还有盒里的两株药材 这三株药材看起来都很是精细地挖出来的 根都没有伤到 而且都带着泥土包着的 根部还是湿润的 看起来这是要大活去种植的 明若贤第一次看到清白这么激动 不禁向司空吉问起了护心丹的事情 你们说的这种护心丹很厉害吗 护心丹的方子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这个方子极为珍贵 照着方子制出来的药 一颗就能保住性命一年 很厉害的药 所以各国皇室都渴求护心丹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各自想尽了办法要的方子 但是药材却未必能够寻到 只能是各凭本事了 是啊 一颗护心丹可以用来达成许多事啊 清白也是有一些兴奋 别的不说 要是以前王爷手里有一颗护心丹 都足以让兰谷好好地招待他 在兰国为质子这十年 说不定就能够过得很好了 那现在皇上手里有吗 一颗 视若珍宝 你想想 他之前都已经快完蛋了 还没准备取出那颗护心丹蚩了 明若邪文言 也是有一些不可思议 命都快没了 还不舍得吃那颗药 那药 难道比性命还要重要吗 司空急于知道他在想什么 点了点头 可以说 确实比性命更重要 如果大臣要灭 交出一颗护心丹 说不定 还能与敌国谈谈条件 明若邪眼睛一亮 这三株药材交给我 王妃 只有三株药材 也炼着不成护心丹 少了些 我能重活他吗 司空急于想的之前 明若邪把龙贤草子都重成了 顿时也乐了 若若不仅是神医 还是神浓 药仙 药仙 这称呼 等我炼出了护心丹 你再给我传出去 明若邪一抬下巴 然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是真不介意 自己的头上多几个称呼 只有这样 以后他才有更多的倚仗 成长到了那些 站在顶峰的人 都需要他 有求于他 不敢得罪他的时候 他不凭借明廷郡主 和晋王妃这样的身份 也能够让那些人 不敢把他怎么样 虽然 药库里有很多的药材 他其实 有很多急救的好药 但是 不少是提取成分 制成的药剂 真剂 像这样古法的药丸 还真的是少见 这世界的人 对他的那些药 肯定不容易相信 他又不可能都拿出来 一一 证明给他们看 只有制成了 他们熟知的药丸 对他们来说 才有足够的吸引力 清白 也相信明若邪的本事 立即就把那盒子交给了他 王妃肯定能查 我先问问 如果我炼制出丹药来 别人是可以判断出 他是不是护心丹吗 护心丹有一种 很奇特的气味 颜色也很是奇特 呈现出了红白紫三色 三色柔和在一起 会成为很漂亮的花纹 所以 是能够辨别出来的 回去之后 我去宫里偷那方子给你 偷 明若邪眨了眨眼睛 还能去偷的呀 司空吉说起自己 要去偷方子的时候 一点心虚都没有 皇上别的都藏得不怎么小心 但是护心丹的方子 他是藏得很严实的 不偷不醒 好 那回去就偷 收好了这三抹药 明若邪便和司空吉 收拾着进了真正的营地 至于落旨 他也从此没有再问 进去之后 他才知道 司空吉为什么也不怕 被人发现外面的那小院 因为从小院 要进到真正的营地 实在是还要走过 极为复杂的山路 走一程 便已经 有了好几次 山穷水尽 一无路 这种感觉 进了营地 哒哒哒 整齐的马蹄声 如踏在鼓点上 远远地传来 前方 蜿蜒的山路 一队骑兵 纵马御风 急驰练兵 后面大片的草地 还有大批的士兵 正握着刀剑在鄙视 刀光剑影 激烈无比 眼映在一片树林之中 木头建造的营房 看着错落实之有序 在他们看到这些之前 就已经过几关少恰了 要是 发现来的是外人呢 要是几关少恰 都没能及时预警 那他们就会先办成山匪 攻击一段之后逃走 左思已经被包上了眼睛 带着明若鞋和司空急 他们来到了营地 左思接过了小兵 递过来的一只 牛角制成的号角 只吹了一声 所有正在训练着的士兵 便速度极快地朝着这边 栖栖冲来 在离他们马前 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 获得一声全部 立正站定 就连骑兵 也都动作整齐划一地 立即就翻身下马 当时都用一样的动作 恶住了马 制着马快速安静下来 就在他们的身边等着 这么一个过程 大概也不过就是 几夕的时间 速度很快 满月和星坠 陶大夫几人 都是目瞪口呆 他们还是第一次 看到练兵 这么几千人 动作竟然可以 这么快速整齐划一 当真是让他们 大开眼界 左思大人好厉害啊 星坠瞬间就化身小迷地 看着独眼的左思 眼里露出了星星 司空吉看了 明若协议一眼 若若去闯一下 明若协议时间 都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 左思却是听明白了 司空吉的意思了 王妃没有武功 但是王妃 绝对是一个 本事又高 又很是 聪明机灵的人 要是王妃去闯一下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练兵的成绩 到底在哪里了 他们练兵的时间 还很短 看起来 有这样的成效 已经很是不错了 因为时间短 要是换成了 司空吉 和清白赤蓝子福 他们这样的高手来试 那对这些士兵 还不公平的 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要防住他们这样的高手 确实是有一些困难 但要是 只能防住普通人的话 那也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换成王妃就不一样了 像王妃这样的 左思都不知道 她的实力 到底是在哪里 但她 又的的确确 是没有武功 司空吉 确实有一些期待 因为连她都还弄不清楚 明若邪能弄出什么来 她的想法 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跟他们学习的那些 固有的那些认识 都不太一样 所以她很期待 她能够折腾出来什么 让他们耳目一新的东西 而且 也一定可以有助于 他们练兵 明若邪这个时候 反应过来 也知道 她是想要干什么了 要怎么闯 司空吉 对左思低声 交代了几句 左思点点头 策马过去 那边的营地 看到了没有 就在那营地 之前的那棵树上 插着一只旗帜 这些士兵拦着 你只要能够 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拿下旗帜就行 当然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所以会有一些措施 比如 你们布阵的时候 坏有一些位置的人 是被蒙上眼睛的 那些地方 也是你可以突破的位置 陶大夫在一旁 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着眼前 黑压压的一片士兵 这里得有千余人吧 这么多人 王妃 就一个人 心坏都忍不住叫了起来 王爷 您这是欺负王妃吧 这么多人防住王妃一个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这让王妃怎么过去啊 王爷太过分了 这不就是摆明着折腾王妃吗 王妃就算是厉害 也不可能以一敌签啊 陶大夫 确实担心另一点 王爷 那些士兵 他们会不会放下刀尖呢 还有啊 这些马 也不能下场吧 否则 王妃在其中 很有可能 会随便就被马 给撞到踩到了 还是很危险的 王妃 可不能受伤啊 王妃要是受伤 她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治啊 陶大夫想起了以前 给明若写把脉的情形 又是忍不住 又阴影了 你们见过战场上 军营里 所有士兵都手无寸铁的吗 司空极淡淡地反问了她一句 没有 但现在 不是只让王妃试一下吗 可司空极没有再理会他们 她亲自 去排兵布阵了 众人一看她 竟然还亲自去排兵布阵 又都是纷纷地 瞪大了眼睛 行坠 巴巴地凑到了满月的身边 王爷心沾涵 你怀疑王妃的本事 满月面无表情地白了她一眼 说完了这句话 就哼了一声 扭头 就去找明若写了 行坠挠了挠后脑勺 问向了一边的子服 不是 我都是在替王妃说话了 这个圆脸丫头 怎么还是看我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那是因为你不相信王妃的本事 满月是绝对相信王妃的本事的 而且也相信司空吉不是真的要命若邪 去受伤受罪 王爷这样的安排 也一定有她的道理 王妃既然够能够答应 那肯定也是因为她自己有点把握嘛 他们都不担心 星坠凑过去说什么 不过 星坠倒是不知道 满月其实还是有点担心的 她凑到了明若邪的身边 王妃 会不会受伤啊 不会 我猜司空吉会给我备什么东西 果然 很快祖司就让所有的士兵 把手里的刀剑都换了 他们之前的训练 用的是木制的 那个时候兵器本来也还很缺乏 而且新练兵也担心他们都受伤出事 所以使用的就都是就地取材 在林子里取的木头雕的刀剑 打人可能痛 但是不会有实质的伤口 也不会致命 当然 祖司也还是挺担心的 看了看明若邪 这些虽然都是木制的 但是王妃这样细皮嫩肉的 木制的刀剑随便砍一下 都有可能 会出紫红一条 痛 也是会痛的呀 司空吉简单地排兵布阵之后 转回头来看一下了明若邪 若若 你去换一身男装 里面多穿几层 这样 能够多挡着一点 好 明若邪 其实还是有点跃跃欲试的 她也想知道自己的本事 能不能够对抗这么多人 哪怕现在是对着自己人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病 她不能用上鬼手的力量 可也能够实践一番 以后自己心里就有底了 她却换好了衣服出来 盖了男装 身上也多穿了两层 这样哪怕是外衣有些滑破的 也不会让别人看到肌肤 这些士兵们其实一开始 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的 只是一个陪着王妃玩玩的游戏 一一敌签 哼 开什么玩笑呢吧 这是让他们都放水吧 就让王妃闹腾一下 然后 都放她过去就是了 司空吉的目光 从他们的脸上扫了过去 突然开口 要是让王妃过去夺了旗帜 所有人 加练百场 什么 全场的士兵一下子都愣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加练百场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王爷的意思是 你们不许放水 拿出你们真正的水瓶来 别让绿川营的脸都丢尽 众士兵 顿时就都不服了 什么叫丢脸啊 这是要他们使出真本事 当真是拼命地防住王妃 有人胆子大 站在队里就大声地问了一句 这位王爷 我们打也是真打吗 真打 我也会真打的 这一次 回答他们的是明瑞蟹本人 他声音清亮 清晰 传进了他们每个人的耳朵里 众士兵都忍不住笑 王妃 您都没有武功 而且还是弱之女流 您的真打 对于我们来说 算是打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明瑞蟹这样帅真的性格 还是一下子 就让他们都喜欢了起来 要是明瑞蟹以一敌千 司空级当然还是要给他 创造一点点的破绽 比如有些划出来的位置 只有他能走过去 士兵就不能走过去 但是 他要再从那里再走出来 也得用上自己的本事 还有就是千里人 有两百人是蒙上眼睛的 他们能够听到声音 不能看到人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毒脊战正式开始 司空级一挥手 对清白子福陶妻 阿妻等人 布了位置 你们各守一方 一旦看到若若有可能受伤 立即上前帮忙 是 众人领命 分散飞略出去 占了各方的树上高位 司空级端坐在骏马之上 目光也落在了明若邪的身上 他也会一直看着他的 明若邪不给他们定下进攻的时间 谁也不能管他 是从左右还是中间开始前进 他的手上也持着一把短目匕首 这是司空级刚刚现场 给他简单削出来的 左思虽然说没有必要 让他就用真正的匕首 但是司空级和明若邪都没有同意 左思可能是不知道 明若邪要是用上真的匕首 以他的本事 他绝对是可以杀人的 而且 在这样的人群中 他自己也会担心自己收不住 不能够完全避开那些士兵的要害 误杀自己人 那就不好了 在前面第一排的士兵中 只有几个是蒙着眼睛的 但是 因为知道他们 可能是进攻的盲点 其他士兵 也都紧紧地盯住了这几个人 所在的方向 可以说 明若邪 就算是要从这些盲眼的士兵 身边溜过去 都不是那么容易 明若邪就在那里 来回地慢慢地走来走去 有时候看着天空 有时候看着地面 有时候看看他们 还有的时候 扭头看着司空级那边 就是不见他进攻 整片空地上 也没有别人出声 只能听到 风声烈烈 追得他们的心 也都开始紧绷了起来 那些被他们牵紧了的马 也都感觉到不耐了起来 王妃 怎么还不动啊 这是前面那些士兵 共同发出来的疑问 后面的人 是看不到前方 但也同样等得 有一些心浮气躁 他们 都忍不住在想 难道王妃刚动 就已经被前方 给制止捉了 比试提前结束了 可是为什么 一直都没有听到哨声啊 司空级 沉坐在马上 目光 从黑压压一片的士兵上掠过 有多少人 已经身形晃动 目光飘移了 他 也看在了眼里 宁若邪还没有开始动呢 就用这一招 让他发现 这些人的心理素质 还不行 他们稳不下来 而且 也还没有什么 对敌的经验 难道他们不知道 宁若邪 就是故意 在消耗他们的耐心 一旦他们心乱起来 就有破绽了 左思的脸 也都黑了 就在这时 宁若邪 突然 就猛地抬头望天 那神情 那动作 就像是天上 已经有了什么警示 好像 他一直 就是在等这一刻 前面的那些士兵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跟着抬头 望向了天空 他们要看看 看看他到底 在看一些什么 而就在他们抬头的时候 敌若邪 动了 谁也没有想到 他并没有冲着那些猛眼的士兵冲去 而是目标 一程准确地 就冲向了一脚的骑兵 他手中一颗石子 朝着那马腹 就击了过去 那匹马 灰灰叫了起来 一台前蹄 马身直立起来 然后又是一个转身 把牵着他的士兵 就给掀倒了 敌若邪就在这个时候 身子一跃 一脚就踩在了 那倒在地上的士兵的背上 再借力一跃 人已经翻身 骑到了马背上 这一手 太快速了 太利落了 太漂亮了 就连祖司都没有想到 敌若邪没有武功 但是奔跑的速度 可以这样快 飞跃起来的高度和距离 能有这么大 但他的确就是没有武功 祖司并没有感觉到 他刚才那一系列动作 有半点内力的波动 这可能 就真的只是因为身体的爆发力 柔韧性 还有天赋的速度了吧 眨眼间 宁若邪 已经起于马上 也不知道那马 怎么那么听他的话的 立即就转头 朝着士兵们冲了过去 冲冲冲 那里 宁若邪 骑于马上 只要有过来 想要拦住他的士兵 都直接就被他 自己骑于马上抬脚 给踢飞了出去 祖司 更是目瞪口呆 王妃骑着马 竟然 还能够踢人 而且 他在马背上 飞跃翻腾 就跟杂耍似的 看着很是惊险 偏偏 就是不见他摔落马 那马 竟然也能够帮着他踢人 而且那些 被踢翻的士兵 倒在地上的那一瞬间 都有一些怀疑人声 没有想到 王妃刚一出手 就是这么激烈 他们现在 是真的 痛得缓不过气了 那马踢在他们身上 那是真的踢啊 这个时候 他们也才彻底地感受到 宁若鞋说的真打 是什么样的真 这一回 他们都绷紧了心 拦住他 他往左翼去了 不阵 中间二小队 你们是不是疯了 你们是蒙了眼睛 又不是耳朵聋了 听不到他往你们右侧去了吗 准身 保抄 抽剑 看不到听声也想不想 他大意的 帮他打呀 场上的小将 四声大叫了起来 风把他们的声音 都给撕裂了 听着 有点气急败坏 和紧张 而在他们的慌乱之中 只见男装的明若鞋 骑着那一匹黑马 往前冲 突然左移 又掉头一个旋转 他还夺下了一个 士兵手里的长矛 腰脂软得不像话 其余马上 已经下腰 手中长矛 就猛地扫向了骑兵 坐下的马腿 马灰灰叫着 跪倒了一片 这一跪倒 就让马背上的士兵 都甩了下来 满月是绝对相信 王妃的本事的 而且也相信司空级 不是真的要命若鞋 去受伤受罪 王爷这样的安排 也一定有她的道理 王妃既然够能够答应 那肯定也是因为 她自己有点把握嘛 他们都不担心 星坠凑过去说什么 不过 星坠倒是不知道 满月其实还是有点担心的 她凑到了明若鞋的身边 王妃 会不会受伤啊 不会 我猜司空即会 给我备什么东西 果然 很快 祖司就让所有的士兵 把手里的刀剑都换了 他们之前的训练 用的是木制的 那个时候 兵器本来也还很缺乏 而且新练兵 也担心他们都受伤出事 所以使用的 就都是就地取材 在林子里取的木头 叼的刀剑 打人可能痛 但是不会有实质的伤口 也不会致命 当然 祖司也还是挺担心的 看了看明若鞋 这些虽然都是木制的 但是王妃这样细皮嫩肉的 木制的刀剑随便砍一下 都有可能会出紫红一条 痛也是会痛的呀 司空即简单地排兵布阵之后 转回头来看一下了明若鞋 若鞋 你去换一身男装 里面多穿几层 这样能够多挡着一点 好 明若鞋 其实还是有点跃跃欲试的 他也想知道自己的本事 能不能够对抗这么多人 哪怕现在是对着自己人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兵 他不能用上鬼手的力量 可也能够实践一番 以后自己心里就有底了 他却换好了衣服出来 盖了男装 身上也多穿了两层 这样哪怕是外衣有些滑破的 也不会让别人看到肌肤 这些士兵们其实一开始 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的 只是一个陪着王妃玩玩的游戏 一一敌签 哼 开什么玩笑呢吧 这是让他们都放水吧 就让王妃闹腾一下 然后都放他过去就是了 司空级的目光 从他们的脸上扫了过去 突然开口 要是让王妃过去夺了旗帜 所有人家练百场 什么 全场的士兵一下子都愣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家练百场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王爷的意思是 你们不许放水 拿出你们真正的水平来 别让绿川营的脸都丢尽 众士兵顿时就都不服了 什么叫丢脸啊 这是要他们使出真本事 当真是拼命地防住王妃 有人胆子大 站在队里就大声地问了一句 请问王爷 王妃打也是真大吗 真打 我也会真打的 这一次 回答他们的是明若蝎本人 她声音清亮 清晰 传进了他们每个人的耳朵里 众士兵都忍不住笑 王妃 您都没有武功 而且还是弱之女流 您的真打 对于我们来说 算是打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明若蝎 这样帅真的性格 还是一下子 就让他们都喜欢了起来 要是明若蝎以意敌签 司空级当然还是要给他 创造一点点的破绽 比如有些 有些划出来的位置 只有他能走过去 士兵就不能走过去 但是 他要再从那里再走出来 也得用上自己的本事 还有就是千里人 有两百人是蒙上眼睛的 他们能够听到声音 不能看到人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独奇战正式开始 司空级一挥手 对清白子福 陶七 阿七等人 布了位置 你们各守一方 一旦看到弱弱有可能受伤 立即上前帮忙 是 众人领命 分散非略出去 占了各方的树上高位 司空级端坐在骏马之上 目光也落在了明若蝎的身上 他也会一直看着他的 明若蝎不给他们定下进攻的时间 谁也不能管他 是从左右还是中间开始前进 他的手上也持着一把短木匕首 这是司空级刚刚现场 给他简单削出来的 左思虽然说没有必要 让他就用真正的匕首 但是司空级和明若蝎都没有同意 左思可能是不知道 明若蝎要是用上真的匕首 以他的本事 他绝对是可以杀人的 而且 在这样的人群中 他自己也会担心自己收不住 不能够完全避开那些士兵的要害 误杀自己人 那就不好了 在前面第一排的士兵中 只有几个是蒙着眼睛的 但是 因为知道他们可能是进攻的盲点 其他士兵 也都紧紧地盯住了这几个人 所在的方向 可以说明若蝎 就算是要从这些蒙眼的士兵身边溜过去 都不是那么容易 明若蝎就在那里来回地慢慢地走来走去 有时候看着天空 有时候看着地面 有时候看看他们 还有的时候 扭头看着司空级那边 就是不见他进攻 整片空地上 也没有别人出声 只能听到 风声烈烈 追得他们的心 也都开始紧绷了起来 那些被他们牵紧了的马 也都感觉到不耐了起来 王妃 怎么还不动啊 这是前面那些士兵 共同发出来的疑问 后面的人 是看不到前方 但也同样等得有一些心腹气躁 他们 都忍不住在想 难道王妃刚动 就已经被前方给制止捉了 比试提前结束了 可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听到哨声啊 司空级 沉坐在马上 目光从黑鸭鸭一片的士兵上掠过 有多少人已经身形晃动 目光飘移了 他也看在了眼里 明若邪还没有开始动呢 就用这一招让他发现 这些人的心理素质还不行 他们稳不下来 而且也还没有什么对敌的经验 难道他们不知道 明若邪就是故意在消耗他们的耐心 一旦他们心乱起来 就有破绽了 左思的脸 也都黑了 就在这时 明若邪 突然 就猛地抬头望天 那神情 那动作 就像是天上 已经有了什么警示 好像 他一直 就是在等这一刻 前面的那些士兵 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跟着抬头 望向了天空 他们要看看 看看他到底 在看一些什么 而就在他们抬头的时候 明若邪动 谁也没有想到 他并没有冲着那些猛眼的士兵冲去 而是目标 一程准确地 就冲向了一脚的骑兵 他手中一颗石子 朝着那马腹 就击了过去 那匹马 灰灰叫了起来 一台前蹄 马身直立起来 然后又是一个转身 把牵着他的士兵 就给掀倒了 明若邪就在这个时候 身子一跃 一脚就踩在了那倒在地上的士兵的背上 再借力一跃 人已经翻身骑到了马背上 这一手 太快速了 太利落了 太漂亮了 就连祖司都没有想到 明若邪没有武功 但是奔跑的速度 可以这样快 飞跃起来的高度和距离 能有这么大 但他的确就是没有武功 祖司并没有感觉到 他刚才那一系列动作 有半点内力的波动 这可能 就真的只是因为身体的爆发力 柔韧性 还有天赋的速度了吧 眨眼间 明若邪 已经起于马上 也不知道那马 怎么那么听他的话的 立即就转头 朝着士兵们冲了过去 冲冲冲 那里 明若邪起于马上 只要有过来 想拦住他的士兵 都直接就被他 自己驱马上抬脚 给踢飞了出去 祖司更是目瞪口呆 王妃骑着马 竟然还能够踢人 而且 他在马背上 飞跃翻腾 就跟杂耍似的 看着很是惊险 偏偏 就是不见他摔落马 那马 竟然也能够帮着他踢人 而且那些 被踢翻的士兵 倒在地上的那一瞬间 都有一些怀疑人声 没有想到 王妃刚一出手 就是这么激烈 他们现在 是真的 痛得缓不过气了 那马踢在他们身上 那是真的踢呀 这个时候 他们也才彻底地感受到 明若邪说得真打 是什么样的真 这一回 他们都绷紧了心 拦住他 他往左翼去了 不振 中间二小队 你们是不是疯了 你们是蒙了眼睛 又不是耳朵聋了 听不到他往你们右侧去了吗 准身 包抄 抽剑 看不到听声音 行不行 他大意的 帮他打呀 场上的小将 嘶声大叫了起来 风把他们的声音 都给撕裂了 听着 有点气急败坏 和紧张 而在他们的慌乱之中 只见男装的明若邪 骑着那一匹黑马 往前冲 突然左移 又掉头一个旋转 他还夺下了一个士兵手里的长矛 腰肢软得不像话 其余马上 已经下腰 手中长矛 就猛地扫向了骑兵坐下的马腿 马灰灰叫着跪倒了一片 这一跪倒 就让马背上的士兵 都甩了下来 第八百三十七集 看到那些飞剑叫击到明月邪的背后了 左思的心都提了起来 而其他人 你们知道这个时候 应该是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但还是有人忍不住 朝着司空级看去 王爷这个时候 都没有示意他们出手相救 而且 王爷自己也还是没有动 紫福的手心 都已经攥出汗水来了 他的心 也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身体都有一些忍不住 想要冲出去了 可是眼见司空级没有动 他们也都只能是按拿住了 就在那些飞剑 快要击中明月邪背后的时候 就有那么一瞬间 明月邪 突然就往前一滚 然后在地上滚了一滚 算得 就是正正好 那些飞剑都已经击空了 落在了地上 他们 都瞪大了眼睛 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肯定 明月邪这是碰巧 正好在这个时候扑下去了 还是说 他是真的算得正正好 半分不差 就这么避开了那八把飞剑 而他们都还在震惊愣神的时候 明月邪根本 就没有休息 没有还口气 他已经快速地跳了起来 然后 马上又朝着旗帜飞冲 王妃不累的 陶大夫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的声音不大 这个问题 照样 也不像是在问谁 倒像是他自己喃喃自语 只为说而说 行之这时反应过来了 他瞬间 就兴奋激动了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 明月邪离那旗帜 已经很近很近了 眼看着 他只要再冲一段时间 就能够够到那旗帜之下 所以 星坠差点在枝鸭上 都要跳起来 王妃威武 王妃快啊 快点快点快点 王妃加油 曼月不甘示弱 也挥着拳头 叫了起来 左思的副将这个时候 额头和背上 都紧张到出汗了 他也顾不得什么 立即就大声喝了起来 射箭 射 箭尘这么晚 干什么吃的 他激动的 吼破了烟 就连额头上的青筋 都抱了出来 在满场的激动吼叫之中 一直是很沉静的人 只有四空级 但是 没有人知道 他现在手心 都已经湿了 此刻 在看到那舰队的剑 已经搭在了弦上 马上就要射箭的时候 他 更是觉得自己 全身都是僵硬的 可能 连呼吸都屏息住了 这个时候 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自己 还不马上喊停 射 在小将 滋生叫出 这一声命令的时候 四空即动了 他自马上飞跃而起 将内力运到石城 身如御风遗形 快如闪电 朝着弥弱鞋 飞掠了过去 清白他们 都没有见过 他快成这个样子 快输了残影来 王爷 这是倾力而出了 四空级 你别动 明若席 还在狂奔着 没有回头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 四空级追上来的 清亮的声音 随风飞了过来 让本来已经要 双手同时拍出 将那些剑 给拍了的四空级 杀住 在他收手的同时 云恶鞋的脚步 突然就是一错 身形一扭 有一只剑 堪堪擦着他的手臂 就飞了过去 嗖的一声 力度惊人 插到了地上 剑语都在颤抖 这时 他又是一个 弯腰低头 又一只剑 从他的头顶 飞擦而过 紧接着 他又是 妄幼异怡 同样避开了 第三只剑 就连四空级 都觉得自己眼花了 他飞身 落在了一旁的 马背上 看着明恶鞋 身形诡异 没有回头 但是都相当准确地 避开了那些飞剑 全场 一片寂静 所有能看到 这一幕的人 都像是被 饿住了喉咙 都发不出声音来 是他们眼花了 还是他们出现幻觉了 为什么王妃 头都没回 没有武功 却可以避开那些剑呢 射箭队 甚至都忘了 再一轮的射箭了 他们都抓着弓 目瞪口呆 只有明若鞋 没有停下 避开了那些剑之后 他又再一次 朝着那旗帜冲去 然后几下 就攀上了树 握住了那旗杆 一把 将它拔了下来 我拿到旗帜了 他坐在树上 高掘着那旗帜 用力地扬了扬 那旗帜被吹得 烈烈作响 它的声音 带着肆意飞扬 神情 有那么一点快乐 和嚣张 司空级晃晃抬手 捂住了自己 心脏的位置 完蛋了 她的心 又在为她狂跳 而且比以前 跳得更欢快 她的心 要冲向她了 她的心 不是自己的了 这样的明若鞋 她怎能不爱啊 她就那么 稳稳地站在 马背上 墨发飞扬 掩不住她此时 黑亮星毛里的光 王辉 他声音 以内力送了出去 只要有合适 的机会 她就不宁于 让自己手下 所有人 都见识到 明若鞋的本事 她会不一余力地 让他们感受到 她的厉害 和魅力 这样 等她以后 大液成了 她成了地 他成了后 他要独宠一人 才不会有太多的阻力 才会有更多人支持他 拥戴他 王妃威武 满月 星坠 子福和田虎 八七 他们都紧跟着吼了起来 紧接着 全场的士兵们 也都忍不住跟着喊 王妃威武 他们都心服口服 明若鞋确实就是这样 凭着自己的本事 从他们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 闯了过去 夺下旗帜的 虽然他们输了 虽然他们要加练白场 但是他们都很服气 而且 想到了他们王妃这么厉害 他们 也都很是骄傲 明若鞋举着旗帜 在枝鸭上站了起来 眉目 都染着鹰气 和明媚 本王妃不弱 但是你们王爷 更是文韬武略 比我厉害许多 只要你们不怕苦 不怕累 跟着晋王 你们以后 都将成为建功立业的 功臣将士 为了让你们的父母 妻儿 亲朋近临 以后可以备衣强国 生活富足 练 练 是 哪里是为了帮着打江山 他们所有人心底最大的愿望 也不过是想要自己出生长大的这个国家 能够强大一些 他们的生活 能够富足 安定一些 他们的心里 可以不用那么彷徨 他们 也不过是想要有一条路 可以让他们堂堂正正地去强大 晋王 是他们责的民主 要说以前 可能还有些担心和不安 在这一刻 这些担忧 都没有了 他们能成 哪怕是现在输给了明如邪 但是 他们也没有了那种颓废 和失落 情绪一下子就被明如邪 给挑了起来 司空急朝明如邪走去 在树下朝他张开了双臂 他仰头看他 也愿意这样仰视他 下来 我接住你 明如邪低头 冲他闽唇一笑 一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就扑落了下来 那是全身心的信任 他落到了他的怀里 司空急 稳稳地抱住了他 脚步 都没有一半分 两个人四目相对 一时间没有动作 明如邪的手里 还握着那把旗帜 风 把旗帜往旁吹 挡住了他们的头 在士兵们的方向望来 就好像 他们在挡着 做什么坏事似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调皮鬼 突然叫了一声 匪里无事 一时间 全场都有些闹腾了起来 明如邪看着司空急 司空急眼底带着笑意 他这样一双练艳的毛 在染上笑意 定定地看着人的时候 总让人觉得 会无比的深情 想要被沉浸 他的毛子里去一样 明如邪觉得 无论是哪个女子 都是无法抵挡 司空急这样的 寒情注视的 他都觉得自己 有一点发软 他难得的 有点不太自在了 还不放我下来 他们都在说 非礼无事 所以赶紧放我下来 我们要是不来一下 真诚的非礼 且不是 要被他们冤枉了 司空急却是没有放下了 嗓音里 带着一点微纱 嗯 什么意思啊 就在明如邪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司空急把手臂收紧 唇 就覆了上来 他在之前观战的时候 看到他肆意飞扬地回头 看着那些士兵 嘴角带笑的时候 就很想亲他了 这种冲动和热情 在他的胸腔里鼓噪 怎么都压不下来 明若邪的唇 被他结结实实地擒住 他不是这样的轻触 而是在一处之后 便如火焰燎原 热情而汹涌地袭来 后面的那些士兵们看不到 那旗帜正好 也把他们给挡住了 万事看着他们 一直紧紧相拥 站在树下没有动 大概也能够猜测得到 一时间 他们也都有一些沸腾了 所以 他们也对明若邪服气了 王爷拥有这样的王妃 很好 第八百三十八集 看着沙场上情绪高涨的士兵 左思摸了摸自己包扎着的那一只伤眼 咳了两声 看向了身边的副将 一百场 回头好好地做个计划 是 副将这会儿 对明若邪也是心服口服了 他本来是很担心这些士兵输给了明若邪 一个没有武功的女人之后 会情绪消极 被打击到 不想再练了 没有想到明若邪赢了 但是赢了之后 转头就能够几句话 把他们的热情全部都调动起来 现在看来 这些士兵们比之前还要热情高涨啊 一场比试下来 司空吉也对他们的问题都清楚了 满足地清购了明若邪之后 他们便分开行事 司空吉却给他们完善和修改练兵的方案 而明若邪则是去处理左思之前说的 蚊虫蛇蜀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他在闯阵的时候就发现了 因为那些士兵 竟然不少都有脸啊 嘴啊 眼睛啊 都被叮咬得有些发肿的样子 陶大夫跟在明若邪的身边 提了自己的意见 这个也不难 在营地里多少一些药草就赢了 这里是深山 这一片看来土壤也很是肥沃 他刚才看了一圈 就看到了不少的药草 要找那些驱虫的药草也不难 他就能够说出来十来种 但是他的话音刚落 挺虎就摇了摇头 烧草药是不行的 要是一直有烟 很容易暴露营地所在 老雄一时没有想到 没事 蚊虫这些就给他们衣服和被褥 都用药水熬煮过 陶大夫 给他们吃一些可以随身带着的药包 至于那些大一点的蛇鼠兽 我来处理 郡主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啊 就去跟那些小东西 来一场特别友好的交流 你们去办那些 不用跟着我了 宁若邪挥了挥手 没有让任何人跟着他 就连满玉 都被他派去帮陶大夫去了 而他自己 则是围着营地外圈 慢慢地走了一圈 他一边走 一边时不时地 轻挥了几下右手 等到走一圈下来 在他的身边草地里 熙熙帅帅地 不知道跟了多少东西 那些茂密的草 都时不时地动了动 他周围看了看 叫了一声 小黑 小金 鸭兄 我要跟这些小东西们 开个座谈会 你们帮我守着 不要让人接近 听着 包括我男人啊 大兄 你守高处 宁若邪指指一棵大树 血污就飞上了那棵树 吸在树枝上 眼睛溜溜地盯着周围 瞬间进入状态 金总 你去那边 小黑 你守这边 小黑急着表现 喵了一声还挺响亮的 小金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表达出来的意思 就像是在看一个二傻子 这二傻子身上 还有一些血腥味 只怕是 干什么大事了 鸣若邪有了 这三只帮手守着 就很放心地去跟那些 他引过来的小东西们商量了 来吧 都出来让我看看 你们这里物产有多丰富 他挥了挥右手 这个手势 就似放开了闸 那些 本来都还隐藏着的 不见踪影的东西 就都钻了出来 飞了出来 地上一片的色彩斑斓 乍一看 好像还挺好看 但是一定神在看 一般人可能都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现在鸣若邪面前的 这么一片地上 各种色彩的蛇 有毒的无毒的 还有各种山间的蛙 有毒的无毒的 各种鼠 有毒的无毒的 各种小动物 壁虎 蜘蛛 毒虫 什么鹅子 还有蝙蝠 什么不知名的小兽 身上皮毛光滑油亮的 还有色彩不一的 鲜明打眼的 还有些保护色 很逼真 跟周围 又融一体的小东西 要不是他们动一动 有的尾巴甩一甩 还有的吐着泡 估计啊 很难被发现 它本来 就只是在营地的外围召唤 离营地这么近 大的动物野兽 应该是不会有的 要是 有大型的出现 应该 也早就被祖司他们发现了 所以这里 就只是这些小东西 还都是 一些能够隐藏得很好的 但是鸣若鞋子们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多 而且 种类也有这么多 祖司他们 也不知道是怎么找的 竟然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这应该 是算 他们的眼光好 还是不好啊 毕竟山里的物资丰富 也可以说 这里的环境不错 气候水土都是可以的 住人是不合适 可越是不合适 有人来的地方 对于他们来说 就越是适合藏起来练兵 可是 这也太 早心了 这么多 跟他们一起居住的小伙伴呢 鸣若鞋之前 还在亚裔 左思应该也是吃惯苦的 不是安于享受的 据说 他什么恶劣的环境 都生活过 竟然还这么郑重其事 跟他说起了这里的恶劣环境 这么多的小东西 小毒物 怪不得呢 他自己受得了 那些士兵将领们 那 也受不了 而且 马也受不了啊 就他之前看到的那些马的情况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应该是分了很大的精力 再照顾那些马了 要不然那些马 可能早就已经死了不少 病倒不胜 看来 我还真的要帮他们处理掉这个问题 要不然 他们得重新找别的营地了 寻找营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明若邪就这么在地上盘腿坐了下来 右手 贴在了地上 左手手肘 支在了膝盖上 手底着腮 低毛 看着眼前的这么一片 五彩斑斓 一时间 也是有一点头疼 这个座谈会 咱们要怎么开呢 鸭胸低头看了一眼 然后又望向了不远处 哎 这事 他帮不上忙 小金 往小黑那个方向 劈了过去 神情 依然是冷裤中 带着一点嘲讽 还有一些不爽 而明若邪这个时候 也正好 看向了小金 他 也同样觉得不爽 我说小黑啊 你都能咬死人了 这么些东西反而处理不来 你这是什么本事啊 都把你拍到绿川来这么久 感情什么事情都没干啊 小黑弱弱地叫了一声 低下头去 罢了 还是得他来 明若邪 右手微用力 闭上了眼睛 在他的手心里 有无尽的鬼手名利之火 涌入了土壤里 在地下 飞速地钻了出去 如同嘶嘶吕吕火焰的网 这些网撞 几乎要把营地这一片的地壤 都网上了 就好像是地里隔出来了一片隔离地带 在他面前的这一群小东西 都浮在地上瑟瑟发抖 他们虽然都还是没有灵智的 并不能被明若邪驱使 但是对于感知危险 他们都是天生敏感 在这个时候 他们逗动不敢动 很是害怕一动 就会被土里 飞窜游动的那些火丝 给舔上 那就会立即烧成灰烬的 明若邪 没有动 没有睁开眼睛 很是害怕一动 就会被土里 飞窜游动的那些火丝 给舔上 那就会立即 被烧成灰烬的 明若邪没有动 没有睁开眼睛 他们 也都一直不敢动它 过了很久 明若邪这才睁开眼睛 抬起右手 往前一挥 去吧 离远一点 也靠近这边了 这些东西 立即都四散逃开去 但是不管他们 是去往哪里 都是避开了营地 没有再往营地的风性去 明若邪并不知道的是 在他刚才使用鬼手名利的时候 陶大夫正领着田虎他们几个 找到了一片 驱蚊的药草 这一片药草长在一条土沟里 还挺茂密的 陶大夫觉得 自己在这种时候 就得身心十足 于是抄着小药厨 就跳下去了 把药篓往边上一放 紧了紧手柄 摆好的姿势 开挖 一锄头下去 底下不知道碰到了什么 似乎在土沟里 有些红艳光芒一闪而过 舔上了他的药厨 陶大夫的手目的一麻 又好像是一趟 立即就叫了一声 把那药厨给抛了出去 满月和田虎都朝他看了过来 陶大夫 您老要是觉得累 就让我们来吧 您上来坐着 陶大夫觉得田虎这话 是在取笑他 还没有开始干活呢 他就很累 那岂不是在偷懒 但是 他委屈啊 这把药厨烫手 他说着 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给他们看 满月睁大了他溜元的性眼 仔细地看了看 陶大夫的手掌 好像是有点红 但只是有一点点 也看不出来 到底是不是真被烫的 没想到 陶大夫手还挺嫩的 就为了这么一块出头 就红了 小灭红 老秀这是 真被烫住了 陶大夫气得瞪眼睛 吹胡子 那药厨真的很烫 第八百三十九集 天虎听陶大夫说 药厨烫手 也跳下了土钩 握住了那把药厨 双手都握上 挥了两下 药厨的饼是木头做的 怎么会烫呢 哪里烫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也没有再取笑陶大夫 抄着药厨 就开挖起了药草来 陶大夫看着他 没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陷入了自我怀疑 难道他刚才真的是错觉 这一夜 所有的士兵都睡得挺沉 也没有人时不时地 猛拍自己的清脆声 没蚊虫咬了 只是他们这天练得太累 都睡死了 谁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终于有人发现了异样 昨晚没人打蚊子 没听到啊 一晚上没听到 老鼠吹吹叫啊 不只是一个营房 而且有很多个营房 大家起来了以后 互相聊了起来 然后才发现 不只是一个营房的人 没有被蚊虫叮咬 而是所有的营房都一样 之前他们每天 训练累得要死 晚上还要被那些蚊虫 什么的折磨得不行 经常是半夜 都会听到有人在咒骂 或者是拍蚊子抓老鼠 还曾经有的人 连紧要部位都被咬了 差点啊 连命都交代在了这里 所以其实他们一个个 都是睡得不是很安稳 别的不说 晚上睡觉之前 都已经有心理负担了 就在想着到时候 会不会又睡不好 被什么东西给咬了 昨天晚上 他们是难得的第一次 一个个都睡死了 一个都没有被咬的 就连左思起来后 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本来觉得不对 所以出来巡迎转了一圈 结果就发现所有的士兵 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一个个的 都乐开了花 不过也是有各种猜测 都出来了 该不会是深山里来了什么 更厉害的兽王还是什么的 吓得这些东西都敢去朝拜了吧 那要是来了什么兽王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朝拜一下 要是不去 到时候会来把我们都吃了吗 如果就只是这样 那朝拜完了那兽王之后 这些蚊虫蛇鼠什么的 会不会又回来了呀 那我们岂不是只能轻松一个晚上 哎呀胡说些什么呀 我倒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王爷来了 身上的龙气 把那些丑东西都给震走了 嘘 你才是在活 现在说什么龙气呀 虽然这里的应该都是自己人 但是这样口无遮拦的习惯可不好 要是让左思大人听到了 少不了要被罚 你们说是王爷 我还想说是王妃呢 王妃那样的天仙一出现 那些蚊虫蛇鼠都觉得没脸出现在 他身边树上之内 鸣肉邪的心粉出来了 这话虽然大家都是笑得不行 也都是不怎么相信的 但是没有什么人反驳 王妃的心粉可是不少的 左思听到了这话 他没有跟着加入讨论 但是转身走开的时候 左思却是在心里笃定 这一定就是鸣肉邪的功劳 因为他刚求了王妃 就有这样的结果 那不是王妃会是谁呀 可是王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左思知道陶大夫他们昨天是去挖了药草 熬了水说 要用那些药水来浆洗士兵们的衣服的 还要再花一天时间再给他们弄点药粉 随身带着 到时候也能够驱蚊虫 他本来以为起作用的就是那些东西 也是那些错事 可是没有想到那些还在进行 这边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左思又在营地转了一圈 怎么都看不出什么了 也想不出了鸣肉邪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鸣肉邪这个时候 正沐浴着司空级 有些无奈的目光 莫名的 有一点尴尬 居然 一早就跟他们汇报了这营地里的歧视了 要说起来 鸣肉邪也觉得自己挺冤枉的 他也不知道之前这营地里受到的这些 蚊虫叮咬的毒害 已经那么深了 所以自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明显 竟然引得全赢的人 都当成了一件大事在积极热烈地讨论 是你做的事吧 司空级这话虽然是问句 但是 其实他的心里已经很是确定 金王殿下不用太感激我 记得把家产分我一半就行了 鸣肉邪挥了挥手 司空级又有一些哭笑不得 我们不分开 分什么你我 我都是你的 别说家产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会不会太过 一时间 他都不知道又用上什么形容词 鸣肉邪倒是真的有一些尴尬 我知道效果有点太好了 这不是我难得判断失误吗 我也是不知道 他们之前被咬得那么厉害啊 他以为就时不时有人被咬 还有 就是被盯得有一点红肿 也不会那么多人都中招吧 也不会 一个晚上就都发现不对 哪里想到他们之前受到这样的毒害 太厉害了 结果 一个晚上没有蚊虫咬他们 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而且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效果 竟然 会这么好 连一只蚊子 都听话地飞走了 难道他的鬼手名利 还能升级不成 现在他变得更厉害了 不是吧 这种事情 还有没想到效果太好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 就是这样那样 如此这般 明若邪眼珠子转了转 司空吉忍不住要笑 还摇了摇头 好了好了 我不问你 我知道我们家若若 是有大本事的 对 没错 其实你记着这一点就行了 我们待两天就离开这里 时间拖久了 只怕会有人生疑 那我今天给佐斯做手术吧 昨天其实阿璐 就已经把治疗方案给拿出来了 阿璐虽然厉害 芯片里储存了太多的知识和信息 但是毕竟没有这个世界的认知 所以他第一次出的治疗方案 竟然是按照他们那个一眼锁技术 能够办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案来做的 那就是把佐斯那只坏了的眼睛给取出来 然后再轻创 略微缝合 之后再造一只 尽量跟他的眼眶贴合的人造机械眼 外表看起来不会跟原来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也不会毁容 甚至那只眼睛会看得比真眼更远更清晰 如果说可以再给他一些时间 他还能够给那只眼睛加上夜视和透视的功能呢 不过 现在药库里还是失去了很多个研究间 也少了很多的设备和材料 是有一些困难 明若邪一看到那个方案 差点就喷笑出来 这种方案 他现在能做吗 根本就不能啊 虽然让佐斯瞎了 对他来说很是残忍 但是 他至少还能够保住他的性命啊 但是要装那样的机械眼 估计佐斯自己 都要被吓得晕过去的 最昨晚明若邪又和阿璐一起商讨了一下 确定了另外一个方案 如果把佐斯弄进药库里做手术 可以用上精密的仪器 而且灯光才足够亮 说不定还能够保住那只眼睛的一点点的视力 不至于全瞎 没错 明若邪和阿璐 昨天研究过扫描出来的资料 佐斯的那只眼睛 竟然还有点挽救的机会 不用整个挖掉了 至于佐斯眼睛周围 已经有些变形 和腐烂掉的 也可以敷药淡化 以后虽然也有一些吓人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应该还好一些 佐斯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 他一直觉得自己这只眼睛 是全要挖掉的 要毁了的 也不知道睡出于什么心理 虽然他眼睛疼得厉害 头也疼 整个人也不舒服 但还是忍不住 要在营地转悠 似乎觉得这样 就能够再用这只眼睛 最后一点时间 最后一天 在意自己 还是一对眼睛都在的形象 独在人前晃悠晃悠 以后 他就是真正的独眼龙了 等到明若邪通知他 要开始治疗 佐斯还特意去照了镜子 想要记住 自己现在的样子 结果一照镜子 他才觉得自己 实在是想的太多了 什么一双眼睛都在 现在他那只眼睛 已经是包扎的了 他在外面晃得再久 展现出来的 也是一个独眼龙的形象 佐斯 有一些茫然 第八百四十集 司空吉对于明若邪的要求 已经有些习惯了 就是在他做手术的时候 把一间屋子 清理干净 然后屋子的前后左右 都被他给勘劳了 不许任何人 有能够偷看到一眼的可能 就是他自己都不能看 等到给佐斯的手术 一切都准备好 士兵们也都被司空吉赶出去 负重爬山特训了 陶大夫背着他的药箱 走得跟乌牛一样 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 司空吉一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有些一言难尽 要骂吧 其实陶大夫也已经上了年纪了 他这个年纪 再让他跟着明若邪打下手 见到的都是那样的场面 也实在是太难为他 不骂吧 他又觉得 毕竟也是这学无止境 连他都是被明若曦 禁止进去看一眼的 陶大夫有机会 在他的身边打下手 顺便学习 竟然还不想把握住这个机会 也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爷 陶大夫一看到司空吉在这里 也不觉得奇怪 毕竟 王妃 要是做这样的大手术 是会要王爷帮着手的 不过 陶大夫觉得王妃 是不是想太多了 就那样的画面 真的会有人想去看吗 看一眼 噩梦三甜 兔半时辰啊 之前明若协议已经跟司空吉交代过了 要是陶大夫挪过来 那就给他吃一个定心丸 免得把他给吓坏了 朱朱说 这一次不用你了 你继续去抹那些屈蚊虫的药粉吧 是 陶大夫果然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赶紧就溜了 但是走了一段之后 他突然又意识到 又有一些不对劲 明明 大家都在说昨晚 已经没有蚊虫叮咬了 是不是王妃已经处理过了 那 她做这些 还有作用吗 王妃是怎么一下子 就把那些蚊虫 都驱赶了的 所以她之前 想的也没有错 王妃就是邪门 这一个认知 陶大夫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 因为外面 又司空急在守着 明若邪 还是很放心的 锁上了门之后 检查了各个窗 她 还把小黑 小金和血污 都派到了屋顶上 让他们守着 确认了没有问题之后 才把左思给带进了药库里 左思之前 早就已经被她打了 强效的麻醉针 全麻 剪出药库 她 是不会知道的 阿露 已经做好了 术前准备 穿上了 无菌的手术服 左思一无所知地 躺在了手术台上 明亮的手术灯 照在了她的脸上 明明亮鞋 明亮鞋揭开了她眼睛上 包扎着的纱布 你 Achanno 那些盲肩 一样的东西 又比上一次看到的 长了很多 阿露 突然 就发出了一道响声 明亮鞋 不由地 抬头 看了她一眼 有什么不对吗 阿璐的屏幕上闪过了一句话 没什么不对 只是表示对她的这只眼睛的惊悚和害怕 啊 你知道什么是害怕吗 连这个都要进化一下 怕是程序的设定 让她知道看到这样易于常人的画面 人类合理来说就是会有害怕的情绪的 但是阿璐啊 你真的没有必要学得这么细节 明若邪无奈地摇了摇头 再做一次术前检查 确认是否可以按照手术方案进行 阿璐做出了反应 两个人立即就开始了 左四眼睛里的东西肯定是要取出来的 但是这个手术很是精密 明若邪这一次自己主刀 因为她用右手可以感知那些东西的变化 比阿璐用芯片感应到后 还要再用数据计算还要快一些 在明若邪划开了两刀 把血吸掉 看到了里面的一幕时 她自己都觉得后背有一点发麻 直到的手也都有些发麻了 在左四的眼里 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那发丝一样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已经在她的眼窝里 支出了一个网巢 而包裹在里面的是一颗黑色的 不怎么规则的小原物 而那些发丝 就是从那一颗长出来的 因为是一个中心点长了出来 所以 有一些是扎破了眼睛生长出来的 有一些则是进了脑部 这些东西长得还挺快的 所以 要不是赶紧把它取了出来 等到它们都长到脑子里 左四啊 可就没命了 明若邪之前 在给她诊断出她的命数的时候 就已经用了鬼手名利 给了她一点生命力 能够支撑到了现在 现在 也是能脱得最晚期限了 她要先把那些发丝 都给剪断了 然后把中心那颗种子 给小心地取出来 然后 再一根一根地 把那细小的发丝 给抽出来 等到她上手的时候 才发现那些东西 竟然还异常坚韧 她第一次用的手术刀 压根就不能剪断 这什么玩意儿 明若邪忍不住 就低骂了一句 阿璐默不作声地 递过来了另外一把剪刀 要不怎么说 她是最合适的助手呢 这一把剪刀 是用来做一些 义务入侵的修剪的 用了特殊的材质 所打造 所以锐利无比 但就是这样 明若邪 还是用上了一定的力气 才能够把那些东西都剪断了 一剪开 那里面 便似是有一条极细的芯 在断口的地方 细密地浸出了 黑色的液体 阿璐 立即就拿止血棉 吸掉了 剪掉这些东西 虽然有一点小插曲 但是 顺利地解决了 让明若邪 觉得有些头疼的是 那些发丝 扎在皮肉 和各种组织里 竟然 扎根得很牢很牢 她拉扯到了其中几根 好像 还是扎进骨头里了 从阿璐的扫描结果来看 有那么十几根扎的位置 是很特殊的 如果说 她用的力气太大 万一要是 断了一点在里面了 以后 还会再生长 又或者 是在里面感染 或是引起反弹 伤了里面的组织 那都是很麻烦的 所以每一根 她都要用按键 很是小心地 一点一点地夹住 稳稳地拖拽出来 这样简直 就是费了好大的劲儿了 这个东西一抽出来 放到了旁边的托盘里 慢慢地 竟然大了一小圈 表面上泛出了一个一个 密密麻麻的小原文 阿璐凑过去看了 顺便扫描了出来 准备到时候也分析分析 这到底是什么 然后一看到那些 密密麻麻的小原文 她就想要低一声 表示一下害怕可怕 宁若席这一场手术 足足做了八个小时 因为后面还要对 那只眼睛进行轻创 尽量看看能不能保住 一点点视力 四个时辰 对于等在外面的众人来说 简直是已经超出了想象了 满月本来是给司空吉 送了午膳过来的 虽然在这山里营地 也没有什么精美佳肴 但她 看了一眼还是觉得 绕绕在里面忙着 本王却一个人在外面 独自用膳 罢了 不吃了 本王等着她 王爷都不吃了 他们自然也都不吃了 所有人都守好了这间屋子 连一只鸟 都不让它飞过去 但是 子福 他们却是有纳闷 和担忧 王爷 王妃在里面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眼看着 从早上到傍晚了 天色都要黑了 里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是静的 让他们有一种错觉 好像这屋子里就没有人在 肉肉给左思医治的是眼睛 眼睛是极为精细的东西 一点颤抖 都可能会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他现在必然是静心摒弃 动作也得吻而轻 自然是听不见什么声音的了 司空吉很是淡定的 给他们解释了一句 听到他这么解释 众人竟然觉得极有道理 不过 对于他们这样的武功高手来说 不是说一定得有什么大的动静 而是里面的人的气息 要是重了一点点 也是能够察觉到的 现在 就是一点气息都没有 难道说 王妃真的一直秉着气 极为小心地 在做那样精细的手术 这么想起来 那王妃岂不是 要站在那里忙活这么几个时辰 想一想 都觉得累死个人了 王妃真的好辛苦啊 可不是 哪里有一个王妃 当得跟她家王妃这么辛苦的 满月说着那一句话的时候 还看了司空吉一眼 这丫头心里想的什么 都会很直接地表现出来 现在就是司空吉 都能够看得出来 她这会儿心里的想法 王爷 王妃这可都是 为了您才这么辛苦的 司空吉无奈地笑了一笑 点点头认同了她的话 是啊 王妃辛苦 都是为了本王 以后本王 自当对王妃更好 绝不能让别的坏女人 来抢了王妃的位置 就像落纸那样的 满月被她这样的认同 壮了胆 立即就握紧了拳头 挥了一下 说起了 落纸哪里去了 满月这个时候 才想起了落纸 不过大家都没有说起她的下落 那应该就是不能问的吧 满月也就没有问 本王的妻子 一定只会有弱弱一人 第八百四十一集 陶大夫忙完了她的任务 这会儿见明若蝎这么长时间 都还没有出来 又于心不忍 和有点自责了 要是她进去当王妃的助手的话 是不是王妃就不用忙这么久了 都是因为她的胆小 才让王妃辛苦得更多 陶大夫走到了司空节的身边 王爷 要不然老朽现在 去问问王妃 剩下的收尾是不是 能交给老朽 不用了 若若说过 她进去之后 若是没有她自己开口 谁都不许去派门打扰 直到她出来为止 那 那老朽 陶大夫要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就继续去给王妃 弄红豆糕吧 哎 老朽这就去找红豆 陶大夫马上就点头 之前陶大夫 还真的是找到了那一小把红豆 给明若鞋做了四小块红豆糕 虽然手艺艺斑斑 但也算是满足了一下明若鞋的那点馋了 陶大夫 要去找那个之前的小侍卫 是他从家乡里带来的一小包红豆 说是菱形的时候 娘亲给他的 家里自己种的豆子 让他有的吃的时候 就留着当个念想 要是实在没得吃的话 就把那些豆给吃了 他要拿点好草药 去跟那小侍为患 司空急看着陶大夫离开的备影 轻叹了一声 其实 他是真的心疼啊 想到明若鞋已经进去了那么久 想到他可能真的 是要站这么四个时辰 滴水未进 没得吃东西 也不能休息 因为是医治眼睛的 他有可能 还要一直很专注 精神也绷紧了 他就心疼得厉害 甚至 用那么一刻 他的心里 都涌起了一点阴暗 想要告诉他 不用治得那么仔细了 保住左思的命就好了 但是这个念头一涌起来 就被他给压了回去 左思是跟了他很久的手下 忠诚 尽责 明若鞋现在是与他一体的 他在医治左思 也等于是在帮他 左思现在欠的 又何尝不是他欠的 所以 以后他要加倍 对明若鞋好就是了 再说了 明若鞋身为医术 如此厉害的医者 只怕 在能够治得完美的前提下 不会胡乱治 如果 他跟他开这个口 也等于是在看不起 他的这种能力 四个时辰多一刻 他 终于听到了屋里的动静 与之前一点气息 都没有不同 这一回 屋里好像是突兀的 就有了长长的吐气声 司空级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这应该就是左思 累到了极点 吐了一口气 不止他听到了 清白赤蓝 他们也都听到 真的 与之前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 才能感觉到 屋子里面有人 王妃之前 肯定是一直摒弃宁神了 王妃可真神啊 啊 小橘子 来复本妃 屋里传来了明热邪 有点无力的叫声 司空级心疼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连他那 未开的门栓 都直接被内力给震断了 推门 就如一阵风似的进去 迅速地到了明热邪的身边 他刚刚到 明热邪就已经体力不支地 往这边倒了下来 司空级立即 就把他打横抱了起来 看到他的手 都在微微地颤抖 左思现在麻药未过 人还晕沉沉地睡着 司空级看着他这个样子 突然 就有点想要将他拎起来 至少让他看一眼 明热邪为了医治他 累成什么样子了 小橘子 本飞蛾 明热邪想要伸手 拽拽他的衣领 但是手酸地举不起来 只能作罢 只抬眼看着他 眨了眨 因为长时间地专注凝视 现在他的眼睛 也是有一些累的 有点雾蒙蒙的 眼神因为疲倦 带了一点柔弱 这么瞅着他 让他 有一瞬间 被击中心脏的感觉 他 是真的完了 彻底地完了 对着他 完全地着迷了 强势的明热邪 让他觉得意气风发 十分有魅力 耍赖计较的时候 让他觉得机灵脚侠 医治病患的时候的 认真和专注 让他觉得沉稳 温暖 可靠 叫他小急子的时候 让他觉得心头微软微痒 似乎挠到 想要纵容着 他的这么一点小坏坏 现在他这样 真的累了 对他说着饿了的时候 他更觉得自己 已经生出了一股恨不得 将心都挖出来 喂给他吃的魔幻冲动 那 本王的王妃 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 都去给他弄来 想吃 其实我现在饿得不行 不管有什么吃的 能够最快让我吃到的 都端来吧 海妃真是越来越调皮了呢 这小混蛋 就这么一点小伎俩 竟然都让他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有点身子发热 是他想歪了 是他脑子里不对劲 还是他本来 就是有意地撩着他 司空急 抱着他 朝外面走去 明若邪之前 已经有过 这样医治的经验 他们也有了 后续处理的经验了 别的不说 陶大夫 就可以接受 下来的后续照顾 满月看着明若邪 被这样抱出来 也是一下子 就注意到了明若邪 那一双 有些颤抖的手 他也立即就心疼了 王妃 奴婢去打盆热水 给您泡一泡手可好 好 还是我们满月 作为细心 我很需要 谢谢 明若邪对着满月一笑 满月 立即就跟充满电量似的 嗖的就冲出去了 司空急 抱着明若邪 就去了附近的 另一间营房 这间营房 也是祖司之前 就已经安排好 准备给他和明若邪的 这间营房 别的都跟其他营房 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床打得宽了一些 然后上面特意 铺了有些花纹 颜色也鲜亮了 一点的床单 若若对满月 不另称赞 你还跟满月计较啊 难不成 你连满月的醋都吃啊 你说满月说了一个罪子 我觉得 这个罪子 还是给我比较适合 我不介意 在我之后 就轮到他 司空级很是认真地说道 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想要当他心里的第一 至于他后面的人 去怎么排 那都可以 他都不介意 铭若邪从床上下来 小声地骂了一句 醋酱 不是累坏了吗 怎么下来了 衣服脏了 得先换衣服 司空级打量了一下他的全身 并没有看到他的衣服上 沾着什么污迹和血迹 他也没有流多少汗的样子 刚才抱着他的时候 他闻到的依然是他的忧香 可是铭若邪说脏 那就是脏 要不要 我帮你换 虽然是这么问 但是他并不当真 因为 他觉得铭若邪不会同意的 不料 他刚刚问完 就听到铭若邪 很是干脆地应了一声 你确定 确定 快点 我都要站不稳了 你总不能还那么禽瘦 对我做什么吧 司空级倒是被他给惊到了一下 这一次那么干脆 顿时就有点哭笑不得 是啊 他都要站不稳了 难道他还能趁着 帮他换衣服的时候 对他做些什么吗 不过 虽然做不了什么 帮铭若邪换衣服 还是让司空级觉得是一件又幸福又折磨的差事 他得一直默念着清心惊 还得一直跟自己说 他累了 他累了 别折腾他 这才能够顺利地帮他换好衣服 等到铭若邪又软弱无骨地靠在床上时 司空级 自己倒是出了一身的薄汗 铭若邪看得好笑 这是外面传来了满月的叫声 救了司空级 王妃 进来 满月把水温对得正正好 他记得王妃好像不怎么怕烫 所以就把水温对得比他自己感觉到合适的程度再烫一点 果然 对满月来说正合适 他在泡着手 司空级便坐到了他的身边 伸手就替他捏起了肩膀 手臂来 满月 你去看看厨子把饭菜做好了没有 快点给王妃送来 是 第八百四十二集 铭若邪泡着手 司空级帮他松肩按摩 突然有一种 这个夫君 他是加对了的满足 他想了想 认真的叫了司空级一声 司空级 你以后会不会记得 自己曾经对我这样好过 在他们以后的感情淡了 他可能对他已经有些倦了累了的时候 又或者说 有别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的时候 他会不会想起来 自己曾经是这样把他捧在心上 身为王爷 还做着这种 替他捏接按摩的事 司空级一听 就知道他问的和他这会儿想的 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 听着 就像只是 在说对他挺好的 心里这会儿想的估计是 以后你会对我不好的吧 你会变的吧 累着了就胡思乱想了 若若 你这样的想法很危险 你要对我有信心 以后 我们也许老夫老妻了 没有年轻时这般年糊 但是我对你 会是一直都是最好的 你在我心里 比江山更重 你在我心里 比江山更重 司空级一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语气算得上很是沉静 说得也很轻松 但是却带着一点不容智慧的确定 明若显一阵回头看他 为了我 你可以不要去争那个位置 如果你不想让我争 那便不争 他并没有什么不可放弃 以前他一直觉得 那是他唯一的路 他活着的意义 就只是在于 把黑沙城的百姓 和定北王府一家都带回来 而因为 只有他坐上那个位置 才比较有可能办到 所以他的目标 就是征那个位置 可是现在有了明若邪 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的心 没有那么大了 如果可以 他也愿意跟他并肩 遨游天下 诸事不理 只要身边有了他 就会让他觉得 活着的意义 不必追问 明若邪看着他 看着看着 就奄然一笑 举手摸了摸他的脸 那不成 还是争吧 等你成了大真皇帝 就是美貌和地位 都是最好的 这么一个特别优质的男人 只是我一个人的 别人妄儿心态 再吃米也得不到 那我都有面子 你得到天下 我通过你 得到天下 想一想 最大的赢家还是我 所以 争 这是什么理论 司空吉听得有点愣愣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明若邪的想法 总会让他觉得又好气 又好笑 总是会有那么一点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他说的那些话 朱旨他还是很喜欢的 比如说 他只是他一个人的 嗯 我就是你一个人呢 快些完完整整地得到我吧 我现在心已经全是你的了 还差 一部分 明若邪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不得了了 金王殿下 现在真的是解锁了某种技能 说起这样有点色彩的话来 真的是一套一套的 有够无耻啊 心已经全是他的了 还差一部分什么 身子 他是那种缠他身子的人吗 哦 他 他好像是啊 明若邪一转身 就将金王殿下给扑向了长榻 整个人都趴到了他的胸膛上 先在他的补唇上轻咬了一口 然后退开了一些 要不然 本妃现在就拿来 任凭爱妃为所欲为 本王已经躺平了 司空急 双手摊开 眨了眨眼睛 一副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快来吧的模样 王爷 膳食送来了 外面传来了心坠的声音 明若邪 就笑得 不能自已地倒在了他的怀里 看来金王得先等等了 那些饭菜 现在比金王殿下更可口 司空急虽然也只是跟他玩闹 早就已经知道 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点 跟他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是 现在听到这样的话 还是觉得有点很不适滋味 他刚才就比不上满月细心 现在 更是比不上一顿饭菜可口 他地位很低呀 明若邪保餐了一顿 被司空急半搂半走地消失了一会儿 才回房睡了 等到他睡醒了走出门口 望到远处的山里 有一股烟正飘向了天空 司空急并不在这里 满月迎了过来 王妃 您醒了 明若邪指了指那处 冒着烟的位置 那边是不是起火了 是起火了 不过应该是王爷他们去点的火 王妃睡着的时候 王爷就已经找左司大人谈过了 奴婢听到 他们谈到左司大人之前发现的植物 王爷让人去直接烧了 明若邪愣了 烧了 他还想着今天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没有想到 竟然就去烧了 等到司空急回来 他倒是主动地 跟他解释了起来 从兰国回来之前 岳父大人找我谈过 大概跟我说了一下 阿七他们几个人 还有谁身上 可能会有些 还没有完全处理完的危险 他说田虎的身上有一样东西 那东西曾经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但是岳父救下他之后 就已经帮他处理了 只是田虎身上的那件东西 要是不处理 以后可能还会有事 司空急于说了这些 明月邪就瞪大了眼睛 父王什么时候跟你说了这些啊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 岳父的本意是 如果有一丁点迹象发现 那就及时把他掐灭 可以不用告诉你的话 就不用说了 但如果你发现了 那就跟你直说无妨 司空急 倒是觉得连王 只是觉得跟他输了 他会多操心 还不如不知道 但是 如果他发现了 那就不能够瞒他 所以你伤的东西 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左思说 他曾经看见过田虎身上的东西 是在他今天醒来的时候想起的 他怀疑 田虎身上的那东西 就是山里那种植物的种子 还是他的果实 也是这东西 给那些御林军 引来了杀身之祸 若只是发现了那些东西 但是他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先说明 是在哪里发现的 只是去信询问 这样的东西可能是什么 司空急握住了明月邪的手 明月邪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他想起来了 之前田虎就说过 以前的传书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些人 去过失落圣坛 然后从里面带了一些东西 和物种出来 所以 这应该 就是其中的一种吧 有人在暗地里 一直在寻找这些东西 来自于失落圣坛的这些东西 所以那飞鸽传说 就是来跟他说这个的 可能是跟失落圣坛有关 对 我怀疑佐斯眼里的东西 也是很多年前不小心被射进了那样一颗种子 那东西既然如此危险 又与失落圣坛有关 不必多费心研究 直接毁了就是 毁了便毁了吧 司空急的想法就是 那对明若邪下了悬赏密令的人 我也是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 觉得明若邪对于他们打开失落圣坛有好处 所以才下了那样的悬赏密令吗 如果说 有关于失落圣坛的东西 出现的越多 对明若邪可能 就越会多一分危险 那么 他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发现一种 就毁灭一种 做什么研究 都是不需要的 既然 是属于失落圣坛的东西 那也就没有必要 出现在打针了 他对于失落圣坛又没有兴趣 也不想从那个地方得到一些什么 明若邪想的是 天火的东西在他这儿呢 要研究 用那个研究就是了 而且那东西在药库里面翻不了天 山里得烧了也罢 出了绿川回到绿城 本来以为肖赏雪的哥哥 已经找来把人带走了 谁知道 他们一回到小院 就看到肖赏雪正与下玄器 默默地对看无言 哇靠 这什么情况 下玄器还没有走 小赏雪也还没有走 问题是 这两个人现在这样 是在互瞪着彼时的眼睛大吗 还是说 师兄 萧姑娘 你俩看对眼啊 明若邪颇有兴趣地凑了过去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想要从他们的脸上 看出什么与桃粉有关的颜色来 明若邪自觉 并不是十分八卦的人 但是这两个人 这种场面 实在是怪异得很啊 听到明若邪的打趣 下玄器和肖赏雪同时出声 胡说什么 我才没有 下玄器皱了皱眉 一脸不认同地看着她 像是她说了何等荒谬的话 震惊到了她 而肖赏雪 则是很激动地叫了起来 脸都沾红了 睁得大大的眼睛里 都蹦出了很亮的火焰来 这样鲜活的肖赏雪 看着更是漂亮动人 下玄器又看了她一眼 眉头皱得更深 那你们这是 明若邪退开了一步 立即就被司空级 给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她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不让她再凑近过去 刚才她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在明若邪凑近过去的时候 下玄器下意识地 轻轻地嗅了嗅 反正 这个小细节就是让她不怎么乐意 以前下玄器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司空级看得出来 她虽然是欣赏明若邪 但是并没有那种暧昧的 男人对于女人的那种本能的追逐 和接近的感觉 对明若邪的感激 也是光明磊落 可是 这一次下玄器 对明若邪 就有了那种男人想 黏糊在女人身上的感觉了 明若邪的一丝味道 她都不愿意让下玄器嗅了去 肖赵雪下意识地 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脸颊 又有了几分通红 她还没有见过夫妻在人前 这样搂抱的 身为夫君 不都是跟妻子相近如鞭 以礼相待吗 他们 他们怎么能在外人面前 可以这样亲密的 怎么 怎么她把她抱得那样紧啊 她看这位夏公子的眼光 还很是警惕 这是生怕夏公子 把她的夫人给抢了吗 难道说 这位夏公子 来这里就是来抢这位美人的 肖赵雪顿时就忘了生气 直接就八卦了起来 夏玄器的身份自然没有公开 大家都喊她夏公子 肖赵雪也就这么喊 司空吉看着夏玄器 真的是不明白 她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 夏图的皇位 现在这么稳了吗 夏公子还不回去吗 难道出来这么久 夏公子家里 就不担心吗 司空吉问出了这一句话之后 在夏玄器身边的那些侍卫 也带着一点期待地 看向了自家皇帝 他们 也是心急如焚呢 这一次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陛下为什么突然 要到大臣这里来 而且 孩子这绿城里 到处找大夫 还不回去 陛下 就这么走了 宫里现在都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呢 万一那些大臣们 发现陛下不在宫里 甚至 不在夏图 还不知道要怎么闹呢 时局不稳呢 陛下 要是晋王 能够让他们陛下回去 他们都得感谢晋王了 不急 夏玄器 却是沉稳地 回了这两个字 然后 就看向了司空吉 说的 却是肖赵雪 这位姑娘的亲事 你可能做主 夏玄器的一句话 把在场的众人 都给震住了 个个都是 浪着神 瞪大眼睛 看着夏玄器 明若邪 也是被震住了 不是吧 那个 师兄 你刚刚还说我胡说呢 他好心好意地提醒他 刚才 他问他们 是不是看对眼的时候 夏玄器 还一副 你太荒谬了的眼神 看着他 眉头皱得 能够夹死苍蝇 这才过了多久啊 几句话的时间 他就问起了 这姑娘的亲事了 思想 要不要这么跳跃啊 夏玄器 却是努力地 在按捺着心底身体里 那种难以严肃的躁动 他 也是退开了两步 离明若邪远了一点 忍不住又看向了 萧赵雪 极为努力地 在萧赵雪的脸上 寻找着 他与明若邪 相似的那么一丝痕迹 借着这一丝相似 来安慰自己 虽然效果很微 但是 聊胜于无 这是凉马事 他 他太过分了 他刚刚就是问我 有夫有子女没有 萧赵雪 终于是回过神来 气得跳脚了 明若邪终于知道 刚才萧赵雪 跟夏玄器 在互瞪着 是为什么了 师兄 你到底要做什么 问清楚才能决定 做不做什么 什么 大栈的明风 这么保守的吗 不能随意问这个问题 夏图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 他们夏图国那边 男子直接问自己 看对眼的女子 可有了婚配 这也是常见的 所以 夏玄器刚才 问了那句话 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的 他还没有想到 这个萧赵雪 会这么生气 萧赵雪一下子 就瞪着他叫了起来 你夏 本姑娘这样年少天真 怎么可能会是 有照顾孩子的人 本姑娘看起来 那么老了吗 他家邻居 住着一个媒婆呢 媒婆经常说 这女子啊 生没生过孩子 总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未曾生育的女子 都水凉 轻松 眼神都像是能 滴出水来 生过了孩子的女子 怎么看 就多少都会有 那种味道了 腰身 也是会变粗的 她 明明还是少女 呵呵 明若喜又是忍不住 扑吃笑了 那半天 萧赵雪生气的点 是觉得下旋气 这么问她 就等于是把她 给说老了 果然啊 女人啊 大多都还是在意 自己的年纪的 下旋气不明白 她气得什么 郑重认真地 解释了一句 我没有说你老 你看起来十六七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有病 放死 退下 萧赵雪白了她一眼 都懒得跟她说话 这长得人模人样的 也是她见过的 最好看的男子 还前三的了 这怎么 就这么惹人烦 下旋气的侍卫们 神色一变 竟然敢辱骂他们陛下 顿时沉喝了一声 差点就想要拔剑了 萧赵雪刚刚提起来的心 才放了下去 这个夏公子身份 难道非比寻常吗 他的侍卫看起来 都好怕怕呀 像是要砍了他似的 等到他反应过来 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在刚才 被猛斥一声的瞬间 下意识地 就往下旋气的背后躲了 差点 还伸手要抓他的袖子 这位萧姑娘 我们也是无意遇上 之前并不相识 现在也不熟悉 他的亲事 我们自然做不了主 司空吉把话题 扭了回来 回答了之前 夏旋气的那个问题 夏旋气转身 也才发现 这小姑娘 竟然躲到了 自己的背后了 看着也不是 胆小的人啊 还能够跟他互动 还敢骂他有病呢 怎么被几个侍卫一下 就跟小兔子一样躲起来了 你是哪里人 我家 我家在韩赛城 萧赵雪 有些不情不愿地 回答了他 他也知道 这个男人身份 应该不凡了 虽然他自己不怕的 但是他也不想 因为自己惹到什么人 以后给家里 带来麻烦 娇满有一些 失去懂礼 他也是有的 夏旋气看向了 司空吉 避开没有去看明若邪 虽然明若邪 就在司空吉的怀里 你们 也是要去韩赛城吗 是 如此 我跟你们同路走一趟 你是想去做什么 司空吉微微皱眉 他其实真的并不希望 和夏旋气再待在一起了 金王别忘了 我要回夏图 是要经过韩赛城的 顺路而已 如果没有猜错 金王该好好赶路了 夏旋气说完 燕带着侍卫转身离开 萧赵雪呆呆地看了 夏旋气的背影 再看向了司空吉 他 你 萧姑娘的兄长还没有找来 我们确实要马上出发赶路 萧姑娘可以决定 要留在这里继续等 要留在这里继续等 还是要跟我们一路走 我一个人不敢留在绿城了 我想跟着你们一起走 可以吗 金王 金王妃 他们愿意带着她一起走吗 这时 乔姑走了过来 李生 跟司空吉和明儿邪 说了几句话 这绿城之福 在找那个八字的少女 原因已经查清楚了 是一个叫龙三爷的 在蛊惑她 只说是找了这样的少女 就可以带她加入一个 神秘又强大的组织 可以寻找什么圣坛 说找到圣坛 有莫大的好处 具体是如何 还得再查 但是那个龙三爷 这两天不见踪影 城里为了找她 查得更严了 小姑娘留在这里 只怕早晚都会被查到 第八百四十四集 听了乔姑的禀报 司空吉和明儿邪 对视了一眼 原来绿城之府 查找少女的这事 又跟龙三和圣坛有关 这个时候 明儿邪就觉得 司空吉直接把龙三 轻载了 真的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龙三这个恶心的人 不知道在背地里 还干了多少缺德事 但是 绿城之府的这件事情 司空吉自己 掌握到了手里 并没有直接写信 回京城 等着皇上处理这些事情 就怕他处理不干净 最后反而 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且让这个知府心活着 不过 怎样活着 就由不得他了 司空吉搂着明儿邪 在他的耳边低声 说了两句话 他贴得近 这样相依亲密 让萧赵雪 又看得脸红心跳 晋王晋王妃的感情 是这么好的吗 原来 还有夫妻之间 是可以这样 甜蜜亲近的 你们先赶路 我去探望探望 绿城之府 晚一点会追上来 叔叔 看要乖乖的 别跟夏萱七靠太近 别忘了本王是簇京 簇京一词 还是明若邪说的 他自己 就拿来这么用 脸是一点都不红 明若邪 又好气 又好笑 行行行 我连一只公蚊子 都不让他靠近 快好 行 若若还能分辨 公蚊子母蚊子啊 若若这暗号 可以说是很新奇了 怎么分辨的 滚蛋 明若邪掐了 他的手臂一把 正开了他 司空吉笑着离开了 明若邪对上了 萧赵雪 又惺惺光芒一样的眼睛 萧姑娘决定好了 我能跟着你们一起走吗 行 你要我跟就跟着 不过我们会赶路 路上不会很轻松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本来和哥哥 也是要赶路回去的 我可以骑马的 明若邪对他的印象 倒是不错 看着娇滴滴的少女 还是挺懂事 而且不是不能吃苦的 也不会把麻烦别人的事 当作理所当然 知道他和司空吉的身份之后 虽然态度是恭敬了一些 但是也没有谄媚 赶紧准备赶路了 那边传来了下旋器的催促 明若邪的确也是觉得 这个师兄这一次 有些奇奇怪怪 师兄在绿城里 有没有找到大夫 至少他的毛病 并没有 夏公子把绿城 所有的大夫都找了 但是据说他也说不出 自己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症状 那些大夫们 把脉也查不出什么 似乎是没有一个人能治 所以夏玄器 到底是要治什么 直到赶路出城 明若邪也没有找的机会 问夏玄器 夏玄器竟然还有些避着他 他倒是想要与香召雪 同一辆马车 但是想到晚些 司空吉要追上来 他在马车里 香召雪在 就太不方便了 便让香召雪和满月 坐另一辆马车 等到司空吉追上来 他们已经离开绿城 有半天的路程了 司空吉跃上了 明若邪的这辆马车 一进车厢便有些不解 夏玄器自己没有被马车 他跑去跟香召雪 挤一辆马车是何意 啊 他在香召雪那辆车上 明若邪刚才沉浸在药库里 和阿露说话 没有留意那边的情况 没有想到 夏玄器 竟然跑到了 香召雪的马车上去了 司空吉点了点头 嗯 你说 我这个师兄 该不会是看上香召雪了吧 难道他还想要把香召雪 带进夏途的皇宫去啊 明若邪也好奇不已 司空吉摇了摇头 也没有回答 以他男人的目光来看 夏玄器 根本就没有看上香召雪 但是 他又的确是有点 要娶香召雪的意思 明若邪看着他 这是为什么 你摇头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看上香召雪 可是他问了香召雪 可有婚配 有没有孩子 我倒是觉得 我这个师兄 想要带一个妃子回去了 这一路上 也许他们会培养出感情来 明若邪觉得 自己没有想错 夏玄器也是二世纪了 又坐舍了皇位 后宫现在还如同虚设 只怕 他会扛不住 大臣们的压力 而且 以后皇位 总得有人继承吧 所以 他挑中了萧赵雪 可是为什么 司空吉 不想理会夏玄器 到底为什么 要问萧赵雪的 婚配情况 反正 夏玄器要娶谁都可以 那是他的事情 这世上最好的一个 已经是他的王妃了 别人再怎么去挑 再怎么去选 要娶多少个 那都与他无关 萧赵雪自己 没有把夏玄器 赶下马车 那就是他对夏玄器 并不讨厌 要是真的讨厌 哪里还会容他 在一辆马车上 他不走 他走就是 他们的确是 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这一路都要朝着 韩赛城急赶 路上要是遇到了 什么寺庙古叉的 也至少得停下马车 派人进去看看 本来他们被派出来的理由 就是这么的 顺便看一眼 回到京城的时候 也好禀报 但是这一次 夏玄器的确是 有一些奇怪的 夏玄器一路上 几乎都是在 萧赵雪的身边 但就是连满月 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奇怪 王妃 夏公子一直守在 萧姑娘旁边 但为什么就是 看起来不高兴啊 而且一天比一天不高兴 满月忍不住 和明若邪悄悄地 说了一句 夏玄器 的确是日渐沉默 他本来 就是英俊明朗 稳重男人的形象 但是沉默寡言下了之后 整个人 确实气势沉稳 又有一些破人 帝皇之气 都几乎上压不住了 满月他们都不敢 往他身边凑 就是萧赵雪 在这一天 也是忍不住跑来 和明若邪求救 明若邪还没有回答 满月的话呢 就看到萧赵雪 跑了过来 王妃 我能不能跟您 坐同一辆马车呀 要不然 到了前面的飞若寺里 我就先不走了 劳烦您到了寒塞城 派人给我家 递个口信 上他们来这里接我 我实在是不想跟夏公子 同坐一辆马车了 啊 为什么 前几天 明若邪还在想 萧赵雪 至少对夏寻妻 是有好感的 不然也不会同意 与她 坐一辆马车 结果这才过了几天 萧赵雪 就来说此事了 不知道 在她面前 我连喘气都不敢 她有时候看着我的目光 还很奇怪 萧赵雪梳着 缩了一下肩膀 想到了夏寻妻的那眼神 她都觉得 很有心理压力 她的眼神不规矩 倒也不是不规矩 就是 她看着我的时候 好像并不是真正在看着我 不知道是在想着什么 我总是觉得 她好像在思考 把我怎么处理了 是要红烧呢 还是要青椒 是要剁块呢 还是切丝 真的 你别笑呀 我就是这种感觉 萧赵雪跺了跺脚 微嘟着嘴 委屈地看着她 满月在一旁 直愣愣地跟着说了一句 奴婢觉得 萧姑娘说得对 啊 满月竟然也是一样的想法 那你和我坐同一辆马车吧 我让司空吉去跟师兄做 在她让满月带着萧赵雪 上了她的马车之后 赤兰过来 和她低声说了一句 王妃 王有事先去吧 离开半天 请王妃先到非若四 知道了 司空吉这一路 要观察要处理的事情不少 而且 她也要顺路看看 各州各府各城的官员 和民生 时不时 就会不在马车上 又会时不时地 悄无声息地回来 明如鞋 也已经是习惯了 王妃 还有 据说有人在 查夏公子的下落 撞到我们的人眼里了 啊 哪里的人 应该是从夏头来的 此时要不要 告诉夏公子 他身边的人 没有发现吗 此次夏公子 好像是自己 只带了几个人 暗中出夏图的 也手不足 之前跟着 殷夫人的石部他们 都被她下领 先回夏图受罚了 受罚 这又是为什么 第八百四十五集 听了赤兰的话 明若鞋想了想 觉得可能因为 殷夫人的事情 石部他们 一路跟着殷夫人的 但是差不多 到了绿城的时候 却是被她甩开 殷夫人找到了夏玄器 还对她动手了 石部他们 是后来才赶了过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的确是有一些失职 但是这种特殊时期 夏玄器一个人在大针 先把石部他们 留在身边不行吗 明若鞋暗暗吐槽 但还是叫上了陶大夫 跟着自己去了 夏玄器载的 那一辆马车 要是她一个人上去了 与夏玄器单独 待在一辆马车里 促经司空吉殿侠 回来之后估计 心里又得酸溜溜的 带上陶大夫 还准备让陶大夫顺便 给夏玄器看看 到底是什么毛病 夏玄器端坐在马车里 明明他们是中途停车休息 他愣是不下了马车来 一直待在马车上 明若鞋一把掀开了车帘 夏玄器正闭目养神 风从外面扑进来 直接就把她的香气 也跟着吹了进来 顿时 马车里隐隐约约 一股悠香 夏玄器猛然睁眼 锐利的眼神 就朝明若鞋扫了过来 唇角平压 带着威严严肃 虽然 那五官俊朗无双 但果然还是让人觉得 气势逼人 在这一刻 明若鞋就理解到 萧赵雪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师兄 你每天都这么板着脸 萧姑娘都被你吓跑了 明若鞋说着上了马车 坐到了她的对面 夏玄器 气息微致 在看到陶大夫也跟着上了马车之后 神情也稍微缓和了一下来 胆子这么小 那得好好练练 你怎么没吓跑啊 我天生胆子大 怕你做什么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你别对我笑 夏玄器突然沉声说 语气很是严肃 陶大夫一愣 他刚坐到明若鞋的旁边 听到了夏玄器这话 差点被吓了一跳 夏徒陛下好严肃啊 棒真是有些吓人 明若鞋 却是没有理会 夏玄器的怪异 直接就对陶大夫下了令 陶大夫 给我师兄把把卖 是 陶大夫放下了一个手垫 陛下请伸出手来 我自己没有说要看病 夏玄器沉声呵斥了这一声之后 就立即有些后悔了 但是 他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怎么道歉 神情反而更冷峻了下来 你肯定有病 明若鞋毫不客气地说了这么一句 夏玄器被明若鞋这话 赌得一致 最后无可奈何地伸出了手来 放到了那手垫上 陶大夫告了一声罪 上手替他把脉 过了片刻 他的神情有点古怪地 看了夏玄器一眼 欲言又止 夏玄器看到他这神态 心头 倒是一跳 难道 这老大夫 还真的能替他看出什么来 之前 不是看不出什么吗 陶大夫 忍出什么来了 陶大夫看了明若鞋一眼 夏玄器 于是也跟着 看了明若鞋一眼 他们两个人 竟然同时 对明若鞋说了一句 师妹 王妃 您能先到其他马车上吗 明若鞋挑了挑眉 往后依靠 竟然 一点想回避的意思都没有 他 打量着夏玄器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这样的打量 让夏玄器莫名的 就有些不自在起来 他挺直了腰背 做得笔直无比 全身有点僵硬 鼻息里 有他的幽香 若隐若无 对他来说 实在是一种煎熬 夏玄器突然脑子里一热 脱口而出 师妹 若是晋王有什么事情 你可会考虑 当我的皇后 这话一出 夏玄器自己就猛然一个机灵 心醒过来 但是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如腹舌难收 他只能定定地看着明若鞋 等着他的回答 陶大夫后背冷汗都冒了出来 他这是听到了什么虎狼之词 夏图陛下太过分了 他竟然要撬王爷的墙脚 陶大夫在尴尬和震惊之后 就愤怒起来了 明若鞋也没有想到 夏玄器会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来 但是他觉得有一些奇怪 一开始夏玄器对于他 确实只是一种兄长的感情 还有对于救命恩人的那种感恩 并没有男女之情 要说他们一直相处在一起 他喜欢上他了 那还说得过去 但是明明他们之前 就一直没有见面 隔得这么远 莫名其妙的 他就突然喜欢上他了 这 这不是很奇怪吗 师妹 明若鞋回过神来 对上了夏玄器的目光 毫不犹豫地摇头 不会 为何 一 我家阿吉不会有事 师兄下次注意哈 就算是假设 我也不喜欢有人假设 我家阿吉出事的 第二 师兄 我对你没有感觉 明若鞋竖起了两根手指 没有感觉 这话 说得也是真不客气了 你对锦王有感觉 夏玄器声音平静 又接着问了一句 他们还是有名无实的夫妻 相信 只要认真观察的人 就能看得出来 明若鞋 微带邪气一笑 啊 经常感觉 想咬她 王妃 夏玄器和陶大夫都被呛到 这话说的实在是让他们 不知道该怎么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夏玄器 还是有点心酸酸的 想咬 明若鞋很是好心的 对夏玄器说了一句 总之 师兄 有病就治 不要想些乱七八糟的 还有啊 夏图有人在找你 找到大真来了 你自己留意着点啊 说完了这一句话 明若鞋就叫停了车 自己下车去了 让陶大夫 好好地替夏玄器制止 但是留在马车上的陶大夫这会儿 是真的觉得水深火热了 这位毕竟是一国之君呢 夏图可是比大真强大的国家 这位年轻高大的帝王 本来就已经有了真龙之威 他刚刚 又才听到了帝王 跟自家王妃说的那种话 这等于是知道了帝王的秘密 陶大夫都觉得自己 要被灭口了 而且 知道了这一位 想要求娶他们王妃之后 之前诊道的那么一个结果 陶大夫 就有些不好说出口了 在夏玄器的注视下 陶大夫的额头 冷汗哗哗直流 马车里气氛 有一些凝固 就在陶大夫觉得自己 快要憋气憋得晕过去的时候 夏玄器终于开口说了话 陶大夫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直说吗 陛下 能说吗 说 陶大夫一咬牙 豁了出去 陛下 年轻气盛 体内火气旺 若是日日 以思艳响的 却没有疏发出来 火气憋得狠了 这个 气躁 内火大 下去 夏玄器的脸 木的就红了 然后 又黑了 年轻的帝王 难得地恼羞成怒 陶大夫 立马滚下了车 外面 寒风一吹 他一个机灵 赶紧回到了自己那边的马车去 老天爷 他知道这么多 又口无遮拦的 会不会 快要被砍了 虽然 他是大真人 夏玄器 是夏图的皇帝 但是他要砍一个平民百姓的头 还是很容易的 陶大夫的心里 忐忑无比 夏玄器 却是觉得自己的脸上 火辣火辣的 胸脑窘迫 他之前刚与明若邪 说了那样的话 陶大夫枕出来 他是天天在脑子里 想那些 男欢女爱的 会不会觉得 他日日在幻想着明若邪 他堂堂 夏图帝王 他不该小人 而猥琐至此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谁害了他 夏玄器 刷的掀开了车帘 朝着那边 还在马车旁 跟田虎说话的明若邪 叫了一声 明若邪 他不曾这样 怜悯待兴地叫他 还是这样大声 明若邪 转头望了过来 只觉得 夏玄器的这一声叫喊 有几分气急败坏 然后 又像是完全豁出去的决绝 师兄 天干物燥 明若邪这句话 很是凑巧的 契合了陶大夫 替夏玄器诊断的结果 所以又让夏玄器 眷脸涨红 陶大夫在马车里 听到了这么一句 也是差点晕过去 第八百四十六集 夏玄器本来觉得自己的这种怪病 不好和明若邪说出口的 但是现在 他却是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是他自家师妹不是吗 在他面前丢脸 总好过 他总是被这莫名的欲望牵引 夏玄器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过来 明若邪对舔虎的一声 说了几句 这才朝着夏玄器走了过去 他在马车前面 抬头看她 师兄 有什么事情 等我家一集回来再说 冷静点啊 你要如此顾忌她 明若邪打亮了她一眼 夫妻之间有一份无形的契约 遵守 夫妻勤奋才能够长长久久 师兄 我很难跟你解释清楚的 先赶路啊 到了非若四 师兄也许听听诵经 能够平静一点 说完了这句话 明若邪就已经转身 回自己的马车那边了 竟然是一点都没有犹豫 夏玄器放下了车帘 心头有一些莫名 很是羡慕四空机 是她出现得晚了一些 如果是她在晋王之前 就遇到明若邪 她相信 自己也未必不能打动明若邪 可是既然已经晚了 她光明磊落 腾腾正正的人 也不会再去笑想什么 所以 她这段时间 忍不住 一定非她本能 想着想着 只能无声地哭笑起来 到了非若四 司空吉还没有回来 但是这非若四的僧人们 好像是知道有贵客要来 竟然都已经列队 在寺门外等着了 明若邪 本来不知道 他们就是在等着她 还以为正巧 是有什么贵客要来 结果他们的马车 到了寺前 为首的僧人 就已经快不过来 对着马车 双手和十 阿弥陀佛 来着可是晋王王妃 竟然还真的是来找他们的 司空吉还没有回来 若这些僧人们 等着他们 是太子那边的人安排的 那总会逮住这一点 追问司空吉的去向 明若邪 请扣了扣车臂 问着外面的子服 太子去镇灾 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有消息说 太子已经到了再去 但是办事不力 处处受足 当地的官员一直想方设法 蒙蔽太子的眼睛耳朵 太子到了那里 也只是听到 看到他们想让他听到 想让他看到的 如果太子不想办法 去查清真相 到时候回到宫里 只怕要出事 司空吉的人 查到了这些情况 当人不会那么好心地 去提醒太子 那就是说 太子在那边 其实也是忙不过来 是顾不上他们这边的 这些僧人 应该不是太子那边的人 至于皇后 要是能够把手伸得这么长 就不至于把他们 往这边派了 当初把韩赛成画给他 皇后和太子他们 没有那么反对 不就是因为他们这边 只知道情势恶劣 朝廷也管不了吗 所以才没有反对吗 不是皇后太子那边的人 那会不会是落指背后的人 王妃 怎么了 是不是不方便出面 这一段路 萧赵雪是一直在 明若邪的马车里 听到了外面僧人问话 明若邪还没有出声 就感觉 她似乎是不方便出面 明若邪看了看她 心中一动 萧姑娘以前来过飞若寺吗 我和哥哥从韩赛成 出来的时候经过过 进来吃了一顿斋饭 还挺好吃的 对这里的印象 就是斋饭挺好吃 那这里的僧人 是正经僧人吗 还有不正经的吗 在哪里啊 萧赵雪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满月都忍不住笑 明若邪笑着 摇了摇头 她现在 当真是觉得 哪怕下旋器 看中了萧赵雪 萧赵雪的这性子 也是不适合 嫁去下徒后宫的 太率真了 一入后宫 不是被毁掉了 这种率真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是活不过三级 宁若邪先开了车铃下马车 看了后面下旋器 看了后面下旋器的马车 见他们没有下来 也没有出声 放心 那些 住持迎了过来 果然是见王妃 王妃快救 飞若寺 老那和茨渊大师是故交 之前写信给茨渊大师求助 大师说 算算时间 您今天会到飞若寺 有什么事情 只管跟您说便是 住持方丈说着 拿出了一封信 递给了茗若邪 茗若邪接了过来 展开一看 果然是老和尚的笔迹 他倒是松了一口气 不是敌方的人就行 不过 跟老和尚熟悉的 可能只会给他添麻烦 茗若邪环视周围 没有看到一个乡客 来到这里的 只有他们一行人 飞若寺出了何事 请王妃入寺细说 好吧 反正他们也是要在这里 等司空级的 当然要进去 一行人 进了飞若寺 住持问了司空级 茗王不是与王妃 一起来的吗 子夫等人气息微谨 想着怎么解释 并交的晋王殿下 脱离队伍去了哪里 就听茗若邪一脸平静 很是自然地开口 哦 我家王爷吃坏肚子 赶不及到四里 再半路先行解决去了 等我再追上来 在后面的肖赵雪 差点喷笑出声 但是又觉得不能这么取笑 晋王晋王妃 又生生地逼住 那俏脸都给占红了 子夫等人 也是神情一言难尽 想他们王爷 俊美容颜文明天下 王妃却说那样 风姿无双的王爷 在路边拉肚子 这画面 联想起来 王爷那风姿无双 都要带点味道了 夏璇妃戴了一顶围帽 跟在了队伍后面 也是听到了明若邪的话 笑得眉眼都松了下来 晋王的形象啊 非若寺里也没有相克 进来之后 住持就让僧人们 把一行人先安置好 自己带着明若邪 到了一间茶室 萧赵雪紧紧地跟着明若邪 和满月 一左一右的 萧姑娘也回来了 哎 方丈还记得我呀 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没有 有没有见过非若寺 令兄两天前 也来了非若寺 只是讨了点干粮 灌了湖水 就匆匆离开了 好啊 他竟然真一个人赶回来了 压根就没有回去寻我 把自己妹妹丢了 他一路都没有发现 萧赵雪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满月也是震惊地看着他 他一路上还替萧赵雪担心着 萧赵雪跟着他们一起走 万一他哥哥回去 始终找不到他 那不是快疯了 谁知道 萧公子根本就没有回去找他 这是什么粗心大意的哥哥 幸好我没有这样的哥哥 韩赛城又由水匪进攻 城中大户 季老爷家的千金 和另外几位千金 都被掳走了 令兄可能是太过心急了 那些水匪这一次换了头目 还传了信来 让老娜带着八名弟子出海 若是不去 到时候 他们会把非若四给毁了 什么 季姐姐被掳了 怪不得 怪不得我哥哥把我忘了 季姐姐 是哥哥的心上人啊 萧赵雪身形一晃 再次震惊地 脸色都变了 宁若邪皱了皱眉 看着方丈 方丈想让我帮的 就是这件事 水匪要合上去干什么 这件事情 我们也和知府提过 知府让我们不要害怕 他们会派官兵 时不时来非若四 巡逻保护 可城里都出了 那么大的事了 官府里也是人手不足 打救那些女施主 才是重要事 我们这些出家人生死 倒是不怕 那方丈让我救非若四 都不怕生死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救 这非若四里 种有些奇花异草 老那是想请王妃 把这些奇花异草带走 另寻好地方栽种他们 好一只须弥蜀 请王妃带走 并善待它 明若邪 都有一点目瞪口呆 感情这位方丈 带着全寺的僧人 等在寺门外 不是为了救他们自己 而是要求他把寺里的花草 和一只老鼠给带走 他这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事情 第八百四十七集 住持方丈对明若邪深深的行李里 王妃 慈渊大师说您是一个善良大气慈悲的人 最重要的是 也是还有大本事 这些东西 要是交给了别人 人家也未必能够照顾得了 交给您 那是最合适不过 所以还请王妃收留他们 那个 方丈 你们这里 是有几株奇花异藏 现在天色已晚 看也看不清楚 不如王妃先休息 等会尝尝非若似的摘饭 明天一早 老那再带您去看看 王爷不是也还没有过来吗 想必王妃也还要花点心思 哄哄王爷 正好晚上有些时间 明若邪的嘴角一抽 方丈说话 怎么让他感觉有点颜色 难道是要他晚上牺牲自己 去哄好了四空节 让四空节答应 把东西给带回去啊 阿伯 人家是出家人 一定是我自己的思想太不正 误会人家方丈那时 等到方丈离开 让人去准备沾饭了 天虎走了过来 郡主 夏公子去查探非若似了 他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吗 夏公子觉得那些水匪 无缘无故要把这些和尚 带到他们的老窝去 很是奇怪 如果不是这些和尚 都有些奇怪的本身 那就是他们手里有什么东西 是那些水匪们想要的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这位方丈大师 刚才就是在忽悠我 满月在一旁猜测 那会不会那些奇花异藏和那只什么鼠 就是他们想要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等于是把危险往郡主的身上推了 天虎说着这话的时候 脸上还是带着一些笑意 笑眯眯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 他心里现在想的是 如果这飞若寺的和尚 当然是抱着这样的主意 又没有说明清楚 我就会找到那些花草一把火给烧了 到时候那些和尚要怎么去应付那些水匪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方丈给我看的那封信 的确是慈渊老和尚的笔剑 我倒是觉得 又是那个老和尚给我找的麻烦 这个时候 也正在往这边来的慈渊大师 一脸打了三四个喷嚏 大师 是不是觉得有些冷了 再点一个炉炭 不用不用 老那并不觉得冷 估计啊 是若嫌识主 骂着老那呢 慈渊大师手指轻轻地掐着 某里有一些笑意 虽然是说着明若邪可能正骂他呢 但是脸上 是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陪悟看他这个样子 总觉得 他竟然还有那么一点的乐呵呵的 难道是想着明若邪可能正在骂着他 反而还挺高兴啊 还有一件事情 对于陪悟来说 也算是一个想不通的事情 因为他们一直在赶路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信鸽飞来 可是那天 慈渊大师坐在马车里 就拿出了一小卷纸团 正展开看这上面写的内容 当时 慈渊大师跟他说这是菲若寺住址给他写的来信 可是 陪悟怎么都想不明白 那信是怎么送来的 而且之后慈渊大师也给了回信 更没有让他用信鸽 之后他问起来 要不要送信 慈渊大师告诉他 说信已经送出去了 他们是怎么送的信 大师之前是如何收到菲若寺的来信的 这个呀 菲若寺的住持 有只能送信的小家伙 那小家伙夜行百里 速度非常快 中途啊 只要休息一个时辰 再吃点东西 便又可再行百里 还有这样的东西 陪悟也震惊了 慈渊大师撵着符珠 目光有一点放远了 看起来就像是在怀念什么似的 而且啊 那小东西的嗅觉很是厉害 只要是闻过的味道 长久不忘 还极为的聪明机智 自己能寻到食物 中途也不会偷懒 很是厉害 是比小金还要机灵的小家伙 比小金还要机灵 那大师幸中 可问到了静王和王妃一行 算算日子 王妃他们也差不多到飞若寺了 真是铁了 老娜这一次 想要送若邪施主一份礼物呢 只怕若邪施主 不理解老娜的一片心意 反倒是正骂的起见 这个时候 明若邪 的确是 正在跟赶到了飞若寺的司空级 说着瓷云大师的坏话 我觉得老和尚就是很坏 当初小金身上有着那么一个大麻烦的时候 他也是要话不说 就把小金丢给了我 也没有说清楚 让我也被几批人给找上门袭击了 这一次飞若寺的东西 想必也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肯定非比寻常 而且也是不好收 不好养 不好中的 根本不跟我说清楚 直接就想着塞给我了 哼 你且看着吧 这些东西我如果真的收下来了 以后肯定也还会有麻烦的 夏玄契已经去查只飞若寺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什么奇花异藏 还有那只虚弥鼠 又有什么东西啊 司空级一边把之前出去 见上了一点污迹的外袍换了下来 一边笑着听他说着词员大师的坏话 其实估计有很多人想要小金的 如果词员大师愿意直接把小金给了他们 他们可能会欣喜若狂 甚至 之前词员大师没有想过 要把小金送人的时候 不也还有人 想要上护国寺去抢的吗 所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 词员大师是大方的把好的都给了明若邪 世俗之人爱他 世外高僧对他也是极为看重 司空级再次觉得 明若邪他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明若邪看着司空级在系腰带 索性就拖着腮看着他 欣赏他静腰竖起 只觉得很是养眼 哪怕他是穿着好好的衣服 也能够想象到 那腰的力量和手感 司空级系好了腰带 调整了一下 转过身来 就看到他正双眼发亮地看着自己 视线还落在腰上 而且那神情 明显的是有些想得远了去 他毛光一深 双手放在了腰带上 要不要把本王的腰带解开 好让你看仔细写 晚上吧 我还能摸个够 明若邪想也不想地回答 司空级舌尖顶了顶牙齿 顿时就有一点堵 他这好像是对到了自己 要是晚上熄了灯 真的凭他上手摸个够 最后惨的还是他 司空级不敢再试图解腰带 你赢了 其实晋王殿下 您要是现在也想要 宽衣解带 也是可以的 最多 我们凑个斋饭时间 明若邪调皮地笑了起来 对他抛了抛媚眼 故意地要逗他再说下去 他的火又蹭地冒上来了 司空级刚才来回跑一趟 真的是赶时间 连歇歇一下都没有 现在当真需要吃饭了 走吧 尝尝这非弱似的摘饭去 司空级过来 把他拉了起来出了门 外面候着的满月 赶紧带着他们去用斋饭的地方 萧姑娘看来 对这非弱似真的说 他刚刚跟奴婢指了路 他已经先过去了 说是非弱似里有几道素斋 是得靠抢的 特别好吃 但那都是非弱似里的僧人们 自己吃的 得跟他们抢过来 萧姑娘当真是喂了一口吃的 很是积极啊 挺好的 很有活力 他们到了斋堂的时候 萧赵雪果然已经守住了一桌素斋 而几个僧人 正无奈地在一旁看着他 施主 这几种是本司弟子们自己吃的 比较粗糙 给王爷王妃和各位施主们 已经备好了其他的 何必还要把这种素斋端上来呢 我不管 你们这几种就是可好吃 就要吃这几种 一定要让王爷王妃尝尝 希望王爷王妃不要怪罪 阿弥陀佛 不怪罪 我们尝尝吧 明若邪走了过来 萧赵雪 眼睛一亮 赶紧就请他们落座 第八百四十八集 萧赵雪指着桌上三种斋菜 给明若斜看 王妃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三道斋菜 都是他们这里每天定量的 吃完了就没有了 这三种斋菜 看起来没有什么颜色 不吸引人 闻着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味道 素白 淡灰 粗凉本来的颜色 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如果说要拿出来 当乡客们的斋菜 那的确 那的确 是太平凡 普通 不起眼了 也不知道 萧赵雪 是怎么知道 这几道斋菜很好吃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次和哥哥来的时候 去了他们的厨房了呀 听到他们在说 我和哥哥 就闹着尝了一下 结果发现 比给我们精心准备的那些斋菜 都要好吃 所以他们太过分了 好吃的 都自己藏了起来 铭肉斜坐下 拿起筷子尝了一下 没有想到 果然如萧赵雪所说的 这三道看着很普通的食物 味道竟然极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味道 都锁在食物里面了 闻着没有太大的味道 但是一咀嚼开了 香味 就在嘴里爆了出来 而且口感很是Q弹 颇有嚼劲 越嚼越香的那种 司空吉也跟着尝了尝 另外一道 也是吃到嘴里才觉得 那种恰到好处的清甜 难以形容 还有第三道 则是带着一种古物的清香 也是口感很好 这三种 还都是饱腹感很强的 简直可以代替主食 可是他们 实在是看不出来 到底 是用什么做的 那几个和尚 看到他们都吃了 甚至还有两个年纪小的 有些控制不住的 流露出了可惜的目光 好像 他们就没有的吃了 今天吃不到这些东西 就没有了似的 明若替坏心眼似的 看着他们吃 倒是司空吉 吃得慢条斯理 边吃边想着什么 他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会不会才是那些水匪 想要的东西 韩赛城这边 地少 近海 粮食总是不太够 粮食的产量 也不是很好 水匪 肯定也是需要吃饭的 所以 他们每一次进城 要抢毒时 都会抢粮食 可是城里 也是把粮食 把守为重中之重 要抢粮 是最难的 那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 可以代替米面呢 如果这种东西 还口感好 香气浓 还顶饿呢 他正想着这些 几个侍卫进来 把那些僧人 客气地请出去 然后 下旋气跳冲而进 看了他们一眼 走过来 坐到了他们的对面 这飞若寺里 有一个小花园 那里把守的还挺严的 而且 布了一个阵法 就在下旋气 要拿起筷子 伸向明若鞋面前的 那一盘摘菜时 司空急 端起了另一盘 精美的摘菜 递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 又把那三盘特别的 都放到了自己 和明若鞋的面前 师兄尝尝这个 这几盘我和若若 已经尝过了 不适合师兄 萧赵雪坐在了一旁 张了张嘴巴 看了看下旋气 又看了看司空急 很是聪明地没有说话 下旋气的目光 又落在了那三盘 看着确实平常的摘菜上 挑了挑眉 晋王什么时候知道 我的口味了 猜猜 司空急面不改色 哪怕萧赵雪在心里骂他 就是想毒食不给下旋气 吃好吃的 他也不会有半点心虚的 如果说 真的 有代替米面的粮食 又是他们没有发现的 那这个 自然不会给下徒 女恶邪 喊下徒陛下 一生失凶 但是他确实 是得站在大真这一边的 如果有这样的新粮食出现 当然 是大真一个极大的 倚仗和宝贝 不会给下徒分一杯羹 下旋气也非一般人 只要是让他长一长 他应该也会想到 国家设计的层面上的 宁若喜起初还不知道 等司空急 把那些东西 都扒拉到他们面前之后 才反应过来 司空急这种人 果然是脑子里 弯弯绕绕 比别人多 不过 他当然 也不会拆他们的台 下旋气倒是没有勉强 与司空急的 弯弯绕绕比起来 他更像是光明磊落 这一晚 他们 便歇在了飞若寺 明若喜知道飞若寺里 有一个守得 很严格的小花园之后 就暂时没有理会这事了 反正 住持风丈说了 明天 再带他去看 第二天起来 又吃了一顿 虽是素的 但是味道 却还很不错的饭菜 吃完饭 住持就来找他们了 看到了司空急 住持行了礼之后 还给了明若喜 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明若喜还诡异地 看明白了他这眼神的意思 住持 这是在询问他昨天晚上 有没有把司空急给哄好 让他答应收留那些东西 这个住持 也真是古古怪怪的 虽然 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 而且看着还挺和珊的样子 但就是有点太过机灵了 看着 也大概是有六十来岁了 他显得很机灵 明若喜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说方丈 你不要一副我已经答应 把东西都带走了的神情 我不去看了 不管你们种的是什么奇花异藏 还有 老鼠我也不想养 没有没有 老娜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此事当然还是以王爷 王妃自愿为主 老娜和菲若斯种弟子们 也不敢强迫二位施主 不过 这王妃 那不是老鼠 那是虚弥蜀 虚弥蜀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看见过 老鼠的品种也有不少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应该就是老鼠吧 不是的 虚弥蜀不是一般的老鼠 现在老娜就带二位去看看吧 看了就知道了 明若喜和司空吉 其实本来 也是决定要去看看的 什么样的奇花异草 什么样的老鼠 会让这些和尚 觉得比他们的安危都重要 水匪都要找上门来了 他们不怕自己有什么事 反倒是 一直担心那些东西 夏玄器又戴上了围帽 也是跟上了他们 一出去 住持就看到了正准备 往殿顶上跑的小金 他惊了一下 赶紧叫了起来 嘿 那只猫 快下来 大殿的屋顶 怎么能往上跑呢 对佛祖不敬 下来下来 回答他的 是小金懒洋洋的一声叫 住持有一些跳脚 快步跑了过去 两只头看着屋顶的小金 你这只金松猫 怎么一直都这么不听话 快下来 住持说的这一句话 倒是让他们都听得出来 他以前就是见过小金的 而且看来还颇熟悉 现在他们都不怀疑这住持 与祠元大师是旧事了 小金探头 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 又是喵的一声 而后 又有一团黑色的影子 也飞快地窜了上去 赫然 正是小黑 住持 愣了一下 跳脚了 怎么有只黑猫 哪里来的 小金你说 是不是你从哪里勾搭来的 你们快下来 下来 本来 是懒洋洋的 只是看着他跳脚 并不怎么理会的小金 听到了他的这一句话 却是一下子 就炸毛了 顿时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那胖乎乎的一整团的身子 直接就压到了住持的肩背上 咚的一声 哎哟 我的老妖 住持惨叫一声 但是出手却是很快 立即就反手去抓他 小金疏地跳了下来 转身飞奔 然后几步登上了墙 跳上窗台再一蹿 又再次冲到了屋顶上 司空吉和敏若邪 他们事不关己的 看着 这一出闹腾 也没有帮着住持 把小金和小黑叫下来 他们刚才在住持出手 要抓小金时 就看出来了 这住持是有武功的 而且秀位还不低 他要是想要跃上屋顶 只怕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 他刚才没有出手之前 竟然连司空吉和下旋器 都没有看出来他的内力 说明 住持深藏不漏 明若邪和司空吉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 突然就重新判断着住持他们 不惧那些水匪 会不会 根本 就不是因为把生死支支度外 而是因为 他们有实力在身 一高人胆大 小黑和小金 突然好像同时发现了什么 两只猫 都疏地朝着后面一个方向 扭头望去 然后竟然 也是同时看向了对方 似乎 像是在交换了眼色一般 然后就同时朝着那个方向 猛地飞射而去 速度快地惊人 坏事了 拦住那两只猫 快拦住他们 住持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猛地拍了拍大腿 把腿就往那边也飞奔而去 住持一边提着僧依下摆 朝着那边追去 一边大声地叫着前面的僧人们 第八百四十九集 前面的僧人听到住持的叫声 纷纷看过来 但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哪里还来得及去拦那两只猫 这两只猫早就已经从他们眼前蹿过去了 但是司空集却在这个过程中看出来 这些僧人们都有些武功在身 非若是如此重视习武吗 看来都是武僧了 他牵着明若邪的手 也和他一起跟着往那边追去 看得出来 小金小黑去的方向 可能正是住持刚刚要带他们去的方向 果然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隔着一排半人高的栅栏 里面的一小片花花草草 这里面已经是一片鸡飞狗跳 哦不 猫飞鼠跳 他们都看到 小金和小黑 正在合力地对一只赤金色的东西 围追堵截 战况激烈 那只赤金色的东西看着长得 有点像是松鼠 一样是有一条蓬松的尾巴 但是 与松鼠有一些不同的是 它的尾巴更长一点 在它飞腾跳跃中 那根尾巴往身上一甩时 完全就把身体给挡住了 但是从它的动作和速度中 可以看得出来 那根尾巴 可能全是软乎乎的 又极轻的绒毛 并没有给它增加太多的重量 不影响它的速度 这只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本来小金的速度 就已经极快 小黑也并不差 现在它们二猫追鼠 而且还时不时地前后或者是左右包抄 竟然还是没能追上那只鼠 可是在这三只小东西的 追赶跑跳碰的过程中 这一座院子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啊 那就遭殃了 一株两株的 被它们直接给踩得稀巴烂 小金挤爪子 朝着那只鼠回去 被它避开 但是这几爪子 却是把阵营着微风 轻摇的几朵粉白色的花 直接给抓扯了下来 小黑更是横冲直撞 一声一声踩着那些花花草草 凶狠地追着那只鼠 场面就是很乱 猫鼠大战 蛛池都快吐血了 挥着拳头就朝着它们冲去 老那样顿了你们 旁边的小僧人 赶紧就过去拉住它 师父 师父 暂时出家人 慈悲为怀 记得要慈悲为怀啊 放开 老那一定要顿了它们 哎哟 老那的万月红啊 老那的北望蓝啊 好不容易养活的秋苍葵 都给我踩坏了 还跑赶儿 住持形弱癫狂 拼命地叫朝那边冲去 它每叫一样 鸣若邪它们的目光 就跟着落在了被那二猫一鼠 给踩得稀巴烂的花草上 那只什么虚米鼠速度太快了 小金小黑要为追堵截 根本就不可能避开那些花花草草 而且小黑看起来 行为更加黑暗一些 但还会去抓挠那些花花草草 在虚米鼠要冲过去的时候 会拽扯那些花草搞破坏 似乎是这样就能够绊住那只虚米鼠 在它们都还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这么一会儿功夫 这个小花园已经是被它们弄得 都乱七八糟了 小金小黑 你们住手 鸣若邪自诩自己以前 反应不是这么差的人 刚刚实在是看呆了眼 现在才想起来 想要喝止那两只猫 小金听到了她的一声喝止声 一个急杀 本来是要去撞虚米鼠的 这么一个急杀 两只爪子 直直地蹭过了一道土地 又把上面种着的几株柔弱的小姜草 给霍霍掉了 她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在看到明若邪的目光时 似乎是有点心虚地缩了缩脖子 小黑 还是要比她更野性难逊一些 现在还没有停 而且还在小金的身上 踩了一下 借力飞跃跳了出去 那只须米鼠扑向了一层 开着深紫色小花的草 后腿在那花上一踩 柱池方丈这个时候 更是凄厉了 我的子猪猪 在她的叫声中 那一层深紫色的小花 都已经被须米鼠给采成了泥 她的爪子 在那深紫色的花江上一按 印了满爪子的紫色 就朝着小黑的眼睛拍去 那是不是有毒弹 四空级看到这老鼠的进攻 也觉得有一些震惊 这都像是高手过招了 有谋有略的 还知道 利用这些东西来对付敌人 这只须米鼠看来真的不是一般的老鼠 小黑似乎很是愤怒 在地上又是猛的一刨 那爪子完全刨开了上面的另一层花草 将土朝着须米鼠泼去 小黑 小黑这一次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只须米鼠 胆子直接养肥了 竟然对明热邪的叫声 慌若未闻 四空级皱了皱眉 只觉得有一些不对劲 小黑 这根本就是杀红了眼的样子 他现在 有点像是我在宫里刚刚遇见他的时候 我这佛祖啊 住持眼见着也没有救了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毫了起来 双手使劲地垂着地面 骂呀骂呀 还骂起慈渊大师来了 自愿你个老魂求人 你救的这只什么破毛啊 明热邪摸了摸鼻子 好吧 反正现在不是骂他 霸小金的前主子也没有什么毛病嘛 小黑是你弄回来的 你算是他的主子 明热邪凑近了四空级 小小声地跟他说了这么一句 哦 四空级反应了过来之后 就有些哭笑不得 小金是慈渊大师的锅 小黑是他的锅 明热邪 这是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不过 这是他自家王妃 打不得骂不得 责备一句都舍不得 还能怎么办 当然啊 只能是替他背黑锅了 住持 果然就在明热邪 甩完了锅的那一刻 就扭过头来 红着眼睛瞪着他们 那只黑猫 你们为什么要把那只黑猫带来 那是 本王养的 本王回头教训他 教训就完了 老那要顿了他 好的 该他承担的 本王保证没有异解 哎 住持您看看 本王家的那只小黑 被你家的老鼠打了 摔得这么惨 那紫色的花泥有毒的吧 住持你看看 你家的老鼠 把紫花泥都印在了小黑身上了 它会不会中毒啊 你家这老鼠的责任 它也应该要扛的吧 听了司空吉的话 住持差点就吐血 明若鞋这个时候 也在旁边点了点头 哦 我觉得那只小老鼠 也要断了吧 这个时候 小黑叫了一声 听着 还颇为凄厉 众人都看了过去 就看到小黑在地上乱滚着 看着像是很痛苦的样子 而那只须鸣鼠 已经窜上了一边的树上 尾巴都垂落了下来 它这尾巴一垂落 所有的细绒毛 都收起了 服服贴贴地贴了下来 那本来看着挺大的尾巴 竟然变得很小了 还 皮光滑亮的 这个样子 倒是比较像老鼠 看来 柱池这只老鼠 也是挺厉害的 虽说是我们家的猫 先过来赌的它 但是 在没有查清楚 它们之间 有没有丝绸之前 倒也不好 先下个定论吧 司空吉看着柱池 柱池则是看着 那一地狼藉 欲哭无泪 旁边的小僧 目瞪口呆地 看着司空吉 金王这是在说什么啊 猫鼠之前还有丝绸 这能有什么丝绸啊 鸣若鞋已经快过进去 走向了小黑 小金这会儿冷静下来了 知道 可能是做错事了 都不敢往他的身边凑 但他还是一直盯着 树上那只虚敏鼠 眼神不善 随时做好准备 要冲上去的样子 虚敏鼠躲在枝叶后 半眼半现 看着明若鞋 明若鞋将小黑拎了起来 背过身 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 给他扎了一针 然后就把小黑 朝着星坠那边丢了过去 这么脏兮兮的小黑 还是不要都给满月了 姑娘家家就应该清清爽爽的 星坠就不要紧了 星坠赶紧把小黑给接住了 跑过去叫陶大夫给看看 明若鞋看着这满园的花草 看到了两三株 他要裤的药材 基地里有的药材 还有一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但是他在走过的时候 都不动声色地收了一些 残段根残花 进了药库 交给阿璐去研究 就一个园子来说 种的这些花草不算多 但是如果这些花草 就是住址想让他带走的 那就比他预计的多太多了 第八百五十集 明若鞋看着园中的花草 转身问住持 住持啊 你是想让我把这园子的花草 都带走 本来是有的 但是现在却回了 就不用了 本来还想着让王妃 把那只虚秘鼠带走 可是现在看来 王妃身边的那两只猫 只怕是容不下的 明若鞋看了看 树上的那一只老鼠 哦不 虚秘鼠 不管怎么说 反正是鼠类的 他其实也不知道 为什么小黑和小金 会对他围追堵截 难道真的是跟以前有丝仇吗 但是小金和小黑 又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来的 就是有丝仇 也不可能 那么巧的这两只猫 都跟这只虚秘鼠有丝仇吧 还是说 他们天生不对付 一般的不对付 这两只猫也不可能 他喊都喊不住 小黑更是跟疯狂了似的 要去攻击虚秘鼠 这事有点古怪 小金好像是听懂了他们的话 又冲着树上的虚秘鼠叫了一声 听起来就像是在警告一样 小黑这会儿已经平心了下来 也不会疯狂地转来转去了 虽然还虚弱着 还是忍不住 也跟着小金 一起朝着那树上叫了一声 喂 你就省点劲吧 行者也轻拍了他一下 只觉得小黑还眼透凶光 一开始小黑被带回去的时候 确实是很凶残 但是后来已经好了很多啊 哪怕是现在都已经温顺多了 没有想到现在遇到了这么一只鼠 又成了这样子的木肉凶光 到底是什么丑啊 明若邪看着这两只猫的样子 要是把那只虚弥鼠带在身边的话 到时他只怕是不得安宁了 估计每天都会打起来吧 王妃 天虎悄悄地跟他示意了一下 看了那只虚弥鼠 怎么了这是啊 明若邪能够明白过来天虎的意思 是让他收下那只虚弥鼠 看来这只虚弥鼠的来历 应是不凡 住持为什么不能把他带在身边啊 如果是因为水匪的话 也许他们未必还能够来找你们的麻烦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去韩赛城的 如果可以 会解决掉水匪的问题 哪怕不能够全部解决 我也可以答应住持 先帮你们解决来找你麻烦的那一片 他虽然看明白了天虎的意思 可也想问明白住持 为什么要让他把这只虚弥鼠带走 明若邪本来是不太会管别人的事情的 可这只住持看起来 真的是词员大师的老熟人 毕竟连小金都这么熟的 应该还是关系很好的老熟人了 明若邪也不会看着他真的出什么意外 听到他这么说 扶着住持的小僧人 就露出了十分惊喜的神情来 住持 您听到了吗 我们应该没事了 司空急下意识地看了他们一眼 别人若是听到明若邪这么说 可能都会露出怀疑 和很是鄙气的神情来 并教王爷要解决水匪 这确定不是在搞笑吗 这会儿大真 还谁都不相信他的实力 只觉得他可能是若柳扶风三步一挡 要是对上水匪 说不定人家从船上跳下来时 就下晕倒了 可是这个小僧人一听到明若邪说这么一句话 竟然瞬间就是欢喜 立即就相信了他能够解决 不只是他 就连住持的神情都是跟着松了下来 说明他也是相信了的 住持看了看司空急 又看了看明若邪 是真的 不用太勉强 你们这一趟到哈赛城 也不可能待那么长的时间吧 如果是端端的日子 那又怎么可能把那些水匪都给解决了 你们到时候只管按你们的计划 先处理要处理的 这些来找我们的 就让他们来 反正我也想去会会他们 司空急和明若邪对视了一眼 听住持这话 还是主动想去跟那些水匪接触的 会会他们 他们有什么可会的 不瞒二位 十年前老娜还不是在这里的 那个时候我和慈元经常会见面 喝茶 手谈几句 后来我种的花草 还有虚秘鼠的血 被人偷去了 对方拿这些东西来制毒 住持一边走 一边示意明若邪他们 跟他走向另一处 找一个清静的谈话之处 虚秘鼠和这些花草 能够制出几种毒 其中一种 能够驯服改造动物 但它们可能是在摸索的阶段 一开始死了不少动物 就是被它们抓去研究的 当老娜找上门去的时候 那些人却正好因为 未知的原因换了地盘 我听说 其中有几个人 在去了寒塞城时 被水匪抓了 现在我怀疑 被抓走的那几个人 已经策反了 抓走它们的水匪 又想要搞七搞八了 反正想弄这些东西来害人害兽的 老那是绝对不会饶过他们 明若邪听着住持 时不时地夹杂着一些很接地气的词 只觉得忍俊不禁 住持肯定本来不是很端庄的性子 只不过是在装 又因为被刺激了这么一回之后 装不下去了 现在快要原形避露了 明若邪看着被星坠抱着的小黑 突然心中一动 他凑近司空极 你说小黑该不会就是被用上这些药 才弄成之前在宫里那样的吧 当时还有一个黑袍人 一直在寻找着小黑的下落 还要把他找回去的 如果说小黑就是用这些花草和虚明鼠的血弄成那样的 他也许可能闻出来虚明鼠的味道 因为受了很多苦和痛 所以就把有的那些药的味道的虚明鼠 都当成了仇敌 非要扑杀他不可 司空极点了点头 我觉得你的这个参策很有可能 但是小金呢 他又为什么 明若邪自己没有想明白 小金又是为什么仇视虚明鼠 司空极眸光闪了闪 却是一下子就想中了其中的关键 小金从哪里来的 失落圣坛 虚明鼠明显不是世上普通的鼠类 所以你觉得 它会不会也是从失落圣坛而来 而在失落圣坛 他们金松鼠和虚明鼠之间 可能早就已经是天敌 好像很有道理啊 包括这些奇花异草 也很有可能是那边带出来的 世间少见的 说得对 这样就说得通了 他们两人在敲声说话 住持说了好一通 抬毛看到他们竟然在摇耳朵 顿时就忍不住了 王爷王妃 不能仗着身份高贵 就不听别人说话 听着呢听着呢 住持不是说 怀疑那些人现在也成了水匪了 而且就是他们把你的消息 透露给水匪 让他们来把你抓走的骂 他们都是可以一心二用的呀 虽然说着悄悄话 但还是听到了住持的话 随老娜要深入虎穴 住持挥了挥拳头 一副壮志不言愁的气势 看起来还挺少年热血 明若邪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住持以前跟慈愿大师 是什么关系啊 老娜的师父 跟他师父是师兄弟 啊 还有这层关系啊 慈愿老和尚 竟然还有师父 明若邪忍不住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住持一听 就想翻白眼 他就没有年少年轻的时候吗 有师父有什么奇怪的 他以前还有爹娘呢 明若邪也觉得 自己好像是说了一句废话 只不过 这两个人的性格看似不同 没有想到 竟然也能够处得那么好 现在明若邪猜测 当年慈愿大师去游历 救下金松猫的那一次 很有可能 就是和这住持一起的 果然 他这么一问 住持就点了点头 没错 他救下那只金松猫的时候 老那正好是去找个山洞 想铺上干草睡个好觉的 错过了那只金松猫 要不然 那只金松猫就该是我的了 他当时就觉得 养着金松猫 要比养着老鼠看起来 更有气势一些 可惜救下金松猫的人 是瓷银 而且那只猫 也非要跟着瓷银 就是不跟他 听到住持要去货会水匪 四孔吉 试图劝说 那现在住持是打定主意 要去查探那些水匪了 当然了 他们找上门来了 那些人查到老那的消息 还是老那故意放出去的 不去不是白费功夫了 这就让他们意外了 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住持自己 放出去的消息 他这是打定了主意 要亲自找上门去了 看来 也是劝不住的 宁若鞋和司空吉 也不是那种 非得劝着别人 做不做什么事的 那住持带着虚秘鼠 去不就行了 这只小东西 做得很快 送信特别合适 但是他就是聚水 不会游泳 我要到水匪那边去 哪能带着他呀 而且老那算过了 跟他的缘分 已经快要终结 以后得各有去处 才能大家都好 唉 这个时候 那只虚秘鼠 从树上蹿过来 落在了他们面前的石桌上 看了看司空吉 又看了看明若鞋 看到明若鞋的时候 他缩了缩身子 退了退 住持注意到了 他的这个动作 就有一些亚人了 唉 他这是有点怕你 可能我的身上 有些小金的气味了 原来如此 那只坚松猫 倒是黏你 住持伸手 点了点虚迷鼠 可是 这只小东西 应该怎么办 速度很快 送信最佳 明若鞋突然 看见了夏玄器 夏玄器一直就 跟在他们身边 当背景板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不行 明若鞋的意思是 如果住持 非要送走 虚迷鼠的话 那么是不是 可以送给夏玄器 反正他的身边 也没有小金和小黑 可是 他还没有说出话来 住持 就已经明明白白地 说他不行了 那 还能有什么办法 夏玄器的脸色都黑了 无缘无故就说他不行 他站在这里 都是一动不动的了 还招惹了这和尚 为什么 你一身正气看起来 应该是立场很强 这股气势 虚迷鼠不喜欢的 不会跟着你 夏玄器简直就无言以对 虽然他并没有打算 要养着这么一只鼠类 可是什么时候 一身正气 也成了被嫌弃的理由了 反正他不行 住持又强调了一句 总之 王妃要帮老娜找一个 合适的人养着须弥鼠 嗯 紫园老和尚啊 明若携想都不想的 就给出了一个选择 住持立即摇头 王妃的身上 倒有了金松猫的气味 紫园养了金松猫那么久 那当然也是会有的 司空急凑到了明若携的耳边 低声说了一人 岳父大人 宁若携眼睛一亮 是啊 他家父王养的这只虚民鼠最好 因为他不是速度快 送信很快吗 那养着他 必要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送信了 我父王可以养他 莲王 莲王应该可以 住持果然是熟知他的身份的 一听到他提起了父王 就点头 师妹没有听出来 住持方丈这事在说 莲王爷就不是一身正气了 夏玄器忍不住想挑一句 谁让刚刚住持说他不行的 则料明若携自己开口 说了莲王 我父王本来就没有一身正气啊 莲王看外表就是妖艳的 俊美如莲 而且形势也并不是很正派 更加不古板 所以说他不是一身正气 这也没有说错 他又不会因为这样的话生气 夏玄器辅 住持越想越是可以 可以可以 现在只有那些水匪之道 虚名鼠在我手里 要是悄悄把他送到兰国去 他们就找不着了 那要怎么送去啊 我可以让小弟子跑一趟 反正我要离开菲若寺 也不好带着他 让他去兰国 请莲王顺便收留一下 或是将他送到护国寺去 在那边祭祢修行就是 等我这边办完事了 再叫他回来 那个小僧人低目 看着没有什么意见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明若喜也趁机 写了一封很厚很厚的信 让小僧人带着去兰国了 兰国 兰弟正有些头疼的 看着凌玉公主撒泼 反正我不管 非要我嫁去南姨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凌玉公主没有想到 一向宠爱她的兰弟 竟然要让她嫁到南姨去 这几天她也是脑翻天了 兰弟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凌玉就这么排斥呢 挫折王子 你也是见过的 年纪跟你相仿 而且长得也很不错 现在还是王子 你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嫁过去 她到底是有哪一点不好 我明明就有心上人了 凌玉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凌玉公主 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想说有什么心上人 当真是把兰弟 气得太阳穴直跳 这个女儿 一定是来气她的 现在 她想要啃下 古仪那块肥肉 而且 古仪王那边 正好是派了使者过来 再次提起 要给古仪王子挫折联姻一事 这可是最好的机会 让凌玉 嫁到古仪去 先把古仪的情况 完全打探清楚 到时候 再多给她传递消息 他们妇女 算是来个理应万和 也许 就能够顺利地 把古仪给拿下来了 谁知道 凌玉公主享受着 皇家公主的尊容 与她的宠爱 这么多年 现在是一点想要帮她 分担国家责任的心思 都没有 当真是气死她了 夏图现在已经开始在强大 本来 以前国力就跟兰国差不多 再加上 如今新皇下旋器 登基之后大刀阔斧 重兵重民 整个夏图一下子 就感觉到了欣欣向荣 要强大的迹象 蓝帝 感觉到了威胁 还有古仪 因为矿产丰富 黄金多到不行 整个古仪透出了一股 豪横的感觉 更引起了不少 穷弱小国去攀附 这暗地里 还不知道 有哪些小国正在崛起 蓝帝最近 总是忧心忡忡忡的 有一种紧迫不安感 他之前费了太子 但是能够接得起 这蓝国江山皇位的人选 又总让他觉得不尽人意 万一他哪天出什么事 宫里一乱 皇子们争斗 蓝国会不会就此 被他们败了下来 他绝对不想看到 蓝国有朝一日 变成大真那样的弱果 可惜 林狱根本就不能明白 他的忧虑和苦心 蓝帝气得脸色铁青 你想说的心上人是谁 你有本事就告诉朕 来说说 林狱公主想起了之前 自己派人去大真京城 大探到的情况 收到的回信 就觉得 心如刀割 他不该放弃四空极的 母后还说 只要晋王离开蓝国的时间长了 他就会 把他给忘记的 我会一直想着他 因为人心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血缘 没有什么感情 可以兼无不催 不可能那么长久 可是他不信 在四空极离开了蓝国之后 他一直都在想他 现在无论看哪个人 都没有他长得好 看着 都像是将就 父皇 您之前不是一直说 吉哥哥他的身体不好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吗 还说 就算是他回到大真 也不过就是一个废物王爷 回去之后不是自己病死 也很有可能 会被大真的太子皇子等人害死 我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难道不是吗 父皇 你真的是一直待在宫里 都不去了解一下大真现在是什么情况 无极哥哥回到大真才那么一点时间 现在已经被大真皇帝位已重任了 他都是太不思卿了 而且还给封了城 他立了宫 现在还被派去边境的一座城办大事 林玉公主派去打探消息的人 也不是鼎厉害的 打听到的消息 不是百分百准确 并没有听清楚 到底是谁封了城 也不明白司空级为什么要去边境 只知道现在大真经成 晋王府已经被皇上赏过几次了 虽然晋王妃也是比例一数 但是在这个探子的眼里 不过就是女大夫的本事 身为一个王妃 还要抛头露面 给得了什么怪病 大着肚子的穷乎百姓治病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身份上的调格 所以晋王府得来得少 他也没有细问是怎么回事 大部分都给算到了司空级的头上 就觉得大真的皇上 已经非常信任司空级了 这有可能是要重用他的意思 第八百五十二集 林玉很确定这一点 世人之前都被司空级骗了 他不是空有皮囊好看的 并弱王爷 他是真的很厉害 很聪明 又厉害又长得那么好看 让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忘记 就放下了 他从小说想要嫁给他的 父皇你想想 要是无极哥哥的身体还那么弱 大真的皇帝又怎么可能会让他做官 怎么会把他派到边城去 他一定是好了呀 而且 他一定是展现出他精人的聪明才智来了 你听谁说的 那些不是明若邪挣来的吗 林玉公主听到南帝这么说 就有些受不了了 但是绝对不会相信 明若邪是个比他厉害的人的 明若邪得到的最好的就是无极哥哥 一定是因为有无极哥哥在背后帮着他 他会让人以为明若邪很厉害 无极哥哥想要掩藏住自己的本事 就把功劳都推给明若邪了 别人都以为是明若邪厉害 其实那些都是无极哥哥在背后帮忙的 一定是这样 这么厉害又这样俊美无双的无极哥哥 他怎么就能够让给明若邪呢 明若邪他只会勾着无极哥哥的心 他就是个妖精 他还能干什么 胡闹 你给朕把这心思放下 好好地嫁到古义去 上次错卓来的时候 你也看到过他了 错卓年纪跟你也合适 而且他长得也很均 配你是没有半点不好的 你要知道 你去了古义 以后就是古义王后 这么多的金山都有你的一半 你会成为最富有的王后 这样有什么不好的 我不喜欢那个错卓 错卓当时来皇城的时候 不也是想娶明若邪的吗 明若邪都不要他 凭什么让我捡他不要的男人 那他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林玉打死都不想嫁给错卓 他也不否认 错卓也长得不错 但是跟司空级比起来 那还是一点都不能比的 事实上 不仅仅是兰国这边 收到了古义王的求亲信 就是大真和下途那边 也是一样收到了同样的求亲信 错卓自从上次到了兰国之后 就不愿意随便挑王子妃了 回去之后虽然被逼急了 也会听从安排 跟一些贵女小姐们见见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姑娘 在她嘴里 都能够挑出不合适来 总之 就是没有一个合适 古义王和王后觉得头疼 心一狠 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给各国 各族落 都送去求亲信 看看谁会答应 然后看看 要送来古义成亲的是什么人 到时候 再把画像给错拙选 那些身份都不一样 她还敢再挑出什么毛病啦 大真皇帝司空县 接到了这求亲的信 一时间也有一些纠结 不过 她当真是真的心动了 只可惜 皇室身边并没有什么合适的人 能够给她商讨这件事情 越遇到大事的时候 皇上就越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没有毕榜的孤家寡人 现在她都不知道 要去找谁商量才行 皇上也只能是喊了胡公公一声 胡公公 你说 这那些个闺女们 有没有合适 嫁到古义的 古义那个错拙王子 今年好像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了 这个皇上 老农也没有见过 错拙王子 胡公公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胡公公心里转了好几道玩 虽然觉得皇上有一些可怜 竟然跟她一个内侍说起了这些 有心想跟皇上聊聊的 可是话到了嘴边 还是杀住了 她 只是一个内侍 不管哪个公主适合 都不应该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在这宫里讨生活 她就是时刻记得 或从口出 才能够活到了这把年纪 万一 她要是提到了任何一个公主的名字 以后被这公主听到了 人家愿意嫁得还好 若是不愿意的 那 还不得怨恨上她 虽然她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可是年纪也大了 如今也不敢跟一个公主来比什么 奴才小扣子 来给皇上按摩 店门口传来了一道 还有些小孩子气的声音 这些日子 皇上也已经很是依赖小扣子 给她按摩 一开始就是按头 后来觉得背按一下也会舒服些 又让小扣子再给按按背 这一习惯了 哪一天要是没按 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皇上一听到小扣子的声音 都是下意识地精神一震 进来 是 小扣子进来了 提着她的小木箱 这个小木箱还是皇上赐的 因为小扣子自己挺能琢磨的 还搞了一些小工具出来 像是用了小布锤改良过的 敲打鸡肉的小锤子 还有打磨好的圆滚滚木珠子 可以在背上揉一揉 皇上觉得她人虽小 但是很用心 而且还挺聪明 挺机灵的 便让宫里的机造坊给她打造了这么一个 专门的小木箱 用的还是花梨木 上面还刻上了小扣子的名字 打了御刺儿子 小扣子背着这么一个御刺的小木箱 在宫里走的时候可威风多了 迎来过往的其他宫女太监侍卫们 都会主动地跟她打声招呼 小扣子公公要去皇上哪里啊 小扣子这个时候 就会扬起笑脸笑得很可爱 萌萌哒地点头 啊 阿九曾见过几次 后来说小扣子要是过了年都十三了 已经是一个小少年 再这么卖萌就有点可耻 不过小扣子觉得无所谓 在她的婴儿肥没有退去之前 她偶尔装得萌萌哒 还是很可以的 宫里不少人吃这一套呢 那些宫女姐姐嬷嬷们 最近都对她好多了 还时不时地有人偷偷地给她带吃的 现在小扣子背着这箱子过来 皇上一看到她 就有了一种心理上的舒适 她下意识地就问小扣子 之前太后唤你过去 也是让你给按摩 回皇上 是 奴才帮太后按摩了半个时辰 又跟太后讲了几个宫外的小笑话才出来的 昨天说是太后把小扣子也给喊去了 而且小扣子在那边待了足有一个时辰才出来的 现在小扣子在天星殿也算是自由 一人没敢给她安排别的活 万一伤了她的手怎么办 哦对了 太后赏了奴才一袋子小碎盐 小扣子收到这里 忙不迭地掏怀里 要把那一袋小碎盐掏出来 给皇上看看 皇上一看到她这举动 就忍不住笑了 摆了摆手 不用给朕看 太后赏你的 你就收着吧 是 谢皇上 小扣子 这才欢天喜地地把小荷包又撒了回去 司空县虽然穷得很 但是也不至于苛扣小太监 从太后那里收到的几个赏盐 小扣子 你觉得朕的那几个公主 哪个适合远嫁出去啊 皇上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胡公公也吓了一跳 皇上怎么会连这种事都问了小扣子呢 小扣子知道个什么呀 说不定小扣子连古衣都不知道 小扣子果然是很茫然的样子 啊 什么 皇上还不死心 又跟他解释了一句 就是嫁去一个很富庶的地方 去那边当王子妃 是不是挺好的 大臣这么穷 让他不得不一直那么抠 要是他的女儿成了故疑的王子妃 那以后 是不是可以多分一点金子来大臣 这么一来 大臣说不定就能富有了 皇上越想越是觉得很不错 挺好的 就在这时 小扣子很是茫然的反问了一句 皇上 这么好的话 那蓝国那边 会不会也有公主嫁去啊 胡公公很想要呵斥一句 这说的是什么话 蓝国 也不是你一个大臣的小太监 能够评论的 但是 皇上听了小扣子的话 却是一正 紧接着 心头跳了跳 没错呀 古疑这么一块大肥肉 难道蓝国就不想啃吗 哼 严格算起来 古疑还是在蓝国的国界上 虽说蓝国是大国强国 可是有这么一块大肥肉 蓝国 也不想放弃的吧 如果蓝帝 也想把女儿给嫁过去 那他 岂不是等于跟蓝帝争 现在跟蓝帝争 他是万万不敢的 皇上一下子 就觉得发热的脑子 冷静了下来 他 得好好地想一想 得好好地打探清楚再说 免得到时候 真的要去跟蓝帝争女婿 那蓝帝 不得大发雷霆啊 朕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来给朕安安吧 是 小寇子 赶紧就跑了过来 很是熟悉地 开始了他的工作 第八百五十三集 武夷那边 错卓知道 父王给各国都寄了求婚信 气得抓了几名侍卫 陪着他练了好一会儿拳 把人都打得东倒西歪的 好不容易 把心情平复了一些 错卓 你年纪也不小了 本来就已经该成亲了 如今南古仪那边动作频频 若是他们想要独占古仪 夺了你父王这个位置 你都找不到一个帮手 王后走了过来 拿出了自己的手帕 要去替错卓 擦去额头的汗水 和脸上的灰尘 错卓头一偏 避开了他的手 母亲 我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孩子 好好好 把你当成大人 那么 你想到要娶哪位公主 哪位郡主了吗 错卓被王后这么一问 心里有一点造语 直接就转向了在自己后面的侍卫 有没有听到大真 晋王与晋王妃不合的消息啊 比如说 晋王妃想要休掉晋王 王后都忍不住咳了出来 说的什么呢 王子 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倒是听说 晋王和晋王妃一起同进同出的 感情极好 他的侍卫很是直接地回了他一句 错卓傲丧地拍了拍自己的心口 我这心情糟透了 错卓 你不能这样 你别告诉我 你心里还想着那个晋王妃 她都已经嫁给晋王了 你怎能还一直想着她 王后也觉得自己的心情糟透了 我不介意她嫁过人 要是她愿意休掉晋王 我马上娶她 没听到吗 晋王和晋王妃的感情好得很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我还是觉得 你最好是娶了夏图的郡主 夏图的心地 听说是个很英俊 很光明的年轻帝王 登基之后 只封了一位远亲表妹 当上了郡主 能得她看重的 说明这位郡主 定然也有优秀之处 你好好考虑考虑 错卓正要说话 一条绿色的小蛇 丝丝的吐着蛇信子 飞窜了过来 背上 贴着一张极细的纸条 纸条上 写着一小行 歪歪扭扭的字 要仔细地看 才能够看得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禁地那边有人闯入 发现了十二具尸体 错卓看清楚了这一行字之后 脸色就是一变 立即就准备抄刀 那禁地 怎么有人混进去了 还在那里杀人 你说什么 禁地那边有死人 还有十二个 我得去看看 是禁了禁地 还是在禁地之外 当初啊 跟夏国和兰国 可是说好了的 那一篇都不许随意闯入 让我知道 是谁违背了约定 一定让小绿咬死他 霍卓说着 气冲冲的 就带着人 翻身上 竟被飞冲出去 陆远 做好了准备再去 错卓 吃喝的都得带上啊 禁地那边 是边界 以前 是画出来 界线来的 谁都不能够 随意地进入 尤其是其中一片地区 是属于古仪的 里面是以前 有些古仪祖先 自选的墓地 后来还发生过 古仪的几次战乱 可能 遗落了不少 古仪古时候的圣物 所以古仪 是禁止别人进入的 如果说 禁了那一条边界线 有人闯进去了不说 还在里面 大肆杀人 死了十二个人在里面 那还得了 是把他们古仪 当成随意可期的 他最近正心情不好呢 看看是谁 找对方干价去 因着错卓的婚事 可能引起了各方动静 而这个时候 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 明若邪 司空吉 和夏玄契 他们却刚刚 进入了韩赛城 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萧赵雪家里写了信 说是 韩赛城 又有水匪出没 所以 小二哥 才会急冲冲地往回赶 把妹妹 都给丢了 而且当时 萧赵雪也说了 当年 本来 韩赛城的守城将士们 都还是很勇猛的 个个都身强力壮 所以才能够对抗得了水匪那么久 可是 何大将军 听到了这里的将士们都勇猛 就找了一个明目过来 把这里的兵 都调走了 往上报的是 调了五百人 实际上是调走了一千余人 还在韩赛城里面 抓丁把家家户户那些身体强壮的男人 都抓丁带走了 这么一想也能够想到 留在韩赛城里的 是怎样的一群 老弱妇孺 有水匪在宫上来 那可就麻烦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韩赛城的情况 不会好 可是 谁知道来了之后才发现 他们预计的情况 还是有些乐观了 韩赛城的城门 跟别的城池不一样 一般都是有东西南北 四大城楼 可是韩赛城 因为要防水匪 已经封掉了西 和北两个城门 城楼上 就只是架着泡 城墙 全都扎满了破磁片 淋了油 是进不去 也出不去的 剩下的东河南 两座城门 明若邪他们进的是南门 但是现在南大门的门上 竟然 有浓浓的一滩血迹 风吹过来 血腥味浓郁得很 让人闻着都变了脸色 萧赵雪 在靠近城楼之前 就已经忍不住 掀开了车帘 望向城楼了 司空吉回到了马车上之后 他便又不敢待在 他们的那一辆马车上 而是又回到了 下旋记所在的 这辆马车 说来也是奇怪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司空吉 看着容颜 绝世无双 俊美得如浩月照人心 他就是有点害怕司空吉 对他有点犯触 总是觉得 在他面前很有压力 大气都不敢喘 可是 下旋记身材高大 看着气势更是破人 他反而 就不那么怕下旋记 最多 就只是觉得 有一点不自在了 现在风雨吹过来 带着那样的血腥味 又看到了城门上的 那一大滩红色 所以 现在明显就是 南门出事了 萧赵雪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想也不想的 就要跳下马车去 被下旋记 眼明手快地拽住了 他拽住了他 等他稳了稳身形 又立即松开了手 沉声斥责 你不要命了 骂车还在急迟 就想要跳车 其实刚才 萧赵雪 也就是那么一急 然后脑子就是一热 等被拽了一下 他也就马上 就回过神来了 瞬间 自己也下出了 一身的冷汗 所以虽然 下旋记的语气 不太好 他也被骂得 一点意见都没有 这会儿也顾不上 跟他闹什么脾气 只是急急地叫了起来 我大哥经常守南门的 再这么急 也得进去才能知道 下旋记目光 落在这寒赛城的 南城楼上 这座城 还是古老了 五十年前建成 二十年前 加高加固过一回 但是现在 也已经是封窗 清洗 斑斑勃勃 有很多处 都已经是剥落了表面 长出青苔来了 还有些野草 垂落了下来 城楼一脚 更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 被轰掉了一脚 忘了过去 只是 用木头挡起了 一道栏杆 看着 当真很是寒酸 南城楼 前面一片空地 望之辽阔 隔着空地 便是宽阔的大河 他们从关道来 转个直角的弯 就到了这一片空地上了 本来这一片 还有小山坡 和小树林 因为要防着水匪 所以这些 全已平了 只要远远有人来 在城楼上 就能够看得见 可是现在城门 就没有关上 能看到里面 隐约有人来回走动 宁若邪和司空吉 也听到了前面马车里 传出来的 萧赵雪的叫声 下旋器 他们的那辆马车 是在最前头的 萧赵雪要带路 唉 萧大公子 若是出了事 萧姑娘不知道 得多伤心 宁若邪轻叹了一口气 她也早就已经闻到了 很浓的血腥味传来 血腥味这么浓 在城门处 肯定是发生过 很激烈的对战 死伤不轻 先不说韩赛城 现在是明若邪的封地 就说 他们的目的是整个大针 那么韩赛城自然 也是要他们看中的 水匪不治 只怕 这韩赛城 这儿好不了 不只是水匪 一路过来你看到了吗 这条大河的水位很高 听说之前下了一个月的大雨 这在江海的天气里 很是罕见 过年的这段时间 若是冬雨缠绵还好 雨小不怕 就怕是接连的东雷阵阵 大雨倾盆 那这条大河的水位 只怕是有危险 司空级看到的问题 都会比较实际 和深远 明若邪顺着他的目光 望了过去 你的意思是 这里会被水淹 不是 这边的水地还算高 在东边更有海 水能入海 大水淹成应该还不治愈 我的意思是 那些水匪住的地方 才有可能危险 明若邪这个时候 再反应过来 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会铤而走险 想要夺下韩赛城 这个可能性 不是没有 第八百五十四集 水匪在韩赛城 肆虐这么多年了 他们可能其实 也早就已经把韩赛城 视为囊中之物了 可是以前 来犯韩赛城的时候 都遇到了很激烈的抵抗 一时半会儿 不能将它拿下 若是海上还能够生存 他们可能 就不会那么急迫 只想着一次一次的 进犯掠夺 可若是水成换 海上难以生存了 只能够靠岸 他们又怎么可能还愿意 一直留在海上飘着 所以 如果海上真的水浪 让他们待不下去了 他们就会孤注一掷 来攻韩赛城 先进场再说吧 他们的马车还没有到尘门 就已经被人喝停了 什么人 停车 待在哪里 不许动 尘门里迅速跑出来几个 穿着大针士兵服饰的少年 是的 少年 他们都有着痴嫩的脸庞 而且身形 单薄轻瘦 看起来也不过是 十三四岁的样子 跑出来六人 六人既是这样的少年 其中有两个 看起来才十岁左右 明若鞋和司空吉 都觉得心头一下子就沉重了 难道说 这寒赛城 真的就没有人了吗 还要用上这样年少的孩子 来守着城门 那些少年都是一脸警惕 和难以掩饰的害怕 但是他们还是冲了出来 手里都抄着长刀 有的刀上还沾着血 看起来之前的血战 他们应该也加入了 是我 我是肖三 肖赵雪立即就在马车里站了起来 大声地叫着 他认出了其中一个少年 更是叫出了他的名字 小姐 是我 那个叫小简的少年 就是看起来年龄最小的 脸很瘦 眼睛很小 看起来 眼睛红红的 还有些肿 也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哭得很厉害 小简定了定神 认出了肖赵雪 又惊又喜 然后又大声叫了起来 赵雪姐姐 你没死啊 虽然这情况有一些沉重 但是听到了小简叫出了这么一句 小赵雪的脸 还是忍不住黑了下来 就骂了一句 你个臭小子 怎么说话的 我为什么要死 可是二少爷说你已经死了 我二哥 他回来了是吗 他怎么会说我死了 这对于肖赵雪来说 简直就是一件震惊到炸裂的消息 小简没有理由拿这样的事情来骗他 可是他二哥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说他死了呢 肖赵雪的二哥说他死了 有可能 如果不是以为他死了 他也不会一个人跑了回来 根本就没有回去寻他 但是此事可以等到了肖家再细问 肖赵雪下意识回头 看了一眼后面跟上来的马车 敏若邪也已经探身出了车厢 这里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小简他们看着敏若邪都是瞪大了眼睛 他们这里当真是极少有这么好看的美人来 谁都知道寒赛城危险是不是可能救水匪来掠夺 他们可不只是掠夺财物 要是看中了女子也会抢走的 所以像是这么好看的女子是万万不敢来寒赛城的 就是他们城里的姑娘 有本事的都搬走了 剩下的就都是没有本事离开家乡 或是像是肖赵雪这样因为别的原因留下来的 现在突然看到了敏若邪这么明媚美貌的少女 他们还真的都惊到了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的客人 这是他们之前说好的 不管一开始有没有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来 反正先对外说是他的客人 也不用一来就报了自家的身份 闹出太大了的动静 至于那些本该认出他们的 应该也只能是接到外面的消息之后 才能想起来 这寒赛城里应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才对 就是司空吉都从来没有来过寒赛城 小简看着明若邪不免有些担心他的安危 更是奇怪萧赵雪 这样熟知城里情况的人会把这样的客人带回来 赵雪姐姐 你怎么把人带回城来了 你先回答 之前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小简他们都面露惧色地说了起来 之前水南那边的水道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来了很多人 而且攻得很猛 以前他们只想着冲进城里去掠夺财物的 这一次来了之后 他们想把守城的将士都杀了 看着像是要占领这城门 大家都拼死抵抗 好不容易把他们给逼退了 但是咱们这边的人也死伤了十一个 如今城门还来不及冲刷 我大哥呢 大少爷他 受伤为行 他还会消负去了 小简的眼圈又红了 萧赵雪身子一晃 差点就摔下马车去 幸好又是夏玄器扶住了他 夏玄器带着帷帽出现 又让小简他们都有些紧张 因为看他的身形气势 哪怕是不露脸 也很有压力的样子 旁边另一少年叫了起来 三小姐快回去吧 萧老爷你快不行了 二少爷也是接到这信 才赶回来的吧 萧赵雪一把抓住了夏玄器的手 我爹 你快用秦宫带我回家 他等不了了 夏玄器低毛看向了自己 被萧赵雪抓着的手 只是在这么一瞬间 已经心思转过好几道弯 如果他带着他回萧家 要是被他的父亲兄长看到 或是落入了别人的眼里 那可能他也会遭遇流言蜚语 他本来因为萧赵雪 长得与明若邪有那么一丝丝相似 又都是照人心扉的雪白肌肤 知道自己与明若邪已经绝无可能 所以想要把萧赵雪拉来当代替 反正他还未有后妃 他也还未曾婚配 反正他从来就觉得 自己做上了这个皇位之后 不只能够只娶自己的心上人 那么娶谁又不是娶 反正他也还没有心上人 至于萧赵雪 只要他还没有心上人 那么嫁他之后 他远诺给他最优渥荣华的生活 他也并不吃亏 可是现在看着他 一片赤子至成之心 为了家人兄长 如此急地忘了一切 看他娇俏天真脸上 未曾退去的婴儿肥 他又觉得 他现在可能还没有尝到感情滋味 不能代表以后没有 现在就把他带进后宫那样的环境里 未必就是他所要的 而他还是想要拿他来当一下提身 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虽从白骨堆中走过来 虽经历了皇室轻压 可夏玄器 依然算是光明磊落 想至此 他便抽出了自己的手 退进了马车里 对赶车的侍卫说了一句 急赶车 速进场 是 夏玄器看了萧赵雪一眼 坐好 马车又不慢 好 萧赵雪这个时候 有点六神无主 听到他的话 就跟听到了指令似的 傻傻地应了一声 然后果然 立即就坐进了马车里 马车急迟而进 明若邪他们的马车 也跟在了后面 刚才他们的马车 已经是与夏玄器那一辆 并排的了 所以他们两人之间的 那么一点举动 都让明若邪和司空吉 看在眼里了 司空吉到现在 都是觉得夏玄器 这一次表现得很是奇怪 而且他身边的那个影位 偶尔出现的时候 看向明若邪的目光 也都有点怪怪的 看起来 就像是遗憾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蠢蠢欲动 这让司空吉心里 提起了警惕 夏玄器当真不想 让你帮他看看 他倒是已经 让我给他看了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 告诉你吗 明若邪一手 轻浮开了帘子 看着这 韩赛城的情形 刚才听到小剑 他们说的话 他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果然现在进城之后 就看到家家户户 都大门紧闭 街上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小摊小贩都不见人影 街上还一路着一些物品 篮子帕子扇子之类的 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之前 水匪宫进城的时候 把所有人都给吓着了 他们在恐慌逃离的时候 掉落的东西 现在都还没有人 赶出来石 入木一片都是荒凉 这里的房子 是石木结构 其实算是比别的地方 房屋都结实的 但是这些房屋 看着 就是有一种 荒凉落败的感觉 整座城市 看着没有什么美化的意思 就只是街是街 像是像 就连花草树木都少见 偶尔看到的 也都是已经 萧瑟落了一地 黄叶的光秃秃之样 第八百五十五集 这寒赛城里 还有几条河道将城池一分为三 桥多 不少人家家里也有船只 河道上本来也是可以做些 如画房游船之类的音声的 把河道两边挂上灯 两岸有茶楼九四 有人说书 有人弹乐 有人唱曲 也不比江南岔 城就活过来了 他一看到寒赛城的地形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只可惜 亲自来到了城里 才发现这里 真的是比想象中 要差了许多 白白浪费了 如此好的城池地貌 您若携这一回 就不赞成了 水匪横行 谁有那种闲心去做买卖 又有谁有闲心 去游船听去啊 再说了 总得是大真繁荣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了 一座城 只有这样的欢愉 享乐的氛围才可以 否则只想着喝酒 听去游船 心思迷迷 早晚也都得废 司空记忆愣了一下 然后才想起来 明若席绝对也不是那种 不管他说什么 都会两眼发光看着他 崇拜对他说 剑王殿下 能想到这些 真的好厉害的小姑娘 他有自己的见解 而且 他说的也是没错 司空记忆笑了起来 我们家柔柔说得对 考虑得要比我周全 不错 总得大真家国繁荣安稳 百姓们才能安心享乐 真到了繁荣安稳的时候 也得居安思危 血性狼性不可丢 神无百日安 国也无百年太平 他也得让司空记知道 若是他当真把大真拿了下来 坐上那个位子也不是结束 而是另一个起点 要这里好一个国家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司空记握住了他的手 是 王妃的教诲 无极铭记在心 万不敢忘 以后王妃也要一直在 无极的身边 时时刻刻地提醒我 呸 你的心也比我多了十倍不止 别装了 我就是随便说这么一句 你若邪邪了他一言 还有 以后这些话 我要是说得多了 你就会听得烦了 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会喜欢那些 一直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你 把你视为天 视为地 觉得你没有什么 是错的女人了 那个时候 说不定就会把我打入冷宫 胡说八道 司空记明明知道 他是在开玩笑 但还会用力捏了捏他的手 我不是那样肤浅的人 不是说了吗 除了你 我谁都不要 我也不需要女子的崇拜 来得到那种满足感和自豪 心强大着 自有信念 说完了这句话 他就看到明若邪 看着他的眼神带着光 就像刚才说的那种 看着他满眼崇拜的小公样 阿琪 你说得真好 云若邪捧着脸 对他眨了眨眼睛 司空记心脏 一时间如电流击中 有些麻 他发现 本来他就没有想要过 从他这里看到这样的眼神 可是当他这样 看着他的时候 他心底的满足和欢喜 都快要让他把自己刚才的话给吞了 如果是他 他当真需要 司空记从那种瞬间的电麻中 回过神来 又觉得他调皮 不由的失效 假如 我真的把你打入冷宫 哦 那我就把你丢进太监所呀 马车急迟 前面有萧赵雪在带路 司空记和明若邪他们的马车 只要紧紧跟上就行 在这么一段未到萧府的路途中 司空记和明若邪 暂时把心情放松 说着无关解药的话 萧府很快就到了 好在 萧府离南城门不是很远 不然下旋气觉得萧赵雪 都要把自己的唇咬破 他一路上很是紧张担心 一直紧紧地咬着唇 一旦做得近看着萧赵雪 就不会觉得他与明若邪长得像 可能是明若邪身上的 那种独特的气质气势太强烈了 哪怕是五官有那么一丝丝像 在那种气质之下 都会被直接掩盖掉 萧府比他们一路过来看到的民居都要大 看着门庭也是气派了很多 在萧府的大门口 也有一片铺着石板的空地 但是那一片空地之上 每隔数十不远 就搭建着长排的木栏 足建了三排 中间一沉重的木桩当门 这要是有人攻过来的时候 把人手布在三道防线后 就等于足足有三关要闯 能及时给萧府的人留出时间来 一般人家哪有这样的大阵仗 一看到这个样子 他们就知道 萧府这么些年来 应该是经历了好几次危险了 要不然 谁会在自家大门口 建这样的兵防线 在三道木栏栏门后 都有人守着 第一道守着的人 看到了马车 就蹬地站了起来 先是全身紧绷 但是等看到了 前面马车上的萧赵雪时 就瞪大眼睛 跳了起来 大声地叫 三小姐回来了 是三小姐 三小姐还活着 开门 萧赵雪看到了自家府门 更是激动男人 立即就挥手 叫他们把栅栏门搬开 那些守卫赶紧就把门 给搬开了 第二道 第三道的门卫 听到了声音 也都赶紧把木栅栏 给搬开 三门急开 马车相继 急迟而进 等到了萧赵雪的大门前 马车停下 萧赵雪这下子 就顾不上什么 跳下了马车 就向门里冲去 一边冲 一边叫 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顾雪兰他们 快迎他们到大厅奉茶 过去看我爹 也当真是难为他这个时候 满心已经想着 要去看萧老爷和他大哥 还能想着安顿他们了 萧赵雪回来之前 萧府是一片死气沉沉的 他这么直冲而进 高声说着话 和乍乍乎呼引起的动静 才把整个萧府都激活了一样 管家听到了声音 急急地迎了出来 萧赵雪已经如一阵风一般 从他身边奔了过去 看起来 应该是去往萧大少的院子 应该是听到了大少爷 受伤的消息了吧 管家眼眶一红 但是也听到了 刚才萧赵雪说的那些话 他身为管家 当然还是得赶紧帮着招呼客人 等管家迎到了司空吉 和明若邪面前 特别是在看到明若邪的时候 他的瞳孔一缩 失声叫了出来 萧 萧什么 她并没有叫出声 明若邪觉得有一些亚异 难道 她真的是像他们本家的那位萧姑姑吗 难道她与萧云不是那么像 反而更像是萧家另一个女子 萧赵雪说的本家 该不会真的 就是她外祖父的那个萧家吧 小人失礼了 请归客恕罪 管家是立即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 所以只说了一个萧字 立即就把话 验了回去 努力地平复了神情 但是虽然她反应很快 明若邪和司空吉 还是看到了她眼底的那点惊疑不定 如果她真的是像萧家的人 那应该是惊喜才对吧 也不该是这样惊疑不定的神色 你是萧府的管家 小人萧通 是萧府管家 请各位贵客先移步大厅 喝茶歇息片刻 请 萧管家看起来 应该是不会再把之前的话说下去 这个时候 明若邪也没有打算问那么多 所以就点了点头 既然都跟着萧管家去了大厅 落作之后有下人很快 凤茶和点心上来 然后就退下去了 看得出来 萧家的下人也不算多 但是看起来都挺规矩 做事也都是很快速利索 都是玛丽的样子 走路都带风 这很可能 也是不是用水匪来袭练出来的 萧府看着是不小 也比外面的其他宅子气派 但是这府里也摆设简单 看起来有一些简朴 没有半点奢华 管家招呼完他们 也请罪先告退了 想必 也是要去问问萧赵雪 他们都是什么身份 这厅里 就只剩下了他们这些人 夏寻妾身边的侍卫 居身行礼 陛下 是不是应该赶回夏图了 如今已经到了哈赛城 不知道接下来 他会有什么变故 此处不宜久留 陛下已经出来那么久了 总该回去了 万一韩赛城 又有水匪再次来袭 他在这里 有危险 夏寻妾也知道 自己该走了 但是一想到要离开明若邪 他就越发觉得 有一股无法排解的焦躁 似乎 要离开她是一件 能要她命的事 她就想跟在她的身边 越亲近越好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不对的 夏寻妾做了一个手势 外面守着 正跟若邪说几句话 陛下 几 是 世卫无奈 至于得躬身退出 第八百五十六集 夏寻妾的声音虽小 司空吉还是听到了 师兄觉得 我要不要也回避 夏寻妾想着 他要离开明若邪 而司空吉 则是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配在她的身边 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火 烧了起来 现在还听到她故意这么问 就沉了脸 你要是想回避 那就出去 哦 不想 那我留下 夏寻妾有点手痒痒 很想一掌 把司空吉给拍死 明若邪却却却是若有所思 他当然也看得出来 司空吉 在故意刺激着夏寻妾呢 夏寻妾情绪 果然是更加焦躁 不安了 可是为什么 他记得夏寻妾 一直是沉稳的性子 现在反正还要等 师兄 我给你好好看看 明若邪走到了夏寻妾的身边去 就在这时 韩赛城东城门那边 也有一辆马车和几骑进了城 他们一进城 便直接朝着萧府的方向感 马车里 一个长相柔美 轻丽的姑娘 看着手里的一只小玉瓶 咬了咬下唇 又问身边的人 已经打听清楚了 陛下当真来了韩赛城 他来了这里 相比也只能去 萧府明夏的客栈住着 我们去萧府让人去查 一定能最快查到他的下落 姚儿 陛下闻了过量的狐狸香 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皇宫 一路往大珍来了 这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 他一路上接触过的人 甚至听到的特定的一些名字 肯定不会少 怎么样都不会轮到你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 唉 在他身边的一个嬷嬷 叹了一口气 她是没有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这点药 想着 让瑶瑶一举成功 迷惑夏玄契 成为 她身边的女人 成为她的妃 能够有机会 在她的身边 吹吹耳边风 一切都准备好了 最后 还是会失败 如今 瑶瑶还不死心 想要跟出来找夏玄契 可是 她总觉得 夏玄契这段时间 身边空白的可能性很低 只要这段时间 她接触到别的女人 听到别的女人的名字 闻到别的女人的体香 她的心思 就会牢牢地 记在了那个女人的身上 瑶瑶 只怕是没有机会的了 瑶瑶哪里不知道 这个可能性 但是她怎么想 都觉得不甘心 那种药 那种狐狸香 你不是说药效 是永久的吗 如果没有找到 正确的解药 那是很难解得掉的 而且 如果中毒的时间够长 哪怕最后 已经把毒解掉了 但是中毒者 也会习惯了把心思 放在那个女人身上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她自己都分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真的喜欢对方 还是因为被狐狸香 所迷惑的喜欢 是这样没错 可陛下当时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你呀 就算陛下心里 有了那个让她分不清 到底是真爱 还是假爱的女人 也不会是瑶瑶 那样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瑶瑶 咬了咬牙 不会的 我现在赌一个可能性 当时陛下 还是有一点时间 在我身边的 而且太妃当时 也喊了我的名字 也许 那个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如果真的在那个时候成功了 那陛下这会儿心里 就是一直在想我 虽然当时 夏玄契一下子 就离开了太妃宫殿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时间的 也许那么一点时间 我就已经成功了呢 还有一个可能性 也许陛下真的是有急事出来 这段时间一直在赶路 一直在忙正事 身边根本就没有女子出现过 那我就还是有机会的 那样 那狐狸香 这个时候应该还不会失去作用 我得赶紧到她身边去 不然 要是还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却把她错过了 那我才真的是要追悔莫及 好吧 都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你既然坚持 那就去找 草嬷嬷 可要是陛下的身边 真的出现了别的女人 那怎么办 瑶瑶又红了眼眶 一想到她下的药 反而可能会让别的女人 捡了便宜 她就恨得牙痒痒 草嬷嬷心中一动 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女子 就这么把下旋气迷住了 那她当然要见机行事 如果那个女子好控制 就把她控制住 那就跟她手里抓着瑶瑶 这么一颗棋子 是一样的 但就这么一个打算 她现在当然 是不能告诉瑶瑶 所以她说了另一个可能 那就把那姑娘杀了 然后 研制出跟她一样的体像 再加上她的青丝 她的心头血 制成一种丸子 你把她吃了 再把跟她体像相同的香囊 随身佩戴 陛下就会把你当成她 还能这样 瑶瑶睁大了眼睛 吃惊不已 是的 可是 那陛下的心里 我不就等于只是一个替身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她是在你的身边 她是真真实实地会抱你 会亲近你 会爱你 宠你 你管她是把你当成谁呢 享受着这一切的 不都是你吗 可是 好了瑶儿 没有什么可是 看 前面就是萧府了 草萌萌打断了她的话 心里也觉得很是鄙视 哪里有什么可是 年轻的小姑娘 就是矫情 爱是什么玩意儿 在身边的抓得牢的 那就是了 还管什么替身不替身 就算是 那个被她迷上的女子 那 不也可能只是因为要力吗 这个时候 萧赵雪已经冲进了 萧大少爷的院子 一进去 她大哥的小丝 就端着一个铜盆走了出来 萧赵雪一看到那盆子里 全是血水 脸色又是一白 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我大哥 我大哥她 三小姐 您还活着呢 小四也是被吓了一跳 那一盆血水 差点就没能够端稳 她手一抖 反应过来之后 赶紧就端住了 要是这么一盆水摔下去 留了一院子 那不得恐怖得很 好像满院子的血水一样 又有一个说她还活着的 萧赵雪这会儿 真的是恨不得 赶紧把萧二揪住了 问问她到底是搞什么鬼 为什么就会说她死了 而且 如果她真的死了 萧二 竟然就那样跑回家 好歹去给她收收诗吧 但是这会儿 萧赵雪还是最近长大哥 也顾不上这个问题 直接就往萧大少爷的房里 冲了进去 三小姐 您先别进去了 小四的话说得有一些慢了 因为萧赵雪已经冲了进去 而且一冲进去之后 她就半步不停地奔向了床边 一眼就看到了 怕在床上的青年 身上没有衣裳 但是几乎看不到完好的皮肤 全身都是灼伤 血红起泡 还有些刀口 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大哥 萧赵雪尖叫了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 明明自己家大哥还是风度翩翩 俊朗如月的公子哥 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让人觉得多看一眼 都有些翻江倒海的胃不适 萧大少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也没有任何声息 也没有什么回应 萧赵雪已经跑了进来 看着萧赵雪转过身来 咬着自己的手指哭 他的眼泪 也一下子流了下来 萧小姐 大少爷还晕迷着 那是怎么回事 不是去对战水匪吗 为什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萧赵雪依不敢再回头 去看床上的大哥 声音都在哽咽 这一次来的水匪 有人拿着一种竹筒泡 里面装着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喷出来 就能把人的皮肤灼上 皮都烂掉 还很快起这种大水泡 伤口只要有点摩擦 就会破得很可怕了 一旦破了 那些粘液流出去 又会把别的地方燃到 现在二少已经去请大夫了 只有我大哥 被那种竹筒泡炸到了吗 当时大少爷 是去替另外两个人挡的 对方的竹筒泡只有两个 一个被大少爷劈掉了 另一个 就是被他一身子挡了 我二哥 是不是去请雅大夫了 那个雅大夫 是三年前来到韩赛城的 不会说话 脸上还有一片疤 一开始来到韩赛城的时候 还被他们的人盯了一段时间 就怕是他是水匪派着钱进来的 但是后来 他救了城里好多 被水毒仪咬伤的百姓 医术就传开了 大家也都接纳他了 第八百五十七集 亚大夫不会说话 也不写出自己的名字和来历 显得有些神秘 大家就都叫他亚大夫 他自己也是默认的 并不会觉得大家是冒犯 说起来 这三年来 也好在城里有这么一个亚大夫 有不少银男杂症 都被他治好了 而且前年 知府也是大病了一场 要不是亚大夫的医术过人 尽心尽力医治知府 现在知府的骨头 也能够敲骨了 他们韩赛城的百姓 就把城里换一个新的知府来 虽然别的官员们 都很怕被支来韩赛城 觉得来了这里就是送死 但是他们对于这城里的父母官 也是有选择的好不好 不是谁俩都愿意的 救了知府之后 亚大夫就住在了知府 给他分的一座小宅子里 平时大家要是找到什么药材 也都会自动自觉地给他送去 因为虽然亚大夫的医术好 但是还在城里缺药 他们若不尽力地帮着找药 以后真到了他们生病的时候 亚大夫都无药给他们治 二少爷是去请亚大夫了 因为老爷也得请亚大夫来再看看 萧赵雪一听到 也赶紧问起来 对了 火爹 之前小姐说 火爹快不行了 老爷也还没醒 但是老爷没受伤 就是有一天有人约他出去说本家的事 老爷急于知道本家的消息 就积极地去赴约了 当天他到了三更才回府 第二天人就没醒来了 小思也抹了抹眼泪 萧赴这些天实在是太不顺了 一件一件事情频频发生 看着就像要倒塌了一样 他们这些当下人的也都是觉得头顶的天要塌了 也不知道 二少爷和三小姐回来之后 能不能把萧府给撑起来 我去看看爹 萧赵雪又急急地往萧老院子冲去 一路上 泪水纷纷地停不下来 他在府里奔跑哭泣的时候 宁若席的手刚从下旋气的爽脉上移开 他 微微皱眉 定定地看着下旋气 下旋气 本来是想要与以前一般 心里清正 不带半点虚的 与他对视 他以为 自己能够目光清明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却是保持不住了 直视着他这样黑白分明 而灵气清澈的眼睛 他的心 一直在砰砰地跳 被他这样的眼睛看着 他真的是想要伸出手去 轻轻地 捂住他的眼睛 若若枕出什么来了 司空吉借着拿手帕 给明乐鞋擦手的动作 侧着身子 挡住了他们之间的视线 嗯 下旋气 确实不对 明若鞋被他这么一打岔 挥过神来 然后就有些无语地 看了他一眼 他就只是 给下旋气把了把脉 手就脏到 要拿手帕来擦了吗 司空吉 这也不怕下旋气 觉得他这个举动 太侮辱人 这是在嫌弃他脏吗 明若鞋还没有开口 下旋气已经稳稳地 开了口 他之前并不想说出来的 但是现在觉得 要是不说出来不行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对劲 他想要让自己 回到正常的状态 我心里 总想指示美 下旋气这一句话 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就是治下一个雷 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 包括明若鞋 可能这里反应最平淡的 应该是司空吉 因为司空吉这些天 他一直有点心里 一直有点心里准备 也有了猜想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下旋气会这么直接说出来 在他眸光威宁 尚未接话之前 下旋气又继续说了下去 但是我觉得这事并不正常 因为在那一天以前 我依然只把弱邪当作师妹亲人 当作救命恩人 虽对他有欣赏 却并没有邪念 你想说 是我亲友 下旋气半点没有掩饰 直接点头 是 而且邪念还不紧 司空吉手握成拳 就在他的拳头 即将挥出去之前 下旋气伸手按在他的手背上 威威用力 他也顺着这个动作站了起来 为轻身抚向了司空吉 把他的拳头 紧紧按住 两个人的目光碰撞上 一里啪啦地 爆射出很多的火星 满月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连嘴巴都吃惊地微微张开 合不上去了 怎么办 他们要不要捂上耳朵 还是说 现在退出去 还来得及吗 主子们的这些话 不是他能够听到的吧 还有 夏途陛下现在 和王爷这样的画面 怎么让他们觉得 喜怒怦怦地跳了起来啊 朕不是已经说了 在那天之前 夏玄契如今为皇的气势 也释放了出来 虽然他并不承认 但是在潜意识里 还是有那么一分 想要压制住 司空极的意思 朕如今说出来 就是想让师妹 吃小镇的不对劲 汇集计一醉是不多 晋王觉得呢 陛下的意思是 你对本王王妃的邪念 是病 司空极手中 微一时按劲 直接就甩开了 夏玄契的手 同时两指成剑 抵到了夏玄契的心口 逼得他不得不站直了 这样的司空极 那指剑如同 能够立即蹦出内进剑气 带着奄奄的杀机 这种感觉 只有夏玄契有 别人都没能察觉到 夏玄契眼睛微一眯 在这一刻 他也感觉到了 晋王修为的深不可测 司空极的气势 并不比他弱 假以时日 这一定是一个 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人 朕确实觉得是病 所以 晋王觉得朕这病 该义不该义 明若鞋看着他们这针锋相对的样子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也跟着站了起来 一手搭上了司空极的肩膀 啊 阿吉 师兄只怕是真病得不轻 师妹 能不能治 夏玄契看向了明若鞋 明若鞋点了点头 只不过是有点麻烦 但能治的 这句话刚说完 屋顶上 血污便嘎得突然一声提叫 乌鸦之所以 被人视之为不祥的鸟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的叫声 实在已是让人听着不怎么舒服 尤其是这样突然叫了一声的时候 那声音带着一种 撕扯着人心不舒服的粗利和雅惠 厅里的人都跟着下意识地绷紧了一下心线 而小金和小黑这个时候 也从他们窝着的地方 羞地窜了出去 他们窜出去的方向正是萧府的大门 先出去看看 只怕夏府有客人来了 而且 还是不怎么寻常的客人 您若鞋心头 也是一跳 因为能够让这仨同时 都有了反应冲出去的 肯定是有些古怪 要知道 平素要是遇到什么不对劲的 一般就是小黑 比较有反应 然后小金 一般不屑去对付 除非 遇到像是之前 在飞若寺里的那只虚迷鼠一样的 而血污是从来不跟他们一起 有什么反应的 但是这一次 却是血污先有反应了 可能是因为这里是他的封地 可能是因为萧府 很有可能 是跟萧云是同一家族 所以明若鞋 对于萧府外的来人 更感兴趣一些 说完了那一句话之后 他自己就已经转身跑了出去 司空急 看着他有些欢快的背影 总有一种 他是要跑去看热闹的感觉 不由得无奈一笑 季王 朕 能不能再问你一遍 不可能 旁边 下旋气的声音把司空急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看向了他 下旋气的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旁人都不知道他要问什么 但是司空急却是瞬间就知道 他想要说出来的下半句话是什么了 他立即就眸光如霜 沉宁下来 想也不想的 就战钉截铁地打断了下旋气的话 朕如今已经为皇 而你依然是一位王爷 下徒强盛 而大真示弱 朕身体也比你强出数倍 季王 当真觉得 这种事情 没有什么你觉得或是本王觉得 司空急这一回 再次打断了下旋气的话 陛下还是尽快会下徒为好 若是觉得你的江山地位已稳 只怕是过于乐观 怎么办 如果陛下这一次 当真是因为某些原因病得不轻 难道不是更应该赶紧回宫 倾诉萧小 在自己宫里 也能如此轻易中招 本王还真担心 陛下自诩强壮的身子骨 什么时候会被折腾坏了 当初那个神医孙大夫 是受何人委派去打针的 司空即可不相信 下徒 现在就已经完全稳住了 司空急说完了这句话 便将手 背到了身后 快步追着明若邪去了 第八百五十八集 下旋器提他这白骨挨挨而走上的地位 但是自古地位之后 还有多少赤妹亡良 也是数之不尽 在没有清除所有障碍之前 他以为身为一国之君 还能如此轻松自在地 在别国他乡游荡 星坠满月等人都飞快地打量了一下下旋器 然后也跟了出去 他们不明白司空即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影响 他们用那种怀疑下旋器已经被后宫掏空的目光打量他 这样的目光 让下旋器脸都黑了 说的什么话 却说明若邪跑出去的时候 萧辅现在还抽得出身来的几个佳人 这会儿都已经到了大门口 萧辅大门外的第三道护栏前面 停着一辆马车 马车旁边站着两人 前面是一个少女 撑着藕粉色的衣裙 鲜秀柔美 虽然离得有点远 看不清她的脸 但是单看是她这样的身姿 就已经有一种 这是一个美人的感觉 有的人美在骨 美在姿态 并不单在皮 在五官 明若邪本来以为 那三只小东西 一冲出来就会直奔人家面前去 她都已经做好了自己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那仨 把场面弄得不可收拾了 那理想到 这出来之后 却是看到了这样平静 平常的一幕 她转了转寻找着 那三只小东西的身影 很快 就发现了小金小黑猫 在第二道护栏的木头上 血屋 却是落在第一道木栈栏旁的 一幕之鸭上 谁都还没有看到她们 可能是因为护院们的注意力 都在那马车 那少女的身上吧 但是明若邪一出来 那边少女后侧站着的一个老妇人 目光便疏地朝她望了过来 隔着这么一段距离 云落鞋都能够感觉得到她眼神的震惊 还有神情的突变 怎么的 看到她 很震惊吗 她的目光也直直地迎向了那个老妇人 只觉得那老妇人穿的衣服虽然一般 但是 却能够看得出来 一种她在宫里那些老嬷嬷身上看到的笔直 练出来的那种深宫仪态 这个老妇人 应该是宫里的嬷嬷 明若邪一下子 就肯定了这一点 可是在她面前的那个少女 却是一点都不像公主 虽有美人之姿 但还是略有些小家子气了 这个时候 她听到了那少女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只是想要见见萧老爷 向她询问些事 难道萧府的门槛这么高 连正经的来客拜访都进不去了吗 你们看看我 哪一点像水匪 水匪若是长我这个样子 那不是早就已经被消灭了吗 我们老爷最近不见客 你倒没有进去问问 怎么就能够肯定 萧老爷不见客 你进去问问 萧老爷就是不见客 萧家的哪一个主子都可以 哪位主子都没空见客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少女听起来是有些不耐烦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老夫人却是上前 低声说了一句 陛下就在消服 瑶瑶睁大了眼睛 心头大喜 真的 是的 绝对没错 老夫人说着 伸手就握住了自己袖带里的 一只小小的铁球 球露空 里面有一只活物正在铺扇 微震着那铁球 这是闻到了狐狸香的气味 才会有的反应 只有距离足够近 这只甲虫 才能够闻到狐狸香的气味 这周围最近的 就是消服了 所以很明显 下旋气就在消服 瑶瑶一听到下旋气 就在消服 简直就想硬闯了 本来还只是想要努力地 说服他们 让他进去 现在是非进去不可 你们消服是不是有客人 我告诉你们 我跟那客人是相识的 快让我进去 什么客人 我知道 守卫面无表情 就是不让 消服的守卫 也都是应付惯了水匪的 他们本来 就没有其他城里的 大户人家的下人们 那样的谄媚姿态 反正在韩塞城 他们消服也算得上 是有头有脸的 就连知府 都是对他们老爷 礼遇有加 有什么事情 还都会来跟消老爷 和消大少爷商讨 所以消服的下人 对于来客 也是姿态摆得够够的 本来好好说话的话 他们也能够好好解释 但是眼前这姑娘 真的是怎么说都不听 都说了老爷和少爷们 都不见客 还非得死皮赖脸地 要进去 一看就是陌生人 就是从外地来的 之前的客人 是有三小姐带进去的 这姑娘 又算得上老几 现在消服都出事了 谁还耐烦应付 不知来历的客人 姚姚急了 听说消服里 是有一个年纪 差不多的消三小姐的 夏玄契要是真的在消服 该不会 就是跟消赵雪在一起吧 她现在还种了狐狸香呢 万一被消赵雪占了便宜 那她真的是要崩溃了 是一位气宇炫耀的 年轻男子 没见到 你 给我让开 姚姚在夏图 本来也是出身世家 又有一个在宫里 当太妃的姑姑 温柔只是她的表面 实际上 她从小到大 也是很刁蛮的 而且又一向 觉得夏图是强国 而大真是弱国 他们夏图人来到大真 大真人 就得抬起头来 看他们夏图人才是 现在被这么一个 编程的小家丁 这么对待 她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草嬷嬷赶紧就拦住了她 然后指向了 站在大门口的明若邪 她是你们 萧府的人吗 明若邪听到了她的话 都不等萧府的 守卫回答 自己就带着笑意 声音轻亮地 回了一句 我不是哦 我是萧府的客人 就是没有被拦下 直接进来的客人 萧府的下人们 听到了明若邪这话 实在是没能忍住 都哭得一声 齐齐喷了 人家本来就已经 被拦了那么久 进不来 这姑娘还要踩 对方的痛脚 这是故意的吧 是故意要刺激人家的吧 怎么这么坏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她这么小坏小坏的 萧府的下人 就是看她比较顺眼 比外面站着的那个少女 要亲切很多 草嬷嬷也黑了脸 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明若邪 这会儿才看清了明若邪的样子 瑶瑶的心 疏得就跳了起来 萧府里不只是有个萧赵雪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 美若天仙的客人 如果陛下这会儿也在萧府 那她是不是已经认识这个少女了 瑶瑶在这个时候彻底慌了 如果他们已经见面 那就这个少女的容貌 陛下肯定是会迷上她 这根本就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瑶瑶一慌 立即就抓紧了草嬷嬷的手 草嬷嬷 别急 先弄清楚再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算陛下迷上了别的姑娘 我们也还是会有办法的 草嬷嬷眼底有光涌了起来 瑶瑶想到了她之前说的那个办法 心里又慌又急 无论如何 她是不愿意做别的女人的替身的 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那她也只能走这条路 她立即冲着明若鞋问 你是谁 我是谁关你什么事 明若鞋嬷嬷地又挑衅了人家一句 她已经看出来了 血乌小金小黑 这三只小东西盯着的不是这个少女 而是那个老妇人 明若鞋的右手手指微微弹动了几下 又细碎的红光一闪而眼 而在人看不见的空气里 已经有几点名利 朝着草嬷嬷飞了过去 草嬷嬷也看不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却下意识地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突然就快速地后退了两步 然后 有些惊惧地看了看周围 为什么 她总是觉得有什么东西 到了她的身边了 可是没有 她 她什么都没有看见 明若鞋也发现了她的反应 她也觉得这个老妇人 有一点古怪 竟然 能够感觉到她的鬼手名利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虽然她现在也是 且惊且疑的 但是能够有这么一分的感觉 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是明若鞋第一个遇见的 对她的鬼手名利 有那么一点点感觉的人 看来 这三只小东西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跑出来的 可惜 对方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本事了 而明若鞋却探知到了 她袖带里有活物的气息 明若鞋 已经受不了了 她一再地被明若鞋挑衅着 又想着下旋器可能已经迷上了她 现在满心思想马上见到下旋器 确定这一点 草萌萌已经吻了下来 往前几步走到了守卫面前 定定地看着她 让我们进去 第八百五十九集 草萌萌走上前 定定地看着守卫 这一次守卫 竟然 就把木头给搬开了 让开了身子 让他们走了进来 姚姚立即就提着裙摆冲了进来 第二道 第三道门的守卫 进前面 已经移开了门 便也把门移开了 以为 已经可以让他们进来了 本来 也就只是两个女人 完全不像是水匪 让他们过来 其实 也没有什么不行 能不能见到主子们 还得 等管家来 姚姚就这么一路 碰到了明若鞋的面前 在此之前 小金小黑 他们蠢蠢欲动 被明若鞋给压制了 她倒是要看看 这两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料姚姚 一冲到她的面前来 立即就伸手来 揪住了她的衣领 上身倾向她 呼尽了她 眼里喷着火 压低了声音 则问 你说 你是不是跟我们陛下 在一起 你是不是迷住了她 司空级和夏玄器 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司空级的眸光 沉了下来 而夏玄器 脸色一变 身形一晃 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一手 就抓住了 瑶瑶的手腕 用力一捏 疼 瑶瑶惨叫一声 看到了夏玄器 陛下 她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狠心 谁让你来这里的 夏玄器将她甩开 瑶瑶差点没站稳 被摔倒在地上 好在草萌萌扶住了她 问住了她的身形 瑶瑶也知道 自己这样找过来是不对的 可是让她担心 她要向没过 迷上别人呢 她 也是无可奈何 陛下 我担心您啊 直到您出了宫 也不再下徒了 我实在是太担心您了 就忍不住出来找您 你是怎么找到真的 夏玄器不是那么容易 被她迷惑的人 一下子 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姚太妃是个 不怎么争强野心 也不是很大的人 要不是这样 早就在她夺位的 这么一段 燃血过程中 被送走了 这样的性格 反而能够留下来 现在还能够 当一个安逸的太妃 度过余生 她是这个样子 自然手里 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手 和本事 可以这么快地 找到她的行踪 所以 瑶瑶这样找过来 才显得 很是奇怪 陛下 也要是关心您 担心您啊 瑶瑶眼神闪了闪 有一些心虚 神后 又迅速地 移开了话题 把火力 继续扯到了 明若邪的身上 您怎么会跟她在一起 她是谁 陛下 这里是大真 这个女人 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您可不能 被她给迷惑了 明若邪挑了挑眉 好笑地看着她 夏寻妃脸色沉沉 什么时候 轮到你来管朕的事了 陛下 我不是管您 我只是担心 您被这个妖精 给勾住了呀 她一看就不是 什么好东西 瑶瑶有些口不择言 指着明若邪怒斥 萧府上下的人 听到这里 早就都已经今生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 三小姐带回来的人 竟然身份这么惊人 这是夏图的那位新帝呀 夏玄器看着瑶瑶的目光 是不耐不喜 并且 还有些怀疑和厌恶 这样的目光 让瑶瑶的心 如坠深渊 她在见到夏玄器之前 还一直在想 当时 在宫里有没有可能 要以惊见效 已经迷上了她 如果那样 就算她有急事出来处理 也一定会记着她的 见了面 也很快 又沉迷不可自拔 但是夏玄器 现在这样的目光 打破了她最后的一点幻想 草嬷嬷也看了出来 在心里 几乎是立即就放弃了 瑶瑶这颗棋子 她看向了一旁的明若邪 瑶瑶小姐 说的什么话 很显然 这位姑娘 对陛下情深义重 陛下又正直善良 重情重义 眼光也好 若这姑娘 不是个好的 陛下也不可能 看中她 瑶瑶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着草嬷嬷 有一种深深的 被背叛的感觉 背后 像是被扎了一刀 鲜血淋淋 说好的 会帮着她 一直站在她身边 支持她的呢 当初给了她 这样的方法 教她用狐狸香 帮她在烹饪的 金玉碗里 加料的人 那可都是草嬷嬷 就在来萧府的路上 草嬷嬷 不还在跟她说 如果不行 就把这个女的 给杀了 让她成为替身 依然可以留在 夏萱嬷的身边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才这么一会儿 就像一棵墙头草一样 耗向了那个妖精 就因为 她是草嬷嬷嬷 瑶瑶身子晃了晃 草嬷嬷扶住了她 然后对着 明若鞋行李里 带着一点 明显的嗜好 姑娘别在意 你如此冒昧无双 与陛下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夏旋器还有点僵 但还是皱眉 目光锐利地看着草嬷嬷 就在草嬷嬷刚刚说完了那一句话的时候 这颗小石子 无声地朝着她的膝盖 就接了过来 草嬷嬷没有察觉 舒然膝盖一痛 猛地就扑跪了下去 这一变故来得快又突然 她都还没有来得及松开瑶瑶 这么摔下去的时候 直接就把瑶瑶也拽着倒了下去 两个人顿时就摔成了一团 听着骨头撞到地上的声音 在场的人也都忍不住 跟着感觉到了痛 瑶瑶惨叫了起来 众人这才发现 本来应该是草嬷嬷摔在底下的 但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 现在竟然是瑶瑶被压在了底下 草嬷嬷趴在她的身上 而瑶瑶的脚扭曲着的角度 看着就不太好 现在她更是痛得脸色都苍白了 看得到冷汗都冒了出来 看起来应该是骨折了 明瑶瑶回头看了一眼 她虽然没有武功 但是刚才却能够感觉得到后面的一丁点动静 肯定是司空吉那个家伙出手了 她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容忍草嬷嬷 一直说她和夏玄器是一对儿 而且还说她对夏玄器情深意重呢 不过司空吉时出手了 但把瑶瑶给压在底下这事儿 肯定是草嬷嬷搞的鬼 草嬷嬷在那一瞬间将瑶瑶拽到自己底下 当垫子了 这个老女人有武功 而且心狠手辣 也不知道她和瑶瑶是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看她的这一动作 绝对不可能是把瑶瑶当成自己的主子 草嬷嬷虽然知道自己这样很容易暴露出不对劲来 但是她年纪大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摔得很的 谁知道一摔下去 这老骨头还行不行 她是相当的惜命的 但她还是很快地哭着从瑶瑶的声声退开 然后朝着明若邪伸出了手 姑娘 姑娘拉老身一把 明若邪缓缓缓地朝着她伸出手来 她会拉她 哼 想都不用想 但是她考虑的是想要探一探 这老夫人的袖带里的活物是什么 可是这一次 小金小黑 他们跟她没有默契 看着明若邪朝着那老夫人伸出手 他们的书的就叫了起来 然后不再装死隐藏 同时朝着这边就飞窜而来 快如闪电 两只猫 再继围堵须迷鼠之后 又再一次合作无间 一只冲向了草嬷嬷的脸 爪子就朝她的眼睛抓挠了下去 一只则是猛地就咬住了草嬷嬷 伸向明若邪的手 同时尾巴一甩 甩上了明若邪的手腕 还扭头凶巴巴地对着她又叫了一声 小金这么一叫 就像是在责备明若邪 是傻子吗 难道就看不出来这个老女人有古怪 竟然还敢朝着她伸手过来 明若邪缩回了手 往后退了一步 由这两只猫发挥 草嬷嬷先是惨叫了两声之后 更是觉得不对 要是她再顾着惨叫的话 就顾不上应付这两只猫了 这两只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在她袖子里的一只瓶子 直接就被小金给挤爪子抓了出来 滚落到了地上 小金身形一跳 跳到了那只瓶子旁边 爪子就朝她拍了过去 畜生你敢 草嬷嬷控制不住地抱贺了一声 不顾一直在流血的手腕 手指成爪 朝着小金的脖子抓去 草嬷嬷的这一抓 就完全没有收着自己 会武功的真相了 就连瑶瑶都被她吓了一跳 因为在她的这个角度望上去 草嬷嬷的神情 带着猙獰的杀意 看起来就像是 要把那只猫掐住 然后直接给撕成碎片一样 之前草嬷嬷在她的面前 一向都是恭敬有礼之中 带着一点疼爱亲切 她一直都以为 草嬷嬷是喜欢她 心疼她的 哪里想到 她一直都看不懂草嬷嬷 第八百六十集 就在草嬷嬷伸手去抓小金的时候 小金就一个反转身子 把身子几乎都要扭成了麻花 猎爪过来朝着她的手臂抓过去 小金怎么可能会被她抓到 嘶嘶嘶一声 草嬷嬷的袖子 直接就被小金给抓猎了 袖带里的很多东西都掉了出来 下悬器看到了一小卷纸张 手一抓 将那一小卷纸张抓了起来 展开 悬赏命令 司空吉站的那个位置 是在几级台阶上面 他的目力又是极好 所以一望出来 正好就看到了这一张纸张上的字 因为这悬赏命令 本来就已经是扎在她心头的一根刺 所以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字 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 她瞬间杀意就蹦出来了 小黑 小金 撕了她 在两猫和草嬷嬷的混战中 司空吉的声音 突然尘而锐利地传了出来 别人都还不知道 这句话是谁说的 下悬器却立即回头 看向了从里面走出来的司空吉 这一身锐利杀意凶残的静毛 才是她原来的样子吧 小黑和小金也似听明白了她的话 两猫同时喵的一声叫了起来 静弓更为狠力 小金的身上都是有了一些黑气 就是小金的眼睛里 如果有人仔细看 都能够看到里面 隐隐有一丝丝的筋芒 仿佛是杀气凝成了这样的筋芒 随时都会蹦射出来 将人杀死 草嬷嬷避开很是狼狈 她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两只猫逼得全力而出 但还是几乎难以抵抗 她的头发散了 袖子都碎了 手臂上被挠出了无数血口子 血直流 那两只猫 还在继续朝她狠狠地疯来 并且 她似乎是闻到了 这两只猫的身上 渐渐有一丝 她曾经在哪里闻到的气味 那是一种树木的味道 那种味道 沉稳内敛 而有一些缥缈的感觉 小金和小黑 狂挠着草嬷嬷的时候 再一次身形一扭 爪子就拍上了她之前 落在地上的瓶子 加上了她自身的重量 只听到啪的一声翠烈 还有些灰尘被这样的力道 给溅了起来 那只小小的瓶子 直接就被小金给拍碎了 她松开爪子 众人定睛一看 看到了瓶子里的碎片里 有点点的纤细 还有一些黑色的模糊一小团 不知道是什么昆虫的尸体 看来 那个瓶子里原来是装着一只活物的 但是现在完全被小金拍死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不 草嬷嬷嬷 草嬷嬷看见那一小团东西 绝望地惨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小黑就在她的脖子上狠狠地挠了一下 她的脖子也有血喷了出来 瑶瑶 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抱着头 不停地尖叫着 草嬷嬷在剧痛之下 又一点回神 瞬间就想到了可能的关键 那悬赏令 那悬赏令要悬赏的 是大真静王的妻子静王妃 跟我们下图没有关系 陛下 她不是下图的人啊 老神杀了她 对咱们下图 也是有好处的 老神把这件事情跟您说说 陛下 对您也可能是有好处的呀 静王妃也不是大真人 她是蓝国的郡主 她现在 也是在大真的京城 跟你们寒塞城也没有关系 你们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生气啊 没有必要因为这么一个 跟他们都没有关系的陌生人 这样对她 她可以告诉他们 这悬赏密令是怎么来的 能拿到什么好处 她可以把这样发财的机会 让给他们 还能带着他们接触到 只有小部分人 才知道的一个秘密 关于失落圣坛的秘密 草萌萌捂着脖子 摆着老脸 声音颤抖地叫着 真的 杀了静王妃 是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好处的 一颗不知道哪里来的小石子 激入了她张着的嘴里 没有停留 穿破了喉管 击穿了她的后脖 从后面破壁再飞穿出来 没入了她后面的一根防护栏的木桩里 直接没了进去 只留下了一个带点血迹的洞 看不到深陷进里面的那颗石子了 可想而知 出手的人是用了多大的力道 这内劲有多么可怕 本来一直在叫着的草萌萌 完全就僵住了 直挺挺地站在了那里 喉咙里有点咕噜咕噜的声音 很快又有血冒了出来 我一会儿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哼的一声砸在了地上 摇摇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又看了一眼草萌萌 又尖叫起来 然后眼皮一翻 吓晕了过去 萧府的下人们看到了这一过程 全都僵着身子 没能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是谁出的手 甚至一开始 都还没有看到草萌萌是被击中了哪里 等到他脖子的血冒出来 他们才算是看见了 那颗石子是谁击出来的 他们连一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下旋器猛然回头看向了已经走出大门的磁空机 他面无表情 眸光如霜 一手 附在了后面 一手握住了明若邪的手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他出的手 可是下旋器自己就是高手 那颗石子急舍而出带来的破空声 凌厉地挟着风的轨迹 他是感觉到的 那个方向 除了司空急 就再也没有别人 锦王司空急 不过 他也不会觉得草萌萌死得冤 领了这样的悬赏密令 要杀明若邪的人 竟然还没有认出了郑主 就在他面前站着 这得有多蠢啊 想要杀明若邪 还有想要将明若邪杀了在分尸的 死一百次都不为过 刚才 在草萌萌说话的时候 下旋器本来就已经要出手了的 可是司空急比他快 下旋器在看到了明若邪 低头反握住司空急的手 手指还疑似 是在替他擦去纸尖的一点灰的时候 他再一次觉得 自己什么事都落后了一步 他不是不能做得好 不是不能护着明若邪 他不是不优秀 不是不好 他差足差载 比司空急晚了一步 萧府的管家这个时候 才匆匆跑了出来 看到了这府门外的一幕 差点一口气没能上来 管家屏住了呼吸 负责 拒绝的血腥味太浓 这怎么回事 司空急握着明若邪的手 转过身看着他 当真是在认真道歉 抱歉 这二人是冲着夏公子来的 门口见邪死人 总归是过于晦气了 这件事情 等萧老爷子跟夏公子商量一下 相信夏公子会仔细赔偿的 说完了这句话 他又看向了夏玄器 是吧 夏公子 萧府的那些下人这个时候 都是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夏玄器 然后又看看管家 每个人的眼神 都是想要努力地 跟管家表达一个意思 管家 别别别 不用啊 不要跟人家夏公子谈牌上 这可是夏图的皇帝陛下 夏图心地 勇猛果决 凭着一人之力 收服夏图兵力 握着长剑 踩着一路白骨 夺到了这个皇位 本就不是一般人 刚才出手的人 他们看不清楚 但是看那个方向 似乎就是夏玄器所占的位置 所以萧府的下人 都觉得杀了草萌萌的人 就是夏玄器 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强国皇帝 他们大臻若国若成 一个小小富户家里的管家 敢跟对方谈赔偿 管家呀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 不能点头啊 管家嘴巴动了一下 发现这些人 都跟着自己的动作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犹豫着 总觉得这些人 有点不太正常 这都一个个地瞪大眼睛 盯着他干嘛 说要说明什么意思啊 管家小心地回了一句 鸡尾竟然杀了这人 说明他应是该死 对对对对 管家 就这个思路 下人们疯狂点头 不过 这府门口死人见血 纵下人的心 都猛地提了起来 死人见血怕什么呀 当他们这府门口 没死过人 没见过血吗 他们是长期在对抗水匪的呀 以前最可怕的一次水匪来袭 他们跟要攻入府的水匪 拼上了三天两夜 这府门口 还不是血流满地 他们寒塞城 又不是那些安逸无事的城池 见自己这么说了半句之后 下人们的神情又都变了 管家的话 再小心地一转 我们好好清洗干净就行 几位都是三小姐 带回来的贵客 既然来了萧府 本来也是应该 由萧府护着各位的安危 现在已经让贵客自己出手了 没有理由还要怪罪 管家 这么说是没错的 这可是下屠皇帝陛下 第八百六十一集 下旋器做了个手势 立即就有侍卫闪出 拿出了一支银带 递给了管家 这是给各位的一点心意 终是我们给贵府添麻烦了 下人们立即瞪着他手里的 那个银带子 那口气又提了起来 管家 这能要吗 这也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人 万一这两个人真的在萧府 把下屠陛下给怎么样了 那他们萧府 还得落一个放凶入宅的罪名 现在他们什么也没帮忙 还能得赏银 还有 能够跟下屠陛下走在一起 看起来又是平起平坐 说话这么随意轻松的 这一对容颜出色的年轻男女 想必身份也很惊人 下旋期这个时候 则是看向了司空吉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算是见识到了 与传言 吉不一样的锦王 传言中 静王司空吉 就是虚弱一病交 实际上 他却有着高深莫测的武功 传言中 静王没有母族支持 从小 也是在深宫被欺辱 只怕性子 也很是软弱 实际上 静王心狠手辣 而且还颇有点无耻 他杀的人 都推到别人身上 连着赔偿 都可以没半点心虚地 说出口来 让萧府的人 来找他算这笔账 而他自己则站在一旁 无辜得很 好像 什么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 他就只是 想握着明弱鞋的手 表示一下自己护着他 不能离开他 这边 血流满了地 死了人 也不管他的事 静王 好得很 以后谁再说静王 只是一个软弱病交 他一定先捉 司空极居然还不避不闪地 映上了他的目光 两人目光 在半空碰上的时候 他还微微一笑 风华无双 绽放他的美 下旋气有点窒息 他错了 他输 还输在一点 脸皮不如司空极厚 师妹 其实我现在怀疑 你会不会是被他骗了 你真的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明弱鞋举起了 他和司空极紧握着的手 点了点头 师兄 您放心 我不是被骗的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看来 那看来师妹的喜好 也是挺特别的 这叫飘悍 能骗我的人也是很罕见的 明弱鞋一笑 他就是这么自信 夏旋气点了点头 反正明弱鞋自己知道 司空极是什么样的人就行 不是被他的外表骗了就行 司空极侧头看着明弱鞋 威威一笑 我叫若若 可比我聪明通了 这个时候 萧府有一个下人 弱弱地举了举手 请问 这位姑娘要怎么办啊 她指向了 还晕在地上的瑶瑶 草嬷嬷是死了 他们已经派人抬走 但是 瑶瑶没死啊 她就是被吓晕过去 可能还有一点 是因为痛晕 把她绑起来 这要带走 司空极和明弱鞋 听到她这么说 倒是有点意外 这说明 她要走了 夏旋气正对着他们 夏图确实还有很多事物 要等着我回去处理 虽然我很想跟你们 留在寒赛城这里 看看水匪是如何的猖狂 你们待在这里 要保重 师兄回去 也小心一点 明弱鞋 也不是一个 拖泥带水的人 虽然她觉得夏旋气 应该能够当一个 很好的兄长 但是 她跪为一国之君 又刚坐上那个位置不久 能够出来这么多天 已经是偷出来的时间了 而且出了这么一段时间 就已经遇上了鹰夫人 还有这个草嬷嬷和瑶瑶 一下子就能够寻到她的踪迹 对于她来说 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司空极 却注意到了另外一点 她看着夏旋气 却是对明弱鞋说的 你看师兄是不是没病了 夏旋气听到了这话 也愣了一下 然后就定定地 看下了明弱鞋 夏旋气这段时间 看明弱鞋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种 胸腔里的感情 都要冲撞 蹦出来似的一样 看到她 就想要亲近她 拥有她 一想到她的身边 有司空极 一想到不能拥有她 她的心就会特别地痛苦 要不是她是一个 很磊落的人 心中并没有什么恶念 说不定早就已经 付出行动 对她做出什么了 想要破坏她和司空极 想要把她抢过来 心都系在她的身上 靠近她的时候 都想要凑到她的颈窝里 去生锈一下 她都觉得 自己真的是有点变态了 她就是知道自己不对劲 这样的病 一开始也不好意思 让明若邪替她治 可是现在 好像没事了 她对明若邪 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一种 光明磊陆的感觉 只是这样看着她 她只有欣赏 亲切 但是已经没有了之前的 那么些奇奇怪怪的念头 看着她和司空极 一直亲密地 手臂贴在一起 站在一起 食指紧扣着 她也已经没有了 那种疯狂的极度 想要去把他们的手 给扯开的冲动 她现在面对明若邪 已经恢复正常了 夏璇器 刚才是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 直到司空极提起来 她才察觉到了 难道 她的病就这么好了 明若邪也愣了好一会儿 但是现在一观察 她也注意到了 夏璇器看着她的眼神 已经清明明亮了很多 不是之前那种怪怪的眼神 倒像是以前 她看着她的眼神了 脑子里转了几转 目光在无意中 落到了地上的之前 被小金给采成了 一团糊的昆虫的时候 她脑子里 灵光一闪 难道师兄之前 就是因为这只东西 才会变得行为和心思 都那么古怪的 夏璇器和司空极 也都朝着那东西望了去 然后两个男人 又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 两人 都同一时间肯定了 明若邪这个猜测 应该没错 那这应该就跟南疆的 那些蛊差不多 就是因为跟那些蛊虫 差不多 种了蛊毒的人 才会有这样 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想法 和行为 而只要母蛊死了 就会恢复正常 夏璇器现在 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这也就能说清楚 为什么他们可以 找到师兄你了 可能是这东西 可以嗅到你身上 有什么气味 这个瑶瑶 是宫里一个太妃的侄女 当时我去太妃店里用膳 见过她 只吃了一点 她亲手做的东西就 就怎么样 夏璇器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他们也都明白 是什么意思 就变得对明若邪 有些怪异了 小金和小黑 在草嬷嬷死了之后 就恢复正常了 两只猫还挺嫌弃 这府门口的血 流遍了地 早就已经跳到了 门楼上去了 现在 听到了 他们说着那只东西 小金就一连串的猫叫 似乎是有什么话 要和明若邪说似的 明若邪这个时候 哪里顾得上去猜测 他是想要说什么 他们又退进了大门里 明若邪 再给夏璇器把脉 果然发现 之前的诊断 可以推翻了 看来这个世界 果然是无奇不有 那只东西死了 师兄就没事了 夏璇器的心中 也是重重地 松了一口气 他也觉得 现在这样好太多了 明明他就已经 没有办法 把明若邪 从司空杰的手里 抢过来 但是心思 却一直在那里 还要跟他自己的正直 做斗争 也实在是太过辛苦了 现在这样光明磊落的 他欣赏他 感激他 喜欢他 把他当成师妹 当成家人 不就正好 看来瑶瑶 这么千里迢迢地 追来寻朕 倒也不是一件错事 那师兄要赏赐他吗 哼 少赐 夏璇器眸光一闪 他就是那么一说罢了 难道还真的感激瑶瑶 要知道 本来他会有这样的怪病 也是因为瑶瑶 现在 瑶瑶和草萌萌送上门来 他就明白 当真是那一次 去姚太妃店里用膳的时候 中了瑶瑶的招了 不只是夏璇器松了口气 瑶瑶瑶 其实也是松了一口气的 这个草萌萌的身份来历 师兄回去得好好地查一查 他是怎么会到了 瑶瑶的身边的 还有 后宫的那一位姚太妃 师兄也得查一查才行 这个 朕自然知道 还用得着你说吗 夏璇器虽然怪证一处 但是对司空吉的不满 还是没有消除的 何况 司空吉还拿他甩锅呢 司空吉不想和夏璇器 成为情敌 虽然有信心 明若贴不会是那种 建议思迁的人 也对自己极有信心 觉得自己不会输给夏璇器 但是夏璇器这个人 毕竟厉害 又已经手掌下图 万一 以后成为敌人 他大一要成功的路上 就会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所以现在 司空吉喊一句师兄 是喊得心甘情愿的 当师兄好啊 第八百六十二集 夏璇器决定要走 就没有再停留 甚至都没有想 跟萧赵雪告别 现在他对名入邪 都已经没有了那种感觉了 对于本来就只是 勉强地替身的萧赵雪 也更没有了什么感觉 他愿意离开 他的侍卫们都高兴得很 等到他们一行人 离开寒赛城 越过了边界去往夏图 萧府大门口 也已经清洗干净了 虽然一到大门口 还是觉得隐隐约约 有那么一点血腥味 但也还好 也不知道萧赵雪的父兄 到底如何了 他进去后院这么久 竟然没出来 司空吉和明若邪 便在萧府的花园里 转来转 这个草嬷嬷和他身上的 那只小昆虫 杨小金小鹤这么憎恨 会不会也是来自 十落圣坛的 明若邪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把两只猫给招了过来 明若邪看一下了小金 小金应该能够清楚一点 在飞若寺那一次之后 他算是明白了 小金应该就是来自于 失落圣坛的 而小黑 当初会那么凶残 只想攻击人 血腥狂躁 则是因为用了 虚米鼠的血 制成的毒 被狠狠地折磨过 然后把他的性情 变得极度地暴躁和暴力 那些味道 都已经刻入了 他的身体里 他才会一闻到 相关的味道 就失控 你们说说 那个身上有 小昆虫的老太婆 是不是失落圣坛的 听到明若邪这么问 小金 立即就喵的一声 叫得相当地坚定 还真是啊 司空几乎皱了皱眉 他也从这一段日子里 遇到的 和得到的一些线索 想通了这一桩事 看来 是当年曾经一起 进入过失落圣坛的人 并从圣坛里 带出来的一些东西 都分散流落了出去 引发了不少人的 向往和贪婪 他们拼凑到了一些 可以探知圣坛 或者是进入圣坛的办法 正在勾结着 想要达成这个计划 你的意思是 他们想要找到 失落圣坛 很明显是的 但是不只是一批人 应该是有几方人马的 有的人知道 小金的来历 知道他吞了 打开失落圣坛的关键 所以才会一直 想要来抓小金 还有一批人 得到的是 更血腥诡异的办法 说到这里 司空级的毛里 又闪过了杀意 这个更血腥诡异的办法 应该就是跟 那悬赏命令有关了 有人觉得 明若邪的献祭 就可以找到失落圣坛 打开圣坛 所以那背后的人 就下了这样的 悬赏命令 那这个草嬷嬷 应该是其中一批 人里的一个人 但是他明显正冲着 师兄来啊 难道 师兄对于他们 也有关键的作用 明若邪思来想去 总是觉得这看来 好像都没有多大 关联的人和事之间 好像是有什么一条 奄奄的线 把这些都给连在了一起 可是 他一时又没能想出来 是什么 司空级 却是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只怕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想要利用那些 从失落圣坛流落出来的东西 助他们夺下江山皇位 又想着用皇权兵礼 再去寻找失落圣坛 占有圣坛 夺得无上权力和力量 失落圣坛 当初被那些人 带出来的东西 只怕也是已经暴露了 他们优异的本事 毒也更毒 虫也更诡异 几乎 都是优于他们 现在所在的 这个天下间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觉得 失落圣坛里不管什么 都是强大无比的 现在 他们一边要搜集 以前流落出来的那些东西 利用这些东西 来争权夺利 消灭敌人 一边想要夺下皇权 得到兵力 到时候能够跟别的势力 再去争失落圣坛 所以 皇位他们想要 失落圣坛 他们也想要 像是大臣的皇上 现在下徒的皇上 就都成了 他们想要干掉的人 所以皇上之前脑袋里有虫 草萌萌想利用摇摇 接近下旋器 也是给他下了股 想要控制他 还有那些 想要抓小金的人 以及落脂和他背后的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不是来自于南谷夷神坛 就是一些 从失落圣坛流出来的东西 暗地里有这么一条线 各国皇权 势力 与失落圣坛 奄奄有了联系 明若邪听到了 司空姐这么说 皱了皱眉 现在看来 失落圣坛 真的不是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被找到 并不是好事 尽管那里可能 真的是一片室外之地 土壤极为难得的肥沃 物产难以想象的丰盛 那里的气候 也是他们极少经历的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代表着危险和混乱 现在看来 失落圣坛 流落出来的东西 都带着很强的危险性 现在还只是有少数流出 要是那个地方 真的被寻到 被打开 里面的东西 毫无顾忌地被带出来 四处传遍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真的 不会是一件好事 对于 本来就裹弱的大真来说 更不是一件好事 飞若寺的住持那里 那些所谓的奇花异草 和那只虚弥蜀 只怕也是从失落圣坛来的 敏若邪这个时候 也想明白了 那些东西 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否则 小金不会那样 毫无顾忌地 全部都毁坏了 司空吉 也是这么想的 小金 就是从失落圣坛出来的 虽然 紫园大师 没有很明确地 说出这一点 但是他们现在 已经确定了 相信小金的灵性 如果是好的东西 至少 能够治病的 或是有益的 小金都未必 会那样 丑都不丑一眼 就把那一园子 奇花异草 全都给毁坏了 小黑可能是 失落圣坛 流出来的毒草 受害猫 所以他对那些东西 也没有好感 在要坠杀 虚弥蜀的时候 更是毫不在意 那些花花草草 能踩多狠 就踩多狠 还时不时地 就把一些 抓挠出来 折掉 可以说 那些东西 带给他 相当不好的感觉 不管是 洛盛坛里 还有什么宝贝 既然 是已经封闭的地方 那就让他 继续封闭下去吧 至少 这个时代 不要放开 在明日鞋看来 等到以后 世界发展 更先进了 能够有当权者 把握控制住 那些东西了 再留出来更好 只怕那些水匪 要找住持 就是想要 那只虚弥蜀 而他们也是知道了 失落圣坛的人 要是那些水匪 野心这么大 那怎么收服啊 那这些水匪 你还收不收 去看看 那么多的水匪 不可能都是 同一个帮的 而且知道 失落圣坛的人 也不会有那么多 韩赛城水匪为患 人数众多 那些找 菲若斯住持的人 应该只是 其中极小一部分 要不然 他们就不用 先去威胁住持了 而是一大帮人 直接杀到菲若斯 把人和东西 直接掳走就行了 您有打算就行 司空吉 倒是一点都不在意 明若邪听他这么说 也有一些道理 也就懒得 都想这些事情了 他们之前 在门口 已经闹腾了这么久 萧府的那些主子 都没有什么动静 萧赵雪 也一直没有出来 等到明若邪和司空吉 在这里说完了 关于失落圣坛的事情时 萧府大门口 才传来了马蹄声 还有一道 挺响亮的嗓门 这里 谁出了什么事 难道又有水匪来了 司空吉和明若邪 对视了一眼 可能是萧儿回来了 韩赛城虽大 但是萧儿起码去请大夫 也不需要去这么久吧 他们来之前 萧儿少就已经去请大夫的了 他们在这里忙活了这么大半天 人家才把大夫请来 这是去哪里请的大夫啊 可能是 这位大夫难请 走 我们也出去看看这位大夫 明若邪对于这位大夫 还是有点兴趣的 结果他们刚到了大门边 便听到了另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还有阵阵传来的锣声 有人在京剧的大叫着 水匪来了 水匪来了 在之前城门那里 刚刚大战过一回 死伤了那么多人 城门上的血迹 都还来不及清洗干净了 水匪又来了 这个时候来的 不会是同一帮水匪吧 应该不是 萧儿刚刚问完 是不是来水匪了 萧家的管家下人们 还来不及跟他解释之前 是发生了什么 水匪 就真的来了 明若邪有些无语 这个萧儿少爷 是不是算乌鸦嘴 第八百六十三集 司空吉和明若邪 已经来到了大门口 而大门外刚刚下马的萧儿公子 听到了远处的罗声 脸色也是大变 立即就猛地掀开了马车 雅大夫 老您赶入府 给我爹我大哥看着 正好来我们萧府 当时躲水匪了 说完了这句话 他伸手 就想要将那个男人拉下来 马车上的雅大夫看起来已经将近无旬 瘦靴 黑头发中隐隐地夹带着几根白 眼长微脸 肤色微黄 嘴唇有一些发白 看起来 自己也是身体不怎么好的样子 穿着一件洗得有点泛白的淡蓝袍子 头上竖着一根深蓝发带 看着也是 跑了线 起了点毛边的 腰间 没有半块玉佩 刨下的一双黑色棉鞋 看着席头 也蹭破了一点点 只剩下了薄薄一层 叫初初大脚趾来似的 雅大夫看起来 起貌不扬 又很是有些寒酸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人 我会想到 他竟然就是最近这寒塞城里 很有名气的雅大夫 明若贤八卦心强一点 司空节还要保持着 他病交人设 慢悠悠走着的时候 他已经等不及地 先提着裙摆跑出来了 正好看到雅大夫 被扶着下来的一幕 而一看到这个雅大夫 明若贤就挑了挑眉 有点意外地 问旁边的萧府下人 这就是雅大夫 是啊 这位就是雅大夫 韩塞城的人 平时请人家看证 都不付枕金和药钱的吗 下人先是愣了一会儿 然后才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赶紧回答 不是的 给枕金 给药钱的 就是雅大夫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不给自己 多买两件衣裳鞋子 一直都是两套衣服 一双鞋 没见他换过别的 这个下人说了这话 又赶紧伸手来拦他 想要让他快些进去 这位少夫人 您赶快进去吧 敲了锣了 有水匪来了 虽然城门那里有人守着 但是说不好什么时候 就守不住 会有些水匪攻进来的 到时候城里 就会乱起来了 可不能让那些水匪 看到您 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子 她们韩塞城里 还真的没有见过 她们三小姐 本来就已经长得很好了 水匪一来时 老爷和大少爷 二少爷 也都会很紧张地 让他躲起来 现在这一位贵人 长得 可更是让人 移不开眼睛 万一被水匪看到了 那还得了 明若邪还没有回答 小二少爷和雅大夫 已经听到了 他们的说话声 两个人 同时朝这边看了过来 小二少爷震惊 压抑地瞪大了眼睛 一下子也是看得 眼睛有些发指 而这个雅大夫 却是脸色一变 竟然不由自主地 往后退了两步 因为动作太快 又忘了后面还是马车 她的动作太大 后腰重重地撞到了 马车的横把上 碰得她后背 疏得冒出了汗 她这样的反应 落入明若邪的眼睛 顿时就让她觉得 有一些奇怪 这个雅大夫 看到她的反应 可不像是不认识 她的样子 可是按理来说 他们就是完全不相识 的两个人才对 雅大夫这个时候 也反应了过来 立即就僵起了脸 垂下了毛子 但是现在 已经太晚了 明若邪已经盯上了她 反正要是说 雅大夫没有古怪 她是绝对不相信的 她能够想起来的记忆里 没有雅大夫 这么一号人物 在见过 晋长月之后的 这段时间里 一旦有点空 明若邪就会努力地 去搜寻这 明三原有的记忆 她实在是不想 再遇到像 晋长月那样的 已经有些 遗忘了的记忆了 所以 这段时间 她有些 该想起来的 不该想起来的 都已经想得七七八八 反正 就是没有雅大夫 这么一号人物 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我家 小二少爷这个时候 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回过神来 但是 她刚刚问出了这句话 便看到了一个容颜 不输给明若邪的 年轻男子 从她家里走了出来 站到了明若邪身边 两人 这么站在一起 实在是太过登对了 让本来 被明若邪的美貌 一下子击中心脏的她 都伸不出 半点一丝来 更何况 其实她心里 早就已经有人了 这一次快马加鞭 跑回韩赛城 一来 是因为听说父亲出事 二来 就是因为被水匪 掳走了的纪小姐 纪小姐现在生死未卜 她还在这里 被美人晃花了眼 当真是不可饶恕 小二定了定神 又问了一句 你们二人是什么人 二少爷 他们是小姐带回来的贵客 下人赶紧就跟她说了一句 这个时候还不好说出 他们跟下屠的皇帝陛下 都很熟的事情 而且下屠皇帝陛下 才走没多久 小二愣了 你说谁带回来的 小姐 三小姐呀 赵雪她不是 她不是死了吗 二哥 小赵雪这个时候 才红着一双眼睛 从里面冲了出来 越过了司空级和敏若邪身边 一把扑入萧儿的怀里 差点把她撞得往后退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说我死了 我活得好好的 一直等你回去找我 你为什么不回去找我 还说我死了 小赵雪从父亲和大哥那里 哭了几场出来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声音还带着一些哽咽 可是 可是我回去找你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伤队 说半路看到一姑娘坠牙了 那里只勾住了一根布料 看着 就是你当时所穿的衣裳的料子和颜色 我当时还在那里 很伤心欲绝地哭了一场 但是那断牙太深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下去收拾 所以我就在那里坐下了记号 想着 等赶回来救下父亲和 之后 以后再回去把你从崖底背回来的 小二静地伸手 掐了掐她的脸 又掐了掐她的肩膀 然后 还摸了摸她的鼻下气息 被小赵雪一手拍开 你有病 就不行别人 穿跟我差不多颜色的衣裳吗 谁都没有想到 小二少爷会抛下妹妹一个人 就这么赶回韩塞城的原因 就只是因为一个乌龙 小赵雪 咬着下唇 委屈地瞅着她 泪水如珠 一下滚落出眼眶 小二 也是自责愧疚的 不知如何是好 眼神左闪右闪的 又落到了司空级和明热邪的身上 那他们 当时我都差点在绿城被人害了 是他们救下了我 他们也要来韩塞城 所以也顺便把我送回来了 二哥 他们是我的恩人 小赵雪 强调了这一点 这个时候他也还不知道在这门口 当着雅大夫的面 能不能直接说出司空级和明热邪的身份 但又怕萧二对他们不敬 赶紧就把他们的救命之恩说了 萧二咚的一声 就双膝跪了下去 咚咚咚又朝着司空级和明热邪 扣了三个响头 明热邪往旁边一躲 有一些无语 看来这个长得还算俊朗的萧二 确实有点愣 要不然也不会闹那样的乌龙 直接就把妹妹给丢了 多谢二位 救了赦妹的命 大安大德 以后我们萧家会好好报答的 现在请二位赶紧进府 我得去看看水匪被拦下了没有 要是有水匪冲进城 等会儿会四处掳掠的 萧姐长得这么美貌 他们一定会抢你回去 听说他们水匪能娶的女人少 所以抢到一个女人 都是要服侍好多个丈夫 很可怕 赶紧躲起来 这话说的 司空级拳头都硬了 话怎么能够这么多呢 萧赵雪也使劲地 掐了掐二哥的手臂 脸都占红了 本来刚才还是气得不行 想要把这个神经病的二哥 给打死算了 但是现在听到他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他又怕他惹了祸 等会儿 被晋王打死 做萧儿的妹妹 实在是太难了 起来吧 明若鞋忍着笑 这萧儿原来还是个愣头青的书性 萧儿起身之后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眼眶有一点发红 二位 不要跟我说话太直 实在是 以前曾有不少来自别的地方的贵人 在这里听到水匪来袭后 一个个都不当回事 觉得城门破不了 守城的将士就会把水匪拦在外面的 还若无其事地在街上晃悠 结果就遇上水匪了 明若鞋想到 非若似住持说的话 说是这城里的一个姓纪的大户人家 家里亲金被水匪掳去了 那个纪小姐 好像就是萧儿的心上人 明若鞋又觉得在这个时候 还能对她说出这些话来 可能萧儿是真心关心她 想要好好地劝着她 重视水匪 第八百六十四集 司空级一直在仔细倾听着周围的动静 她也听到了四面八方 都有人在敲锣 让外面的人回家关门 做好抵御水匪的准备 街上桥上 都有人急急地往家里奔去 另外 一些年轻些的 则是帮着引路指挥 不让人们乱起来 明明水匪都已经来袭了 萧儿还能在这里给他们叩头感谢 可能 也是因为他们自己 也已经抗击水匪有了经验 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的准备 萧府的其他下人 死匪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明若鞋还看到有的下人爬上了墙头 把宫搭在了院墙上 门前的三道防护栏 也已经有人抄着刀剑出来 分别展开 警惕地盯着前方来路 就连萧赵雪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都没有太紧张 看来 水匪来袭 对于寒赛城里的百姓来说 真的 都已经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 但就算是寻常 恐惧和惊慌 却还是有的 明若鞋 就听到了 后面门边角落里 一个仆妇 刚刚拉住了一个握着剑 冲出来的家丁 应该是母子俩 仆妇叮嘱了他一句 一定要小心 声音都带着哽咽 那个家丁看起来 也才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 冲出去的时候 明若鞋都看到他握着剑的手 有些紧张得太过用力 指尖都犯了清 他扫了一眼 他们的神情 也都是害怕紧绷的 到了寒赛城这里 天气越发冷了 现在风割到了脸上 都带着一些刺骨的疼 穿得多的话 可能是打起了动作 会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出来的人 都没有穿着后面袄 他们的脸色 是被动的 也是害怕的 都隐隐的 有一点冷清 明若鞋还分了一些关注 在雅大夫的身上 自刚才第一眼 看到明若鞋有那么一点震惊惊害之后 雅大夫就很快地冷静了下来 就一直没有往他这边看 而且也还是很木讷 沉寂的样子 低着头背着药箱 在那里站着 似乎是很没有存在感的样子 但是这么冷的天 那些十几岁的少年 都还有些抖 明若鞋却注意到 雅大夫站在那里 稳得跟什么似的 抖 是一点都没有抖 就他穿得那么寒酸 看起来 也不像是很暖和的样子 难道不冷啊 赵雪 你快点带雅大夫 进去看爹和大哥 客人你也先着火 我要去城门那里看看 萧二这个时候 就顾不得再和明若鞋司空吉 他们说什么了 赶紧就冲去翻身上马 也不顾萧赵雪的叫声 嗤了一声 急迟而去 二哥 你小心点 萧赵雪的声音 也带了一些颤抖的哽咽 他望着萧二的背影 虽然他没有看见 但他还是用力地 挥了挥手 萧大少爷 本来就是在城门那里 抗击水匪而受的伤 现在萧二又去了 萧赵雪很担心 他也会在那里受伤 喊了这么一嗓子之后 他就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然后跑过去 扶着雅大夫 雅大夫 您快给我爹和大哥看看 他们伤得太重了 雅大夫就无声地点了点头 被他扶着 往萧府里走 经过明若邪和司空姬身边的时候 萧赵雪看了看他们 二爷快些进来吧 不能带在外头了 谁也说不好那些水匪 什么时候会进来 若若我们进去 司空姬拉着明若邪 跟在他们后面 叶进了大门 两人的目光 都落在雅大夫的背影上 萧赵雪 有点歉意地回头 二位 我会让人安排你们到客房的 你们进去后 就把门关紧了 别出来 我得先带雅大夫 去看看我爹 我跟你们去吧 萧赵雪愣了一下 萧姑娘可能还不知道 我也懂点医术 可以去看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吗 那若若就跟着萧姑娘去吧 我去休息一下 司空姬也同意 她给了明若邪一个眼神 明若邪猜测 她不会很听话 去客院休息的 只怕 要出去亲眼看一看 韩赛成的情况怎么样 那些水匪又是什么样 这个时候 她能够跟在萧赵雪 她们身边 反而更好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给她们打打掩护 她便给了司空姬 一个小心点的眼神 然后跟上了萧赵雪 等她们离开 清白闪身而出 哑低声音 竹子 那个雅大夫的诱饵后面 有一颗深青色的痣 司空姬一摆手 示意她不需要再说下去 她眸光微深 声音缓缓 若若肯定是看出来 她有些可疑了 若是她露出什么马脚来 若若会救出来的 没错 她们一直想寻找的某个人 就有一个记号 右耳后面 有一颗深青色的痣 但是这个人看起来 与她们曾经听到的描述里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 也还不能说明什么 司空姬一相信明若些 她刚才 就一直在留意着雅大夫 明显就是觉得 她有些可疑的 只要是被她盯上了 总能够揪出马脚来 是人是鬼 早晚能够知道 明若鞋跟着萧赵雪 到了萧老爷子的院子里 一进到院子里 她也看到了 守在院子四处的一些家丁 他们都严阵以待 听到了脚步声 这些人都跳了出来 建议指出 看到了萧赵雪 这才松了一口气 把剑收起 小姐 是您啊 这里 有一个年纪更小的小厮 看起来 也才十岁左右 眼泪都快出来了 嘴唇都在抖 萧赵雪 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这样的 别怕 小姐 我不怕 她飞快地 看了明若鞋一眼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手紧紧地握着剑柄 并没有松开 明若鞋的心里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还赛成 当真是受水匪之苦久矣 你也杀过水匪吗 小赵雪 已经扶着雅大夫进去 明若鞋看着这个小厮 问了一句 其他人 无大感看她 都回到了自己守着的位置 这个小厮 又看了看明若鞋 又回头看了看他们 鼓起了勇气 放低声音 没有杀过 但是 她的但是之后 神情就变得有一些纠结了 明若鞋 也没有想到 能从她这里问出什么 可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又觉得这个小家伙 可能会说出什么 让她意外的话来 那是什么 有一次好几帮水匪供了进来 我在外面挨东西遇到了 本来是有一个水匪 已经要砍了我的头的 但是在她后面 有别的水匪杀了她 啊 你的意思是 他们内斗 水匪有好多帮的 我也分不出来 但是那个杀了水匪的水匪 就是凶巴巴地 对我说了一句 让我快回家 后来我就一路跑回来了 那一次之后 我反复地烧了半个月 差点没烧死过去 说是受了惊 失了魂了 明若鞋 若有所思 小四又小声地告诉她 但是我叔他们 不让我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婶和夫人 老夫人他们 一起都是被水匪杀了的 所以她觉得 所有水匪都是坏人 都是该杀的 爹 屋里传来了 萧赵雪的叫声 很是惊慌的样子 明若鞋便没有 再跟这个小四说下去 快步进了屋 一进去 便闻到了一股 很浓的药味 这药味 应该不是一种药 散发出来的 是夹杂着 很多种药材的味道 十分复杂 亚大夫 正一脚踩在床檐 伸手 压着床上一老者的肩膀 萧赵雪 也在后面帮忙 按住老者 而那老者 双目鼓起 额头 蹦出青筋 脸色 胀得红到 近到紫的程度 全身紧绷地颤抖着 亚大夫嘴里 一股药液 全喷到了老者的脸上 还浇了他 一头一脸 就是在后面的萧赵雪 都没能幸免 脸上脖子上 衣服上 也被喷到了一些 他一将 当时脸色就有些变了 表情还隐隐地 有点压制着相偶的冲动 生生地憋住了 爹 这是亚大夫 亚大夫是在给您治病 您撑住 您忍忍啊爹 原来 这就是萧老爷 萧老爷看起来 六十有余了 但是以萧家三兄妹的年龄 他应该不至于 这么老才对 除非 他是年纪大了 才有了孩子的 当然 萧老爷也有可能 就是因为自己 本来就长得太过着急 加上母亲妻子 都惨死在了水匪手下 受了很大的打击 再加上这几年 抗击水匪 操心劳累 所以 才会显得这样老呢 第八百六十五集 萧老爷满脸被喷了 味道很浓的药水 他僵了一会儿 一时间脑子有点卡壳了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来自何方 我要做什么 就趁着他这个愣住的时候 亚大夫 不知道从哪里 就摸出来了一根银针 就扎到了他的头顶上 然后又再一次拔出了一根长针 这一次 明若鞋看到了 他就是在腰带里抽出来的 而且 还是在后腰 看来 亚大夫是在腰带里缝了一个针带呀 而他这下针的手法 也是让明若鞋 看得眼睛都瞪大了 这手法 快准狠 没个二三十年 只怕是练不出来 明若鞋当然不一样 他是因为有鬼手的能力 下针的时候 可以把控得分毫不颤 这第二针一扎下 小老爷就没有怎么动了 而他额上本来暴涨出来的青筋 也在隐去 脸色缓缓地恢复着 他的眼神都能够看得出来 是渐渐地在恢复清明了 只不过 因为脸上和头上 刚刚被喷了那么一大口的药汁 那药汁还是黑褐色的 在他的脸上还挂了一些污渍 看起来很是狼狈 小赵雪刚刚一直用力地 按着父亲的肩膀 就是担心他真的挣扎得太厉害 把他身上的伤口给蒸崩开了 现在手下的劲儿都还不敢撤 但是又很是心疼担忧 现在手臂都在颤抖着 红着眼睛像兔子 都快要哭出来了 爹 这一次 萧老爷眼珠缓缓地转了转 好像是真的挥过神来了 声音发色地喊着他的名字 赵雪 是爹的雪儿吗 是我 是我爹 你清醒过来了吗 萧赵雪大喜 但还是询问地看向了雅大夫 雅大夫点了点头 他才松开了手 可这个时候 萧老爷刚好看到了 站在门边的明若鞋 他失声地叫了起来 祖宗 萧老爷的这么一声大叫 让明若鞋差点一个劣气 站都没能站稳 他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 萧老爷会喊出这么一声来 本来倒是有点心理准备的 也许 他就真的长得 有点像他们主家的某个人 不是说 有画像吗 但是这么喊出一句祖宗来 是不是 就太过分了 他这么轻松的年纪 就成祖宗了 萧赵雪 也是差一点从床上给一头摔下来 好不容易稳住了 看着自家爹 瞪大了眼睛 然后又看向了雅大夫 他有些弱弱的 又有些不敢肯定地问 雅大夫 您说我爹 有没有可能是伤到这里了 问着这话的时候 他还指了指 萧老爷的脑袋 雅大夫茫然地摇了摇头 又再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意思啊 雅大夫没说什么 把针从萧老爷的头顶上取了下来 然后就退下来 去一旁的药箱里 翻找些什么 你若携这个时候 也好不容易稳住了 萧老爷 我不是你家祖宗 我今年才十七 萧家祖宗 附身于你身上了 萧老爷愣愣地 又问了这么一句 明若邪实在是忍不住 扑斥一声 就笑了出来 萧老爷 你受伤的时候 刷到脑袋了 是啊 爹 这位是韩绍夫人 她是女儿的救命恩人 不是咱们萧家的祖宗 那雅大夫听到了韩绍夫人四个字的时候 动作一顿 然后就好像有些放松了下来 明若邪本来就一直在留意着她的 所以也没有错过她的这一点反应 她这一回来 韩在城里倒是有些好玩了 一个两个的看到她都有些奇怪的反应 这是为什么啊 韩绍夫人 萧老爷 好像是有点灰神了 她定睛再看明若邪 又觉得明若邪与画像上的人 已经有了区别 刚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雅大夫 往她的脑袋上面扎了针 她看起东西来 有一种光怪陆离的炫彩感 刚刚看到明若邪的时候 就只是看得清她的五官 周身都像是有一圈彩色的光运 在那一瞬间 她真的就觉得 这是他们萧家画像上的那个人 但是 现在定神再一看 在她的屋子里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没有光怪陆离 没有发着光的彩色 没有那些光运 她脑子里也没有一阵阵 晕沉沉的感觉了 眼前的人 就不是那么像了 虽然 还是有那么几分相似的 萧老爷回过神来之后 也觉得 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 有一些荒谬 她的神情 就是一致 赶紧就对着明若邪道歉 实在是对不住 韩少夫人 老夫这伤得有点糊涂了 胡说八道 还请韩少夫人谅解 您救了萧女的事情 不对 雪儿 你不知死了吗 萧老爷 又是猛的 失声大叫 把萧赵雪 又给吓了一跳 没死没死 爹 我没死 十二哥不靠谱 搞乌龙了 就是韩少夫人救了我 所以我才请他们 到家里来做客 外面 管家跑了进来 看到了坐在床上 还跟萧赵雪 说着话的老爷 又惊又喜 激动地 老泪纵横 老爷 老爷 你果然醒过来了 亚大夫的医术 当真是神了呀 之前 他们请了别的大夫来看的 都说萧老爷 只怕是没得救了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后事 也可以准备起来了 而且 萧老爷之前 就已经晕迷了 只是时不时地 醒过来一会儿 甚至又不清醒 连人都认不出来 看着 有点像是回宫返赵 又回得不够彻底 管家也一直觉得 老爷 可能是真的撑不住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是真的就好了 亚大夫 大恩大德 管家哭了起来 抹了抹泪 然后想起了什么 老爷 有一股水匪 从南水道那里 潜进来了 他看到老爷 醒了过来 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忘了 小老爷听到这个消息 一下子都顾不上 跟明若席 说什么报恩的事了 他挣扎着 就要下床 什么 南水道那里 不是让人去疯了吗 这件事情 本来是季家负责的 但是季小姐 不是让水匪 掳去了吗 季老夫人和季夫人 都受不了这个刺激 眼看着 快要病得不行了 季老爷 带着全府上下的男人 忙着去找人 这就顾不上了 听到了这件事 小老爷也愣了愣 然后就想起了什么 脸色大变 大叫了一声 不好 爹 您身上还有伤呢 能不能不要 这么一惊一乍的 您不把我们吓死 也可能 把自己的伤给崩开了 你知道什么 南水道要是 被人潜了进来 他们可能也会 从另外几条水道进来呀 东西南北 四条水道要是 都由水匪潜入进来 那他们很快 就会出现在 城里的几个地方 城里要乱起来了 就像是在证实 这孝老爷的话 在他的话音 刚落下时 外面就响起了 一阵又一阵 杂乱的罗声 还有些发射信号弹的声音 又有 噪杂的叫声 隐隐地传来 其中 似乎还夹杂着 孩童婴儿的啼哭 屋里的所有人 都变了脸色 快 雪儿 你带着恩人 马上躲入密室 千万不要出来 管家 马上召集府里所有人 你得入密室 难得分一半留下保护 另一半 随我去支援知府 这个时候 知府那边 可能也是人手不足 只怕是要撑不住了 这么多年来 他们就经历过一次 东南西北 四个水道 都被水匪潜入进来 那一次 城里死伤无数 血流满地 处处都是惨叫声 和痛哭声 而她的母亲 她的夫人 也是在那一次 死在了水匪的手下 那一次之后 他们花了极大的 人力和财力 盖了四条水道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又有水匪 探知了水道的位置 潜了进来 汉塞城里 肯定是出了内奸 小老爷一边挣扎着下床 就要去拿外袍穿衣 一边又觉得 心头如火在烧 又静又急 也不知道外面 已经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现在只希望 水匪 只是探知了一条水道 而不是真的东西南北 四个水道 都有人潜进来了 那样的话 他们只怕 又要经历一场 浴血奋战 第八百六十六集 萧老爷不知道 萧大少爷 之前在城门那里 已经抗击了一波水匪 而且重伤在床 现在也还没有清醒过来 萧大少爷那样的一身伤 就算是能够治得好 只怕 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所以 他正纳闷这么半天 怎么没见大少爷 二少爷呢 管家 大少爷 二少爷呢 老爷 大少爷他 他 他怎么了 萧老爷动作一顿 看着管家 抹着眼睛 扭头又看着萧赵雪 捂着嘴哭的样子 心重重的一尘 用力地闭了闭眼睛 片刻才睁开 他是死于对敌吗 是因为抗击水废死的吗 如果是 他就是我小家的好儿郎 死的有价值 谁也不用为了他哭 老爷这是以为大少爷死了 老爷 大少爷还活着 只是受了伤 现在赶紧让亚大夫 去帮他治治吧 亚大夫的医术这么好 肯定是能够治好大少爷的 管家顾不得什么 赶紧就去拉亚大夫 亚大夫 你快跟我走 亚大夫被他拽着就往外跑 可能是因为他着急了 他的袖子里 掉了一件东西出来 因为太轻 落地无声 亚大夫也没有发现 明若鞋走过去 弯腰拿起了那件东西 发现 竟然是一对 装在一个小布包里的耳环 这对耳环很漂亮 小巧 就是一勾一对 交织在一起的圆环 虽然漂亮 但是对于 见识过无数 首饰珠宝设计的明若鞋来说 也不算很特别 耳环是新的 亚大夫一个中年男人 随身带着这么一对耳环 说奇怪也不奇怪 明若鞋看向了 正拉着萧老爷 想要阻止他出去 抗击水匪的萧赵雪 把那对耳环收了起来 问了一句 亚大夫成亲了吗 有夫人 还有女儿吗 萧家妇女没有想到 她在这个时候 竟然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两个人都愣了愣 萧老爷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没有 亚大夫就是孤身一个人呢 那她在城里 有相好的女子吗 听到明若鞋这么问 萧老爷眼睛都瞪大了 韩 韩少夫人 您怎么会问这个 亚大夫一向就是 疑人治人救人 除此之外 独来独往的 身边来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就连知府大人说 要给她送个药桶 或者送个仆妇 帮她将洗打扫 她都拒绝了 身边哪来的相好的 也不对 这位韩少夫人 怎么说话这么不拘小节的 一个男人有没有相好的 这种话 能是她这么一个看起来 金贵娇美的贵妇人 问出来的吗 哦 那我再去看看她 医治萧大少爷 明若鞋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 转身就往外走 韩少夫人 您快回来 您得赶紧去密室夺起来呀 水匪来了 雪儿 你快去把韩少夫人 带到密室去 你也去 快 要是四条水道都被发现了 城里真的要大乱了 萧老爷急得不行 他们这是都不知道 当年的那场混乱 和惨烈吧 才一个个的 这样若无其事 萧赵雪 叫了一个小丝进来 你看着老爷 别让他出去 交代完了这一句之后 他也赶紧贴着裙摆 就追了出去 您若鞋是晋王妃啊 她也是很担心的好不好 晋王妃 绝对不能 在他们肖家出事啊 出了院子之后 外面的叫哭声 罗声 就听得更清楚了 府里的仆妇和丫鬟们 也都匆匆的收拾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准备一人带一点进密室 萧府里建了密室的 就是防着水匪攻进来 小姐 您怎么还在这里啊 快快快 快去躲起来 有丫鬟来拉萧赵雪 满月也已经寻了过来 看到了明若鞋 她松了一口气 王妃 听说水匪攻入城了 明若鞋四处打量了一下 能够感觉得到 子福他们都在自己周围不远 司空级 人虽然是出去了 但是她不想 也知道 她一定会留下不少人 在她的身边保护的 反倒是她自己身边 不会带着多少人 最多也就是带了 清白和赤兰 让他们都分散开 保护住小姐 满月做了几个手势 一只乌鸦嘎的一声 啼叫着飞了出去 惊得府里胆小的丫鬟 都想哭 乌鸦 现在看到乌鸦 听到鸭叫 是不是又惨了 乌鸦 这是晦气和倒霉的象征啊 这一场鸭叫 给他们的心 蒙上了一层阴影 满月听到了丫鬟说的这句话 立即就大声地解释了一句 这是我们家少夫人养的宠物 没事的 啊 这位看着美貌无双的少夫人 竟然养乌鸦 萧赵雪 已经正开了来拉她的丫鬟 跑到了明若邪的身边 王妃 您快随我去密室吧 哎呀 王爷呢 我们家王爷没事 满月只是回了这么一句 怎么能说他们家王爷出去 看水匪了吧 得让王爷也跟王妃在一起啊 要赶紧进密室的 萧赵雪急得翘脸都有一些发白 现在真的是有点惨 他家爹爹和大哥都受了重伤 二哥出去了 水匪攻打进来了 明若邪反抓住了他的手 你不想去看你大哥 你大哥的院子在哪里 萧赵雪下意识地就指了路 等到他莫名其妙地 被拉着到了萧大少爷的寝院时 他都还回不过神来 难道不是他要带着王妃 去密室躲起来的吗 怎么变成 他被拉着到了大哥院里去了 萧大少爷的屋子里 还是依然有一股血腥味 没有完全散去 之前 端水盆的小丝看到小姐 竟然带着这么两个年轻的姑娘进来 眼睛都瞪圆了 虽然他们韩赛城的风气 是比较开放一些 但是一般也不会有女子 随意进入男子的寝院啊 而这两位进了院子之后 也没有停下 还静止进了屋子 小姐 大少爷现在身上可是不能穿好衣裳的呀 他那个伤连在被上 盖上被子都不方便 怎么能带着这二位就进去呢 再说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小姐怎么还不进密室去了 小赵雪也是没有办法 他是被明若邪拉着进去的呀 而明若邪也没有想到 萧大少爷伤成这个样子 好在他还是有薄被盖到了腰部的 也就是后腰都露着 他趴在床上 背部的一片伤就这么呈现于他的面前 明若邪在现代是医生的身份 又不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不可能因为一个男人的背部 就有什么小如飞飞的吧 再说了 这小大少爷后背那么一片的灼伤 水泡 伤口 血肉模糊 再加上血水浓水 黏糊一片 要是这样 还能让别人想起什么男女有别 什么羞羞脸 那这个人的心思也太偏了 反正满月都没有想到什么别的 只是被这样的伤给弄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也觉得有点心理不适 亚大夫被管家带来之后 就开始替萧大少诊断了 管家在一旁等着 但又很是交际不安的样子 府里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去他处理 去安排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离开 萧赵雪被明若邪拉进来之后 就有点既来之则安之了 反正王妃都已经进来了 难道这个时候还能赶他出去吗 看到管家这个样子 他就让管家出去了 管家 要不你先出去安排事务吧 让府里的女人都赶紧躲起来 还有 你去看着我爹地 千万不要让他出来 小姐 那大少语这里 这里就交给我吧 是 我们一定会让人守好大少语院子的 大少语这里也有小密室 交关口 你和大少语记得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赶紧出去吧 外面都已经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 还在这里磨蹭 管家跑了出去 很快就听到了 他在外面交代着家丁们 要誓死保护好大少爷和小姐的声音 萧赵雪 有点抱歉地看了看明若邪 因为管家 可能是真的急了 这个时候说话做事 没能顾上 要不然 他就不会忘了明若邪 也还在这里呢 要保护的人 当然 还要算上明若邪 不过明若邪并不在意 他其实从来就不太需要别人来保护 第八百六十七集 明若邪看向了亚大夫 自己倒也没有上前去 亚大夫看清楚了 萧大少爷背上的伤之后 脸色也有点变了 他给萧大少爷 仔细地把脉看了诊 然后 又仔细地检查了他背上的伤口 之后动作就停顿了好一会儿 萧赵雪 赶紧上前 把他之前听到的 兄长的伤势怎么来的过程 跟亚大夫说清楚了 亚大夫拿出了一个小小的本子 在上面 写了一行字 逼到了萧赵雪的面前 明若邪剑状贴走了过去 他探头 要去看那本子上的字时 亚大夫明显地 有了一个想要把手往后缩的动作 但是刚一动的时候 他就顿住了 看了明若邪一眼 对上了他似笑非笑的眼神 他又垂下毛去 燕尘湖里有一种毒蛙 还有一种毒草 用这两者 指出来的一种毒液 具夺无比 应该是最近水匪们 找到的偷袭武器之一 大少爷 就是正了这种毒 燕尘湖是一个近海的大湖 名字是这么叫的 其实那里 就是一片浅海 因为中间 有一礁石 把海隔了出来 自然形成了一个湖 湖一边有一片水草滩 很广阔 水草滩里都是烂泥 人都进不去的 一进去可能就会深陷在泥里 被那些长城的水草给绑住了 怎么都挣扎不起来了 据说 燕子飞到那里一气息 都可能会沉下去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名字 以前听说那里也死了不少人 韩赛城曾经有一段历史 是有一些人 染了温病之后治不好 死了也不好处理 所以尸体就会送到那里去丢 让尸体沉下去 连墓地都不用找了 现在听到雅大夫提起了燕城湖 知道这毒是来自燕城湖 萧赵雪的脸色 都变得苍白了起来 韩赛城里的人 一直对燕城湖 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恐惧 特别是小孩子 因为有的很坏的大人 会拿燕城湖来吓唬孩子们 说是不听话的孩子 要把他丢到燕城湖去 久而久之 这些受惊吓的孩子们 长大了之后 就成了另一批 更惧怕燕城湖的人 萧赵雪 也是很害怕燕城湖的 大家都有这么一种 奇怪的认知 只要是跟燕城湖 扯上关系的 那就是最可怕的 雅大夫 那 那你能不能解这种毒啊 雅大夫犹豫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连您都治不了吗 萧赵雪的声音都在颤抖了 雅大夫又犹豫了一下 然后又在本子上 写了一行字 缺药 缺什么药 您说 我们一定会找来 两种药 难找 雅大夫飞快地 又写了一行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习惯了药方 他的字 很是潦草 但幸好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写的是什么 明若写总是觉得 这字体 有一点点眼熟 也不知道 是在哪里曾经看到过 您说是什么药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不管多难找 不管是什么药 不管是多难找的药 为了治好大哥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 虚米血 结印花 这是什么 小赵雪看到了字 认识能够认出来 是什么字 但是这几个字连在一起 形成了两种药之后 她就完全看不出来 是什么东西了 闻所未闻啊 一时间 小赵雪 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和害怕中 这样闻所未闻的药材 他们真的能够找到吗 她就下意识地 看向了明若邪 少夫人 您听说过这两种药材吗 明若邪看着那两味药 又看向了雅大夫 神情有一点天真 语气有一点懵懂 我没有听说过啊 这是什么 你问雅大夫啊 什么是虚米血啊 雅大夫支笔的手 微微易紧 但还是写下了一行字 世上有一种动物 叫虚米鼠 长得就像是老鼠 它的血可入药 这个结印花 则是一种药材 会开出有点像 佛印的雪白花朵 花朵也可入药 明若邪的反药 那叫一个快 她刚刚扫到了虚米鼠 这三个字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立即就伸手 露住了肖赵雪的脖子 看着像是与她亲密无间 实际上 三根手指正好按到了她的颈部 让她有点疼痛 不忘了要出口诗声 说出来的那句话 菲若瑟的住址那里 不是就有 她这一句话 是准备要说出来的 但是被明若邪手指一按 下意识地 就发不出声音来 她转头 懵懂地看着明若邪 雅大夫也朝明若邪看来 小姑娘 要不然我也替小大少爷看看诊 你别着急啊 也许未必要用上这两种 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药 她露出了一点嫌弃的神情 又扫了严雅大夫的本子 竟然还要用上老鼠的血来当药 老鼠本来就是很脏的 它的血 说不定还有细菌寄生虫什么的 反正不会干净 用来当药 确定是认真的 你们请的这个大夫 到底靠不靠谱啊 本来嫌弃的目光 又从本子上移到了雅大夫的脸上 像是很怀疑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也很怀疑她的医术 雅大夫面无表情 还是一副沉寂无声的样子 身子都不是挺直站着的 而是微微地有点勾着背 仿佛不在意明若邪这么说她 肖赵雪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肖赵雪也不是个蠢的 听到明若邪说那是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她就知道非若四的事不好说出来 而且 那这须迷暑 不都已经让人送往蓝国去给连王了吗 万一说了出来 以后给连王惹了麻烦 那可怎么办 她刚才也是一激动 满有多想 被明若邪这么一打岔之后 就想清楚了 如果真的 只是差这两种药 那她之后在私底下 跟王妃好好说说就行了 未必得当着雅大夫的面说出来 少夫人 雅大夫的医术很好的 刚才你也看到了 她很快就把我爹爹救醒了 能治你爹的伤 未必也能治你大哥的毒 大夫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总是会有侧重方向的研究 也许雅大夫擅长的 就是治外伤 而不是解毒 听到明若邪这么一说 萧赵雪也觉得有一些道理 明若邪已经走向了床边 满月立即跟了上去 萧赵雪要跟过去 雅大夫飞快地在本子上 卸下了两行字 拦到了她面前 她一个贵妇人家的少夫人 能解毒智商吗 她是哪里来的 大少爷这商 只要找到那两位药材 必然能治 萧赵雪有点纳闷地 看了雅大夫一眼 她怎么觉得今天的雅大夫 也是有一点怪怪的 之前的雅大夫 应该是对别人的身份 和哪里来的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一副什么事情 都左右不了她 也打动不了她 撼动不了她 情绪的样子 她二哥 还曾经说雅大夫 有一种随时想要跳海死了的悲凉感 可是今天 雅大夫好像情绪有变化了 而且还问起了明若鞋 从哪里来的 她有一种违和的感觉 好像现在的雅大夫 与她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样子 有点对不上了 雅大夫 您先休息一下 在这种温和感之下 小赵雪就什么都没有跟雅大夫说 只是让她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自己则是快步跟到了 萧大少的床边 正好看到了明若鞋 取出了一个 有点奇怪的白色瓶子 再拿了根棉签 把那棉签递了过来 小赵雪有点懵地 接过了那一根棉签 这是 少夫人 我要怎么做 你用这棉签 在你大哥背上那些雪浓水上 占取一下 然后放到这管子里来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萧赵雪 还是赵做了 明若鞋把盖子拧上 然后就把那管子 交给了满月 你先收着 回头再给我 司空吉 可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簇签 虽然是取这么一点东西 回头 要交给阿璐检测的 但如果 是她收在身上 只怕那簇签 也会发作 所以 还上满月拿着吧 等要用的时候 再过来拿就是了 萧赵雪 怎么都想不明白 明若鞋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血泡里流出来的脏东西啊 味道 还很难闻 脏臭 为什么 还要这样收藏着这东西 少夫人 这个 这 这 这诊所需 明若鞋 只是这么一句话 就把萧赵雪的一问 给堵了回去 第八百六十八集 明若鞋转身 看向了萧赵雪 把你大哥的手抬起来 是 为了方便明若鞋把脉 萧赵雪 把萧大哨的手抬了起来 然后就看到了明若鞋 有点嫌弃的 只是伸出了三根手指 指腹只是极轻地 搭在了他的脉搏上 很轻很轻 几乎跟门友碰到一样 亚大夫就站在了一旁 看着明若鞋 也没有再写什么字 眼神确实有点奇怪 明若鞋 把到了萧大哨的脉象之后 倒是放心了 因为他的寿命 还有五十年 现在看来是死不了了 萧赵雪 看他收回了手之后 就赶紧问 少夫人 我大哥怎么样 死不了 那就好 我真的害怕 我大哥就这么死了 明若鞋 直接就把心里想的三个字 给说了出来 小赵雪听到了 明若鞋的这一句话之后 却是觉得很有安全感 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气 亚大夫皱眉 眼底 闪过了一丝机窍 这到底是诊出来 还是没诊出来 就只是说了这么三个字 这能叫负责任吗 就这样 就能判断萧大少没事 这位寒少夫人 只怕就是个傻子吧 在她看来 萧大少的这毒 要是没有她的解药 那是真的好不了 而且 也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可能 只能够撑个十天半个月的吧 明若鞋的目光 从亚大夫的脸上扫了过去 低头 唇角勾起了一个笑 她突然就想起来 这个亚大夫 字迹为什么会让她觉得 有那么一点眼熟了 因为她看过一个人开的方子 写方字的字迹 就跟亚大夫 有点相似 她的右手 贴到了旁边的柱子 萧府 总不可能没有蜘蛛的 朱兄的兄弟姐妹们 应该是遍布天下 家家户户都会有的才是 一只小蜘蛛 吹着丝 从横梁上无声地落下 悬挂在半空中 底下正好是放着 亚大夫的那个药箱 她慢慢地往下 往下 很快 就要落到药箱里 亚大夫没有半点的察觉 很快那只小蜘蛛 就落到了亚大夫的药箱里 还爬到了底下 把自己的身形 挤进了几个 小药罐中间的夹缝里 隐藏了起来 明若鞋嘴角的笑意 更深了一些 只觉得这只小蜘蛛 也是颇有灵气的 而这个时候 城里的确是已经乱了 四空鞋蒙着脸 带着青白和赤兰 一路到了府衙 府衙后院就住着支府 这会儿 府里正传出了一个 女人的哭声 大人 你不要去啊 四空鞋 在来韩赛城之前 也是听萧赵雪 说过这韩赛城的江支府 也是一个积极 和英勇 抗击水匪的好支府 所以 城里乱起来之后 她第一时间 就是想来看看江支府 是什么样一个表现 结果 刚到了府衙屋顶 就听到了 这么凄惨的哭声 她神色 微微一沉 这个时候 江支府还在府衙里 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拥有 冲在前面的好官啊 她做了个手势 轻轻压了压 事意清白和赤兰 也藏好身形 先看看是个 什么情况再说 接下来 就一道带着几分 严厉的男生 想了起来 应该 是在训斥那个女人 我身为韩赛城的支府 视为本地父母官 满城皆是 我协下百姓 他们死了一个 都是我的失职 要是满城尽造杀害 我以死谢罪都不够 就在刚刚 听到有水匪 潜入南水道的时候 我就已经该 马上出去了 你这样以死威胁 拉着我 是想让我成为 千古罪人吗 院子里 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 正在往外走 而另一个女人 则是强抱着 她的大腿 都已经 被拽倒在地上了 却还是不放手 硬是紧紧地 抱着她的大腿 不放 男人一狠心 硬是带着她 又奋力地 往前走了几步 像是在拖拽着她 后面有一个仆妇 和一个丫鬟 都是眼里寒泪地 看着这一幕 站在那里 手足无措地 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可是你都已经受伤了 你明明就只是 年少的时候 在书院里 学过几张三角猫的功夫 学过一年的骑射 偏偏骗他们说 你也会武功 次次都想要 亲自冲到前面去 要不是我送你的护心甲 你上一次 就已经被一剑扎了心窝 死得不能再死了 最后那不是没事吗 姜之福 在听到她说起来 送的那个护心甲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心虚 要不是那个护心甲 上一次 她就真的 一命呜呼了 以前是你运气好 好的让我觉得特别惊讶 明明只是会 三角猫功夫的人 每次都冲在前面 每次都能够 显显地逢凶化吉 但是大人 最近你的好运 已经用完了 你没有发现吗 护手扒到什么 真的 上次你就摔下了马 后浪烧 直接起了一个大猫 上次 你还没有冲到水匪面前 就已经有一只 偏了头的剑 射中了你的肩膀 刚才你出去的时候 还被门槛办了一下 摔着了 这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你今天要是出去 很有可能会出事的 我绝对不让你出去 你为了韩赛城的百姓 也要留着命啊 以后才能再带领着他们 好好地对抗水匪 你要是死了 再来一个不作为 胆小如鼠的新知府 你让他怎么办 这么一通话 前面的那几句 江知府是不以为然的 什么摔跤半倒 那不都是巧合吗 怕是因为太过心急 想要出去 所以才绊倒的 怎么就说得那么邪乎了 但是后面几句话 还是说到了他的心里去 他深知韩赛城这里的情况 要是换了别的制服来 是坚持不了半年的 要不是死在这里 就有可能是想方是法 放弃这里逃走了 要不然很有可能 会跟水匪勾结 这么一来 就绝对是 苦了韩赛城的百姓 他以前 也不是没有 跟水匪接触过 那些水匪 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他们以前 一直都是想逼着韩赛城 主动地给他们 进贡财物 甚至 时不时地 送些姑娘过去 最近 他们更是有打算 要迁进城里来 要在城里 给他们找到安置店 那些人 怎么能够住进来 他们若是住进城里 这城里的百姓 以后岂不是更要生活 在水深火热里 没有一天是能够安稳的 萧老爷和萧大少爷 都不止一次地 苦苦挽留他 让他无论如何 被留任寒赛城 他是愿意留 可他若是战死了呢 江之府闭了闭眼睛 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蹲了下去 亲手一根一根地 掰开了夫人的手指 声音里也还带着叹息 我知道 夫人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每次水反来袭 我就只能管这一次 我不能去想以后 如果我每次都想着 以后而退缩 那我和以后 可能接受寒赛城的新官 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这样 他就不是江之府了 这里换人还是不换人 又有多大的区别 他这一句话 让江夫人僵住了 也没有再去抱住 江之府的大腿 只是坐在地上 正正地看着他 眼泪 刷的一下 就无声地涌了出来 江之府把他扶了起来 替他拍了拍群上的尘土 定定地看着他 夫人 我知道你放弃 京中优务环境 跟着我来寒赛城 实在是吃尽了苦头 这一次退了水匪 我让人送你和孩子回京 岳父岳母心疼你 一定会照顾好你们母子的 大人 你胡说什么呀 江夫人捂着嘴 哭得不能自已 但是江之府 已经转过身 大步地朝着府衙外面走去 屋顶上的司空级 又做了一个手势 带着清白和赤兰 就跟了出去 外面 已经有一队官兵 全副武装地在等着 看到了江之府出来 其中一人 就立即把一把剑 递了过来 大人 您的剑 江之府 接过了剑 取南之道 是 江之府 果然是走在了最前面 一行人 急奔向前 沿途 不时有百姓 朝着这边奔来 有人挑着担 有人抱着孩子 有人提着篮子 有人跑着跑着摔倒了 还有的儿童 被击倒在地上 呼喊了起来 城里 果然还是乱了 周围还有不少铺子 和住宅 正在急急地 砰砰砰地上门窗 屋里也传出了叫声 还有人跑不动了 就去拍 离得最近的呢 游走散的孩童 惊惧地大声哭喊 后面 竟然还有马蹄声 在追赶过来 声音 迅猛 急急 第八百六十九集 马蹄声越来越近 有人已经看到了 骑云马上的人了 害得脸色都变了 是水匪 他们怎么有马 哪里来的马 是啊 哪里来的马 这些水匪 是潜入南水道进来的 必然 是得求水进来 马又进不了地下水道 他们上来之后 哪里来的马呀 本来水匪就凶悍 他们还游了马 这不是 如虎天衣 江之府也是脸色发白 他甚至觉得 全身冰冷 如坠寒 水匪 水匪一前进来 就有马 而且这么一眼望过去 至少得十七八人以上 一下子 要抢这么多马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这城里有内奸 有人早早就已经替他们背好了马 这些马是怎么弄来的 也不是他现在能够想的事情 他现在已经是顾不上想这个问题了 因为 他都看到了有一个骑鱼马上的大胡子水匪 正举起手里的刀 就高临下地披向了一个正在往前努力跑的老妇人 冲 救人 救人 江之府本来只是一个文官 在没有来韩赛城之前 他也一向文指彬彬 说话是温和的 但是来了韩赛城 他现在已经是养成了经常大声丝毫的习惯 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昏乱之中 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手下的兵们根本就听不见 而且他这么喊叫起来 周围的百姓们也会知道知府出来抗敌了 甚至还有一个他从来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他一喊出来 能够吸引那些水匪的注意力 如果能够让他们都发现他 冲着他而来 哪怕是救下一个百姓 那都是好的 果然 那个手里的刀已经快要劈中老夫人的水匪 一听到他的声音 手中的动作一顿 就朝他这边望了过来 而后大喜 扭头就朝着同伙叫了起来 高官在此 那些水匪都刷的一下看了过来 立即就同时策马朝着江之府这边急冲而来 来吧 你们这些混交 江之府紧紧握住了剑柄 也朝着他们冲了过去 他看到旁边还有好些妇孺没有跑远 只有他自己迎上去 才能够让那些水匪的心思 都放在自己身上 再给他们争取一点逃生的机会 但是 他实在还是低估了这些水匪的凶悍 那么十七八起 横冲直撞过来 有一个孩童站在那里哭着 惊恐四顾找不到爹娘 其中一匹马 抬体已经朝着他踩了下去 出圣 江之府瞪红了眼睛 他恨自己不是高手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悲剧发生 他手下这些官差 说到底也只是普通的官差 功夫普通 也不可能是武林高手 眼看着 那个孩子就要惨死于马蹄之下 突然一道山羊 羞地掠了过去 如一道影带风 让人眼前一花 还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但是紧接着再定睛看 马蹄下没有了 那个孩子的身影 他被人救了 谁 水匪瞪大了眼睛 他们有一瞬间的乱 很快 就有一个水匪 发现后背一凉 他猛地挥刀 就转手劈去 因为太过用力 但是又劈了个空 他说不住是 呼通掉下马去 一道身影 立于他圆满 骑成着的马背上 蓝色袍子 蒙着脸 长身玉立 陈宁如冰霜 江之府是第一个 回过神来的 立即 就狂喜高呼了一声 大侠大义 杀 马背上的水匪们 也都感觉到了 很强大的威胁 但是他们以前 进韩赛城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武林高手多管闲事 想着帮着韩赛城的人 来对付他们 最后还不是落败了 他们人多势重 也都不是吃素的 对方只是一个人 害怕什么 那些水粉们 立即就分成了四匹 大概四人一组 有的朝着这个 蒙密男子杀来 有的则是 没有放过江之府 朝着他冲了过去 更有两匹 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 众向周围的铺子 和宅子 回到就劈向了那些 紧紧闭上了门 快开门 把银子米面布料 拿出来 那些人使劲地 踢着门 还有的翻了墙 上了屋里 朝着乌瓦 就砸下了拳头 里面的百姓 都被吓得尖叫痛哭 别的方向的巷子里 又有几匹水匪 涌了进来 虽然每一组的人数 都不剩很多 但是 这么多匹加在一起 那人数 就不算太少了 那个姓将的在那里 有人 大声地叫了起来 虽然他们也发现了 正把几个水匪杀得 很是狼狈的 蒙面男人 但是这些水匪们 好像对江之府 更上心 看到他 就有点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的样子 因为江之府 用尽了所有的心思 抗击他们 让他们这么多年 也没有在韩赛城 拿到更大的好处 而且每一次来袭 也都有不小的伤亡 所以这些水匪的眼里 江之府是他们最想要 除之而后快的人 现在看到江之府 又有不少人 朝着他杀了过去 保护大人 大人小心 那些官差 则是都誓死 保护着江之府 总会有人 在他的左右保护着 一道刀光提了 直冲着江之府的胸口 江之府本来就是 三脚猫功夫 旁边的士兵 也都被别的水匪缠着 一时分不出手来救他 他自己更是无法避开的 江之府在这一瞬间 脑子里只闪过了一个念头 是不是夫人真的说对了 他的运气就是已经用完了 所以现在才会遇到 什么都是倒霉 现在更是可能要死了 枪的一声 有什么基础击中了 那一把刀的刀尖 击的那把刀 直接就从那个地方断掉了 更是震得这名水匪的虎口一麻 那把刀差点就握不住 掉落在了地上 他震惊地 抬头一看 刚才 在那边 与几个同伙 打斗着的蒙面男人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他的面前 而之前对战着的那几名水匪 现在 都已经一动不动地 躺在地上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把那些水匪 又杀了吗 逃过了一劫 捡活了一条命的江之府 这个时候 又忍不住叫了起来 大侠当真是厉害 今天请大侠再帮帮忙 杀光他们 我替满城的百姓 谢谢大侠 大侠 杀 蒙着面的司空急 听着江之府这么索一句 又一句的大侠 一时静觉无语 而且身为知府 现在开口闭口 就是杀杀杀 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才好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江之府一眼 然后一掌朝着那些水匪杀了过去 江之府感觉自己 也一下子有了力量 挥着剑 用着他三脚猫的功夫 也朝着那些水匪杀江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 大人 不好了 有几个水匪 朝着府衙内里去了 他们是不是 想拿夫人少爷当人质 江之府并没有看清楚 这个人是谁 但应该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官差 听了这句话 他已经是如遭雷击 恋丝大变 旁边也有人 听到了这句话 头都没有回 一边奋力杀敌 一边对江之府叫 大人 您快走 要是夫人和公子被水匪抓到了 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到时候 他们一定会拿公子夫人 来威胁江之府 让江之府答应他们的条件的 江之府若是要救下七儿 就得牺牲韩塞成百姓 但若是为了大义 他就可能失去七儿 对于江之府来说 不管选哪一项 都是追心之痛 所以几个官差们 立即就护着江之府 往府衙那边退 司空级 也是没有想到 前进来的水匪 竟然有这么多 杀到后来 他还发现 有的水匪 竟然换上了 寻常百姓的衣裳 要不是他极为警觉 差点 就会被骗过去了 只怕是把那些人 给护送到了百姓那一边了 那等于就是把狼 送进了羊群里 没有想到 韩塞成这里的水匪 不止凶悍 而且还很狡诈 司空级也被激怒了 让他更为愤怒的 就是这城里的内奸 没错 这么浅显的事情 他也能够一眼看得出来 这城里肯定是出了内奸 这一次这些水匪们 才能这么轻易地 从隐蔽的水道 潜了进来 进了城之后 还能够迅速救足够的马体 更有人能够 换上百姓的衣裳 这样的内奸 几乎可以说 是要比这些水匪 更可恨 因为能够在这里面 潜伏着的 应该是韩塞成的人 或者在这里 已经取得了周围人的信任 在这里 应该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 而这样的人 竟然还引了狼群进来 把那些信任他的人们 都送到了水匪的刀下 心合其狠 这个内奸 或者不止一人 一定要揪出来 第八百七十集 司空级历仗 直接把一名 犯成百姓的水匪 给拍死了 回头扫了一眼 竟然没有发现 江之府的身影 人呢 他刚才一人对敌 近十名水匪 一时没有留意江之府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江之府竟然就不见了 这时 远远地从南城门的方向 奔来一个青年 一边狂奔 一边大声叫着 大人 江大人 江大人在哪里 南城门要失守了 快带人增援 什么 南城门要失守了 司空级的脸色又是一变 前进来的水匪已经不少 现在粗略算了一下 至少得二三十人了 南城门那边守不住了 那城外到底是来了多少水匪 那个冲过来报信的青年 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就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 话都耿住了 没有办法再喊下去 南城门要是失守了 他是过来请求支援的 哪里想到这城里 也早已经由水匪潜入进来 这里的情形 比南城门那边更可怕 这样的话 怎么还有可能 给南城门那边支援 司空级这个时候看到了小黑 小黑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跑了出去 正在高高的一棵树上 对着一个挥刀而来的水匪 飞扑而下 血污也自他的头上 飞了过去 越过了他 翅膀扫向了另外一个 正要一脚踢向一个百姓的水匪 抓似凌厉无比地 挠向了他的眼睛 那个水匪 眼睛剧痛 不仅没有踢中那个百姓 反而 因为眼睛的剧痛 和骤然看不见的惊慌 脚下一滑 自己 摔倒在了地上 之前那个差点 被他踢中的老人 一回头 看到他摔在地上 立即就串着手 去捡他手里的剑 然后 发了狠 一剑就朝着他的胸口 杀了下去 司空级看到这一幕 刚才那一瞬间变了的脸色 又奇异地缓和了下来 怕什么 就算是内外包抄 韩赛成 也未必会输 刚才那一瞬间 他的确是有点担心 自己带来的这几人 没有办法 帮着京之府 护住这韩赛成的安危 他已经看出来了 也不知道 是他们的运气太好 还是太差 很明显的 这一次他们来到韩赛成 正好遇到了 韩赛成近年来 最为艰难危险了一次 水匪围攻 但是他们 未必会输 因为这一次 不只是有他在 还有明若邪 这一次 他不能再因为身体的原因 而尽量不使用武功了 他得全力而出 而有明若邪在 他一个人 几乎就可以抵一小队金兵 牙兄 司空急叫了一声 血污一个盘旋 抓上了另一名水匪 而后就转身朝他飞了过来 落在他面前的一匹码头上 那马 竟然是乖巧无比的 任他站在自己的头顶上 动也不动 就连尾巴 都暂时不甩动了 这还是刚刚水匪 骑过来的嘛 血污朝着司空急 啼叫一声 司空急莫名地觉得 他这是在向自己 问有什么吩咐 回去告诉柔柔 城中需要支援 司空急虽然不明白 明若邪 每次是怎么知道 这些小东西们 到底 是要怎么表达意思的 但是他知道 鸭兄应该能够 把他的话传达过去 而明若邪 应该也能够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 鸭兄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司空急 只看到他又展翅飞了起来 那小小的黑色的身影 在这一片的半空中急飞 他飞向了每一匹马 每一次都在马的背上踩一脚 翅膀一扇 然后又提叫一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乌鸦 一声接着一声的叫 奇怪的是 以前感觉听到乌鸦的叫声 会觉得心里有些慌 有些闷 总觉得乌鸦的叫声 听着就有一种 很不祥的感觉 可是这一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觉得 这乌鸦的叫声 充满了力量 至少 清白也是这样的感觉 这么多的水匪 他是打得有一些手软 可是听到乌鸦的 这一声声提叫 他就觉得 自己还能够再打一千人 手里的剑 刷的反向刺向了后面 想要偷袭的水匪 虽然没有回头 但是一剑穿胸 正好让对方死得透透的 那些马不知道为什么 也是突然间都暴乱了起来 还被水匪骑长着的 都猛地高抬起前蹄 身子直立而起 将马背上的人 给生生地甩落在了地上 好些水匪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直接就被摔蒙了 屁股 甩得好痛 而这 还没完 那些把他们甩下来的马 一转身 高抬起的前蹄 竟然就要朝他们踩下来 这些马是不是都疯了 现场更是一片混乱 但是现在的这一种混乱 对于百姓们来说 确实是好的 因为那十几匹马 帮着他们 打起那些水匪来了 眼看着马蹄高抬起来 就要踩下去 那些水匪 就算是再凶残 这个时候 也都是吓得脸色发白 狼狈地纷纷在地上滚动 避开那些马蹄的踩踏 但是官兵们 和还有些力气和胆量的百姓们 都是聪明的 也都有略敌的经验 见此情景 他们都趁此机会 抄起了兵器 没有兵器的 就抄起了离自己最近的 能够当兵器的东西 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狠狠地朝着他们 砸了过去 那些水匪 刚刚闲闲避开了 这些马蹄的踩踏 就被扎了剑 或者砸了头 或是插了眼睛 一个个的都 鬼哭狼嚎了起来 杨柳那个混蛋 是不是骗了我们 司空吉听到了一个水匪 捂着被砸得鲜血直冒的头 下意识地叫了这么一句 他一下子就抓住了 其中的那个名字 杨柳 杨柳 这个人应该就是那奸 他是最先反应过来的 在看到鸭胸的 那么一番操作之后 就立即明白过来 这应该是鸭胸的 另一个本领了 所以 他没有听她的话 回去跟明若些报告 因为他能够 用他自己的办法 来帮他们 也对 这只血污 本身就是乌鸦之王 而且还是神坛的人 饲养的 南谷仪 神坛的那些人 本来就都挺变态的 他们所养出来的乌鸦之王 又怎么可能是反品 以前他以为鸭胸 就是能够号令群鸭 没有想到 他还能够影响骏马 对了 还有小金和小黑 这么两只猫 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们的身影 都神出鬼没的 上寸下跳 速度快得惊人 而且这两只 是完全不会认错水匪的 也不知道 他们是用了什么方法 可以这么准确地 认出哪些是水匪 那些是百姓 对了 还有官差 反正 他们 没有出过一次错 爪子和牙齿 抓挠撕咬的对象 就都是水匪 哪怕有几个水匪 是百姓一样的装扮 那个来传令的青年 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站在那里好一会儿 就是一动不动 只是眼珠飞快地转动着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看哪里好 看 那只乌鸦多神勇 时不时就在水匪头顶 飞冲而下 攻向他们的头和眼睛 看 那只金白色的猫多伶俐 一爪子就能将水匪拍得歪了头 看 还有那只 给人一种杀红了眼的黑猫 最狠了 爪子蹬住了水匪的脸 将人的头按偏 然后张嘴 就朝着露出来的脖子咬了下去 还有那些马 横冲直撞的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 把想跑的水匪 给一体踹飞在地 天哪 这是什么魔幻场面 这是上天知道他们寒赛城的苦 派了这些神兵神将 来助他们了吗 他还在愣着 鸟的身影从他们的身边掠了过去 带起了一阵风 愣着干什么 要不杀敌 要么回去守城 一道声音传进了他的耳里 青年 这才如梦初醒 他看了看这里的情形 又想了想 城门那边 拔出了剑 就加入了这一场 从未见识过的战局 司空吉说了那一句话之后 何清白 继续赶向南城门 事实上 在看到了那个青年的选择之后 他就有了一个预感 果然 南城门这边的战况 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励 虽然南城门 的确是将要失守 但是并无死亡 因为外面的那些水匪 是在拼命地撞城门 而且 城门缝外有一些火光 只怕是他们要用火攻 那些在城墙上 用金钩爪绳 往上爬的水匪 也只是往上投掷着一些火把 城楼上火焰促促 但是并没有真的烧起来 只是他们人数众多 乌鸦鸦地望去 竟然 又近百人 而守城的人 却是太少了 大部分 还都是少年 都是细弱的胳膊腿 力气不大 要砍断那些水匪攀爬的绳索 都要费很大的劲 砍一根 都要花不少时间 第八百七十一集 司空集看到城墙上 那些个苍白的脸 用鲜弱双臂抗敌的少年 想到了 被河大京军征兵带走的 那千名士兵 还有韩赛城里的壮丁 要不是因为河大将军 把主力士兵逃走 还把这城里年轻力壮的青年 都强行征兵走了 韩赛城会落得这样的境地吗 回头还要查一查这件事情 河大将军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计划 眼看着城门 被撞得快要破开了 这些守城的少年们 都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司空集上了城楼 刚上去 就听到了城楼下面 有人正大声地喊了起来 季家老爷可在 小家二少爷可在 众人都是一愣 这个时候不找江之府 不找萧老爷 去找季老爷和萧二少 是想干什么 萧二少立即就冲了出来 上身探出了城墙 望向下面 你萧二少爷在此 孙子 喊爷爷做什么 他刚刚喊出了这一句话 便看到了城楼下 有一个高大的水匪 一把扯开了身边 一个人的头巾 一头乌云般的长发 立即散开 那人惊恐地抬头望来 萧二少看到了她的样子 女人 少女 季姑娘 萧二少 嘶声叫了出来 眼睛瞬间通红 她脑子里一热 差点就要纵身翻过去 跃下城楼 在后面的司空级伸手 拎住了她的后衣领 阻止了她这一送死的行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那是季姑娘 他们拿她当人质了 萧二少拼命地挣扎着 其他的少年 也都迟疑地停下了动作 他们看向了这个 蒙着面 拎着萧二少爷的男人 又有人探头 看了看城楼下的情形 果然是季姑娘 季家也是寒塞城中的大户 季老爷季小姐 也是善人 平日里没少给穷苦人家施恩 但凡是抗击水匪受伤的 季家的药管会赠好多的药 有些抗敌死了的 季家还会给他的家人一笔银子 所以他们也都敬着季小姐 所以现在看到季小姐被他们压着 谁也不敢再乱动 听说季老爷有意 要把季小姐许配给萧二少爷 也听说 萧二少爷对季小姐情根深重 我们虽是抓了季小姐 可也没有碰她一根头发 现在 人好好地送了回来 只有一个要求 开城门 放我们进去 这些水匪 果然就是要他们大开城门 小姐叫了起来 二少爷 千万不能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啊 没错 不能放他们进来啊 城里还有这么多百姓的 不能开城门 不能开城门啊 其他人都很是不安地附和着 城楼下的水匪头子 一把就抓住了季小姐的头发 用力地一扯 将她拉得头扬起 不得不继续抬头 看着楼上的萧二少爷 萧二少 心都要碎了 你放开她 开城门 让我们进去 我们可以保证 如果你们不动手 我们也绝不杀一人不抢一物 抓着季小姐头发的水匪头子 声音很大 但却很奇异地 不会显得很粗犷 而且 视沉门有力 她的身形也很是高大 季小姐柔弱的身子 站在她的旁边 就像是被一只熊鹰抓着的小雏鸟 苗小可怜 她早就已经 呼得眼睛都中了 现在 也是泪水 运了一眼眶 根本就看不清 城楼上的那人的模样 但是 她能够听得到 她的声音 萧二少爷 不要管我 不能开城门 帮我照顾好我爹娘 蓝氏 我再报答你的恩情 你要做什么 不要做傻事啊 听了季小姐这句话 萧二少更是莫自欲猎 季小姐没有在听她的 一狠心就想要咬自己的舌尖 她不能够成为他们的负担 和拖累 不能够让萧二少 因为她而成为 韩赛城的罪人 要是因为她 而打开城门 不只是满城的百姓 还有萧府的人 江知府 还有他们继父的人 是不是都要遇害 水匪拿了有好的 他们的保证 怎么可以相信 她还是自觉于此吧 这样子 谁也不用为难了 但是就在季小姐 将要咬中自己的舌头时 刚刚有了一点痛感 一只满是粗茧子的手 就用力地捏住了她的脸 力道之大 捏得她的嘴巴 都被逼张了开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有舌头了 季小姐又惊恐 又是绝望地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只觉得 对方脸上的那一道伤疤 让人觉得异常地可怕 不是这个男人抓住她的 但是她被掳取之后 这个男人就争着看守她 这几天 都是把她绑得紧紧地 关在了一艘船上 那船飘在海上 用一根粗绳 绑在岛上的一棵树上 让她觉得 深处茫茫的海上 没有半点的安全感 这个人 是要想办法折磨她吧 如果她崩溃了 把她带来寒塞城来 是不是就可以刺激 她的父母和小二少女 逼着他们听水匪的条件 把城门打开 想死 我没有让你死 你是死不了的 你要是敢死 等你死了 我就把你的衣裳扒光 再挂到城门上去 那个时候 你的那位欣赏人 小二少爷 还有你爹 你娘 你凶嫂 会怎么样 你 你不是人 欣人贪善 季小姐浑身发抖 眼泪流得更凶 她的整个脑子 都有点空白了 她根本就不敢想象那种情形 她所在意的人 肯定都会受到极大的刺激 都会受不了的 你敢 你敢 小二少爷在上面 也听到了这人的话 他大吼着 一边奋力想要挥开拎着他的司空级的手 你松手 你是谁啊 松手 我下去救人 但是不管他怎么挣扎 怎么挥着手 就是碰不到司空级半点 司空级这么拎着他 就像 在拎着一只狗子 任由这只狗子怎么吠 怎么蹦荡 都逃不出他的掌控 司空级 稍微变了声音 你下去了 也不会是那个人的对手 那个人的武功不弱 你的意思 是本少的武功弱吗 告诉你 本少爷也不是吃素的 我从来没有见他受过这样的侮辱和伤害 我 小二少根本没有听出来 这是他们萧府新来的客人 他说着 豪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他心疼死了 他也很害怕 害怕那些水匪 真的把季小姐给杀了 司空级索性就点了他的哑穴 他扫了一眼小简他们 压低了声音 就算不开城门 以他们这样的进攻力度 城门到半晚逼迫 这话说得有点冷酷 但确实是实 小简和其他的士兵们都面面相去 感觉到了一种绝望 他们其实 也知道城门他们守不住了 但是已经有人 去找江大人来支援了 江大人会不会很快就带人来了 他们再拼一拼 说不定还是能够扛得住的吧 我们可以开城门 司空级的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他 什么 小二少被点了哑穴说不出话来 但是城楼下还有季小姐在呢 他心情复杂 是想要开城门救他的 又知道不能让那些水匪进入 现在有人替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还是忧 一颗心 备受煎熬 小简小心翼翼地看着司空级 他是认出来司空级的衣服 与之前三小姐带回来的客人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对方戴着面具 所以他不敢肯定 到底是不是那个人 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此人可信 大侠 您真的要开城门吗 开 司空级回了他一句 又对着城楼下的水匪喊 我们可以开城门 但是也有一个条件 你们一共百余人 全部进来不可能 我们可以答应你们 让你们一部分人入城 你们不就是想要 进城谈条件的吗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知道他们 是要来谈条件的 倒霸水匪回头看了一眼在后面 一直被手下保护着 一言不发的老大 水匪老大穿着一件 深紫色的短皮裸 腰带上 嵌满了大颗大颗的 红珊瑚珠子 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他看着城楼上的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眼里闪过了杀意 这个人是谁 射杀了他 正好只剩那些小鸡仔们 我看这些小鸡仔们 老守着这破城都看烦了 第八百七十二集 水匪老大做着美梦 想着等到入了城 他一定要先把 那个姓姜的 那个狗官给砍了 然后 再把萧家的男人 都抓起来 当奴隶 萧家的那个三小姐 听说长得花容月貌 收进房里 当个姨娘正好 还有 韩赛城里的少女们 也都要聚集起来 好好地挑出来一批 赏给跟着自己的 这一帮兄弟们 让他们呀 都讨上老婆 现在这个在城楼上 蒙着面的男人 是不是企图要阻止他们 门都没有 韩赛城 他是拿定的 刀疤男人沉着地劝 大哥 既然我们已经准备 拿下韩赛城 以后就在城里 常住下来了 那么 从现在开始 这一城就是我们的城 这城里的百姓 就是我们以后 能够使唤的劳力 这些少年士兵们 现在替江之府 守了城门 以后就得替大哥 守城门 既然早晚要成为 我们的劳力 杀了他们 岂不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水匪老大 被他这番话 给说呆了 顺着他这思路 仔细地想了想 谁 霍兴 你说得很有道理 要是把这些人 都杀光了 以后我去哪里 找人来给我干活啊 这蛮城的百姓 以后都要尽规 我管了 对吧 脸上有一刀疤的 高大水匪 却还有一个挺文气的名字 霍兴 一开始水匪老大 就觉得他的名字 有点违和 但是这叫得久了 他就觉得 这名字喊起来 有点像是霍兴 福霍的霍 每次在喊霍兴的时候 内心里就暗暗地 想成了在喊霍兴 就有一点 诡异的幸灾乐祸 反正水匪老大 是不喜欢霍兴的 因为霍兴出现了之后 他的手下们 嘴里经常喊着的人 就变成了霍大哥 霍兴哥的 都觉得霍兴厉害得多 显得他这个当老大的 很没有面子 但是水匪老大又觉得 霍兴这个人很好用 可以帮他 分担很多的麻烦事 所以 虽然他有一些嫉妒 却也不会让霍兴离开 就只是在心里 这么暗暗地小心眼 霍兴点了点头 是啊大哥 以后这些 就算是你的手下了 怎么说也算是 自己的东西 杀了他们 实在是太浪费了 行吧 那就听你的 可是那个没脸见人的 说的条件要怎么说 老大 要不然 就您进城去 跟他们好好地谈谈 也好好让他们 见谁下老大的威严 震睡下他们 看起来 似乎这还是一个 很好的表现的机会一样 水匪老大一开始 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 心里还是颇为得意的 没错 他要是进城去 就得让城里的那些人 见识一下他的威风 那我就带五十人进城去 霍兴抬头 对着城楼上的司空极喊 我们大哥 带五十人进城 与你们谈 五十人 那这跟你们不谈条件 直接攻城有什么区别 既然只是进来谈话 带那么多人进来干什么 老大 他们不同意 那你问他 能带多少人进去 霍兴依言问了 司空极略意思索 给了一个数 允许你们 十二个人进来 十二个人 这是要让我进去送死吗 我不去 水匪老大 立即就不同意了 只带十二个人进城 要是那些人反悔了 不想跟他谈 又或是这个蒙面人 打的一个坏主意 就是要骗他进去 然后 就把他消灭在城里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水匪老大 就又惊又怒 看着站在城楼上的 那个蒙面男人 只觉得 他真的是狡诈多端 越想越觉得 他要是只带十一个人进城 那就太过危险了 只带十一个人进去 他才没有那么傻呢 城楼上的 萧儿少爷这个时候 看着司空极的目光 就亮了 对啊 这招可以啊 关门打狗 要是水匪头子 愿意进来 一进了就把他给兜了 水匪老大 越想越是生气 觉得对方肯定 就是打着 这样的一个主意 打 继续攻打就是了 我就不信 我们打不进去 我们本来就已经 快把城门攻陷了 要不你们再试试 无量 水匪老大的话音刚落 城楼上就传来了 那个蒙面人的声音 这让他震惊了一下 他并不是冲着上面喊话的 说得这么轻声 为什么 那个人站得那么高 竟然 还能够听得到他的声音 那个人是武功高手 但是 那又怎么样 他一个人还能够 敌得过他们这么多人吗 试试就是 继续见光 水匪老大一声令下 那些水匪都下意识地 看向了霍兴 似乎在等着他的命令 大哥 我们已经攻打了一个时辰了 大家都已经累了 手脚都没了力气 这个时候再撞城门 其实 已经没有了之前那么奋勇 少废话 你不是怎么知道 给我攻 水匪老大愤怒了 小简他们都紧张地 看向了司空吉 哪怕 他依然蒙着面 但是 只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小简他们就已经 把他当成了领袖 现在 就想听他的 大侠 他们又要攻城了 怎么办 你们该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我下去 司空吉 只是淡定地 跟他们说了一句 然后 转身几个飞跃 就下了城楼 有人愣了一下 就飞快地 跟着跑了下去 看到司空吉 静止 走到了城门后面 双掌就轻轻地 贴到了城门上 这是要干什么 还不等小兵想明白 城门外的水匪 又已经开始攻城了 他们数十人 共同排着一巨大的树木 咚的一声 重重地撞击在城门上 之前 他们就是这样 一直撞门的 城门 已经有一点摇摇欲坠 还是会有人 从门缝里 那里一直 泼着什么东西 城门缝那边 门 滋滋地响着 再一点一点地 慢慢俯视 但是这一次 只听到 东的一声响 城门后 站着的司空吉 手掌 还是贴在门上 他手臂轻动 汹涌的内里 透过了城门 朝着外面 震了出去 内里 就这么直接 从厚厚的门板 传了出去 震到了那 粗壮的树干上 树师鸣抱着树的水匪 只觉得手臂 手掌 都是一麻 大半数人 一时间都抱不住树干 手一松 那粗壮的树 就直接砸了下去 啊 我的脚 痛死你了呀 一时间 那些水匪 是一片鬼铺狼嚎 有人反应 快一点的脚 还能够赶紧退开 现在就是抱着脚 跳着喊痛 有一些反应 没有那么快的 连脚背都被压住了 痛得脸色都发白 还有几个 不只是被砸到了脚 还没站稳 摔倒下去 被压得 就直接站不起来 于时间 城门外 一片混乱和惨叫 水匪老大等人 看到了这种情形 都是震惊地 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张开的嘴巴 都差点合不上去 水匪老大 气急败坏地 大声地叫了起来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几十个人一起抱着一树干 都抱不住吗 每天吃掉老子 那么多的米 力气都是喂到 狗肚子里去了吗 霍兴看着那一扇城门 眼底 却有一些深色 大哥 可能是因为 他们已经把力气 给使光了嘛 所以说 现在继续攻城 不容易成功 呸 霍兴 你这是不是 在长他人之气 灭自己没法 大哥 我没有 大哥你别忘了 之前就听说 屠打他们 有门路 已经摸到了 进城的水道在那里 大哥你听城里的动静 城里也有 喊打喊杀哭叫的声音 说明屠打他们 很有可能真的前进城了 我们要是还坚持 在这里苦攻城门 万一等到我们 攻打了进去 城里却已经被 屠打的人占了呢 随飞老大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他仔细地听了听 果然是听到了城里 隐约有些声音 传了出来 我们要是把守城的 这些小兵小组 打下来 说不定 也等于是帮着 屠打他们 把麻烦解决掉 屠打他们 要是进去之后 先抢占了先机 我们这已经 攻城攻了半天 又累又伤的 哪里还是他们的对手 岂不是等于 给屠打的人 一个机会 把我们这边的人 给消灭掉了 第873集 随飞老大听了 霍兴的话 想了想 顿时一拍大腿 那你说怎么办 还是抓紧时间 答应对方的条件 先进去探探虚实 再说 进去之后 要是有机会 说不定还可以 先跟他们合作 把屠打的人先灭了 大哥 我们跟屠打 一直都是对手 这一次 应该就是我们 改变将军的机会了 要不是他们 战了韩赛场 就是我们胜利 随飞老大听了他的话 实在是有一些心动 但是要让他 只带着十来人进城去 他是不愿意的 他看了看霍兴 顿时就拍了拍 他的肩膀 霍兴 你带人进去 我不如你会说话 你去跟他们 好好说说 就说以后 我不会亏待了他们的 韩赛场的那个姓姜的 能带他们干什么 总是归宿在城里 这会防着我们 他们的粮傻能吃多久 要是跟了我 以后可就是 吃香的喝辣的了 你去 如果你说得好 咱们就可以不费 摧毁之力的进城了 这话说的 狗都不信 霍兴 霍兴心里冷笑 他心里很明白 只要是让这狗东西 进了韩赛城 那城里的老百姓们 就是真的要完蛋了 特别是城里的女人 大哥 让我去 我万死不死 能为大哥办事 是我的福分 好 我就喜欢 你这么听话的样子 霍兴转身 冲着城门里 大声喊了起来 本人霍兴 愿带十一人 进城见江之府 好 司空吉的声音 从城门里传了出来 站在城门里 已经将双手 绣于后腰的司空吉 听到了这个人的声音 就有一种 果然如此的感觉 这个人 果然是愿意进城来 哪怕 他已经是露了一手 还只许他们十二个人进来 那个人 还是同意了 谁非老大 这个时候 就有点疑惑了 这城门那么厚 他也没有大声吼 听着手画声音 娘们儿唧唧的 怎么我还听得 这么清楚 因为你蠢呢 霍兴只觉得 鄙视而嘲讽 连内力都不知道吗 而且里面的那个 蒙面人的声音 根本就不是娘唧唧 人的声音 清朗如风 说话沉稳平静 连语气都听得出来 对方是成竹在胸 不慌不忙 没有面对水匪的 半分紧张 甚至 也没有 萧家二少的那种愤怒 这一切都说明 这一次来的这个蒙面人 不是一般人 不是他们以前遇上的任何人 韩赛成来了高人了 老大还一头蒙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当这么久的老大 估计也就只是实事造就 运气好 手辣又残忍 是高手是吧 最讨厌这种装强做事的什么高手了 出了海 还不是狗熊一只 再高的功夫 面对风浪还能干什么 还不如我们这样的浪里交呢 徐飞老大这会儿 倒是想明白过来了 徐飞老大反正是怎么都看不上别人的 他又使劲地拍了拍霍星的肩膀 华翔 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机会 就先把这个人干掉 不然他会是我们的危险 干掉对方 那我一定有那个本事 是 大哥 我会找机会的 霍星面上不显 点了点头 他点了十一个人 连同他自己在内 总共十二个人 走到了城门前 开门吧 把季小姐带进来 否则面谈 司空级的声音从城门内传了出来 随飞老大看着季小姐心里不乐意 要是把她带进去 很可能 救后被谈判的时候送回季家了 她好不容易再逮到了一个富家千金 还没玩过呢 什么 不行 这个小年阿们儿必须留在我手里 这样你们才不会乱来 我不是小二 季小姐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不让她进来 你们十二人也不用进来了 带着她回你们的老窝去吧 小二少他们也听到了司空级的这一句话 顿时都瞪大了眼睛震惊了 这是要不管季小姐吗 不能这么狠心啊 但是这话是司空级说出的 她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散发出了一种 让人觉得极为破人的气势 让他们都不敢反驳出声 唯一一个把季小姐放在心上的萧儿少 则是被点了哑学 拼命地想要说话也说不出来 谁非老大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司空级竟然冷酷无情 她看向了季小姐 季小姐紧紧闭着眼睛 不看任何人 只是泪水一直流着 脸色苍白 唇无血色 大哥 这小娘们之前也是一心求死的了 把她留下说不定反而坏事 如果她死在我们手里 本来我们已经能谈判好的 结果被她一死 萧儿少和季家可能会破坏 还不如把她带进城去 大哥放心 我一定好好的用她来谈条件 不会浪费她的价值 霍兴一手拽着季小姐的手臂 看起来用的力道不轻 谁非老大只好屈辱地答应了 但她却凑近了霍兴 压低声音 你记着 这个小娘们我还没睡到 你可以试试谈下条件 让季老爷 把她许给我当小妾 季小姐是听到了她的这一句话的 她惊恐地睁开了眼睛 立即就想要骂去 但是霍兴瞬间点了她的哑学 她的话噎在了嗓子眼里就是说不出来 这一下倒是跟萧二少一起成了一对哑巴 大哥我会努力 不过这寒塞城里季家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这季小姐也长得如此貌美 大哥还想让她当小妾 那你可不知道 季家小姐长得是貌美 但是萧家小姐长得也不错 那个萧家不是总说要杀光水匪吗 当年萧家的那个老太婆 萧夫人是屠大他们那帮人杀的 结果萧家也跟我们没完没了 我倒是要看看 我到时候娶了萧家小姐 又把萧家未来二少夫人也纳为小妾 萧家那几个狗东西会怎么样 这人当真恶心无耻 季小姐听得浑身发抖 又气又恨 只愿自己不能把这人给碎尸万段 霍兴却是拽着他到了城门口 季小姐 我带上了 除了你们十二人 其他人退出三丈之外 司空级的声音还是那样 淡淡平静地传了出来 平静地让人觉得有点牙痒痒的 但是又让人更相信他之前所说的 不管季小姐的死活 这话是真的 他们有点胆寒 觉得这个人可能 真的是什么冷酷无情的人 还真的是不太敢再得罪他 三丈之外 怎么不让我们退回海里去 谁非老大恼火 但还是不得不退了出去 但他们退出了三丈 那一扇城门才缓缓地打开了 小姐 他们看着那个高大无比的水匪 拽着季小姐进城 又看了看三丈之外的那一群 虎视眈眈的水匪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其实他们也知道 这三丈的距离如无意外 应该是足够他们关上一个城门的 但这一个不还带着十一人进来了吗 这十一人看着也都是恐无有力的 跟他们这些小弱击打 是不是以一敌十啊 之前萧大少重伤的一幕 还在他们脑海里 让他们一想起来 都觉得有点发抖 但是司空机袖手站在那里 让他们吃了定心丸 霍兴进了城之后 终于近距离地看到了司空机 他看着司空机的那双眼睛 只觉得隐约有点眼熟 有一个人是他一直记在心里的 那个人就有一双极为炼焰的眼睛 霍兴觉得 自己可能是认出这个人的身份来了 他心中惊骇 差点就叫出了声 好在他很快就回过神 明白自己是在哪 但是 他的情绪波动 司空机 却是已经看在了眼里 霍兴 稳了稳心神 你是什么人 以前没有见过你 你能代表江之父吗 我不代表江之父 但是我能做韩赛城的主 司空机的这一句话 顿时又让霍兴心神有些不稳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是那边来的人吗 小子 不要说大话 一个水匪冲着司空机 大声叫喊了起来 司空机 目的就无转往前 虚空一抓 那人好像是瞬间被抓住了喉咙 气息骤然一紧 眼睛瞪大 话都说不出来 而且 他还觉得好像 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拽着他往前 第八百七十四集 从着司空机大喊的水匪 一下子就说不出来话来 他对上司空机 冷如霜的目光 心慌了 后背和手心都浸出了汗来 同时也觉得头皮 有点发麻 这个蒙面人 哪里是一般的高手 他分明就是可怕的绝顶高手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 内力有这么强的 他现在就是要叫救命 也发不出声音来 喉咙是被掐紧了 他都觉得有些无法呼吸 他半点都不怀疑 这个男人有本事 连碰都不用碰他 直接就掐断了他的喉咙 霍兴拽着纪小姐上前一步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司空机 这位 还请留他一命 一命还一命 把他推过来 司空机指了指纪小姐 这一下就连霍兴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要谈判 也不是这样谈的吗 这才一开始 就直接要让我放回纪小姐了 这位贵人 纪小姐暂时在我手上 我不会伤害她 她想了想 只能这么称呼 因为如果对方是她脑子里想的那个人 那她的身份 的确就是贵人啊 司空机依然是冷淡而直接 放人 人放了 我给你机会 人不放 机会很难给 她太强势了 但是 从她露出来的那一手功夫来看 的确是有资格的强势 他们这里十二人加起来 都未必是她的对手 霍兴咬了咬后操牙 没有办法 只能将纪小姐往前一推 纪小姐觉得自己像是在梦里 她就被这么放了 回到韩赛城了 那个蒙面人站在那里 似乎就像是一轮明月 在给她指引了前行的方向 纪小姐待了好一会儿之后 被霍兴推了推 这才回过神来 举步 朝着司空机走了过去 而江之府 回到了府衙 带着几个捕块 刚一进门 脸面已经传来了 夫人的一声大叫 大人别进来 这里有埋伏 这一叫声之后 她又惨叫了一声 然后就是孩童的大哭 江之府听了出来 这正是自己孩子的哭声 她的心 骤得大疾大痛 哪里还顾得上夫人对她的叮嘱 叫她不要进去什么的 她哪里还听得进去 七儿都在里面 她怎么可能自己转身就走 为了逃命 江之府握着剑就冲了进去 门后两边 有两把刀同时朝着她劈了过来 这样的狠力 根本就不想留她的命 三脚猫功夫的江之府 根本就挡不住这样的杀招 眼看着那两把刀 都要劈到她这身上来 突然刷了一下 一把飞剑制了过来 精准无比地击中了左边的这一把刀 一道身影紧接着飞升而来 一脚踢向了另一人 荡在了江之府面前 来的人正是赤兰 四空级之前 就感觉城里既已经有水匪潜入见买 只怕他们要对付江之府 我是乡府的客人 前来相助 男人没事吧 大侠 请救我夫人和孩子 江之府如抓到了救命的稻草 这个时候赶紧就求助于赤兰 他不是傻子 当然是看得出来赤兰的武功很高 反正与他相比那是好太多了 交给我 赤兰说着 就朝着里面飞窜而进 紧接着又有一只黑猫跟了进来 那只黑猫通体黑 全身的毛没有一根杂色 飞窜进去如同一抹黑影 快得让江之府都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但是在看到那只黑猫喵的一声叫 然后朝着一鸣水匪的脖子就抓挠过去了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肯定不是眼花了 这位大侠竟然还带了这么一只凶悍的黑猫 虎牙 城里 城门口 到处都在发生着激烈的状况 而萧府里这个时候 明若邪也正和萧赵雪一起 把雅大夫给送出了萧大少爷的院子 雅大夫走出了院门 还是忍不住又停下了脚步 转身回头看向了萧赵雪 往手里的本子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 萧小姐真的得找找那两味药 只要有那两味药 萧大少的伤一定能治好 他之前说的那两味药 要是萧家去找来 他确实是可以保证治好萧大少的病 雅大夫 其实就算是没有那两味药材 你现在也是可以治好萧大少的伤的吧 明若邪在一旁突然就说了一句 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雅大夫 在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雅大夫很平静 只是过一秒后 就有些疑惑地看向了他 似乎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一样 萧赵雪也听得有一些茫然 什么 雅大夫现在就能治好我大哥 您的意思是 雅大夫根本不需要这两种药材 也能治好我大哥的伤 是吗 明若邪打了一个响指 唇角一勾 雅大夫你看到了吗 真正听不明白 应该也是萧小姐这样的反应 你帽子挺能装 可惜装过头了 装得太过平静冷静了 反而不正常 没有人帮你指出这一点吗 雅大夫以为自己装得挺好 可是没有想到 明若邪竟然还能够这样理解 一时间就有点不愤 这一回没能藏住 让萧赵雪都看出来了 雅大夫 你怎么是装的 雅大夫摇了摇头 指着指明若邪 然后转身就走 他不想和明若邪说下去了 看起来 就好像是因为被明若邪说的这些话给气着了 但是他刚一转身 明若邪的声音却又响了起来 怎么 雅大夫是心虚了吗 雅大夫依然沉默无声地往外走 萧赵雪觉得他这样子 看起来有点可怜 而且雅大夫是个好人呢 还是一个好大夫 王妃 就这么把雅大夫气走了 是不是不太好 明若邪听了他的话 明纯一笑 是啊 确实是不好 萧老爷和萧大少爷不是还没好吗 怎么能让雅大夫走了呢 还需要雅大夫留下 满约阿七 帮雅大夫找一间合适的房间 先休息休息 是 雅大夫 跟我走吧 阿七立即就去抓住了雅大夫的手臂 雅大夫惊了 扭头看向了萧赵雪 明显是求救于他 他以前一直都是无声无息 遇到什么事情 也没有多大的情绪波动 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木讷的闷声制人的那样子 要不是他的这一手医术 他这样的人这样的性质 只怕是不管在哪里 都会让人感觉到存在感很低 可是现在 他有了情绪的波动了 萧赵雪一看到了雅大夫的惊慌和求救的神情 就觉得他似乎这样子 才更像他本来的样子 以前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现在确实有了 更适合他的样子 其实就是他本来的样子 韩少夫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萧赵雪还是觉得 自己应该帮雅大夫说两句话 但是他刚刚叫了明若鞋一声 就被明若鞋拉住了 而阿七和满月 则是一人探路找房 一人拽着雅大夫 很快就离开了 萧赵雪目瞪口呆 这是他家啊 也是他们萧家 紧婚来的大夫 而且 还是个口不能言 上了年纪的人 怎么看明若鞋的架势 好像是要把雅大夫 给关到柴房里一样 可他一对上明若鞋的目光 就不敢有什么意见了 只是鼓了鼓塞帮子 像只可爱的小仓鼠 季王妃 您为什么要抓雅大夫啊 我这不是说要请她 找间客房休息吗 萧府需要她 她年纪又大了 还不能说话 萧小姐也别忘了 外面还有水匪供进来呢 要是让她出去 如果遇到了水匪 她能够逃得过去啊 萧赵雪一听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王妃说得对 那就还是让雅大夫 先留在府里吧 但是我们都要赶紧进密室了 万一水匪供过来 会很危险的 明若鞋拍了拍 她粉白的脸 你进密室去 我留在外面等我们家王爷 去吧 我不会有事的 不行 王妃要是不进密室 那我也不去了 萧赵雪哪能放下明若鞋在外面 而自己去躲起来 她就得在这里 跟着金王妃 第八百七十五集 明若鞋没有再劝萧赵雪进密室 她自己对于进别人家里的 保密密室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而且 她相信司空级的能力 她都已经亲自出去了 怎么也得把城里的局势 给大概地控制下来 就算有水匪 还能够跑到萧府这边来 人数也不会多的 只要不是一大帮水匪 来一些 她还是能够应付的 等听到大门外的一阵动静时 明若鞋 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是乌鸦嘴 因为 还真的有一小火水匪 冲到了这里来 而且 她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冲着萧府来的 小你们 我们杀进去 以后这萧府就是我们的家了 杀进去 萧老爷和萧大少之前 都已经被我们大哥派人弄伤了 萧二跑到城门那边了 萧府现在就是无主的 萧家三小姐在 那正好 谁先找到萧小姐 谁今晚就当她的相公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这鼻子一闻 就知道哪藏着香香的小娘们 来的这些水匪 一个个都粗鄙不堪 明若鞋是在听到了动静之后 就往萧府大门快步而去的 满月也赶到了她的身边 萧赵雪紧紧地跟着他们 人看好了 阿七哥在那里看着呢 还有田虎哥 田虎哥说 王妃肯定是想要知道 雅大夫的身份 所以她就在那里先审问审问 请王妃放心 明若邪闻言 眉眼便染上了些笑语 田虎果然是个聪明人 有她在审问 有阿七看守着 雅大夫应该是跑不掉的 他们也都已经听到了 那些水匪 响亮放肆的声音 那些人像是故意的 这些侮辱着萧家和萧赵雪的话 他们都是扯着嗓门 大声地喊出来的 萧赵雪听到了他们的话 又羞又怒 双手紧紧地握成拳 咬牙切齿 又一些发抖 太可恨了 太可耻了 太恶心了 明若邪回头看了她一眼 看她气得眼睛里 都冒了火 等火上他们一个两个 说不出话了 说着 她的右手腕轻轻一转 手一握 然后张开 手指轻弹了几下 星星点点的红色光点 像是萤火虫一般飞了出去 朝着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的小东西们 清醒清醒 做好准备 随时要你们出动 在人们不知不觉 没有半点发现的暗处 有很多 很多得了召唤的小东西们 都动了动 他们都先是静止了一下 确定了方向 而后就纷纷动了 纷纷地 朝着明若邪所在的方向 聚集了过去 这里是寒赛城 是江河河汇聚 要进入大海的一个特殊地理位置的存在 本来这里应该是很富庶的一个城市 但就是因为这些水匪的存在 这么多年来弄得人心惶惶 就连官员们 也无力无心 去历经图治 管民生 管经济 都只顾着应付水匪 顾着百姓的人身安全了 这样的一个颇为复杂的地方 也聚集着很多的小东西 他们这个时候都在朝着明若邪而去 谁也没有察觉 但是正与霍兴那些人和心情复杂的萧尔绍 去往府衙的司空集 眼神 却是立得不行 他隐约地 看到了一旁的墙根 有一个小洞 在他们走过的这么两个眨眼的功夫里 那个小洞里 就已经连续钻出了三只老鼠 出来之后 那三只老鼠就吱吱吱地 朝着一个方向飞快地窜了过去 那个方向 司空集回头望了一眼 若有所思 他看到了跟在后面的血污和小洞 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 就是挥了一下手 指着智小府的方向 这两只都跟成精了一样 应该是能够看得懂他的意思的 果然 血污和小洞都看到了他的手势 然后就往他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接着 都掉头跑了 司空集甚至还看到了小洞 直接窜上了墙头 然后低头看了一眼墙根 喵的一声 神情有一些不屑 紧接着 就如一道闪电 飞快地跑了 这是也看到了 那些老鼠吗 也是 以小洞自为猫的本性 肯定是对于老鼠是不屑的 他都不抓老鼠 看着 像是要争先跑回萧府去一样 既然 有他们去了 司空集也便放下了心来 萧府那些人 总也还有抗击水匪的本事 怎么也能撑一会儿 有他们在 再加上明若鞋 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霍兴直到现在还是有点恍惚 看着司空集 总像是看到了那个人一样 他看到司空集回头打的手势 还以为 是在跟暗中保护他的侍卫下的指令 更是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猜错 以他的身份 身边不可能没有侍卫保护着吧 这边也有水匪攻击进来了 在前面带路的萧儿上 已经看到了覆崖外面的情形 还有些 数剑残刀 连门上都划出了好几道新的大口子 这肯定是有人攻过来了 另一个官差 也是吓得脸色都发白了 江大人好像是回来了 所以江大人不会出事了吧 没事 司空集 淡淡地回了他们一句 小二少刚才 都还没有跟季小姐说两句话 被司空集一下子拎下了城楼 直接就退来带路了 还让小姐他们 先送了季小姐回季家 所以现在他看司空集 总是有些不能发泄出来的怒火 气归气 但这可是三言两语 就救活了季小姐的大恩公 他还能发什么火 所以现在 听到了司空集的这么一句话 他 也就只能够愤愤地回一句 你都还没有进去 怎么知道没事 这个人就是冷酷无情 刚才说了 不管季小姐的死活 现在看到了府衙 被水匪攻击过了 也不担心江知府的安危 是不是在他的眼里 就没有一个人 是觉得他信任的 觉得他在意的 司空集 跟看白痴一样 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倒是霍心开了口 寒塞这边 海域宽广 又有江河汇流 水路众多 入水为匪的不在少数 大大小小共有十一帮 除了我们海拔帮之外 另外还有三个帮 其中一个叫海龙帮 海龙帮的帮主图大 是个心狠手辣 你们也是心狠手辣的水匪 自己人妈自己人心狠手辣 要不要这么可笑 霍心的话还没有说完 萧二少就已经 扑地喷笑了 很是好笑地看着他 霍心神情一致 而一直跟在他身边的 一个水匪 却不服了 耿着脖子就瞪向了萧二少 霍心哥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他是个好人 别笑掉本少的大牙了 萧二少嗤之以鼻 这会儿要不是司空即在 他都想要立马拔剑 把这十二个水匪全赐死 水匪 哪里有一个是好的 他祖父 他娘亲 全是死在水匪的手里 他早就已经立誓 要杀光水匪 拿他们的血 来祭奠他的亲人 和韩赛城的百姓 现在竟然有水匪说自己是好人 这岂不是笑死人了 那人怒了 笑个屁 有什么好笑的 我们就不能有好人 我敢告诉你 这次要不是约为火星哥 你的那个什么心上人 早就已经被我们大哥 给纳为小妾了 连拜堂都不用 直接就纳入船舱睡了 小二少脸色大变 额上的青筋都抱了出来 他猛地转过了身 伸手就握住了腰间挂着的剑 刷的就拔出了剑 剑间就要朝那人指过去 但是他还没有指到那个人的面前 司空即伸出了手来 手指就在他的剑身上轻弹了一下 小二少虎口一麻 那剑被弹开了去 他还差点握不住 小二少瞪向了司空即 眼眶都红了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呢 现在为什么还要护着对方 小二少莫名地有点委屈 你没有听到他们多无耻吗 听话要听全 听完了再发作也不迟 毛毛躁躁的能成什么大事 司空即无视于他的红眼睛 小二少瞪大了眼睛 这个人就算是蒙着脸 但是依然能够看得出来 年纪不大 可能也就跟他差不多 竟然用一种尊长的语气跟他说话 姿态端得比他低还要稳 偏偏他就是发作不出来 刚才 司空即那手指轻轻一弹的力量 就已经让他有一些握不住剑了 还不知道这个人全力而出会有多么的恐怖 不过 在眼角余光 看到了那十一个水匪都看到了这一幕 看着司空即的眼神都有了顾忌的同时 小二少又觉得爽了 这个人是他们这边的 第八百七十六集 小二少爷心想 韩赛城有这样的高手帮忙了 就问水匪啪不啪 行吧 就看在这位蒙面大侠 能够让水匪害怕的份上 他忍着 听着 这个人 还能这么好心救些季小姐 他扫了霍星一眼 三十几岁的样子 脸上有一道疤 身材高大结实 如果不是因为那道疤 这人浓眉大眼的 很像是武将的模样 他这么问 也是给了刚才那人 一个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了 那人哼了一声 不敢再去看司空即 对着萧二少 就没有那种忌惮了 都说了霍哥是好人 要不是他那个时候 拦着我们大哥 还拿话哄着他暂时 不碰季小姐 这几天 有一只借口 要让那季小姐 尝一下我们在海上飘的感觉 把他一个人 关在了船上 你以为 就那小绵羊 入了虎口 还能够像现在这样 一根头发 都没有人碰得 完好无缺地回来 好了 说这些做什么 我虽然是个水匪 但是我还是能够 说一句问心无愧的话 管你信不信 伤害女人的事 我从来不做 小二少震惊 他脸色变幻 片刻又看向了霍星 然后嘴巴动了动 想问出那句话 又觉得不能 那句话要是问了出来 万一不是 那岂不是 要在季小姐的心口上 扎刀子 司空吉没有管他们说什么 他早已经举步进了抚押 没有人拦他 而赤兰已已经赢出来了 主子 人都救下了 水匪都杀了 小二少听到了这句话 一时间 也顾不上去跟霍星说什么了 猛地扭头过来 水匪你都杀了 杀了几个 十一个 赤兰回了一句 小二少其实在问出了 那句话之后 就已经望见了里面堆着的一堆尸体 他目瞪口呆 惊得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了 坏哥 海龙帮的人 霍星身边的人 也是扫了那一堆尸体一眼 他们跟萧二少 这些城里的人不一样 他们都在水上抢地盘 有的时候也是难免会碰到 还会起冲突 还要防着别人来袭 所以他们对其他帮的都比较熟悉 至少 都是去查过的 刚才看了那么一眼 就看到了两个建国的面孔 一下子就认出是海龙帮的了 刚才 他们才在提海龙帮的人 看起来都是这个蒙面人手下杀的 他的手下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他本人的武功更是深不可测 这么看起来真的是很可怕 挂不得霍哥说他们不能够这样下去 在这里永远都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现在 他们是真的 都有些胆战心惊了 司空急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哪怕 他看到了有几具尸体身上 有猫爪 猫撕咬的伤 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让他们都以为 是他手下杀的 江大人呢 江大人刚才还带着人出去对抗其他人 小黑跟着去了 还有活着的六人 全绑起来了 关在了牢里 听到小黑跟着去了 司空急点了点头 海龙帮这一次 应该是倾巢而出了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的消息 知道了水道方为何入口 城里应该是有人接应他们 这里要是有十七个人 外面至少还得有近百人 霍兴把他知道的说了出来 看起来没有什么保留 司空急看了他一眼 现在江大人还没空谈 你们干等着也不好 打算活动活动艰苦吗 众水匪面面相去 这是玩什么 他们也是水匪啊 这个人该不会是想要让他们出去 跟海龙帮的人打吧 哼 就要是你们想的那样 出去杀海龙帮的人 死了的或是生情的都行 等会儿 凭战绩来谈条件 如何 有没有搞错啊 真的要他们 去帮着韩赛成打海龙帮 霍兴旁边一个男人 一脸迷茫 那个大人 我们也是水匪 我知道 但你们和海龙帮 是朋友 我们当然不是 我们跟海龙帮那些家伙 不是一路的 但是他们老大 还有拥护他们老大的那些人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选择 跟着霍哥 可是这些太复杂了 一时半会儿 也不好跟他细说吧 既然不是一路的 去打有什么关系 好有道理 竟然无法反驳 霍兴看着司空吉 拿战绩来谈 拿战绩来谈 司空吉点了点头 霍兴没在犹豫 立即就是一转身 对着十一名手下 走 司空吉发现 霍兴一开口 那十一个人想都不想的 就直接转身跟他走了 再没有质疑 这说明 这个人的领导能力很强 而且手下的人 都对他很信服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看到他们离开 赤兰望着他们的背影 周子 是想用这个人吗 再观察观察 司空吉也没有否认 他们来寒赛城 本来就是要寻找可用的人 这些水匪 能收编的收编 不能收编的 就灭了 一来 是能够壮大自己的兵团人数 二来 也能够替寒赛城百姓们 解决一个长久以来的压迫 以后他们能够修养生息 种田经商 安居乐业 以后交税妇也能够交得上 嗯 他将王妃有银子可入袋 这个理由就不说出去了 还在带人杀敌的江之府 很快就发现 有十二个人 勇猛地帮着他们杀起了水匪 这十二个人 都身材高大 杀敌很凶悍 力气也很大 有他们的加入 城里的那些水匪们 很快就被杀得节节败退 本来这些水匪都还是很嚣张的 还有的打着打着 根本就不把官差放在眼里 马上就去揣百姓的门 还出言调戏那些梁家妇人 更有的直接就扬言 把家里的男丁杀光 这房子以后就是他们的了 活鸟也就是他们的婆鸟 这么一副来强占房产和女人的行径 让江支府和正官差和自动加入抗敌的男人们 怒火焚天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打 始终都不是这些水匪的对手 眼看着身边的伤员越来越多 一直闻到血腥味 他们都快疯了 耳边那些妇孺的哭喊 更是让人绝望 这十二个人 就是这个时候加入战局的 他们一加入战局 便立即分成了三小批 回刀 便毫不留情地 就朝着那些水匪砍去 有些水匪 已经拽出了哭叫的姑娘 连那手臂都被砍断了 那位大人有没有说 断手断脚的算不算数 有人扭头大声地问了出来 仿佛在这里问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江支府又愣住了 那位大人 哪位大人 谁也不愿意来韩赛城任职 就是在的 平时也都是找各种理由 偷跑到别的地方去躲清闲的 反正这里山高皇帝远 谁也管不着 那些人也都知道他的性子 知道 他不会为了这些事情 费尽心思 给京城递信告他们 所以长久以来 韩赛城 就他一个大人了 说来是荒谬 可是 现实就是如此 现在突然就冒出来 另一个大人 还有人问断手断脚的 算不算数 这都是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那个 本官 死了的都算 断只手算什么 砍他 江支府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有另一道凶悍的声音插了话 似是在回答之前的那人 好嘞 这王八蛋 手乱摸人家小娘子 还不放开 老子给他砍了 江支府懵了一下 也忍不住跟着叫 砍 霍星目光扫过周围 看到了一个大胡子男人 在一角正盯着他 目光如狼 他立即就脚下一点 朝着那人冲去 那人立即转身就跑 霍星紧追不舍 他们穿过了许多小巷 过了两道桥 竟然到了萧府 在他们来之前 云若邪正和满叶子福 到了大门口 看到了那十来个 正嚣张冲击着 萧家门前三道防护的水匪 萧家的这些家丁们可以说 其实也是很勇猛了 而且 可能是因为他们遇到水匪来袭 已经有过很多很多次 所以也有了经验 虽然在身形上和武力上 还有凶横的程度上 远比不上水匪 但也都没有退去 至少还能够咬牙坚持住 到现在没有让他们 突破第一关 第八百七十七集 萧府门口的守卫们 虽然是萧家的下人 但是这么多年来 住在萧家 吃在萧家 而且有很多是家生子 父母 在萧家待久了 他们也在萧家出生 这里是主家 但其实也是他们的家 萧家带人 厚道大方 当萧家的下人 他们也从来没有受过 什么屈辱魔旦 所以对于萧家 他们也是真心实意 要护着的 这背后 不只是主家的人 还有他们的爹娘 朋友 保住关卡 就是保住老爷他们 保住我们自己的家 打死这些混蛋 一个水匪听了他们的话 一把刀就横披了过来 在他们面前挡着的家丁 已经很快地躲避了 但是那水匪的力气 大得很 刀尖还是划过了 他的手臂 一下子血流如注 就凭你们这些软脚下 我把你们都砍了 这萧府我们大哥看上了 这以后 就是我们大哥的家了 那些水匪 琪琪往后退了两步 然后猛喝一声 再琪琪地朝着那些防护栏 冲了过来 抬腿 同时猛地踹向了那防护栏 啪的几声 有几个地方的木桩 是断裂了 听到这样的声音 萧府家丁们心头就是一颤 又见那些水匪 再一次来了这么一套动作 第三次 他们后退之后 猛冲过来 琪琪登上了木桩 飞跃而尽 挥刀砍下 咔嚓一声 第一道防线断裂 守着第一关的十几名家丁 一下子倒下了一大半 血喷了出来 有人倒下之后 能够爬起来再战 有人倒下之后 就怎么都爬不起来了 兄弟们 冲 水匪们却是大勇 猛地又冲向了第二道防线 这一批水匪 只怕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 专门要攻萧府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萧府与他们的对抗 已经让他们在水匪中出了名 水匪都知道 寒塞城里最大富户萧府 对付他们这些人 最是尽心尽力 府上 又最多的家丁仆人 这也是他们水匪 都想要灭掉萧府的原因 他们站着这样好的地方 已经够久了 轮到咱们上岸享受了 冲啊兄弟们 冲进去之后 房子是大哥的 萧小姐是大哥的 其他的 咱们都可以分了 水匪 势如破竹 第二次防线 破 宁若邪和萧赵雪 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 到了大门口 连管家都已经拿起了大刀 准备出来杀敌了 他听到了后面脚步声 回头一看 差点吓崩了 小姐 你 你 你怎么这个时候 还能带着怪客出来 快去躲起来呀 没听到那些水匪 口口声声 都是朝着 他们家小姐来的吗 现在小姐不跑不躲 竟然 还跑出来 这要是被那些水匪 看到了 举怕 他们会冲得更厉害 我们看看 父亲看到战况 就无法真正了解 这寒赛城水匪为患的 真实情况 管家手里的刀 差点就掉下去 砸到自己的脚了 他目瞪口呆 差一点 就想说一声 糊涂 荒谬 这是什么事情 能让你一个 如花似玉的女子 来看着了解的吗 哎 看 那是不是萧小姐啊 有一个水匪 已经发现了 萧赵雪 因为萧赵雪 听到了有人的惨叫声 忍不住 就探头出去 看了一眼 是她 娘的 长得真水亮 不得对大嫂无礼 嘿嘿 没错 这个萧小姐 以后就是咱们的大嫂了 哈哈哈哈 其他水匪也是嚣张的 一边挥刀砍着人 哈哈大笑 这些家丁们 对他们这些混不下去 出海为匪的亡命之徒来说 实在是不惊打 先前追赶到这里的 图大和霍兴 也是在这个时候 看到萧赵雪的 图大一看到 萧府门口的三道防线 已经破了两道了 顿时就得意起来 而且这里还有她的手下 霍兴却只是一个人 找了上来 顿时就不担心了 看到没有 霍兴 当初我就让你过来 海龙帮跟着我们混 你偏不过来 还说海龙帮的人 都已经是烂得无可救药了 现在呢 后悔了吗 看到那萧赵雪没有 那就是韩赛城最美的姑娘 今天晚上 她就是我的了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明若邪已经把萧赵雪 拉到了身后 自己走了出来 在这一刹那 如明月的光滑 瞬间清照夜色 营亮皎洁 图大看的眼睛 都有些发指 萧赵雪已经够美 现在竟然还有一个 比她更美的 这个女人 她要了 哪里来的女人 兄弟们 给本帮主拿下 那个小娘们 她以后就是 你们的帮主夫人了 叫夫人 叫大嫂 图大大叫了起来 嘴边的口水 都要流了下来 霍兴 看向了明若邪 脑子里 却是灵光一闪 韩赛城里 突然出现了 那么厉害的一个 蒙面人 萧府就来了 这么一位美人 她怎么觉得 这位美人 应该和那位 蒙面高手 是相识的 这么说来 她能拿下的战绩 就更不得了了 在图大要朝着 萧普大门 冲去的时候 霍兴立即 就挡在了 她的面前 长剑一指 想作恶 先过我这一关 图大 阴沉地盯着她 霍兴 你可得考虑清楚 想想你自己 是不是疯了 真的要跟我 作对吗 废话少说 霍兴的刀 已经朝着她的头 狠狠地劈了过来 那边 萧赵雪 在气得全身 发抖的同时 也忍不住纳闷 为什么那个 大胡子喊完话 就跟人打起来了 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他从来没有 在韩赛城里见过 王妃 那是你们的人吗 明若鞋看着那边 打得激烈的两人 摇了摇头 嗯 但是以后未必 他和司空吉 已经有了 很深的默契 看到霍兴和韩赛城 剩下的士兵们 完全不同的身材 以及他打斗时的凶悍 再听到刚才 那两人的对话 就猜到这两个人 应该都是水匪 但是其中有一个 应该是司空吉 看上的了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人 现在拦着那大胡子 是为了什么原因 那应该都是在 司空吉的计划中 以后未必 是什么意思啊 小赵雪不明白 但是听到了 自家家丁们的惨叫 他的心都揪成了一团 也顾不上别的事了 看着那些水匪 越攻越猛 现在已经逼近大门来 他都恨不得 自己也抄刀上前 跟他们拼了 咔的一声 第三道防线也被攻破 那些水匪都冲了过来 萧府拿下了 萧府拿下了 他们狂嚎着 萧府的家丁们 都白着脸 背着大门 挡在了萧赵雪 他们面前 极力抵抗 管家全身发牢 小姐 快走 明若邪却越过了他身边 再往门口走了一步 好大的口气 他一开口 那些水匪 也都朝他看了过来 我挨拐 这个女子 当真是美得 他们以前 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他们一个个 都是吹惯了海风 尝够了海水的弦 皮肤都又黑又粗 但是眼前这姑娘 那肌肤白嫩的 好像只要轻轻一碰 就能印出红痕来 就能掐出水来 不知道哪里 忽然响起了 蜜蜂的声音 有人下意识地 鸟头一看 眼珠都快瞪了出来 哪里是蜜蜂 那是毒蜂 寒塞城这边的河滩边 特有的一种毒蜂 但是这些毒蜂 一般就是在河滩那边的 水木林里生活 不会进城来的 现在这里怎么会出现 而且还是一大群 毒蜂 快跑 水粉们 比城里的人更清楚 这种毒蜂的威力 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些毒蜂 就想要赶紧跑开 避开他们的锋芒 但接下来 让他们震惊的是 这些毒蜂 就跟会认人似的 竟然 都朝着他们飞了过来 飞到近处的 那一根长毒针 都看得清楚 那被扎上一下 滋味可是相当酸爽 很快就有几个水匪 被遮得惨叫连连 这种蜂不仅是有毒 而且被遮到 还会其痛无比 毒性发作很快 被遮到的地方 瞬间就会红肿起来 有海多有 涂大一边欲获星打着 一边大叫 有的水匪 从袖口掏出了一种贝壳 一打开 里面的油脂状的东西 散发着一种 奇臭无比的气味 那些毒蜂 闻到了这种气味 竟然 都纷纷飞走了 他们松了一口气 一直在水上混的 哪能没有对付 这些东西的办法 第878集 哪里来的老鼠 滚 滚哪 水匪还没有来得及 继续攻击消腹 一群老鼠 就吱吱叫着飞窜了过来 朝着他们身上爬来 有的飞快地爬上了 他们的肩膀头顶 有的 还钻了袍底 有的更是钻进了 他们的衣领中 然后 咬 水粉们都上蹭下跳着 拼命在自己的身上 四处地抓 拍 赶 一个个看起来 都跟中了血一样 怎么打怎么杀 他们都不怕 但是这些老鼠 却一下子都让他们 乱了阵脚 连对付萧家人 都顾不上了 萧府的人 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们 这也 太过滑稽了 他们本来 也是被吓了一大跳 然后就急急地 要躲避的 但是他们很快 就发现这些老鼠 根本就不来咬他们 而是都冲着 那些水匪去了 就跟刚才的 那些毒蜂一样 也都是会认人一样 这些老鼠 是不是知道 那些人是坏人 小赵雪也是目瞪口呆 唯有跟在 明若邪身边的满月 他们一点震惊都没有 他们家王妃在的地方 所出现的这些小东西 就是格外地有灵性 满月一想到以前 明若邪能够在护国寺 敲响六声钟 就觉得他们家王妃 一定是一个被神明 保佑着的人 反正要害他的 都会被惩罚的 他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弄死他们 涂大还能够分心 看着这边的情况 看到自己的手下 只是被一些毒蜂和老鼠 就弄成这个样子 气怒攻心 右手隔开了火星 左手一甩 袖中一把暗器 就朝着黎明若邪 最近的一个家丁 射了过去 就在这时 小金飞奔而来 身体飞腾过半空 爪子就正好 在那暗器上踩了一下 那一把暗器就这样 被小金给踩了下去 响了一声 掉到了地上 徒大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暗器 暗器啊 飞蛇出去的速度那么快 它是用射了内力的 那只猫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 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准地 踩在那门暗器上 而且 那样的速度 它的爪子 不会被削出一片肉垫出来 它看起来 毫发无伤 而它的那一门暗器 却是被踩得掉落到地上了 躺在地上孤零零的 就像是在嘲笑的 涂大的武功 虽然比霍兴强一些 但是它一直在分心 这个时候竟然还想着 要给人一暗器 正好就给了霍兴机会 它瞅准了时机 手里的刀滑了了一下 划过了涂大的喉咙 血 狂喷而出 涂大林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它的那些手下 却都还在上村吓跳地 逗着老鼠 还有些不知道 哪里飞来的海蚊子 以及蜘蛛 它们弄得 一个个都狼狈得很 身上 处处火辣得痛 又不少地方 被老鼠咬出血来 它们都没有看到 自家帮主已经被灭了 直到涂大的身子 砰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正好砸在了护栏上 砸断了那护栏 又是咔的一声大响 惊得萧府的那些人 望了过来 看到了这一鱼 他们帮主死了 一个家丁 声音颤抖地 大声叫了起来 海龙帮的人 这才听到了这叫声 第一反应都觉得 萧府的人 是骗他们的 但是当他们望过去 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 涂大石 顿时都觉得 天好像都塌了下来 大哥 看着他们将要扑过来 明肉邪便指挥萧府的人 这个时候你们还不 趁机打回去吗 一个个都看戏看傻了 萧府的人 这才如梦初醒 云若邪不管他们 从萧府大门走了出来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办到的 就那么 信不贤庭似的 穿过了那些 正偏着最后一搏的人 朝着霍星这边 走了过来 那些打斗着的人 愣是没有一个 能伤到他 那只猫就窝在他的怀里 眼睛盯着霍星 就像是在提防着霍星 要是他敢乱动 他会马上扑过来 撕碎他一样 霍星从这只猫的眼睛里 看到了这样的意思 自刚才看到这只猫 飞冲过来 踩下了图大的暗器之后 他 就不敢小看这只猫了 但是他也十分震惊于 明若邪的胆量 竟然 敢这样一个人 走到他的面前来 看到他走近之后 霍星忍不住 就主动地说了一句话 我是水匪 你不应该是 你见过我家夫君了吧 明若邪 却摇了摇头 霍星心里一阵 明若邪虽是问话 但是看他的神情 看他的语气 却是肯定的 霍星心里想的是 果然如此 他都不需要多问 已经确定 他的夫君 一定就是那个蒙面高手了 有那样的丈夫 还有这样的妻子 这一对 他真的是从未见过 哪怕是没有看到 那个人的样子 他也已经肯定 这两个人 必定是配一脸 而且如果 他真的就是 他想着的那个人 一定也是长得很好看 如传言一般 霍星点了点头 承认了 是的 见过 我和他有过约定 我带十一个人 进来谈话 他答应我 只要我们能够 帮着杀那些水匪 可以当成战绩 去跟他谈 明若昔 敏唇一笑 很像是司空级的风格 他既然能够答应这一点 想必是已经初步考验过这个人了 这战绩 是对他的进一步考验 现在看来 这个人应该是通过了司空级的考验了 那恭喜你 你已经有足够的战绩了 不过我还是想要问问你 你进来谈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不跟这帮人一起攻进来 我不想当水妃 从一开始就不想 我想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 霍星也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清澈的眼神这么看着 想也不想 就坦白地回答了他的话 好 那你帮我带着这只猫 回到我夫君身边吧 就算是我给你增加的筹码 他看这个男人顺眼 一开始 他就看到了他眼里 深浓的悲伤和正气 所以他才说 他不该是水妃 他原来应该不是 小金却是莫名其妙地 抬头看明若曦 有些不懂他的意思 他为什么要被这个男人帮 他要抱去见司空吉 他是刚被司空吉给使唤回来的 这是刚出场 就 又要被送回去了吗 这夫妻俩 是不是拿他玩呢 听话 去 明若曦拍了拍他的头 将他递给了霍兴 霍兴顿了一下 才伸出手来 接过了小金 我去 这只猫手感真好 霍兴的神情 突然就有了一点柔和 这个人 是这帮水妃的老大 他是被我杀的 人 我就不带着去了 能不能请您帮我作证 嗯 可以 去吧 明若曦挥了挥手 霍兴 本来是想要架着 屠大的尸体回去的 但是现在 他要抱着这只猫 就不能再架着 那尸体回去了 霍兴抱着小金 转身快不离开 而萧府门口那些水妃 也很快 就被干掉 萧府的下人们 简直都是狂喜狂欢 他们 还从来没有赢得 这么轻松过 虽然他们也有伤员 还有几个伤得挺重的 可是 他们干掉了 这么些水妃啊 这还是水妃里 最凶残的海龙帮 萧赵雪这个时候 才敢贴着裙摆 朝明若邪跑了过来 他都快紧张地 哭了好吗 看着明若邪 就那么走向了 那个有刀疤的水妃 那个人可是一刀就划了图大的喉咙的 明若邪走到了她的面前 就像是小女孩遇到了大黑熊大老虎 可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还能够跟那个人说上话 而且还把猫给她抱走了 王妃 你怎么能够这么冒险 没事 我知道她不会伤我 你 你认识她 当然不认识啊 明若邪一笑 我们赢了 水妃解决了 这个时候 远处有罗声再次传了过来 但是这一次的敲法 是与之前不一样的 萧赵雪听到了这罗声 立即 就欢喜激动地 跟着叫了起来 原来 真是解除了水妃警报的罗声 司空急 果然是解决了事情 剩下的 应该也不需要她了 那么 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再看看雅大夫 雅大夫被绑在一张椅子上 在她面前的地上 她的药箱 从她身上搜出来的所有东西 都被田虎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田虎这个时候 正一件一件地 把东西拿出来 仔细地端详 研究 连一只烟斗都没有放过 雅大夫 就这么坐在那里 看着她的动作 第879集 雅大夫一开始还很镇定平静 任由田虎搜着她的身 把她的东西 一件一件地拿出来 摆在了地上 但是等到田虎 端醒起那些东西来的时候 雅大夫就有些坐不住了 她动了动屁股 只是被绑着 动作也做不到明显 这个时候的黑沙苦于边界 刚刚显显地越过了 警戒县的定北王 看到了远远朝着这边 奔来的侍卫 又回头 看了一眼 另一边的北境 一时间 有些酸楚难言 眼眶都红了起来 王爷 那接她的是黑沙城里的首将 这个人的父亲 以前就是定北王的旧部下 旧部五年前 在他一次小前进北境 被何将军发现的时候 为了保护他 被何将军射杀了 那之后 他就把旧部下的三个儿子 都给提拔了上来 这个大儿子更是成了黑沙城的统领 平时也经常跟在他的身边的 定北王离开黑沙城之后 也是由他暂时管理黑沙城 皇爷 您回来了 您没受伤吧 定北王摇了摇头 眼眶还是发红着 他刚要说话 迎面扑来的寒风 呛得他咳了几声 这黑沙苦域的风 就是让人受不了 风里总是会夹着 黑色的细沙 这些黑沙 会让人眯了眼睛 呛得红了 经常吸入的话 鼻子里也会很难受 所以在这黑沙苦域里生活的人 多多少少 都是有一些疾病的 他们也是费了很长时间 才选了一个风沙相对少的地方 建立了黑沙城 只有在黑沙城里这种情况 才会好一点 没有想到 只是回了一趟北京 本王就已经不适应 黑沙苦域的风了 所以故土 终归是故土 离开多少年 回去都能够适应 令北王缓了缓 苦笑着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话听得他自己 都心酸得很 暂居的地方 终究不是归途呢 住了二十几年 依然不适应 看到了 看到了定北王 明显疲惫的神情 统领担心地来扶他 王爷 可曾见到了小王爷 见到了 他们这边 都是把司空级 喊成小王爷的 定北王一路上 心情都很复杂 哪怕 到了黑沙苦域 他那种心情 还是没能消去 既然见到了小王爷 王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定北王 为他们原先 预定回来的时间 快了足足四天 本来 他们都是算好了 他跟司空级 至少也得待三天 回来的路上 赶得快一点就行了 但是现在看定北王 这明显的疲态 赶路肯定是赶路的了 只是为什么会 快了这么多天 孩子大了 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还是冲来 那个明廷郡主 定北王想起了司空级 与他说的那些话 想着他那样 站在明若贤 那一边的样子 突然又觉得 这样下去不行 统领一惊 那陆姑娘 陆志不得无忌的心 无忌怎么都不愿意去的 小王爷要是真的不愿意 那也不好强迫的 王爷没有带 洛姑娘回来吗 没有 本王离开之前 都不知道 洛者去哪里了 统领 段时就觉得麻烦了 他扶着定北王的马车 往前走 还有半年 就是黑沙苦域五年一回的风暴了 而且 也到了我们上一次大阵 满六年的时间了 王爷 这一次大阵极为重要 只要这一次 能够确定 我们再也没有人患那种怪病 我们就能够给皇上递走折 请求皇上 让我们回北京了 这是以前 皇上亲口答应过定北王的 皇上说 把他们赶到黑沙苦域 也不是故意 要他们的命 只是那种病太可怕了 他不能够冒着全大阵的子民 都被传染了的风险 所以才得这样狠心一点 但是 也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 只要他们能够六年 没有一人再复发那种病 就等于 是他们都好了 还是可以考虑 让他们回归北京的 这二十几年来 有多少个六年过去了 每隔六年 就要整个黑沙城 都仔细地大展一次 每个人 从婴儿到老人 一个都不能漏过 这是一项特别庞大的工作 而且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关系到 他们能不能回归北京啊 可是过去的 那么几个六年 他们都没有成功 第一个六年 还是有几个人 复发了那种怪病 第二个六年 他们找不到大夫 来给他们大诊 第三个六年 皇上说 一定要他信得过的大夫 做出的诊断 他才会采纳 于是乎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大夫 要医术过关 还要身份能够过关 更要让皇上信任 为此 他们找到落纸的时候 简直就是欣喜若狂 落纸的身份何事啊 神医落明的女儿 多好 令北王也是想尽办法说服了他 把他送进了宫去 还想着把他和司空吉 凑成一对 这么一来 落纸就是自己人了 到时候在皇上面前 他也一定会替他们多美言几句的 大诊的结果 也可以让落纸好好弄 怎么想 这都是一件极好的事 可惜定北王就是没有想到 司空吉会先碰到一个明若邪 然后就跟中了邪一样 一门心思地扑在明若邪的身上 根本就不想取落纸 哪怕是跟他逢场作戏都不愿意 甚至还跟落纸弄得这么僵 他又不好直接说出来 落纸还有这样的重要性 他们为了这一次的大诊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 这一次都觉得 是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定北王也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这一次 要是再不能回去 他都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再等一个六年 那怎么办 王爷 半年时间 只怕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大夫 回去再说吧 定北王这个时候 有点心灰意冷 过了环境艰苦的一片荒域 一座灰扑扑的城池坐落在一片空旷中 城墙都是用石头雷起来的 城门是看得见的木桩钉长的格子城门 这个时候城门是大开着的 马车缓缓驶入 有人冲了出来 是王爷回来了吗 好消息 王爷 有好消息 是从何将军那边的营地里传出来的 我们的人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的 定北王本来是在马车里闭着眼睛 昏昏欲睡的 听到了这叫声 他立即就睁开了眼睛 刷得掀开了车帘 问着来人 什么好消息 有洛神医的下落了 什么 在哪里 洛神医在哪里 何将军 查到他在大镇的寒赛场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在那里隐姓埋名不见人 本来看到了定北王 马车都望了过来的百姓们 也都听到了这对话 他们先是一沉默 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来 等到回过神来 顿时就明白这个人 刚才是在说什么意思了 像是一滴水 浸了一锅油 他们都沸腾起来了 有洛神医的消息了 天爷啊 洛神医说的话是最有用的 皇上肯定听他的 洛神医还活着 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啊 有人很快就大哭了起来 这样的 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至少 也得有四五十往上了 他们经历了在北京的日子 被驱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最是年轻 到了黑沙苦域之后 那些粗活重活 都是这一批人在干的 他们也都经历过 家里的长辈熬到去世 在这里娶其生子 又是多么艰难 可能家里的孩子 还没有养活过来 反正 这一批如今刚上年纪的人 应该算是经历了最多的 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是最想哭的 丁北王也还顾不上多说什么 这周围的人叫声哭声交织在一起 已经把他的话 一下子都堵了下去 听着这样的哭声 他老泪 也流了下来 真的是 罗神医的消息 真的是 心知万确 何将军这么多年来 不也是一直都没有忘记过 追寻罗神医的下落吗 查到消息之后 他第一时间 就已经派人去韩塞城了 我们也赶紧派了人过去 可是在打针 我们的人怎么都不如 何将军知道得多 要做什么也没有他那么方便 只怕是会落后雨呢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了 谢谢您 Prozent